一番较量之下,王贤终于压住济刚一伙人的气焰,这才重重一拍荆堂木道。 待原告,众人便瞧手以待。 过了好一会儿啊,才见一个瘦弱不堪的小女孩,穿着补丁落补丁的粗布裙子,怯生生地走上堂来。 不待吩咐,便跪在大岸之前,叩手气道。 求青天大老爷做主,为我死去的兄长申冤。 不得不承认王老爹确实是这方面的老手,只见那瘦小的身影跪在冰冷森严的大堂之上,两面是如狼似虎的官差,仅这个画面就足以令人好生不仁。 你这女娃先别哭,抬起头来,本官问你,王贤和颜悦色道。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兰草。 小女娃小声道。 你今年几岁了? 王贤又问。 八岁。 兰草道。 难道家里没人了吗?让你个八九岁的小女娃来告状? 王贤眉头一皱。 我爹爹死得早,姐姐出嫁了,原来和哥哥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哥哥被冤杀,我娘也一病不起,后来上吊自杀了。 小女孩说着又哭起来道。 嗯,我哥哥是好人,不是杀人犯。 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啊。 王贤柔声安慰几句,问道。 高壮的话,你得有壮旨啊,你找谁给你写的壮旨啊? 是颜家的婶婶帮我写的。 小女孩说着,赶忙双手举起一份壮旨。 无为接过来,奉到王贤面前。 王贤扫一眼,沉声道。 带被告,带被告。 官差们高声传唤,众人便见两个兵丁抬着个担架上来,上头躺着气弱油丝的张狗子。 王贤见状,瞳孔一缩。 却说,这几天啊,咸云带着白云子一直守在张狗子边上,还用上好的武当山金疮药给他治疗,那伤势早好得七七八八了。 虽然还不能下地行走,但说话思考那没有任何障碍。 怎么早上才跟庄静见了面,现在就这样要死要活了? 再看看跪在一旁的小兰草。 王贤啊,不禁心中冷笑,嘿,原来是两边想到一块去了。 都在半可怜拉同情呢。 不过,自己是早有预谋,包括放人进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对方却能因事利到不吃亏,这份随机应变的本事确实厉害。 不过呢,王贤并不奇怪,因为他看见担架旁还跟着一个一身乳袍,白面长虚的中年人,正是主动出任张狗子送尸的庄静。 庄静既然是本案送尸,自然有权利在开审前和张狗子见面,而张狗子现在的表现绝对跟这丝的叫唆分不开。 堂下所力,可是张狗子的送尸,王贤自然能认出那人是锦衣卫参军庄静。 他是故意这样问的,尽可能打击这货的气焰。 不错,相反,庄静自然要亮明身份,争取主动。 他暗骂一声,昂然道, 在下庄静,挺为锦衣卫都督参军,说起来还算大人的上司啊。 既然是锦衣卫都督参军,为何会自甘下见当起宋师来了? 王贤却毫不客气的冷声问,在后世,律师是高大上的职业,但是在这年代啊,宋师则毫无地位可言,反而十分受官府的厌弃。 认为他们是一群拨弄是非,颠倒黑白,捏瓷便是愚人之力的寄生虫,最为地方官所记恨。 王贤就看到各种版本的官真中讲过啊,说地方官上任以后,要先将地方上的宋棍集中起来,严加训斥,有人搬弄宋词便施行连坐,严惩不淡。 但显然庄静对自己的就业啊,很有感情,文言一脸正义道。 本官见张百户惨遭大人毒手,如今昏迷不醒,生死未卜,却又被大人带到堂上。 昏迷之人如何能言,就算满腹冤屈也无从辩解。 说着朝堂下众人望去道,本官实在看不下去,这才决定客串一把宋师,替他打这个官司。 围官百姓看到那张狗子的坦撞啊,不禁暗暗摇头,对张狗子一方的恶感啊,还减少了几分,对王贤的好感也减少了几分,竟生出双方是一秋之河的感觉来。 王贤心下一阵恼火,冷冷望着庄静道,那么说,本官不该把你当成上官,而是当成一名普通的宋师。 这个嘛,一马归一马。 庄静道,本官是替张狗子辩护不假,但你不能因此不敬上官。 好一个一马归一马,王贤沉声道,如果是上官,请你一旁就做听审,如果是宋师,就请你收起这副上官架吧。 说着重重一拍荆堂木道,公堂之上无父子,何况上官呼。 王贤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一上来就拿出主审官的蓬勃气势,还真让见惯世面的老江湖有些难以适应。 庄静想不到王贤如此好斗,竟然一上来就跟自己死磕。 但就像王老爹说的,在审案官面前,壮师终究处于烈士,一旦遇到强硬的问官,只能避其锋芒迂回智取。 所以他只好道,本官现在是宋师,王贤冷哼一声,好吧,我现在是宋师。 庄静只好换个字称道,既然当宋师,就要有宋师的觉悟。 王贤轻蔑地撇他一眼道,在公堂上,本官只会把你当成宋师看待。 不须大人通融,庄静也调整过来,不卑不亢道,在下此刻就是个普通的壮师。 那你,为何不跪? 王贤冷冷盯着他道,姓王大,你别太过分了。 见庄静受辱,季刚身后的许应仙等人呱噪起来。 何人敢喧哗公堂? 王贤双目如垫,扫过季刚一行人,重重一拍金堂木道。 长嘴四十,插出大堂。 诺,堂上的官衫都是王贤的人,文言齐声应下,便朝许应仙几个扑过去。 来啊来啊,许应仙等人自然不甘示弱,纷纷抽出兵认来。 王贤府,你疯了吗? 季刚啊,本来扎马步就很辛苦,此刻啊,自然趁机站起来,面色铁青的拦在官宅前逗道。 莫非真以为本官是个摆设? 大都督何出此言,下官尊敬你还来不及呢,又岂会把你当摆设? 王贤冷冷一笑道。 只不过下官的掌刑千户方才有言在先,再有胆敢喧哗者,严惩不待。 既然已经示警在先,本官若不对他们略作博程,公堂秩序何在啊,我们锦衣卫的体统何在? 锦衣卫的体统,还用不着你来操心,季刚冷应道。 但这个案子现如今是亲案,王贤再次扯虎皮拉大其道,现在大堂上却如菜市场一般,让下官如何向皇上交代啊? 皇上那里,我自会交代。 后来,季刚冷哼一声道,这么说,大都督是奉了皇命来的? 王贤目光炯炯的看着季刚道,这个嘛,季刚一顿,说道,本官巡视下司,还需要请示皇上吗? 哈哈,若是平时自然不需要,但现在北镇府司办的是亲案,大都督此番前来,难免有以示压人干预审理之嫌。 王贤缓缓道,还是请示一下妥当。 你,这话一向让季刚啊,哑口无言,王贤的意思很明白,你来了是来了,但请闭嘴坐在一边,不开口怎么都好说,一开口你就是干预司法。 这大帽子扣得季刚都顶不住,只好闷声对身后众人道,你们都滚蛋,本座自己在此,旁听。 他故意把旁听二字咬得极重,便是表示自己不会再多说话了。 大都督果然深明大义,王贤这才点点头,示意手下停住,他也是见好就收,毕竟真把季刚给惹急了,把大腾打成一锅粥,自己也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老祖祖,不过徐英仙几个就傻眼了,立在那里进退两难。 滚。 季刚烦躁的挥挥袖子,把徒子徒孙撵出去,然后气哼哼的回到座位,一屁股坐下,却忘了身下的屋子是个坑爹祸,结果用力烧猛,只听咔嚓一声,屋子轰然倒地。 然后是季都督伸手敏捷,也还是摔了个裂起,屁股重重亲吻到地面。 大唐上下见状是一片哗然呐,尤其是外头的老百姓,哪想过能见到季炎望出丑的画面呢? 他们是既想笑又怕遭记恨,只能硬生生憋着,憋得满脸通红,还是忍不住痴痴笑出声来。 哎呀呀,还不快扶起大都都? 王贤一脸吃惊的下令,又劝为季刚道,大都都要是有什么不痛快,只管说,犯得着拿个屋子撒气嘛。 季刚的脸已经黑成锅底了,整个人更是气得七窍生烟,他纵横江湖近二十年,何曾受过这份羞辱? 他知道这是王贤在报复自己呢,但大厅广众之下,他要是挑明了反而更丢人,只能先咽下这口气,咬牙切齿道。 郑腐司的椅子都该换了,那还得嘟嘟拨款才行啊。 王贤笑着白白手,手下又搬上一把椅子,既刚这次学乖了,先用手试的是,看没问题,才慢慢坐上去,便在那儿生起了闷气。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原先手下这帮家伙还挺好使的,但自从碰上这个王贤便丑态摆出各种愚蠢,简直跟中了鞋似的,连但自己也跟着出丑。 殊不知,这些家伙之前之所以能横行,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各种满腹经伦的文官,有道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自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现在他们遇到了王贤,这个从最坏最浑的衙门里一步步走出来的猛人,他们那套在他面前完全吃不开,也只能吃别再吃别。 撵走了一杆牛鬼蛇神,季嘟嘟也在一旁不做事了,王贤便把炮口转回堂上,目光淋漓地盯着庄静道, 为何不贵? 因为在下跟大人一样,也是举人出身,庄静洒然一笑,仿佛方才的闹剧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按照大名律,举人是见官不贵的。 哼哼,这么说,你安淑大名律,王贤冷笑道,安淑不敢说,但起码能默写出来,庄静毫不谦虚道。 那你应知道,凡教唆词,已为人作词状,增减刑罪及诬告人者,该当何罪? 王贤悠悠问道,与犯人同罪,庄静暗暗警觉,但他已经被王贤压到低处了,只好无奈,先作答再说,继而愤而反击道。 但是大名律也规定,岂见人鱼而不能申冤,教令得实,即为人书写词状而罪无增减者,误论。 不错,王贤点点头,面无表情地望着庄静道。 如果你的辩护完全属实,自然没有责任,顿一下他目光变得冰冷道,但,如果最终证明张狗子有罪,你为他辩护就是明知故犯,当与他同罪。 如果判他斩首,你便与他同复刑场。 这,庄静想不到王贤的发问环环相扣,已经把自己步步紧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了。 庄父子额头尽出白毛汗啊,他已经隐隐感到后悔,有道是隔行如隔山,他本以为王贤再厉害对辞送盘结之道也是外行,自己可以轻松地击败他,为己方扳回一城。 这下儿竟发现,自己差之谬矣,这王贤不仅是此道中的高手,还出奇的老辣犀利。 早知道这样,庄父子肯定不会蹚这浑水啊,以免被他作践,但是事已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喝下这杯苦酒了。 他定定心神,知道啊,王贤这话是有陷阱的,自己的回答稍有余地,就会被他抓住猛击,比如说,自己说, 哎,我坚信他是无罪的,王贤就会追问,那这么说,你认为他所说的都是事实,那自己肯定要说是了,王贤便可以说,如果不是,你愿意负责吗? 那如果自己说是,那后面张狗子的满篇谎言,就会让自己十分被动。 虽然他不相信王贤真会把自己投入监狱,但紧被此人的铁嘴钢牙挤兑啊,就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所以庄静不得不小心应对。 大人当然知道判决不一定符合真相,还有种案子叫冤案。 本人要做的就是防止冤案发生。 他不能任由王贤轰炸了,必须将战火引回王贤身上,才能掌握主动。 不要转移话题,如果张狗子的证词中有不实之处,你愿意连坐吗? 王贤谨记老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教诲,一拍经堂木道。 回答本官问题。 庄静见自己斗转星移失笑,只好硬着头皮道。 前提是大人能证明,一,他说的是假话,二,我是知情的。 你如果都不确定他说的是真话假话,王贤轻蔑地一撇道, 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阵阵有此替他辩护? 我,我确定。 庄静只好无奈地答道。 好,一旦他说了假话,你就连坐。 王贤拍板道,你,庄静心说这也太霸道了吧这, 大人,我们就不要在细节上纠缠了,还是开始问案吧。 这么说,你同意本官的说法了? 王贤终于露出笑容道,同意。 庄静这个无奈的,显然只要自己不答应, 王贤就会一直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 但他不愧是老牌送尸, 发现自己还没开始就被打压的气势全无, 心浮气躁, 蒙深吸一口气,调整好心情道。 开始吧。 哼,你早同意就不用拖这么久了。 王贤把责任全推到庄静身上, 然后一挥手道。 你先到月台等候传唤。 大人还没问呢, 庄静登时傻眼了,感情之前都是耍猴呢这。 本官如何问案, 还需要你来教吗? 王贤闭逼他一眼道, 本官尚未传唤, 你就迫不及待上堂坐山。 被搞伤狗子已经不能说话了, 庄静道, 暗律可有宋师陪同。 那也得等本官确认以后, 传你才能上堂。 王贤一拍经堂目道, 你是要滚下去, 还是被轰下去? 庄静无语, 只得先退到月台上去。 临下去的时候, 他看到记都督的表情, 那已经很难看了。 不禁暗暗叹息, 还是小看了姓王这小子呀, 实在是比静音行明几十年的老油条还难对付。 但庄静下去, 王贤这才一拍经堂目道。 传被告, 李春上堂。 哎, 大人, 这被告怎么又成李春了? 庄静发现王贤之前传张狗子是虚晃一枪, 不禁有些担心, 在大堂外就抗议起来了。 念你是壮士, 这次就先罢了。 王贤冷冷道, 再敢呱噪, 张嘴撵出衙门。 庄静知道他说到做到, 只好把嘴闭上。 这时, 李春被带上来, 打那天被软禁开使, 他这还是第一次走出禁闭时, 身上还穿着官服, 官帽就不知去哪了, 整个人消瘦了许多不说, 且须发蓬乱, 神情憔悴, 一看到纪刚啊, 就像见到救星一样, 扑通跪下去, 气不成声道, 大嘟嘟, 为孩儿做主啊。 纪刚看他这副惨壮, 也是好生气氛, 但是再看看巨座堂上的王贤, 还是硬生生憋住道, 本座是来旁听的, 你要跟王振府有一说一。 见李春脸都绿了, 他才补充一句道, 放心, 有本座在, 谁也冤枉不了你。 是, 李春这才爬起来, 朝王贤勉强一抱拳, 怨念深重地等他发问, 王贤撇他一眼道, 堂下何人, 你不认识吗? 李春愤懵道, 王贤啪地一拍荆堂木道, 耳赶藐视公堂, 掌嘴, 朱九爷输得上前, 李春还没反应过来呢, 便被扇得重重的两耳光, 当时啊, 那两个面颊青紫一片, 耳边更是嗡嗡之响, 李春懵了片刻, 却见纪刚没有丝毫反应, 才知道, 哪怕是老祖宗在场, 也没有自己耍横的份, 这才老实答道, 本官李春, 锦衣卫北政府司, 副政府, 王贤哼一声, 这才打开卷宗道, 先有民女兰草, 诉锦衣卫百户张狗子杀母, 嫁祸其兄其大柱, 致使其大柱被朝廷冤杀, 其母以含恨而死一案, 奉圣旨重闪后, 本司调及你锁力卷宗旧党, 发现疑点颇多, 其一, 张母身上的伤口是匕首贯穿伤, 而原神所谓其大柱遗留现场的凶器, 却是一柄镰刀, 请问李副政府, 如何用镰刀刺出匕首的伤口啊? 这个嘛, 镰刀自然刺不出匕首的伤口了, 李春是经历过案件全过程的, 自然知道后来是如何掩饰这个漏洞的, 镰刀是凶器之说, 乃江宁县的结论, 本司并未复合, 顿一下道, 其大柱既然是凶恶之徒, 完全可能身怀利刃, 在杀人后携刃潜逃, 并未丢弃在现场, 那其大柱在本司的供词中, 为何只字未提凶器? 王贤追问道, 大奸大恶之徒, 从来明顽不灵, 李春撇撇嘴道, 他就是不肯说, 我们有什么办法, 这么说, 凶器未曾找到, 王贤沉声道, 后来还是找到了, 李春道, 那其大柱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王贤又问道, 自然是劫财了, 那为何从他家中仅搜出铜钱二百余文, 超不足十罐? 王贤冷声道, 十罐宝烧也就值十文钱的样子, 除此之外, 别无常物, 他将凶器和藏物都掩藏起来, 李春心下郁闷, 那其大柱真是一截木头庄子, 吃遍镇斧司的酷刑, 居然死咬着不松口, 当时案子已经闹大, 李春也不确定最后风会往哪吹, 所以也不敢捏造口供, 以免其大柱当堂翻供把自己也拖下水, 本子也没侦查出来, 还是大理寺那边啊, 齐高一招, 找到了凶器和藏物, 犯人才无从抵赖, 如实招供, 也就是说, 王贤沉声道, 在之前江宁县镇斧斧司刑部督察院四轮审讯中, 都没有找到凶器和藏物, 最后在大理寺的审讯中才出现, 从而给齐大柱定罪, 不错, 李春点头道, 那就奇怪了, 王贤一拍手上的卷宗道, 为何大理寺的案卷上说, 一干正物皆由北镇斧司提供呢, 那是后面我们花了大力气, 挖第三指找到的, 李春道, 也就是说, 在齐大柱没招供的情况下, 你们找到的, 王贤问道, 然后提供给大理寺, 再由大理寺获取齐大柱的口供, 不错, 李春点头道, 找到藏物和凶器时, 案件已经移交给大理寺, 所以只能由他们对峙, 很好, 王贤沉声道, 那今天, 咱们也对峙一下吧, 说着一拍案道, 传, 大理寺官员, 很快, 一名穿蓝袍的文官上堂, 朝王贤作一道, 下官, 大理寺左城, 张炎之, 见过镇副大人, 张四成不必多礼, 王贤白白手道, 本官奉旨覆察齐大柱一案, 宜文贵司协助调查, 想必四成大人, 对案情知之甚详吧, 当时下官全程参与, 是以四卿大人派下官, 前来说明情况, 张炎之道, 方才李春的话, 张四成应该都听到了吧, 王贤沉声问道, 是, 下官在乐台上听得分明, 张炎之点头道, 是否属实, 王贤问道, 确实如此, 张炎之点头说, 正是因为, 有了镇副司提供的证据, 大理寺才能最终为犯人定罪, 证物可带来了, 王贤问, 以硬赃物已经退还施主了, 张炎之道, 本寺如今只保存着奇大柱杀人的凶器, 说着点点头, 身后官差端上个托盘, 上头摆着一把秀技斑斑的匕首, 王贤也不接纳托盘, 只是望向李春道, 你看看, 是否认识这把匕首, 认识? 李春看一眼那匕首, 点头道, 这正是本司搜到的那把, 其大柱用来杀人的凶器, 你可知道, 这把匕首要哪里打造, 王贤放缓语气, 不知道, 李春心下一紧, 摇头道, 那我来告诉你, 王贤冷笑一声道, 这是朝天宫旁张铁匠铺打造, 而且打造的时间是前年八月, 已经是案发后两个月了, 实在不知道, 其大柱如何用八月份打造的武器, 在六月份杀人, 说这话的时候, 他紧盯着李春的两眼, 果然看到了一丝慌乱, 大, 大人言之早早, 不知有何证据, 李春强自镇定, 他记得事情已经处理干净了, 是啊, 张铁匠已经被你们灭口了, 我上哪儿找证据去啊, 王贤叹息一声道, 大人休要污蔑, 李春大声反驳道, 张铁匠铺这个名字,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灭口之说, 更是无疾之谈,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尾, 王贤朗声笑起来道, 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 说着对那张言之道, 请张四成帮本官一个忙, 大人请吩咐, 张言之听王贤说, 那匕首是八月打造的, 心就纠成了一团, 他知道对方说得这么确定, 不可能无敌放始, 请设法取下匕首的木饼, 王贤吩咐道, 张言之时隔一年多后, 再次端详起那匕首来, 见其做工很粗糙, 木饼外用麻线缠绕着, 他接过官差地上的斧子, 轻轻的一起, 便将木饼和麻线齐齐砍断, 露出中间的铁饼来, 张四成拎起铁饼一看, 灯石愣住了, 上头写着什么, 王贤冷冷问道, 永乐十一年八月早, 张言之一脸震惊道, 李春更是像见了鬼, 一样盯着王贤道, 你怎么知道? 本官说过,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王贤冷冷一笑道, 你们不知道吧, 就在儿等以为万事大吉可高枕无忧之后, 有个妇人, 却始终没放弃对真相的追寻, 她就是闫囊中的妻子刘氏, 严夫人为了给丈夫洗情冤屈, 走遍了京城内外的铁匠铺寻找线索, 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在朝天宫旁的张铁匠铺, 见到了刚刚丧夫的郑氏, 说着一拍京堂目道, 传, 正任张正氏, 便见一个面容愁苦的中年妇人, 上德堂来, 跪在岸前道, 为王人张正氏, 叩见大人, 张正氏, 你丈夫是哪位啊? 王贤温声问道, 正是朝天宫旁, 张铁匠的老板, 张大力, 张正氏气道, 张大力是怎么死的? 王贤问, 去年过年时, 先扶持了别人送来的糕点, 后半夜就腹痛不已, 大夫还没请来, 并蹊跷流血而亡。 张正氏说道, 什么人送的糕点, 当时为何不报官? 王贤沉声问, 先夫临死前, 不许我报官, 说会给全家老小招货的。 张正氏捶泪道, 后来武座来查看, 也定了个兵王, 就匆匆将先夫下葬了, 说是这病会传染, 还是火葬的。 你丈夫何处此言? 王贤追问道, 他当时已经说话困难了, 只让我收好这本账册。 张正氏从怀中掏出一个黑布包裹着的, 双手奉给王贤道, 王贤让人接过来打开一看到, 这是什么账册? 这是官府命铁匠铺制的账册, 红武年间, 官府让铁匠铺每打造一件铁器都登记备查, 不过后来官府管得没那么严了, 别家铺子都不再费这功夫。 张正氏说, 只有仙副这种老实人还一板一眼地执行。 王贤翻动账册道, 这本是永乐十一年秋天的账册, 你丈夫为何独独让你收起这一本? 民府起先不知, 后来是颜娘子找到民府, 竟他提醒才知道, 我丈夫在那年八月初二那天打造过一把匕首。 张正氏道, 匕首是官府禁止打造的, 我们家铺子是打造农具炊具的, 连菜刀都不打, 先夫不打算接这个活, 但被人家威逼吓唬, 才不得不违法打造了这个匕首。 王贤点点头道, 你家瘦猪的铁器有没有标记什么的? 有, 我丈夫都会在上头上刻刻张字。 张正氏道, 不过那把匕首他怕惹麻烦, 没有刻自己的姓, 而是刻的日期。 是什么人让你丈夫打造的匕首? 王贤问。 之前没见过, 是个三十多岁的阴沟鼻子, 左边眉毛还缺了一块。 张正氏摇头道, 是不是他让打得我不知道, 不过去匕首那天, 我正好在店里, 看过他一眼, 因为他鼻子很特别, 后来爷娘子又反复让我回忆, 我才把这人想起来。 你先退到一边。 王贤点点头, 让张铁匠的老婆闪到一边, 又下令道, 传武座。 下一刻, 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中年人便跪在堂下。 堂下何人? 小人江宁县武座前三。 前三, 王贤沉声道, 去年正月, 朝天宫张铁匠铺的张铁匠身亡, 是你前往收敛的吗? 正是小人。 前三承认道, 他是什么疾病, 为何还需要火葬? 王贤冷声道, 回答之前, 先想仔细吧, 本官只给你一次机会, 若稍有隐瞒, 就等着进赵狱吃牢饭吧。 前三当时满头大汗, 只为了不肯说话。 你不说, 也算隐瞒。 王贤冷漠道, 我说我说, 张铁匠患的是伤寒, 按照应天府的规定, 伤寒病人死亡后, 应当予以火葬。 前三道, 探案照家属所述, 张铁匠从发病到身亡不过半个时辰。 王贤冷声道, 这是伤寒的症状吗? 你这个武作, 要作死吗? 小, 小人不敢。 前三当时汗如将下道, 兴许是之前就发病了, 只是家属忽略了, 生了病不看医生硬撑着的情况也是有的。 还敢嘴硬, 王贤重重一哼, 一拍岸上的仗侧道, 伤寒发病初期, 患者便会全身发力, 胃寒不适, 但张铁匠在之前两天还在赶攻打铁, 这是得了伤寒的样子吗? 说着从铅筒中抽出一根火钳, 往地上重重一丢道,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用刑如狼似虎的差一遍拿出, 攒纸加棍要给前三套上, 前三干了一辈子攻门, 知道这一套下来, 自己的手脚不残废也得落下病根, 哪还会等到欧行不过再招啊, 赶忙大叫起来, 小人照顾小人照顾, 却说那日我接令去张大力家脸人, 半路上遇到北镇府司的李百花, 他,他把我拉到巷子里边, 与我一摞钞票, 嘱咐我去炼人的时候, 直说得了伤寒要烧了才得安生, 小人一个卑贱的武作, 可不敢得罪镇府司的百户啊, 只能一命行事。 既然已经招供他, 自然要尽量坦白立功。 不过火葬之后, 小人检视张大力的骨质, 发现里头都是黑的, 很明显是皮疮中毒, 这个大战只要开关夜尸便可了然。 李百户是哪个? 王贤追问道, 这个…… 前三啊, 捏辱着看一眼李春, 后者眼中迸发出浓重的杀鸡。 你不要怕, 揭发之后, 你不仅可以免于牢狱之灾, 本官还会保护你, 不受伤害的。 王贤给他吃定心丸道, 何况北镇府司百户一共不过几十个, 心里的又有几个, 你不说本官也能查出来, 可那样你就要敦诏狱了。 我说我说我说, 前三一想也是, 立马招供道, 就是李政府的侄子李狗儿。 传李狗儿。 前三话音一落, 王贤立即下令, 如同事先排练过一般, 这让堂上堂下众人都看傻了眼, 生出一种一切尽在王贤掌握, 此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的感觉。 李狗儿也是被抬上来的, 他也是那天被王贤打屁股的三人之一, 不过此刻并未装死, 抬上来的时候还骂骂咧咧呢。 是他, 就是他。 前三还没说话呢, 张正式已经紧盯着李狗儿的阴钩鼻子, 尖叫起来。 就是他, 从我丈夫那儿娶的毕少。 李狗儿一愣, 这才抬起头看一圈, 他并不认识张正式, 却认识前三, 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赶忙求助似的望着自家叔叔, 只见李春一直用眼瞥向张狗子。 不愧是血亲疏直啊, 李狗儿竟明白了李春的意思, 有样学样也晕了过去。 大堂外的观众全都傻了眼, 这样都可以啊。 不过连普通百姓都觉得这样不靠谱, 你躲得过初一年能躲得了十五, 难道一直装晕到底? 见王振甫势如破竹, 功无不克固然过瘾, 但对堂下的观众来说美中不足的是, 审讯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王振甫在唱独角戏, 而众人期待中的江南四大宋师之一的庄父子, 与年轻的主审官针锋相对, 斗智斗勇的场面, 竟一直没有出现。 现在眼看着大局已定, 庄静静还立在乐台上的, 没有要进去讲话的意思, 这让观众们暗道可惜, 似乎是没机会再一睹当年宋王的风采了, 看热闹得急, 当事人自然更急, 庄静也万没料到会是这么个局面, 到这会儿他自然看明白王贤的玩法了, 原来那兰草儿告状只是个幌子, 他压根就不是要审问张狗子是否杀人, 他的目标是李春, 他要查的是北镇斧司是否造假。 庄静心里这个恨啊, 王贤这丝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和自己斗, 他先是虚晃一枪, 用一番言语震慑住自己, 然后就把自个儿晾在一边, 王贤在堂上越威风, 他在堂下就越像个笑话, 他何尝不知, 如今本方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可自己被王贤拿话吃的是死死的, 只要王贤一刻不审问张狗子, 他就一刻也没有开口的机会, 只能活活的憋到内伤。 大堂上, 王贤已经全盘掌握主动, 这首先得感谢闫郎中的夫人刘氏, 是这个女人两年间默默的追查, 才让她手里有足够的排出, 再就得感谢老爹的指点了, 制定了这套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策略, 才能轻易废掉对方的最强手, 将唐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李副政府,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王贤目光炯炯的看向李春, 我无话可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李春摇头道, 这么说, 你对李狗子的举动毫不知情了, 王贤冷声问道, 确实不知情, 李春摇摇头说道, 狗儿是我最疼爱的侄儿, 我还指望他将来传我李家香火呢, 我是万万不会把他往火坑里推的。 铁正如山, 你还敢狡辩, 王贤双目如垫倒, 我说了, 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李春依旧摇头道, 把他给本官弄行, 王贤能容许张狗子装晕, 却不能允许李狗儿装晕, 不然这个案子怎么审下去啊? 既刚还来不及阻拦呢, 朱九爷便窜步上前, 在李狗儿的监警学上重重一拿, 那监警是人体的大穴呀, 一旦被拿那全身如万剑穿刺, 李狗儿哪能还能忍得住啊, 当即痛得哇哇大叫起来。 哼, 你再晕哪, 朱九爷的铁掌在李狗子背后游走, 冷笑连连道, 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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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狗儿吓坏了, 敢忙大声求饶, 那就招吧, 朱九爷哼一声, 依然立在他身后。 你, 为什么要伪造政务? 王贤沉声问道, 又为何要掩盖张铁匠的死因? 我, 我就是, 李狗儿心里是害怕, 但有季刚李春装父子在场, 他还是有恃无恐的, 刚才装晕的时候, 叔父的话他都听到了, 便一横心, 竟把责任一股脑揽下刀。 看我叔父为这个案子焦头烂额, 心里十分难受, 我叔父带我如同亲爹, 亲爹有事, 我这个儿子当然想办法帮他了, 便自作主张找到张铁匠, 让他打造一把匕首, 作为证务让我叔父交差, 后来又怕张铁匠走漏风声, 我便把他灭口了。 李狗儿此言一出, 躺上躺下又是一片哗然, 一直黑着脸, 闭着眼的季刚, 两眼终于睁开一条缝, 露出鸡赏的目光, 那边的李春啊, 更已经是眼里含泪了, 心里莫叫, 狗儿, 好儿子。 对李狗儿这个举动, 王贤也颇有些意外, 但此刻扩大战果才是正办, 他沉声追问, 这么说, 所谓的凶器, 是你伪造的了? 是, 李狗儿咬牙切齿道, 那所谓的脏物, 王贤问, 也是我弄出来的, 既然已经背了一口黑锅, 李狗儿也不介意再背一口了, 我按照张狗子报尸的单子, 买齐了样术, 装到包袱里, 埋到了齐家屋后的大槐树下, 然后再引着同僚把东西找出来。 听李狗儿在那信口胡扯, 王贤忍不住眉头微皱, 他这次第二个的目标, 是想把李春搞掉, 但要是李狗儿把责任全担下来, 李春不过是个失察之罪, 又有济钢宝质还真动不了他。 现在看来, 除非是用刑, 否则撬不开这李狗儿的嘴, 但既刚在一旁虎视眈眈, 用刑就别想了。 王贤意识到自己的安排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 自己不应该把李狗儿弄到大堂上, 这不给他叔侄串供的机会吗? 还是小看了这帮家伙, 王贤本以为自己当着张狗子的面审问李春, 一定会有突破, 他觉得就算李春把责任推到李狗儿身上, 李狗儿的心里一定起变化, 不会这么痛快地替他担下一切, 没想到李狗儿还就是担下了。 哎呀, 毕竟还是大姑娘做教头一回啊, 这种瞬息万变的庭审, 还真是一点失误都不能有, 这次竟出现这种失误, 回头肯定要被老爹骂了, 王贤不禁暗暗郁闷, 这下子局面又转变了, 不从张狗的那边下手, 是动不到李春了, 月台上的庄父子终于笑了。 接下来的审问中, 李春自然不会辜负侄儿的好意, 一口咬定作伪之事自己并不知情, 而那张言之也承认, 既然证据作伪, 那大理寺的判决就不作数了, 但这并不能证明齐大柱无罪, 同样也不能证明张狗子有罪。 如果王贤想继续审下去, 势必要从张狗子身上寻找突破口了, 与江南四大宋师之一的庄夫子的对决, 却似乎不可避免了。 然而, 就在众人吊足了胃口, 等着欣赏这场火星四剑的表演的时候, 王贤却以天色以晚为由, 宣布退堂, 决定择日再审。 这会儿已经过了五十, 这个说法也合情合理, 但在众人看来啊, 难免有怕了庄夫子的意思, 还是那句话, 躲得过初一, 还能躲得过十五。 不要紧, 我的耐心是很足的, 咱们慢慢玩就是。 季刚道没什么意见, 站起身来目光冰冷地看着王贤道, 看看最后到底谁把谁玩死。 下官奉陪到底就是, 王贤起身微笑道, 我们走。 季刚一挥衣袖, 带着庄静并一杆徒子徒孙离去了。 至于李春, 在案子没有查清之前, 自然不能离去。 其实季刚硬要带他走呢, 也不是不可能, 但季刚脑袋私藏了一个碧玉吸管, 有意惩戒他一下。 加上王贤实在难缠, 季都督也有点触头和他纠缠, 所以提都没提这茬。 一转眼, 季刚的人和旁听的百姓都走了一个干干净净, 大堂上只剩下自己人。 二黑周勇等人面面相觑, 不知该如何评价这场略显虎头蛇尾的审案。 都散了吧, 该吃饭吃饭, 该回家回家。 王贤却没事人似的起身, 转身回到了后崖。 后崖饭厅中, 桌上摆满了饭菜, 桌边坐着难得没有抠脚丫的王兴叶, 正笑呵呵地看着自己儿子。 方才正是看到了老爹在暗中的信号, 王贤才断然终止了庭审。 虽然听从了父亲的判断, 但说实在的啊, 以王贤争强好胜的性格, 这种几乎是认怂的举动, 实在是太让他憋屈了。 王贤叫了声爹, 便坐在桌边吃饭, 却只吃米饭忘记了家菜, 显然啊, 还没从方才的庭审中走出来。 王兴叶见他还有些缓不过劲儿来, 用时常抠脚的大手啊, 使劲儿拍了儿子两下, 痛得王贤呲牙咧嘴。 小子, 别没精打采的, 你坐的呀, 已经很不错了。 王兴叶安慰他道,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能几乎一直掌控着局面, 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惜最后还是崩了, 王贤探口气道, 那不叫崩了, 王兴叶摇头, 你当审安那么容易啊, 那都是水墨功夫, 一个案子一拨三折, 审上个三五七回实在太正常了。 说着正色道, 你能在局面被动前及时喊停, 这一点最让为父满意。 其实审下去的话, 未必会被动啊, 王贤心有不甘道, 一定会被动的。 王兴叶却断然道, 当初为何定计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就是为了避开庄静的锋芒。 你没有见识过宋师的颠倒黑白变才无碍, 庄静这样成名已久的名宋师, 那更是厉害到极点了。 顿一向, 他为儿子解释道, 你手里啊, 确实有些像样的证据, 但那个坊间传闻的碧玉吸管也好, 侯氏的证词也罢, 都不是直接的证据。 那庄静啊, 可以轻易的圆过去, 这些好牌一旦打出去没效果, 那就成了废牌, 再也没有用处了。 那父亲有何高见啊, 王贤打起精神道, 这个时候就该用拖字绝, 一来, 先停下来, 先消化一下战果。 王兴叶笑道, 你不是已经证明大理寺的判案有误了吗? 那就奏请皇上把阎郎中调回来, 协助你断案。 那阎郎中是此道高手, 比你爹我强多了。 让他和张王夫子啊, 慢慢磨去吧。 见儿子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王兴叶忙又笑道, 而且, 只要案子一天没结,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李春晾在那儿, 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 说着呵呵一笑道, 就是行不上说, 也不是每天都在审案啊, 所以赶紧吃饭, 吃完饭好好睡觉, 然后起来啊, 该干嘛干嘛去。 是, 父亲, 王贤点点头, 对父亲的话是深以为然。 父子俩又说了会儿话, 王兴叶便回家去了, 王贤则来到书房, 开始曹你给皇帝的奏章。 一来啊, 是汇报今日审案的结果, 因为关键证据被政委, 所以大理寺的判决便不成立。 二来有件案情复杂, 卷宗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情况, 他提请皇帝把闫囊中召回, 协助审案。 一从老爹所教导的, 上完了这道奏章, 他便继续忙碌起来。 王贤按照父亲的建议, 将外迁押房分为五个处, 对应北镇府司的五个迁户所。 一处负责诏狱事宜, 二处负责派出逮捕事宜, 三处负责刑讯问贡事宜, 四处负责预定罪行事宜, 五处负责情报消息事宜。 这五处的负责人皆是由周新调教出来, 又跟了王贤多年的老护卫, 其手下也都是从右军中调来的, 诗文段字略通行明之辈。 趁着一干五官还在交代问题, 这些人开始加紧熟悉分管事宜, 疑似差不多了就要全盘接管。 虽然镇府司的事物十分忙碌, 王贤还是抽空换了便装出去一趟。 一来呢他已经离家大半个月没回去, 十分挂念林青儿的情况, 二来呢还有不到半个月就是会事了, 虽然他不能参加了, 但是大舅哥林荣兴还有于谦等人 已经齐去浙江会馆了, 他怎么也得和他们见一面呢, 不然啊实在说不过去。 从衙门出来他先回家一趟, 家里人见他回来自然很高兴, 更是绝口不提巨额赌注的事情, 一家人啊和和美美吃了一顿饭, 饭后王贤又和林青儿回房说了好一会儿话, 经过太医的悉心调养啊, 林青儿已经完全康复, 腹中的小生命也很健康, 只是怀孕之后女子的性情啊, 会变得愈加敏感, 好些日子见不到丈夫, 又替他担心, 所以那淡淡的峨眉间的愁绪啊, 还是依稀可见的。 官人, 我们多久没这么安安静静坐一会儿了。 夫妻俩坐在床边, 林青儿靠在丈夫的肩头, 透过枝起的窗户, 能看到外面的花树已经泛绿。 有早开的花迫不及待, 土露芬芳, 威风送来淡淡的青草香味, 让这一刻的静谧分外难得。 是啊, 多久了, 王贤回想一下, 不禁汗颜道, 有大半年了吧, 说着歉疚的探口气道, 唉, 这几年聚少离多, 实在是委屈你了。 林青儿用纤细的手指按在他的唇上, 不让他说下去。 当时嫁给官人时, 妾身不求富贵, 不求融入, 为求官人能上进。 说着忍不住轻轻一探道, 现在官人如此上进, 妾身只有高兴的份。 唉, 你这可不是高兴的样子啊, 王贤摇头笑笑, 轻抚着妻子的秀发道。 是高兴的, 林青儿悠悠道, 只是此情此景, 让妾身想起一首古诗。 可是那首, 归忠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呼见墨头杨柳瑟, 悔教夫婿, 立封侯。 王贤半开玩笑半认真道, 林青儿被说中了心事, 英宁一声躲进丈夫的怀里, 半天不肯抬头。 王贤的手顺着妻子的秀发滑下, 轻轻揽着妻子的仙妖说道, 怎么还这么瘦啊, 你要多吃点, 你现在可是在喂两个人吃饭。 有多吃的? 听夫君说喂两个人吃饭, 林青儿一颗芳心, 灯食激荡起幸福的暖流, 他终于抬起擒手, 激动道, 官人, 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嗯, 这只是第一个, 还要有第二个, 第三个, 我们要生一大群小子小妞, 哈哈哈哈, 王贤大手一挥, 霸气四溢道。 官人, 林青儿幸福的嘲红了脸道, 我错了, 我比那闺中少妇幸福一万倍呢, 那是当然了, 哈哈哈哈, 王贤放声大笑道, 夫妻俩温存了好一会儿, 林青儿又认真交代起家事来, 宝英妹妹那边, 已经让人回话了, 她不敢来经理, 倒不是因为官人, 而是她的身份, 她这么说也是皇上册封的公主, 若是入京, 肯定会引起不少麻烦, 说不定让官人难以应付, 二来, 她也不能离开她的族人, 核桃现在的部族越来越多, 都对他们博尔基基特族占据的水草丰美之地虎视眈眈, 有她这个和顺公主在, 别人还不敢染指他们的领地, 要是离开的话, 恐怕会有变数, 宝英成熟了许多啊, 王贤点点头, 叹气道, 那就派几个大夫婆子过去照料一下吧, 这还用官人吩咐, 林青儿娇媚地瞥她一眼, 对丈夫这句话表示抗议, 气身已经请了京城里有名的前夫人, 并拾几个丫鬟婆子过去了, 嘿嘿嘿, 是我说错话了, 王贤诚恳检讨道, 另外如果官人有空的话, 五月告家去一趟草原吧, 林青儿轻声道, 女人生孩子, 总是希望自己男人在身边的, 嗯, 我尽量, 王贤点点头, 他还真不敢把话说死了, 因为他能清晰感觉到, 京城的局势越来越微妙了, 据说皇帝在电视之后就要北巡了, 有这位大老压着各路牛鬼蛇神还不敢造死, 但要是皇帝一去北京相隔两千多里, 到时候京城就有好戏看了, 所以王贤也不知道五月份有没有时间去核套一趟, 可能多半是没有的, 还有小莲妹妹那边, 他说那边的事情比想象的麻烦, 可能没法及时回来了, 让官人不要挂念, 林青儿问道, 官人, 小莲到底在做什么事啊, 善事, 王贤笑笑说, 你呀, 还是将养身子要紧, 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 这都是妾身的分内之事, 林青儿轻声道, 还有秀儿那边, 听说我怀孕了, 他说要来看看, 等定下日子了, 官人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哈哈哈哈, 好, 我要把他的屁股揍成八板, 王贤哈哈大笑道, 在家里待到天黑, 王贤没有和家人一起吃晚饭, 而是穿着普通柿子的服色, 从后门悄悄离家, 在帅徽的带领下, 也没骑马, 往秦淮河边的浙江会馆走去, 夜色中的秦淮河, 灯光传影一片阴泥, 河边潮湿的空气中, 都带着脂粉的气味, 听到河边一栋栋灯红酒绿的小楼上, 传来一阵阵琵琶丝竹声, 调笑唱曲儿声, 王贤这才意识到, 多姿多彩的秦淮夜生活, 开始了, 他走在悬挂着大红灯笼的花街上, 看着眼前悠然走过的, 三五成群的年轻世子, 他们高坛阔轮着走入一座座花楼, 成为秦淮铭记的座上宾, 素手把展, 诗词唱愁, 品貌高者, 才气佳者, 还能得到绝色美人的流速, 为秦淮河的风流佳话, 加上属于自己的一笔, 看着这些风流自赏的骚人们, 王贤感到十分的羡慕, 要不是因缘际会发生了这么多事, 自己也本该是他们中的一员, 而且不需要为即将到来的会事发愁, 因为, 一来他根本考不中会事, 反而可以开心的喝喝花酒, 抄几手纳兰的诗词, 赢得青楼薄姓明, 那该是多美妙的人生啊, 二来举人也算是老爷了, 回杭州去买房置地, 过上妻妾成群灰金如土的土豪生活, 那该是多惬意的人生啊, 现在却成了与阴暗邪恶为伍的特务头子, 与这种人生渐行渐远了, 怎叫人不心生黯然, 他正在暗自愁怅间, 突然听一声惊喜的香音, 诶, 这不是中德老弟吗, 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了, 王贤寻手望去, 便见几个书生样貌的年轻人, 兴冲冲地朝自己走来, 看到自家大人好像不认识这些人, 侍卫们神情一领, 想要挡在他的身前, 却见王贤轻轻摇头, 不让他们上前, 在下王贤, 王贤朝几个书生拱手道, 还没请教几位兄台的大名, 哎呀, 中德老弟贵人多忘事啊, 那个为首的书生有些尴尬地笑笑道, 那年上元夜西湖赛事大会, 老弟拔得头筹, 于兄则未居叹花, 王贤本来就觉得这人眼熟, 但他这几年见过的人呐, 太多太多, 不是特别重要的, 难免记不清楚, 不过一经提醒啊, 他还是回忆起来了, 王倩然道, 哎呦, 你是于瑶的王兄, 他不是不想以台府相称, 只是实在记不起来此人婊子了, 哎对对对, 在下王汉自子欲, 那王汉的气度很好, 并不为他没一下认出自己而生气, 反而十分高兴地对身边人笑道, 哎, 这就是我常跟你们说过的, 浙江狮王, 王仲德, 嘿嘿, 踏破铁鞋, 无密处吧, 其余几人也是一脸惊喜, 纷纷与王贤见礼, 王汉一一为王贤介绍, 这都是于瑶来赶考的举子, 王贤与他们十分客气地见礼, 没有端上高官的架子, 而且这些人好像也不知道他现在的身份, 待见礼完毕, 王贤才笑问王汉道, 紫玉兄找我有事, 嘿嘿, 王汉有些尴尬的挠挠头, 也没什么大事, 哈哈哈哈, 你只管说就是, 王贤笑道, 那好, 是这么回事, 王汉便将事情原委道来, 他们这帮举子都是于瑶同乡, 于瑶是绍兴府所辖的一个县, 但在群山环报之中与外界消息相对隔绝, 却也是专心读书的好地方, 所以每次浙江乡市啊, 于瑶县中举的人数甚至比有的府还多, 所以于瑶的举子愈发自负, 跟别府别县的举子啊, 有些敬畏分明, 所以他们进京赶考, 并未住进浙江会馆, 而是在一位于瑶大商人的宅中居住, 本来也没什么, 但是上元时的一桩较量, 让他们感受到了孤立无援的悲哀, 却说上元节的时候, 他们相约到秦淮河乘坐花船过节, 本来是挺高兴的一件事, 谁知道, 订好的船上却被另一群举子占据了, 王汉等人生气的质问老宝, 结果被那群举子好生的挤兑, 不回去临阵摸枪, 跑来这里学人家喝花酒, 到时候名落孙山, 有的是时间借酒敲愁, 为首的一个举子站在船上, 居高临下挡住他们的去路, 其余人等也是放声大笑起来, 你们还不一样是要应试的举子啊, 王汉等人气愤道, 还不一定是谁名落孙山呢, 我们名落孙山, 哈哈哈哈, 船上的举子啊, 笑声的是更加的张狂, 一旁的妓女笑着, 好心的啊, 提醒道, 这些是江西来的巨人老爷, 说的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好像江西举子就该天经地义重金时一样, 不过啊, 以过往这些年的经验来看, 似乎也确实是这样, 大明开国以来重金时最多的, 就是江西人, 尤其是永乐朝的数次大比, 江西人更体现出摧枯拉朽的实力, 不仅在黄金榜上独领风骚, 还几乎包揽每颗的三顶甲, 以至于有天下文运独胜于江西之说, 还有状元多集水, 朝内半江西之谣, 所以江西的举子难免盛气凌人, 目无鱼子, 哪怕文运天下第二的浙江举子, 也不放在眼里, 但鱼瑶的举子一样高傲啊, 自认为不比江西人差, 是以不甘弱了势头, 愤愤道, 江西举子怎么了, 不就是靠着朝中有人吗, 要是凭真才学, 还不一定谁高谁低呢, 这话可踩到江西举子的痛脚了, 话说江西人在近视榜上风头太盛, 几乎垄断了历年的前茅, 不管是什么原因, 都让别省的举子非常的不爽, 便时常有人拿他们在朝中有人说事, 说朝中大臣一半都是江西的, 主考同考也大都出自江西, 自然要偏袒江西人了, 但江西人自然不会这么认为, 他们认为这是自己注重文教, 心火相传的结果, 不过也确实, 江西号称文章结义之邦啊, 从北宋以来便人才辈出, 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 燕淑, 欧阳修, 李垢, 曾拱, 王安石, 黄亭坚, 陆九渊, 杨万里, 江奎, 文天祥, 这些文坛剧情贯穿两宋, 制霸文坛, 到了本朝, 江西的文运依然是如日中天, 谢晋, 胡广, 杨世奇, 胡衍, 金幼子, 这朝中文学之臣, 汉林领袖, 几乎清一色都是江西人, 江西不出状元, 简直岂有此理, 所以, 江西人对取得的成绩理直气壮, 最恨别人, 说三道四, 这下啊, 王安等人想走也不可能了, 双方便在秦淮河边, 你来我往各执一词, 吸引的观者越来越多, 那有人就提议说, 你们争来争去有什么意思啊, 不如比试一下, 谁输了就像赢了的道歉, 承认不如对方, 从此避让三赦, 双方顶牛到现在, 那是一定分个高下出来, 便在众人的见证之下, 开始比较起诗词文莫来, 两边倒也不乏才具颇高之辈, 比了作诗作词, 都分不出胜负, 最后只好用简单的方法来决高下, 什么呀, 对联, 双方你出上连我对下连, 对上来之后换成我出上连你对下连, 直到有一方对不上来便判复, 两边你来我往对了十几连, 结果轮到浙江橘子队的时候, 竟然卡壳了, 不过就在江西橘子要获胜之时, 五门前那场登山大火, 让比试不得不终止, 双方只好约定来日再比过, 侥幸逃过失败的王汉等人, 回到住处啊, 冥死苦想, 却发现这一连实在困难, 竟到如今都没对上, 那边江西橘子却连连催吐, 要他们赶紧赴约, 如果预期便算他们认输, 丹经节律也对不出夏连的王汉等人, 终于想到了求助于人,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贤, 虽然王贤几乎和他们没什么交集, 但当初他在西湖赛事会上的表现, 实在让人印象太深刻了, 以至于一经提出, 便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赞同, 可当他们到浙江会馆请王贤出山的时候, 却得知他根本不在, 这年代啊, 毕竟消息传递的缓慢, 王汉等人还不知道王贤已经改了五职, 而知情人也不愿告诉他们, 只是含糊说啊, 王贤可能不参加会试了, 无奈之下王汉等人只好硬着头皮附会, 却万万想不到竟在半路上碰到了他, 这帮人的喜悦之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王贤不禁汉眼, 他自己几斤几两啊, 自己知道, 强出头的结果那就是一笑大方, 便劝道, 哎, 眼看还有几天就会试了, 还是专心硬考的好啊, 少做一己之争, 哎, 中德老弟教训的是啊, 王汉苦笑道, 可现在我们已经是骑虎难下, 这次要是输了, 不光我们把脸丢到姥姥家, 连全浙江的举子都要被人嘲笑, 这个罪过可就太大了, 是啊, 要是不战而外, 我们起不成了懦夫, 旁人也复合道, 只要入科场, 发挥肯定一塌糊涂, 见他们坚持, 王贤只好无奈道, 可我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怎么办啊, 那我们也认了, 众人还就认准这个死, 死里了, 哎呀, 不是我不想帮忙, 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王贤很实诚的解释, 众人却就是不信, 他只好无奈道, 算了算了, 那你们先说说, 到底是怎么个对联, 哎, 那上连是, 秋江楚燕速沙洲, 浅水流, 王汉见他忠于松口, 欣喜不已的为他解释道, 这一连看似平平无奇啊, 但其实那层玄机, 它其实是首回文史, 对啊, 旁人接话道, 先读前七个字, 再读后七个字, 然后把十个字倒过来, 再次读前七字后七字, 就能组成一首诗, 秋江楚燕速沙洲, 燕速沙洲浅水流, 流水浅洲沙速燕, 舟沙速燕楚江秋, 啊, 还真是巧夺天工呢, 王贤不禁赞道, 话音未落, 便听一阵嚣张大笑道, 你们这群蠢才, 不会到现在还没对出这个简单的一个对子吧, 听到这声音, 一众鱼妖举子当时变了脸色, 王贤寻声望去, 便见十几个年轻世子从对面走过来, 眼神中充满了挑衅, 谁说我们没对出来, 王汉芒打起精神道, 丑烧的鸭子, 嘴硬, 显然这群后来的世子啊, 就是江西的橘子, 他们的目光扫过众鱼窑橘子, 最后落在王贤身上道, 哎, 这位眼生得很, 是你们请来的救兵吗, 众德老弟只是路过, 顺口问起我们要做什么, 王贤竟是个难得的厚道人, 并没有把王贤拉下水, 而是给他个台阶道, 众德老弟, 你先回去用功吧, 我们告辞了, 听他这么一说, 那些江西举人才收回目光, 气势十足道, 敢不敢上楼, 不敢的话, 你们也可以回去用功嘛, 严毕大笑着上楼去了, 一众鱼妖举子则都望向王贤, 他们知道前因后果, 自然明白王汉那样说, 是把选择权交到王贤手里, 王贤可以选择离去, 却也可以选择跟上, 见王贤迟迟不动脚步, 他们心下一片失望, 只好跟着江西举子上楼去了, 王汉对王贤强笑一声道, 回头再去找众德老弟说话, 便也迈不进了酒楼, 大人, 我们走, 率辉小声问道, 王贤脸上却浮现出淡淡的苦笑, 但一众鱼妖举子上的楼来, 便见楼上已经坐满了人, 除了那十几个江西举子, 还有河南, 直立, 山东, 湖广等地的举子, 也有秦淮和尚十几名名记作陪, 这些人或是被江西举子邀请来, 或是主动来看热闹, 林林总总齐聚一堂, 王汉等人见状, 倒吸冷气啊, 这下要是丢人现眼, 转眼就能传遍京城, 甚至随着举子们回乡, 能传到全国各地去, 明白了江西举子狠毒的用心, 王汉等人双目喷火, 却又无可奈何, 今天这一场, 是接着上元节那场的, 本来早该举行, 却因为某些地方来的胆小鬼一拖再拖, 哎, 竟拖到今天才开始, 为首的江西举子是胡广的公子胡总, 他老子现在接替谢静, 为文坛盟主摆官之师, 胡公子自然也就是这群江西举子的领头羊了, 他携倚着椅背, 手里摇着折扇, 避拟着王汉等人道, 到底能不能对出下联, 赶紧给句实话, 大家时间宝贵, 没工夫陪你们耗下去, 这, 众余姚举子互相望着,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不甘, 但他们这些天绞尽脑汁依然对不上来, 自然不会再动脑筋, 指望现场灵机一动了, 事实上, 此刻在周围人或是鄙夷不屑, 或是幸灾乐祸的注视下, 王汉他们几个大脑一片空白, 别说灵机一动了, 就连思考都很困难, 只能百般不愿地接受现实, 愿赌服输, 我们, 王汉猴头抖动几下, 无比艰难地说, 对不, 他这几个字说得极慢, 每个字都有千金重视的, 还没有一众江西橘子的脸色变得快, 胡种等人的脸上, 已经写上了满满的嚣张与快意, 对不起, 然而这时候, 一只手搭在王汉的肩上, 将出来两个字, 硬生生塞回他的喉中, 便见那人一脸清爽地笑道, 让你们失望了, 胜利是属于我们浙江举子的, 话音一落, 满场化然, 在座男女齐刷刷望向那个不速之客, 只见他身材高大健美, 笑容和煦, 却有一股雍容气度, 虽然在座也有男的比他要英俊, 但那些月人无数眼光独辣的青楼红牌, 却目光落在他身上就一步开了, 他们从他的气度神态上感受到了人上人的气息, 而且绝对是蕴焦滑盖如日终生的那种, 虽说姐儿爱翘, 但姐儿更爱有权势的男人呢, 何况王贤的健壮身材, 一看就不是文弱书生能比的, 以至于姐儿们光顾着朝他眉目传行, 把自己的男伴都给忘了, 王贤也微微笑着来者不惧, 一时间二楼豪华的厅堂中眉眼与眉笑齐飞, 秋波共春光一色, 一下就把种江西举子的风头啊, 给抢尽了, 胡种等人自是气不打一处来, 使劲咳嗽, 才让那些浪蹄子回过神来, 又怪声的对王贤道, 你不是要回去用功吗, 又跟上来做什么, 是紫玉兄怕耽误在下功课, 才会这样说的, 王贤淡淡笑道, 但既然儿等如此嚣张, 在下也不得不拨荣教训一番, 让你们知道天高地厚, 喝, 胡种等人倒吸一口气, 旋即捧腹大笑起来, 哎哟, 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你这么有本事, 你就把夏连对出来啊, 我当然能对得出来, 王贤微微一笑道, 不过, 得有彩头才行, 什么彩头, 胡种问道, 我要是对出来, 这场无聊的游戏, 到此结束, 王贤淡淡道, 所有人都赶紧回去, 用功读书, 说着, 语调不禁严厉起来道, 还有十天就是春尾了, 而等不思用功, 却在酒楼懒计寻欢, 若是考官知道了, 任你文章做得多好, 都不会取的, 此话, 一下惊醒许多人, 尤其那些看热闹的不禁暗暗自责, 是啊, 万一有人乱嚼舌根, 让竹考给他们打上品行不端的烙印, 那十年寒窗苦毒, 那不就付诸东流了吧, 想到这儿, 不少人悄悄起身, 想要离开此处, 却也有人好生的不屑, 比如说胡种他们, 因为就凭他们江西举子的身份, 哪怕做得再出格些, 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胡种眯眼瞄着王贤, 极度不逊道, 你算哪个儿从啊, 轮得着你教训我们, 放肆, 侍卫见其对自家大人如此不敬, 就要上前长嘴, 好在王贤及时叫住道, 不要动手, 和书生要用书生的方法, 嘿怎么, 还想打我, 胡种一看气笑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说着把头探到那个侍卫面前叫嚣道, 你打呀, 你打呀, 你打我呀, 既然王贤不许, 那侍卫自然不能动手, 胡种却一阵脑残, 起劲叫嚣道, 不敢打, 你就是贵孙子, 那侍卫被弃得额头青筋直跳, 却只能强直忍住, 唉, 这时却听王贤叹口气道, 既然胡公子如此盛情邀请, 你还等什么, 和顽固要用顽固的方法, 王贤向来拎得很轻, 见自家大人为自己出头, 那侍卫灯使眼圈一热, 感激的看一眼自家大人, 却坚决的摇摇头, 作为亲卫, 他知道自家大人的处境, 实在不宜再树敌了, 更不能为自己一个小小的侍卫树敌, 这是命令, 却听王贤声音便冷道, 难道你要我自己动手, 是, 那就周敢的侍卫热血上涌啊, 觉着为自家大人死了一直, 当即反手就抽了虎种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虎种当场就被抽蒙了, 捂着通红的脸颊杀猪似的道, 你,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父亲是什么, 我父亲是当地内阁首府, 你, 你这辈子都别想考中进士了, 王贤自然能看出, 侍卫其实没使多大劲, 否则这小的就不是站在这干嚎了, 早就倒在地上抽出了, 他仰手又是一巴掌, 催一口道, 住口, 把这小的给我绑起来, 送去硬天府, 竟敢冒充胡歌老, 胡歌老的儿子岂能这样没家教, 一定是冒充的, 其余江西举子想要上前营救, 才发现王贤身边站着好些个彪形大汉, 当即改变策略, 君子动口不动手道, 你们别乱来啊, 他没撒谎, 他就是胡歌老的二公子胡种, 一派胡言, 王贤却压根儿不信道, 谁再要包庇他, 就跟他一起去硬天府吧, 江西举子们当时没了声息, 唯恐惹恼了这个凶人, 落得跟胡公子一样的处境, 王贤便让人将胡公子送去硬天府, 冷声对余下的一众江西举子道, 笔墨伺候, 江西举子们不动弹, 却有几个秦桓铭记按捺不住, 争相端着笔墨纸燕上前, 王贤笑笑道, 哪位女使愿为在下代笔啊, 挪家不才, 一首行书还过得去, 一个带着书卷气的清秀女子道, 还未请教方明, 王贤温柔款款道, 仿佛方才那个凶臣不是他一样, 奴家张诗诗, 那张诗诗朝他扶一扶, 提起一支忠好笔道, 请公子吩咐, 你啊, 写这几个字, 王贤走到他跟前, 轻声吩咐道, 张诗诗啊, 感觉耳边一阵热风吹过, 麻痒麻痒的, 半边身子竟像过电一样, 他虽然样貌青春高雅, 却也是酒精沙场的红牌姑娘, 此刻竟生出黄花闺女般的悸动, 这让他既享受又吃惊, 秋波流转的横了王贤一眼, 才深吸口气, 调整好心情, 按照他的吩咐, 写下了十个字, 他写一个, 众人便跟着念一个, 十个字写完, 众人又连贯起来念一遍, 应提岸柳弄春情小月明, 上联是什么来着, 听他有了下联, 众人一时顾不上胡种, 先管赌局道, 上联是, 秋江楚燕速沙洲浅水流, 秋江楚燕速沙洲浅水流, 应提岸柳弄春情小月明, 看热闹当公正的品评道, 对账很是公正, 而且春景对秋色, 意境也很对称, 好对好对, 且慢, 我们这个上联是个回文联, 江西举子马上开言道, 可以拆成, 秋江楚燕速沙洲, 燕速沙洲浅水流, 流水浅洲沙素燕, 舟沙素燕楚江秋, 你们的行吗? 你们不会自己凑凑看吗? 王贤淡淡一笑道, 哦, 马上便有明记按照同样的方法, 将夏莲也拆分开来, 然后催生生地念出来, 鹰提岸柳弄春情, 柳弄春情小月明, 明月小情春弄柳, 情春弄柳按提鹰, 这下江西举子彻底无话可说, 其余人则忍不住点头称赞, 王汉那些人更是欢声雷动啊, 他们果然没看错, 王贤就是那个能替他们解围的人, 如此难对的对子都能对上来, 有他在, 对方肯定输定了, 若不是此刻在楼上不方便, 他们就要把王贤高高抛起来了, 我们走, 江西举子却士气大受打击, 又想着赶紧把胡种捞出来, 自然萌生退意, 只是还不忘嘴硬, 说道, 你们别得意太早, 这事儿啊, 不会就这么窜了, 说着又有些胆怯地望向王贤道, 你敢留下姓名吗? 哈哈哈哈, 有何不敢? 王贤朗声一笑道, 本人王贤自重德, 缘有头债有主, 你们可记清楚了, 记住了, 你等着吧, 有你后悔的一天, 江西举子丢下恨恨的一句, 灰溜溜下楼去了, 二楼上, 那些各省的举子面面相聚, 跟着离去也不是, 不跟着也不是, 有几个京城人士, 好像知道王贤的身份, 更是执着着不知, 该不该上前巴结一下, 那些名记却顾不上那许多, 他们的消息可比书呆子们灵通多了, 要是不知道最近炙手可热, 敢跟纪刚对着干的北镇府司镇府是哪位, 他们也就网称交际花了, 他们可不管王贤是不是跟纪刚不对付, 他们只知道这是个大靠山, 只要抱上他的大腿, 往后在京城就再没人敢欺负了, 所以啊, 几个自以为头牌的名记呼啦一下把王贤围住, 极力邀请他去自己那里做客, 可王贤现在的身份, 哪能在皇帝眼前肃昌啊, 敢忙坚决推辞, 那些红牌姑娘唯恐施语愿尾, 也不敢惹恼他, 只好退而求其次, 请他赠施一手, 这要求王贤再推辞的话, 那就说不过去了, 那就赶鸭子上架, 胡乱弄一手吧, 王贤看着四面八方的美女, 嗅着扑鼻子脂粉香气道, 劳烦诗诗姑娘继续啦, 乐意至极, 那张诗诗啊心下得意极了, 自己有这份差事便能给对方留下最深的印象, 根本不用去争。 好, 王贤看看眼前穿着绿色裙子的美女, 倾壳一声道, 听好了, 前面一棵杨柳树, 本来听了他的下帘, 对他惊为天人的一屋子人, 释怀着无限景仰的心情在等他的大作, 当即就都凌乱了, 连最没节操的妓女, 都不知该怎么夸赞几句给王贤找回点面子了, 王贤却毫无所觉, 看一眼深厚的美女朝他微微一笑道, 第二句是, 后面一棵杨柳树, 场中彻底压去无声, 就连最迷信王贤的王汉也忍不住满头大汉, 心说, 众德老弟这玩笑开大了, 弄不好会成为京城笑柄的, 便想去拉他回来, 追为王贤抽开手道, 第三句是, 左边一棵杨柳树, 我知道了, 最后一句一定是, 右边一棵杨柳树, 这下好些人啊, 终于忍不住带着调戏的语气道, 心说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前面一棵杨柳树, 后面一棵杨柳树, 左边一棵杨柳树, 右边一棵杨柳树, 有江西橘子将王贤的大作啊, 大声的念出来, 并大声的称赞道, 好诗, 真是好诗啊,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在业余, 就有人不无奇怪的问道, 兄台如此诗句, 岂不是蒙通都能写得出来吗, 就是, 那夏莲到底是谁的手笔啊, 江西橘子大声质问道, 看来你们浙江的橘子, 不仅才学大大的不好, 还爱弄虚作假呀, 王贤哈哈一笑, 不慌不忙的回答道, 我这首诗还没有提完呢, 儿等怎么就下段语啊, 已经写成这样, 后头还怎么接啊, 众人却不信, 乖乖看着就是, 王贤大笑一声, 从那张诗诗手中拿过毛笔, 也不在纸上落笔, 而是直接在雪白的墙上写道, 树树树, 凭你千丝万绪, 哪能留得行人住, 前面提杜鹃, 后面提杜雨, 一个说行不得也哥哥, 一个说不如归去, 众人连着前面四句一读, 见写的净是一首绝妙好词, 于是齐声喝采起来, 店家极力邀请王贤落款, 王贤也不推辞, 提笔留下自己的名字, 又拿出一颗明珠, 递到张诗诗手中, 大笑道, 全冲作姑娘的润笔之姿, 那净是一颗价值千金的走盘珠, 灯石又引来一片惊叹, 行不得也哥哥, 张诗诗已经被这有权有势, 有钱有貌的王大人迷醉了, 他抛弃自己赖以成名的娇羞矜持, 眉目秋波流动, 毫不掩饰挽留之意, 不如归去, 哈哈, 王贤却洒然一笑, 说完灰灰衣袖, 偏然下楼去了, 刚出酒楼的门, 就见于谦, 林荣兴和李玉等人急忙忙赶来, 王贤便站住脚, 含笑望着他们, 说起来啊, 几个人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秋尾, 此刻再见啊, 竟有沧海桑田之感, 于谦几个既激动又有些紧张, 不知该如何面对今时今日的王仲德, 李太白说得好啊, 安能摧美折腰是全贵, 使我不得开心眼, 王贤笑骂道, 何况我也不算权贵, 你们看着办吧, 一番话让众人放声大笑起来, 些许尴尬一扫而光, 在王贤的坚持下, 依旧以童年见礼, 几人先是不肯, 带他自嘲笑道, 照这意思, 过上几天你们月龙门, 咱就高攀不得了, 这才勉强同意, 正说话间, 王汉等人跟下楼来, 王贤笑道, 这是我让人搬的旧兵, 不过没想到那帮江西人怂了, 也没用上, 王贤是上辈子恰好看过那队联, 但人家要是出别的队子, 他八成就瞪眼了, 所以上楼之前, 他急忙让周勇去找于谦过来, 以这小子的机制, 等贤没有能敌过他的, 只是没想到旧兵没来, 那帮江西举子已经被王贤给收拾了, 王汉等人和于谦熟识, 建立之后执意请他们一起移步另一家酒楼, 以谢王贤他们的元首之恩, 当然他们也想借机和于谦等人修好, 毕竟这次的教训足够深刻, 让他们知道了孤立于众, 没有任何好处, 王贤倒无所谓, 他只要见到于谦几个就行了, 便跟着王汉到另一家余妖人开的酒楼, 在天下最繁华的秦淮河边, 除非这种自己人开的店, 否则临时是订不到包间的, 一行人上的顶楼, 地道的浙江菜流水架端上, 为了逃彩头, 喝得自然是壮元红, 王汉端起酒杯, 向王贤敬酒道, 这次我等鲁马, 多亏众德老弟元首, 感激不尽, 一桩小事而已, 王贤笑笑道, 对仲德兄当然是小事一桩, 可对我们来说, 就是九汉逢甘连啊, 其余几个鱼妖举子也开枪道, 往常紫玉夸仲德兄才高八斗, 我等还有些不服, 这次憋了我们十几天的难题啊, 仲德兄却挥手立就, 实在让我等心服口服, 我看荆轲奎元啊, 非仲德兄莫属了, 鱼妖举子傲气十足, 既然服了王贤, 就容不得任何人比他强, 在他们看来, 除了他之外, 任何人当状元都不可接受, 王贤文言却与余谦几个相识苦笑, 然后对一众鱼妖举子道, 第一啊, 我也只是恰好听人对过这个对子, 否则哪有本事一下对出来, 其二, 这次春委, 我是不参加的, 什么? 王汉等人难以置信, 但见王贤不似说笑, 才发问道, 不会是因为大了胡公子, 怕胡学是报复吧? 那倒不至于, 王贤笑笑道, 胡广虽然全时不小, 但我还没放在眼里, 那到底为什么? 余谣举子追问道, 因为我已经改了武职, 王贤苦笑道, 现在在北镇府司做事, 自然没法参加回事, 北镇府司? 王汉等人脸色一变, 竟有些无言以对之感, 他们明白了王贤敢轻视胡广的勇气何来, 但读书人和特务的世界, 黑白分明, 实在不知他为何在功名唾手可得之际, 要自甘堕落, 坠入邪道,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李玉是王贤的乡党, 家里又是朝中高官, 对王贤今时今日之地位最是清楚不过, 甚至族中长辈断言, 截好王贤就是他们家族未来昌盛的保证, 见王贤有些尴尬, 他马上站出来打圆场道, 众德兄从龙北征大漠, 立下赫赫战功, 皇上亲封为锦衣卫千户, 又派他为钦差办案山西, 将罪孽滔天的不正使张春以下翼王打尽, 众德兄功德圆满, 班师回朝, 被皇上任命为北镇府司镇府, 主理赵玉, 此等丰功伟绩, 你们都没听说过吗? 王汉等人都听傻了, 本来以为王贤不过是镇府司的一名军官, 谁承想他竟然是北镇府司的龙头老大, 一想到自己竟和大特务头子在称兄道弟, 一众鱼摇举子啊就一阵阵后怕, 心说还好一直没说不恭敬的话, 不然夜里还真要睡不着觉了, 只是一份差事而已,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见他们一下坐立不安, 要起来重新见礼, 王贤无奈的看看李玉, 他说你就不能含蓄点, 吓到小朋友了吧, 哎, 咱们还是以童年相处就好, 李玉耸耸肩膀, 低头喝酒, 几人只好说, 那就一大人, 但随后言谈间啊难免拘谨起来, 让王贤不禁异兴栏, 吃了会儿酒便起身告辞, 王贤走了, 于谦等人自然也不贵留, 王汉等人一再挽留, 也只好送下楼去, 一一息别, 辞别了一杆于谣举止, 王贤与于谦林荣兴几个, 漫步在夜色以拟的情怀河畔, 这里都是自己人, 气氛要自然很多, 想到方才的遭忌, 王贤难免叹气道, 看来在别人眼里, 我再也不是读书人了, 仲德兄何出此言, 李玉芒笑道, 他们不过是觉着你今日之地位高不可攀, 才会生出拘谨, 与你是不是读书人没关系, 哎, 这话有道理, 林荣兴点头赞同道, 凡是啊, 但求问心无愧, 兄弟们知道你就是了, 于谦也笑道, 是啊, 一二哥的风骚绝带, 这世界是该绕着你转的, 还需要计较别人的想法, 哦, 王贤摸着下巴, 忍俊不尽道, 小倩, 你这是在拍我马匹, 当然了, 于谦满脸笑容道, 二哥能感受到我的诚心, 那是最好不过了, 哈哈哈哈, 王贤笑得前仰后合道, 原来是相装武剑, 意在配功啊, 一阵欢声笑语, 将方才稍显沉闷的气氛, 一扫而光, 王贤这才进入正题, 对大舅哥道, 哎, 本以为你会到家里住, 不想去住进了会馆, 嘿嘿, 林荣兴笑道, 会馆里都是童年, 日常多热闹, 对举业也很有好处, 也是, 王贤看看于谦道, 哎, 不过这个小子, 肯定觉着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瞧二哥说的, 一片笑声中, 于谦尴尬的挠头道, 王老爹王老娘, 防贼似的防着我, 我才不敢去出那眉头呢, 那你也没少见了银铃, 王贤催道, 二哥这都知道啊, 于谦赞道, 不愧是管北镇府司的人, 哼, 我还不至于监视自家人, 王贤笑骂道, 哦对了, 是林霄, 于谦恍然道, 这个小叛徒, 往我每次都对他低声下气, 嘿嘿, 林霄啊, 还是跟我近一点, 王贤笑笑, 面色一正道, 还有几天就要入贡院了, 你们几个千万要当心啊, 嘿嘿, 放心了, 寒闯苦毒食欲仔, 就是为了这一遭, 我们肯定加倍当心的, 几人没能一下明白他的意思, 还以为只是寻常的叮嘱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王贤面线忧虑道, 我是说, 受我的连累, 你们可能会遇到些状况, 这才是他来找几人的原因所在, 其实, 你们能放弃这次科举, 三年之后再考最好, 几人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也根本无法接受, 哪怕这话是从王贤口中说出的, 林荣兴脱口问道, 莫非是因为你得罪了胡广, 以他们和王贤的关系, 这话他问最合适, 我刚才就说过, 一个胡广, 我还不放在心上, 王贤摇摇头道, 他对朝中大臣还是有所了解的, 知道那胡广, 虽号称谢尽之后的百官之师文臣之首, 但没有谢尽那份胆大妄为, 相反, 他很有些胆小怕事, 屈炎覆势, 自己是太子那边的红人, 手中又有可怕的北镇斧司, 胡学是八成会想方设法跟自己交好, 绝对不会因为自己教训了他儿子, 而和自己交恶的, 那是, 众人的躊躇满志, 一下子变成了心慌意乱, 唉, 说来话长啊, 王贤歉意的叹口气, 将自己与汉王纪刚等人交恶的经过, 简单的讲给几人知道, 虽然夜色之下, 他还是能看出, 几人被吓得面色煞白, 有叹口气, 王贤道, 如今啊, 我被改鸭子上架, 和纪刚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了, 他肯定不会放过任何打击我的机会, 这次我要是参加科举, 肯定又要重新上演那次浙江湘市的那一幕, 沦为砧板上的鱼肉, 这次可没有周涅台的人保护我了, 说着满眼担忧的看看众人道, 索性我不考了, 但我实在担心他会朝你们下手, 应该不至于吧, 这是朝廷的轮财大典啊, 几人心惊胆战, 又抱着万一的侥幸道, 皇上会认他乱来吗, 王贤没说话, 对纪刚来说这简直不算个事, 几人也知道他们想法的可笑, 都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一时间惆怅百节, 苦涩难言, 抱歉, 王贤歉意地看看众人道, 是我连累你们了, 几人摇摇头, 于谦强笑道, 这与二哥有什么关系啊, 是那纪刚要害我们, 其余人也点点头, 不管心里怎么想, 至少他们不会傻到当面说王贤的不是, 纪刚一定要害我们吧, 林荣兴满嘴苦涩道, 有这个可能, 王贤道, 不过一旦叨到算计, 可能就会影响你们的将来, 不如等下一刻吧, 顿一下他目光有些飘渺道, 三年时间差不多一切都尘埃落地了, 还要等三年, 几人都心有不甘, 毕竟一生有几个三年啊, 为一个莫须有的威胁就这样耽误三载, 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我这只是建议, 王贤不禁暗暗一探, 毕竟他们不是自己的下属, 若要强行阻止他们应试, 反而会引起几人的抵触, 只好缓缓道, 如果你们执意要应考的话, 我希望你们切记, 一切小心为上, 安全第一, 若是遇到什么意外, 一定先保护好自己, 其他呀都是身外之物, 早晚我会帮你们找回来的, 见王贤说得如此认真, 几人啊, 只好严肃点头, 表示记下了, 好了, 但愿我多虑了, 你们保重, 王贤该说的都说了, 便不再逗留, 朝几人一抱拳, 便有侍卫牵马过来, 王贤翻身上马, 扬长而去, 于谦等人在秦淮河边, 目送王贤远去, 沉默良久, 李玉才说道, 对仲德兄的话, 你们怎么看, 他呀肯定不会骗我们, 于谦笑道, 既然说有人要针对我们, 那就很可能会有, 那, 那咱们怎么办, 还考吗, 其余人担心的问道, 虽说三年以后还可以重考, 但弃考如何跟家里交代呀, 这三年又该如何在煎熬中度过呀, 反正我是要考的, 于谦淡淡道, 再说二哥也没把话说死, 临阵退缩也不是我的风格, 大不了到时候我多加小心, 见识不好, 交底抹油就是了, 去你们, 那是贡愿, 不到日子你休想出来, 众人起哄道, 林大哥, 你什么想法, 林荣兴是众人里年纪最大, 经历最坎坷的, 因此形势说话叫常人稳重, 众人都很看重他的意见, 我呀, 林荣兴笑笑道, 既然众得那么说了, 我再等三年就是了,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嘛, 也只有经历过生不如死的遭忌之人, 才明白安全第一这四个字, 实乃人生之最大的护身符, 但很显然, 大部分人还是存了于谦那样的心性, 不甘心再等三年, 心说试一试有什么打紧啊, 大不了考不中回家就是了, 倒是李玉想了又想, 最终没有去应考, 要说这些人里最了解王贤的, 不是他大舅子林荣兴, 也不是准妹夫于谦, 而是这个昔日老和他作对的李玉, 正因为做过对手, 李玉才会对王贤的果决狠辣又切肤之痛,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王贤从百忙中来找他们, 说出那样一番话, 绝对是有大麻烦要降临到他们头上, 君子趋利避害, 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暗下被王贤一番话搅得魂不守舍的浙江举子不提, 且说王贤回到衙门, 就见二黑一脸的欲言又止, 他点点头回到内千牙房, 在帅徽的服饰之下除下外跑, 又用温热的白金擦了把脸, 才问跟进来的二黑道, 什么事啊, 大人出去的时候, 太子府的人送来一张条的, 二黑说着从袖中掏出一张蜡封的纸片道, 太子殿下虽然闭门读书, 但是太子府不是真的与世隔绝, 至少王贤在每一步行动之前都会预先禀报太子, 因为他牢牢记得, 自己虽然是在给皇帝打工, 但所有的赌注其实是压在太子太孙身上的, 不过太子每次都说, 知道了, 你办事我放心之类的, 从来没对他下过命令, 更不要说这次这样直接递条子了, 王贤不敢怠慢, 赶紧双手接过来, 撕开蜡封一看, 只见上头是十几个名字, 每个名字后面还标注着其籍贯, 王贤不禁一愣, 又听二黑小声道, 太子的人说, 大人只需要记牢了这些名字, 不日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还没那么笨, 王贤又扫了一眼, 便将纸条丢到碳盆, 烧成了灰, 望着亮黄色的火苗, 呼得窜起, 王贤不禁暗叹一声, 一直以来, 太子殿下在他心中那, 人后正派的形象, 轰然倒塌了, 原来, 太子殿下也是个演员, 当然演技格外精纯罢了, 不过到了这种布局的紧要时刻, 连太子也顾不上演戏了, 如果, 但是名单上那些陌生的名字, 王贤还看不出什么, 但后面加了习惯, 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上, 就有很大可能是硬式的举子名单了, 只是他不明白, 自己跟春伟又不沾边, 太子为什么要把名单给自己, 见大人不肯细说, 二黑自然不会傻乎乎的去追问, 只是小心翼翼道, 大人, 还有几张条子, 一并拿出来吧, 王贤叹口气, 既然别人都觉着自己有这个能力, 那就静观其变吧, 若是这个假设成立, 那么别人递条子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惠世是国家的轮才大典不假, 有着最完备的防作弊手段也不假, 一旦舞弊案发后的后果极其严重更不假, 但朝中高官进出科场, 一场科举可以影响到未来若干年朝局的走向, 决定无数个家族的兴衰, 是以从来步伐铤而走险, 以身世法的钻控子者, 对迎私舞弊钻控子者来说, 规矩再严苛, 也要有人来执行, 只要是人就可以买通作弊, 本朝开国以来, 历届壮远十有八九是江西人, 而且不是南昌就是脊水人, 名列前茅者也是如此, 难要说里头没有一点猫腻, 那可真是瞧不起那些江西籍的主考同考官了, 只是王贤不知道自己这点墨水又当不了考官, 这些人给自己递条子干什么, 而且除了太子只递了张条子没有其他之外, 别人随着条子都会同时奉送数额不委的定金, 若是他们的人被取重, 王贤就能收到十倍的谢礼, 不过王贤对此一头雾水, 而且隐隐有些怒气, 看来之前传说科举有内幕是真的, 寒门世子其实没机会和那些有背景的举此公平竞争, 事实上, 若非为了维持科举表面上的公平, 那些贵人们可能连残羹冷制都不会给寒门世子留, 只是一想到自己一路上考秀才重举人, 似乎也都是靠了贵人赵福才过关, 王贤的老脸就不禁发烧, 怒道, 他们还真敢啊, 递条子都递到北镇府司来了, 莫非以为本官不敢禀告皇上不成, 说着一纸桌上的数章条子道, 这, 这都是罪证啊, 都是老规矩啦, 朱九爷在锦衣卫这些年啊, 已经数次监考会士了, 对里面的道道自然是知之甚详, 说道, 宫里几位殿下, 想要趁机栽培将来的手下, 尤其是汉王, 知道自己这方面是弱点, 所以这些年啊, 朱氏花了大功夫举办文会, 资助学资, 这种直接不恩, 培植心腹的好机会啊, 更是不会放过, 朝中大臣也要为儿孙考虑啊, 培植一批门生, 菜说, 谁还没个亲戚朋友, 所托也要照办呢, 更别说想趁机捞外快的考务人员了, 真是乌烟瘴气, 乱七八糟, 王贤听得目瞪口呆道, 皇上知道吗, 大明朝什么事瞒得了皇上, 朱九爷对朱弟那真是盲目佩服, 皇上不管管, 皇上常说一句话是, 不能既要马儿跑得快, 又要马儿不吃草, 只要不太过分啊, 就随他们去吧, 朱九道, 那, 难道这还不过分, 王贤眉头紧锁, 显然不爽道, 皇上肯定也想不到, 现在是这番情形, 朱九黯然道, 当初朝廷取势, 那些家伙尚不敢闹得这般不像话, 是这些年皇上不管这事, 这帮家伙才得吞进尺, 越发不像话的, 确实要治一治了, 不然, 这世上哪儿还有平民百姓出头的希望, 王贤深以为然道, 你看, 我把这些条子呈给皇上, 结果会怎样呢, 那, 二黑这个汉呢, 失声道, 那非得把天给捅破了, 这也是多年漏规了, 朝中那些大人物, 都靠这个培植亲信, 而且这些条子, 肯定不止给大人一家, 说不定, 只是一部分而已, 一旁的吴伟也吓坏了, 不知道自家大人哪来的忠义和正义感, 但是, 这可是要捅马蜂窝的节奏啊, 连忙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说道, 到时候, 大人非得把朝野上下给得罪惨了不可, 哈哈哈哈, 王贤笑笑岔开话题道, 哇呀, 开个玩笑而已, 大人, 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吴伟二人这才松了口气, 忙擦汗道, 会出人命的, 行了行了, 都忙去吧, 本官岂是那种不知轻重之人, 王贤挥挥手, 不让二人再说下去, 沉声道, 这样看来, 估计本官有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 二人点点头, 身以为然, 那些大人物不可能无敌放使, 既然把条子递到大人手里, 大人九成九, 要跟此次会试扯上关系了, 自然要早做准备了, 王贤寻思片刻, 做出了自己不在时的一系列安排, 带二人领命而去, 他的一颗心啊, 却非但没有安定下来, 反而愈加沉重, 他发现, 自己一旦不在, 整个北镇抚思都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根本没人能抵挡, 济刚的淫威, 难道就任由他们摧毁自己的一番经营? 不行, 绝对不行, 在黑暗中寻思了片刻, 王贤终于下定了决心, 沉声道, 背马, 这么晚了, 大人要去哪儿啊? 周勇一面命人背马, 一面轻声问道, 去朱六家, 那乡间朱六爷已经睡下了, 听到管家通病啊, 不禁无奈道, 这家伙是夜猫子嘛, 每次都三更半夜的来叫门, 话虽然这么说, 他还是很快就披衣起身, 到前厅与王贤相见, 抱歉抱歉, 又饶了六爷的清梦了, 王贤这次的姿态放得很低, 上了年纪没有觉, 少睡一会儿啊不打紧, 朱六爷笑道, 倒是大人深更半夜的来, 还不得歇息, 实在是辛苦得很啊, 哎, 惨愧惨愧, 六爷, 您还是叫我老弟吧, 王贤叹口气, 借着灯光看那朱六, 发现他气色比前些日子, 好了很多, 六爷最近可好, 嗨, 自从卸下北镇府司的差事啊, 我是无关一身轻, 每天啊早睡早起练功, 尽享天伦之乐, 这样的日子可真是给个神仙也不换, 朱六爷笑道, 说起来还得感谢王老弟, 接了我那摊子烂事, 哈哈哈哈, 说着正色道, 老弟最近做的事啊, 我都听说了, 都是我这些年想干没敢干的事, 果然是自古英雄, 出少年, 这份胆色, 实在是让人佩服, 唉, 我也是被逼无奈, 若不趁着新官上任三把火, 一开始就下决心离亭扫学, 后面, 就是想做都做不成了, 王贤苦笑道, 只是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只怕, 我要被调虎离山了, 怎么讲, 朱六爷神色一领道, 很有可能, 我要入贡院监事去了, 王贤叹气道, 这样啊, 朱六爷皱眉道, 北镇俯司, 确实没人能顶起来, 老九也不行, 是啊, 王贤恳切道, 所以, 我来请六爷帮忙, 看看有没有办法, 能把这段时间撑过去, 这个, 朱六爷为难道, 不是我不想帮忙啊, 实在是, 就算我还在北镇俯司, 也一样不够分量, 那, 六爷能不能请四爷帮个忙, 王贤轻声道, 我四哥啊, 朱六爷没想到王贤打的这个主意, 想一想啊, 他觉得自己还是得帮王贤这个忙的, 不然, 前面的投资算是白费了, 相反, 这次若是帮了王, 不管效果如何, 王贤都得成他这个情, 但是想归想, 能不能办到那又是另一码事了, 如果, 季都督不在, 他说我还能管用, 但是季都督在的话, 怕就不行了, 说着叹气道, 而且, 我四哥恐怕不敢得罪季康, 也不用四爷出面, 只要想办法拖上几天, 等我出来就行, 王贤也实在是没辙了, 他离开朱六这边, 下一站是张娘娘的弟弟张勇那边, 眼下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寄希望于这位都督同志, 能看在张娘娘的面子上帮衬自己一二吧, 说着他起身失礼道, 来日必不忘四爷和六爷的恩情, 大人不必如此, 朱六爷忙侧身不受他的礼, 道, 这样吧, 我明天一早啊, 去找我四哥商量商量, 看看能不能说动他, 如果不是跟季刚正面发生冲突, 只是拖延一下, 朱四爷还是能办到的, 而且他和朱九已经上了王贤的船, 他四哥倒也不是不可能帮忙, 老弟为何不到青寿四球员啊, 嗨, 我师父啊, 不会管这些俗事的, 王贤很清楚, 不到生死攸关的时候, 姚广孝那个老和尚是不会出手的, 所以压根就没往他身上想, 那倒是, 朱六爷点点头道, 行了, 老弟, 你就安心进宫院吧, 外面的事情我会尽力而为的, 至于结果嘛, 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多谢六爷仗义相助, 王贤再次施礼, 第二天一早, 宫里传来旨意, 命王贤火速进宫, 王贤估计皇帝召剑不是为了齐大柱一案, 就是为了会事的事情, 当他赶到北院, 在一天天外等候召剑的时候, 便知道是后者了, 因为他看到四十多名文武官员都候在那里, 以他那不太冲突的面胜经验看, 大家应该是因为同一件事被皇帝叫来的, 那必然不会是为了齐大柱的案子, 果然, 不一会儿太监传旨, 命他们进去, 参见皇帝平身之后, 一众文武才看见, 御前还立着锦衣卫都督纪纲和礼部尚书吕镇, 朱棣一开口, 众文武才知道, 皇帝让他们来做什么, 原来是充当会事的连官, 按照朝廷规制, 会事时的考务官员有内连官, 外连官之分, 统称为连官, 之所以称连官者是因为, 至公堂后进有门, 家连已革之, 后进在连内称内连, 连外为外连, 主考及同考官居内连, 主要职务是阅卷, 其助理人员为内提调等官, 掌管管理试卷等事, 也居内连, 外连则人数多得多, 为兼领, 外提调, 监视, 收掌, 藤禄, 公级等官, 外连各官管理考场事务, 这会儿啊, 会事主考官早就住进贡院好些日子了, 但其余的内外连官人选, 直到此刻才公布, 不过王贤知道, 人选已经早在昨天就拟好了,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那些条子, 是怎么回事, 皇帝说完, 吕镇便宣布了任命, 即刚为总监事官, 其余官员各有任命, 至于王贤则被派了个巡检官的禅师, 掌管考场考纪事宜, 王贤心中暗暗苦笑, 自己本以为错过的春伟, 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参加进来, 但他一点没有为掌握数千举子的命运而兴奋, 心头反而笼罩着浓浓的乌云, 因为这意味着自己要被关在贡院十多天的时间, 这十多天里完全与外界隔绝, 如果纪刚的人趁机反攻倒散怎么办, 而那简直就是一定的, 他甚至觉着自己的名字八成就是纪刚加进去的, 想到这儿, 他瞥了一眼立在皇帝右手边的纪都督, 只见纪刚也在冷冷望着自己, 眼里满是猫戏老鼠的冷笑, 胡思乱想间便见皇帝站起身来, 王贤盲定定神, 听朱棣沉声道, 你们应该知道, 科举是国家的轮台大典, 关系到人才选拔, 国家兴旺和设计安定, 说是大明朝的头等大事也不为过, 你们都是官生很好的官员, 也是朕信任的臣子, 如果不是这样, 朕怎肯把国家轮台大典的重任交给你们, 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吗? 臣等必然严守法度, 不越雷池半步, 众文武盲齐声道, 光不越雷池半步就够了, 朱棣对这个答案却不满意, 声音愈发严厉道, 不, 远远不够, 还得瞪起火眼睛睛, 要把那些妄图舞弊的败类全都救出来, 让朕的轮台大典, 实实在在为国家选出一批人才, 是居心不良的鼠辈无处可逃, 这样才算称职, 臣等谨遵教诲, 大臣们赶忙低头受教, 去吧, 朱棣灰灰衣袖, 不再多说什么, 王贤跟着其他官员叩拜领旨, 退出仪天殿, 来到殿外, 季刚转过身来, 众官员立马立定脚步, 静候总监大人的训事, 季刚见王贤啊, 也老实地垂手听训, 这才满意的沉声道, 如皇上训事, 轮台大典事关江山社稷, 而此次春委能否公正举行, 此取决于诸位是否秉承一颗公心, 不愿雷迟半步, 不放过任何一个舞弊者, 顿一下, 他目光阴冷地扫过一众连官, 杀气腾腾道, 本官把丑话说在前头, 谁要是敢寻死舞弊, 下半辈子就等着在诏狱里过吧, 众官员本来就让皇帝迅的面色发白, 此刻更是浸若寒蝉, 全都唯唯诺诺地映下, 纪刚很满意自己所言的效果, 面色稍缓道, 按规制, 诸位便不能回家了, 出宫便跟本官住进宫院去, 至于你们的铺盖物品, 会有兵士到你们家中去取, 这本事提中之意, 众人自然没有异议, 便跟着纪都督出了北院, 登上后在那里的数辆马车, 往贡院方向去了, 为了防止舞弊, 考官自街道指一起, 便要住进贡院中, 外连官直到考试结束才能出去, 至于内连官, 就更要等到放榜, 才能重获自由了, 从北院出来, 王贤便和众连官乘车去往, 位于成东的贡院, 马车上, 有担任同考官的文官, 在旁若无人说着话, 通常和武官在一起啊, 他们的话呢会多一些, 也更文邹邹, 特别的爱调书代, 比如说, 为何贡院位于成东, 是因为取东方文明之意, 比如贡院与观象台相望而立, 是取《易经》中, 关乎天文, 以查实变, 关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之意, 往往能把一帮武官啊, 说的是自残行贿, 愈发的不敢吭声, 不过呢, 今年的情况不大一样, 因为武官队伍里, 有王贤这个举人在, 武官们都希望他能说点什么, 替他们挽回一点颜面来, 王贤却自家是自家之, 就凭他那肚里的墨水, 真要跟人家转文, 八成是要露馅的, 好在那几个文官并不称呼他的官职, 而是以表字相称, 显然呢不想把他当成武官, 话里话外还颇为推崇, 众德兄, 昨日可是大出风头啊, 一个担任对读官的礼部主是一脸的佩服道, 胡公子那个回文诗帘啊, 其实大有来头, 其实啊, 并不是他们现场所做, 说着神秘兮兮的一笑道, 众德知道出自谁的手笔吗? 莫非胡学士? 王贤新说果不其然, 也很好奇地问道, 哈哈, 不是胡学士, 是谢学士, 胡学士学士渊博, 在才气上啊, 却不如谢学士, 那里部主师笑道, 当年谢学士还是永乐大典的总裁官啊, 他说着流露出回忆的神情, 那时候的谢学士, 那是何等的风流倜傥, 挥洒不羁啊, 每日收工之后, 必召集群聊, 共饮作乐, 或诗词唱和, 或作文字之戏, 这个上连啊, 就是有一次艳影的时候, 谢学士想出来的, 可惜, 以谢学士之才, 也没想到下连, 哦, 志成兄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王贤奇怪的问道, 上车之前啊, 众人便相互见礼了, 这里部主师叫张文自制成, 王贤倒没记错, 志成兄当年也是永乐大典的撰修之一啊, 旁边的文官道, 哦哦哦哦, 失敬失敬, 王贤忙肃容道, 嘿嘿, 哪里哪里, 张主师面露骄傲之色, 又有些苦涩道, 永乐大典自然震骨朔尽, 但在下不过是数百名撰修官之一, 实在不值一提, 他还有半句话没说, 但从他的落寞表情, 众人都知道他的意思, 按照规制, 对读官都是年四十上下, 五品到七品, 由行职者担任, 这张文当年可是汉林出身, 三十岁就官职六品, 只是因为参与了编写永乐大典, 他自然被划为谢静一党, 这些年惨遭打压, 到现在还是个主事, 不过张主事并不怨恨谢静, 反而十分感激, 他给自己参与永乐大典编修的机会, 叹口气道, 谢学士全下有志, 直到仲德兄对出了下脸, 相比十分欣慰, 谢静的死讯虽然并未出现在底报上, 但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还是已经传遍了京城, 其实这也有王贤在背后推波助澜的原因, 否则消息传出来的晚了, 别人会误以为是他的责任, 提起死在狱中的谢静, 众人一阵唏嘘, 一直到了应天公院门前, 没有再高谈阔论, 马车在公院前广场停下, 这里是数日后举子集合的地方, 王贤下车之后四处张望, 只见广场左右两边各有一座牌坊, 左边的牌坊外面写着藤礁, 右边的牌坊外面写着启凤, 越过牌坊则可以看到, 两座牌坊背面各写着明经取士, 为国求贤四个求尽的大字, 充分点明了这里的用处。 在贡院前广场上, 已经集合了数百名教夫差役, 这是在接下来这段时间, 为众考物官员服务的仆役, 所谓大明朝的轮台大典, 会市的花费十分巨大, 仅在户部账策上立之的, 便有, 会市贡院修缮费, 会市物品经办费, 会市艳想供给费, 会市场内供给补办家伙费, 会市场工匠劳务费, 会市日常开销费等近百项名目, 仅会市场内用来取暖做饭的木柴, 就多达66640斤, 还有木炭32700斤, 又有煤33000斤, 熟节杆18000斤, 芦苇4130斤, 会市之花费浩渺, 由此便可见一斑。 至于会市的考物官员呢, 朝廷也给予十分的荣宠优待, 主考官总监官自不必说了, 单以王贤这个搜检官来说, 便配给他造立马夫16名, 在会市期间照顾他的起居饮食, 听他调遣差用。 为首的是个叫陈老六的班头, 率众向他请安, 又牵过马, 请搜检官上马。 这马是会市期间, 供搜检官承用的两匹高头大马中的一匹, 另有红断马坐入两件, 白扇两把, 大雨伞两把, 胶床两个, 青涓伞两顶, 红涓十六顶, 皆由陈老六等人预先领了, 扛在背上跟他入贡院。 这之后众官员拱手作别, 在各自的普通簇拥之下开始入贡院。 只见贡院大门前也有一座牌坊, 提写了天开文运的字样, 排放后是圆门, 圆门旁边设有木栅栏, 还有兵定日夜把守, 防止闲散人员出入。 进了圆门正中便是贡院大门, 大门朝南分左中右三个门, 正门上悬挂着太祖皇帝玉比钦蹄的贡院匾额。 中连关由左侧门鱼贯而入, 绕过罩臂后便是宜门, 过了宜门就是龙门了。 只见那黑漆漆的两扇大门上, 分别嵌着龙门两个流金大字, 张视着此乃读书人逾越龙门之处。 但其实入了龙门, 能不能藤交启奉且不说, 一番斯文扫地却是一定的, 因为龙门里的永道是考生接受搜身的地方。 过去永道便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层层号舍, 那号舍密集狭小, 广不容习, 如风潮一般密密麻麻, 每排有一百间, 排成一条仅四尺宽的长巷, 巷口有扎门, 巷尾有厕所。 会市期间, 橘子们吃哈拉撒都在这里头。 从号舍间的大道一直往北, 正中的位置有一座十分威严的建筑, 便是智公堂。 这智公堂便是贡院外联部分的标志性建筑, 是会市时主考官监考之处。 智公堂两侧的厢房便是负责考场纪律, 监考和处理试卷的外联官办公的地方, 再往后便是众联官的居住场所。 王贤找到住处, 便在陈老六的陪同下四处转悠。 只见这贡院的围墙啊, 有一丈五高, 布满了荆棘, 而且还有高高的瞭望塔。 站在塔上, 贡院中的情形一览无余, 竟跟他负责的诏狱有一比。 对举子可谓是严防死守啊, 王贤不禁感叹道。 嘿嘿, 陈老六啊是一名龙香味的小旗, 并不知道这位年轻的王大人 就是北镇府司的老大。 见他言谈客气, 说话也没了顾忌道。 大人没听过,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之说。 自然听过, 王贤不动声色道, 难道此等严防之下, 还有人作弊不成? 嗨, 自然是有的, 而且不是个别。 陈老六笑道, 不是小的自夸啊, 从永乐初年起, 小的就在考场当差, 县士、 府士、 院士、 乡士、 会士都经历过, 对这里头的歪门邪道啊, 可以说是一清二楚。 哦, 不妨讲来听听, 王贤若有所悟的看他一眼, 又道, 说得好, 重重有赏。 哎, 好说好说, 陈老六见着年轻的大人很上道, 便如数家珍道, 说着花样百出的手段啊, 头一条便是替考, 这个主要是钻点名时任的工子, 只要模样大致相仿, 替考就有过关的可能, 替考的人叫枪手, 有人专门以此为艳, 他们替人家参加县士、 府士、院士啊, 一般都能顺利通过, 这叫一根葱。 这在考秀才的时候很普遍, 差不多十有三色, 也有替考相识和会士的, 不过因为难度太大, 要少一些, 但是啊, 十个人里边, 还是能找到一个半个。 那也有两三百人啊, 王贤道, 着实不少了, 两三百人是相识, 会士要更少。 陈老六芒解释道, 毕竟, 没资格去有能力考共识的人, 太不好找了。 嗯, 这个只要严格时任, 还是能揪出来的吧? 王贤道, 哎, 能揪出一部分, 但是有一种法子, 是认不出来的。 陈老六道, 那就是龙门吊卷, 让考生和枪手都清清白白进考场, 进场后两人再交换试卷, 互相到对方的号舍答题, 不过要买通举人, 放弃一次重视的机会, 那代价可是太大了。 在开考后, 再加一次竹房时任不就解决了吗? 王贤道, 哎, 好像是可以, 陈老六想想道, 继续, 王贤点点头, 让他说下去, 再就是夹带了, 夹带的法子五花八门, 以逼过龙门搜紧为目的, 就看是藏的隐秘, 还是搜的彻底了, 陈老六笑道, 反正啊, 小的从耳朵眼里, 头发里, 鞋底里, 坐垫里, 竹台里边, 大饼里边都搜出过来, 最绝的一次啊, 竟是从个考生的屁眼里扣出来一份小抄, 王贤听得一阵阵恶心, 王道, 还有呢, 除了枪梯和夹带之外, 传递也是常见的一种手段, 陈老六道, 有考场之内的传递, 也有考场内外的传递, 但是, 大都需要有监考人员的配合, 小的只听说, 前些年有请飞贼出入考场传递消息的,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王贤点点头, 心说这已经三种了, 又问道, 还有吗? 还有, 就是通关节了, 这个就不是大人能管得着的了, 陈老六道, 人家考生和考官啊, 早就约好了字眼, 到时候, 考生把字眼往文章里一嵌, 只要考官找出来, 就能录取道, 只要双方都不走楼风声, 就没什么危险, 王贤老脸不禁一红, 他的举人身份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忙问下一个问题道, 还有吗? 还有啊, 就是割卷了, 陈老六道, 那是蜜蜂藤鹿或者阅卷官员的做法, 就是把甲椅两个卷面割下来, 将甲的卷面贴到椅上, 再将椅的卷面贴到甲上, 陈老六啊, 又讲了几个, 让王贤是大开眼界, 才知道科举的各个环节, 都有作弊的法门, 那真是防不胜防, 不过对他这个搜剪官来说, 最主要的还是把夹带防好, 至于在其余环节上出了问题, 那就不是他的责任了, 在公院的考场和外联部分转了一圈, 王贤便回志工堂了, 至于飞鸿桥后的内联部分, 虽然在开考前并不禁止入内, 但跟王贤没有关系, 他也懒得理会, 回到志工堂的时候, 正赶上此次会试的主考, 梁浅, 在召集内外联官训话, 所说内容无非是皇帝和继刚讲过的, 秉公执法火眼金睛那一套, 而后继刚又再次明确了众官员的拆遣职责, 并一人发了一本礼部编写的会试手则, 命他们仔细阅看, 之后便是接风宴会, 因为是给皇帝取士, 祸食呢由光禄寺提供, 自然是精致美味花费不菲啊, 席间众文武精卫分明, 文官吟师作对不亦乐乎, 武官呼喝劝酒亦不亦乐乎, 王贤本想跟武官坐在一起, 却被主考大人叫到文官一桌, 落在其余文官眼里, 自然是主考大人对他颇有爱护之意, 不过呢, 武官们就不爽了, 王贤顾不上那么多, 他只要不跟继刚一席就行, 这里可是贡院, 没有自己的手下兄弟, 继刚真要发难啊, 自己还真没辙, 不过好在国家轮财大典, 梁继刚啊, 也不敢无故乱来, 不和他发生冲突就好了, 好在啊, 继刚也没有发难的意思, 酒席吃得相安无事, 之后众官员便各回住处歇息了, 王贤连夜通读了颁发的守则, 不禁好生为难, 这守则处处严格, 唯一对搜紧一项, 定的也实在太松了点, 这倒不是制定守则的礼部官员有意为难他如何, 而是有太祖皇帝的预训在里头, 搜紧针对的是夹带, 夹带呢又叫怀邪, 是科举中最常见也最多的一种舞弊形式, 目的是把与考试相关的资料带入考场, 以便考试时参考或者抄录, 从有科举考试起, 就有夹带的行为存在, 历朝历代自然会制定搜紧的规定, 唐朝考生进场的时候啊, 要对照名册, 严格盘查考生的姓名, 籍贯, 年龄, 相貌等, 都要询问查看, 搜查的士兵还要将考生的上下全身啊搜查一遍, 把携带的物品呢检查一番, 看看你有没有携带, 官吏士兵一个个长呼短和, 让文弱书生们心惊胆寒, 斯文扫地, 对于这种搜紧啊, 有骨气的人是没法接受的, 但朝为田舍郎目登天子堂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 除了极个别愤儿弃考者之外, 绝大多数考生还是默默忍受这番折辱, 这种折辱在少数民族政权金朝统治时期啊达到了顶峰, 当时啊要求进场考生都必须把盘结的头发松开, 解开所有的衣服, 还要掏耳朵抠鼻子, 防止考生在耳朵和鼻子里边塞纸条之类的, 对于这种人身侮辱的搜紧方式, 很多考生都感觉无法接受, 朝廷大臣也认为太过分了, 确实对读书人不够尊重, 所以到了本朝, 太祖皇帝啊, 觉得参加会试者都是层层选拔出来的举人, 常年受儒家经典的熏陶, 那都是文质彬彬的才子啊, 为什么要像对待盗贼一样的搜紧他们呢? 这显然对他们是不够尊重的, 他便建议会试的时候, 不要过于严厉。 皇帝说话自然是金口欲言, 何况还是太祖皇帝, 他说了不要严厉, 那肯定就也会放松搜紧, 无论考生还是搜紧人员都很高兴, 对考生来说终于不用斯文扫地了, 对搜紧人员来说也不用再面对举子们有辱斯文的指责了, 不过听白志那陈老六所言, 作弊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了, 这自然是情理之中的, 毕竟皇帝大开方便之门, 对投机取巧之事便是一种纵容, 连许多没有作弊之信者也会因为担心别人带小钞自己不带会吃亏, 而选择怀邪文字, 太祖皇帝的初衷是好的, 但指望考生自觉实在太理想化了。 王贤手里这份守则便是礼部官员本着太祖精神拟定出来的, 要是按照上面的规定执行, 还协舞弊者十有八九会蒙混过关。 本来这有无妨, 多少年来都是这么稀里糊涂过的呗, 他又是个昏心不济之人, 自然不会为难举子恶心自己。 但这次的总监官可是纪刚啊, 这位顶头上司兼头号仇人可对自己虎视眈眈呢, 王贤甚至有强烈的感觉, 自己之所以会出现在搜捡官这个位置上, 就是纪刚这次的主意。 若真如此, 自然绝不是提携, 而是挖了个大坑, 让自己往里跳。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 其他各环节的防作弊手段已经很完善了, 唯独搜捡这个环节, 因为太祖皇帝一句话, 变成了舞弊的重灾区, 而且因为怀邪文字特别容易, 作弊者都会集中在这个环节, 怪不得那么多人地条子给自己呢。 王贤已经能想到, 一旦自己按守则对举子采取放纵的姿态, 那身为总监官的纪刚, 完全可以派亲信在考试过程中突击检查, 若是发现夹带舞弊现象十分严重, 自己这个搜捡官首当其冲, 难逃其就, 那时候太祖皇帝的玉训可救不了自己, 就算性命无忧, 但一旦失去了镇府之位, 之前在北镇府司的心血白非不说, 全家都难逃纪刚的毒手。 但要是严格搜捡的话, 自己岂不要被考生骂死, 恐怕就连主考, 乃至整个士林都要视自己为敌人了。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那些地条子的贵人, 自己一旦要严查就不能区别对待, 那样会引爆橘子们的怨气的。 而条子上的橘子八成是有携带的, 要是被自己揪出来进不了考场, 恐怕那些贵人们都会恨上自己。 想到这儿, 王贤不禁满头大汗啊, 季刚这一招好狠毒啊, 让自己不论往左往右都会掉到深坑里去。 这一夜, 王贤失眠了, 他发现自己之前实在高估了自己, 低估了季刚, 以为靠着皇帝的庇护和自己的本事, 能让季刚自顾不暇, 看着自己站住脚跟。 但事实却是, 季都督之前那是被他乱拳打懵了, 一旦让人家缓过劲来, 瞅准机会, 随随便便一出手, 就能让自己遭遇难以摆脱的困境。 到底该严查还是姑息, 王贤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 第二天是开考演练, 王贤主要负责入场前的搜减和入场后的寻场, 责任可谓十分重大。 他与归属于自己的三百名搜减兵丁碰头, 又向他们宣布了搜减时的规矩。 那些兵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们本来听前辈说所谓搜减不过是走个过场, 但现在这位王大人却要他们从严搜减, 不放过一个夹带者。 考生入场时, 本来众人还以为王贤不过是说几句场面话, 但当他将连夜拟定的细则递给担任副手的一名监察御史, 命迹念出来的时候, 众人才知道他是务必认真的。 那御史按着心头的惊涛骇浪大声念叨。 头门二门内负责搜减的士兵排成两行, 对考生进行严格搜减, 命其脱下鞋袜, 解开头发, 还需要解开包括内衣内裤在内的所有衣服, 等待搜减。 搜减的时候, 有两名士兵先后进行搜减, 严格检查考生的衣服, 并携带的所有物品。 为了强化搜减责任, 这些士兵之间是相互监督的。 如果第二个搜减士兵搜出考生携带作弊物品, 就要处罚第一个, 作为奖励, 搜出一个作弊的考生, 便奖励无量银子。 哪怕是对精卫的士族无量银子, 那也是他们一个月的良想了, 只要揪出一个作弊的考生, 就能赚到正常一个月的收入, 要是搜出十个八个, 岂不发大财了? 何况还可以正大光明坐见高高在上的举人老爷? 众兵丁自然无不同意, 一个个摩拳擦掌兴奋不已, 恨不得赶紧开始。 那位叫熊盖的御史, 又继续宣读了王贤撰写的搜减细则, 诸如帽子、 衫、袍、袍、挂、衣、裤, 除单层之外, 都要拆开里子仔细搜减, 就连鞋袜也一样, 只要不是单底鞋都要拆开检查。 至于携带的物品, 如烤箱、烤栏、 被褥、坐垫、装烤卷的烤袋、 毛笔、 燕台、竹台、水壶、字圈、 风炉、茶吊等考试用品, 也必须要经过严格检查, 才能带进考场。 待熊御史宣读完了之后啊, 王贤才沉声道, 诸位可能只知道本官姓王, 我自我介绍一下, 本官王贤, 天任北镇斧司, 镇斧使。 此言一出, 本来还因为兴奋而显得 有些躁动的重兵丁啊, 一下子鸦雀无声。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这位年轻的大人 居然是北镇斧司的老大, 怪不得如此刁钻狠辣。 众兵丁领然啊, 看王贤的眼神都变得充满畏惧。 所以, 你们不用担心我的决心, 天子开科取士, 是为了为朝廷选拔 真才实学之士, 绝不是给弄虚作家之辈, 大开方便之门的。 王贤语调严肃地接着道, 所以, 而等切勿玩忽之手, 搜索出几个作弊的考生, 我便讲你多少银子, 不用担心来账。 如果而等玩忽之手, 没有把作弊者找出来, 一旦被后面搜索的人发现, 仗则二十, 等出了贡院, 再去北镇斧司领行。 诺! 众人畏惧地应声道。 唉, 不要怪本官过于严苛, 王贤叹口气道。 按规制, 如果考生在考场中被查出有怀邪文字入场, 那么负责搜索的官员和兵丁都要被处罚。 说着目光无情地扫过众人, 从牙缝中蹦出几个冰冷的字道, 谁要是连累了老子, 我要他的命,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众兵丁畏惧道。 我没听见! 王贤爆喝道。 明白了! 众兵丁忙提高了声调, 声嘶力竭道。 去吧! 王贤这才摆摆手, 让他们下去跟着陈老六学习如何搜紧, 如何找出藏在各种物品中的夹带。 在众兵丁下去, 王贤看看身边有些呆滞的雄御史, 神情稍缓道。 抱歉, 和这帮邱巴说话就得这样, 误了袁杰兄的视听。 哪里哪里哪里? 那雄御史忙使劲咬手, 吞口吐沫道。 实在想不到, 大人这次竟要严加整顿一番。 哈哈哈哈哈哈, 袁杰兄是不是怪我事先没打招呼啊? 王贤笑笑, 坦诚的目光直照熊盖的心胸。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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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是,不知大人此番举措,事先知会主考大人了吗? 本年会师的主考叫梁浅,江西太和人,官居汉林学士。 谢进出世之后,他便接任永乐大典的总裁,算是胡广之后干党的二号人物了。 而雄盖是江西脊水人,虽然为官正直,但也不能免俗,身为江西帮的一员,自然不能知情不报。 不过,他还是很厚道的,不愿瞒着王贤打小报告。 未曾,王贤摇摇头道,袁杰兄可以去代位禀报。 还是大人自取禀报吧,雄盖轻声道,有什么话也可以当面说清啊。 也好,王贤点下头便往智宫堂去了。 王大人这番主张,恐怕与太祖宽带举子的御讯不符吧。 王贤知道,雄盖但凡那么说了,自己就没法先斩后奏了。 与其让雄一使被夹在中间难做人,还不如自己来跟主考大人说明白呢。 不出所料,主考大人对王贤的规定很不感冒,不过呢,还是给他留了点面子,还算客气地说道。 太祖皇帝之所以说要宽带举子,是有前提条件的,是他们知书达理,失联齿,不会作弊。 王贤回道,然而事意时宜,事风日下。 下官早就听闻,如今的举子却颇有趁机钻空子之举,辜负了太祖皇帝的一片好心。 说着面色一正道,下官以为,为了正视听,服人心,的确应当严肃考计,彻查一次。 如果果然没人夹带,那么便说明,我大明的举子果然没有辜负太祖皇帝的期许。 有顿一下道,况且临来前,圣上耳提命命,我们监考的官员不仅要自己不枉法, 还要火眼金睛,不让银丝舞弊者侥幸得托。 下官也以为,国家取势,是乃剑拔为皇上慕民的官员, 为官者首先在德,德行不好的官,能力越大,危害越大。 我们严打作弊者,不正是将德行不好者,挡在科场之外, 让正直清白的举子得到公平取重的机会吗? 王贤好一番长篇大论,且不说梁主考如何,他自己先老脸通红。 天哪,老子不就是走歪门邪道中的举吗? 这不是自己骂自己吗?还骂得这么义正言辞? 好在梁主考以为他满脸通红是激动所致, 倒也没往那处想,反而暗暗惭愧。 他知道王贤说的是实情, 自从太祖皇帝说要宽待举子之后啊, 历年科举便大开方便之门, 可谓是泥沙俱下,龙蛇混杂。 每次不知多少舞弊者混进考场, 又有多少真才实学的正直之士被作弊者挤下金榜。 这科举也确实到了该好好整治的时候。 可是呢,梁前不希望在这一节整顿, 那样会让他成为众矢之地的。 而且他作为干党在这次科举的保护伞, 要提携的同乡后劲打五十名之多啊。 虽然这些人没必要携带文字入场, 但保不齐自己成了众矢之敌后啊, 旁人会因此寻自己的不适。 所谓正人先正己, 自己都立身不正, 自然没脸去管别人。 自从洪武后期, 江西人把持了会事, 便一直搞这种资源垄断, 自己把最好的名词都占据, 自然不好再管别人搞小动作了。 所以说起来, 如今科场风气败坏, 这帮江西大佬真真是脱不了责任。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 要不是科场风气若私, 以金问等人的爱心鸣伤, 也不会帮王贤运作相识了, 实乃这科举迎私舞弊太过平常稀松。 所以, 王贤要整风, 一定会得罪一大批人。 梁钱一把年纪了, 而且目睹了他的老上司谢晋的遭遇, 他早就对皇帝看透了, 现在只想把自己这一班港站好, 送那些江西举子一程, 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这次科举之后, 便可以回汉林院安心编书休使, 再不用为子孙发仇了。 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是干党的一员, 他尽了自己的义务, 将来他的子孙, 自然有别人来尽义务。 所以, 虽然情感上认同王贤的说法, 但梁钱不能允许王贤乱来, 想一下说辞, 他正色对王贤道, 你说的有些道理, 可你想过这样做的后果没有? 无非就是骂名偷天。 王贤淡淡道, 主考大人是清流名臣, 自然要估计名声, 但下官这个北镇府司政府, 却不在乎什么名声不名声的。 这, 梁钱这才想起, 这个年轻的苏剑官, 本职还是皇帝的亲信特务头子。 看着王贤微笑时露出森白的牙齿, 主考大人不禁打着寒劲, 他突然想到, 王贤突然抽风似的要严查, 是不是奉了皇上的秘旨, 就算没奉旨, 可他到时候要是向皇上打小报告, 也够自己喝一壶的。 不过, 梁主考毕竟是酒精风浪的, 定定心神道, 这不是牺牲的问题, 而是, 不管你如何做都是错。 你想, 要是搜查的结果表明, 携带文字者不过是极少数, 那你这个搜剑官可吃醉不起, 往中里说, 你这是蔑视太祖, 违抗祖训哪。 王贤知道他是在诈呼自己, 可惜自己也不是下大的, 冷笑一声道, 大人认为存在这种可能吗? 可能还是有的, 梁前底气严重不足道, 那好, 只要主考大人立下字句, 说如果从考场中搜出小抄文字之后, 不算搜减官员和士兵的责任, 我便依大人的。 王贤也有些动了火气, 他从开始一直耐心的解释, 姓梁的却敢睁着眼说瞎话,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梁前也有些生气了, 难道出了事情, 我这个主考能逃脱责任吗? 我只关心自己和手下会不会遭到罪责。 王贤面无表情道, 言外之意很伤人, 就是你这个主考如何不在我考虑之内。 若换成等贤的搜剑官, 梁前说不得就要摆出主考的威风, 严厉训斥一番, 然后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了。 可王贤是北镇抚司的老大, 更是太子殿下的头号心腹, 自然不是他可以随意训斥的。 好吧, 梁前暗暗念一段不动心惊, 平复下心中的怒气, 尽量平静道。 假使, 我是说假使, 搜剪出大批槐邪文字的举子怎么办? 按照大明律, 插出场外, 知会礼部取消举人资格。 王贤淡淡道, 因为硬考的都是举人, 其实已经是官身了, 在礼部没取消其举人身份前, 自然不能随意出发。 但因为作弊被赶出贡院, 谁也保不住他们, 礼部肯定会取消他们的举人出身, 这意味着他们将终生与柯畅无缘, 对弑公民为生命的读书人来说, 这真比杀了他们还残酷。 若是范氏的举子太多呢? 梁前追问道, 查出一个, 查出一个, 王贤杀气四亿道, 查出一千, 查出一千, 要是因此耽误了开考怎么办? 一天时间足够了, 不会耽误开考的, 要是人数不够开考怎么办? 要是真出这种丑闻, 王贤冷冷一笑道, 还考什么, 直接向皇上禀报就是了。 这, 见王贤不是自己可以对付的, 便打太急道, 既然大人坚持, 我这个主考也不好说什么, 只是, 此事还是要请示过总监管大人才行。 这是自然, 王贤轻声应道, 心里却冷笑一声, 他嫌能看不出这主考大人是在踢皮球, 但他又何尝不是在敷衍这主考大人。 反正, 主意已经拿定, 他才不会去济刚那里找不痛快呢, 横竖明天搜紧是自己做主, 有人来砸场的最好, 把差事搅和了, 自己也不用左右为难了。 二月初七, 便是会事开考的日子, 才丑时, 满天繁星, 京城各处的会馆旅社便灯火通明热闹起来。 不一会儿, 一夜无眠的举子们, 用把壮行的酒饭, 揣着忐忑壮志, 坐上车马或是步行, 在书童或家人的陪同之下, 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 往贡院汇集而去。 只见他们身后的书童或家人, 扛着铺盖卷, 提着大大小小的烤篮烤箱之类, 那架势看上去就像是逃难一样的。 因为举子们是要在考场中过夜的, 而且二月份的京城, 一早一晚啊, 还是春寒料鞘, 所以除了必要的考试物品和吃食之外, 铺盖棉衣, 暖炉之类, 那都是少不了的。 当然这也跟考生们的身份金飞锡笔有关, 历来只有酸秀才没有穷举人, 有资格参加会试的都是举人老爷, 就算原先家里一贫如洗, 这会儿啊也都发达了, 有的是同乡近身贴补帮肾锦上添花, 所以呢都带着书童, 雇着脚妇, 应考物品呢也准备的齐全周到, 跟相识的时候那不可同日而语啊。 不过等到了贡猿前的广场的时候啊, 不少人就后悔了, 因为考场不许闲杂人等入内, 一硬物品只能由考生一人携带, 举子们只好将被褥大衣扛在肩上, 背上背着烤箱, 手里提着烤篮和烤凳, 之所以要带凳子, 是因为数千名考生入场点名, 搜紧是十分耗费时间的, 头一天从天不亮到黄昏, 全都用来干这个, 如果考生运气不好, 凌晨等候黄昏才入场的话, 没个凳子坐坐怎么撑得住啊? 除此之外, 他们脖子上还挂着卷带, 顾名思义, 卷带是用来装饰卷的袋子, 当考生通过点名搜紧进入考场以后, 便可以领取答题卷了, 但那时候两只手都站满了, 根本腾不出手来拿卷子, 而且答题卷可是考生们的命根子, 容不得半点无损, 于是挂在脖子上的卷带, 便应运而生了, 领到卷子可以直接往卷带里一塞, 而且卷带中间有一层油布可以防雨, 到了号房中第一件事, 就是把卷带挂到墙上才安心, 于是供院门前便出现了这样一幅情形, 只见一个个文弱书生, 扛着被褥背着烤箱提着烤栏烤凳, 脖子上还挂着卷带, 样子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但比起他们接下来将遭受的非人待遇, 这又算不了什么, 待到五更鼓起, 便听平地三声炮响, 供院园门洞开, 两列身穿促心号服, 腰胯长刀的禁军兵丁, 从园门里顺序出来, 在供院前的广场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带其一个个手按剑柄肃荣战定, 又是三声炮响, 这次供院大门洞开, 又走出两列, 穿着飞鱼服跨着绣春刀的锦衣卫官兵, 在大门到圆门间列队, 当再次响起三声大炮时, 龙门缓缓洞开, 京城的中鼓楼也撞响了中鼓, 各寺庙关羽也一起响应, 摇香畅鹤, 昭示着大明永乐十三年的会事, 正式开始了, 此刻至公堂前早已摆好了香案, 主考大人领着众考官跪接了圣旨, 又败过了至圣先师, 再请三界伏魔大帝官圣帝君进来镇压, 请周将军进厂寻厂, 请文昌帝君进厂主事, 请魁星老爷进厂来放光, 做完了这些仪式, 才放考生进厂点名搜紧, 待第一批一百名考生被放进公院大门, 天刚蒙蒙亮, 二月上旬的京城白天已经暖和起来了, 但这样清晨时分依然春寒料鞘, 整个供院像一座小城, 城四周是秘密丛丛的围级, 所以供院又叫做几城, 此刻这座几城笼罩在清晨的薄雾, 几城中的举子们觉着自己的前城也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 点名时任之后, 考生便可以进供院大门了, 但不是直接入考场, 而是在一座十方前排队, 待凑齐了一百人, 便在官员的带领下进入龙门, 便见龙门内是一条长长的涌道, 涌道两边各设着数座小厅, 这就是考生们闻风变色的义茶厅, 这义茶厅的名字虽然不错, 可却是所有举人们最最丢脸, 最最扫尽颜面的地方, 因为按照大明朝最初的规定, 只要是想进考场的举子, 不管穷富也不论老少, 全都得在这里头宽衣解代, 赤裸裸的接受贡猿兵丁的搜减, 不过, 好在红武皇帝仁死, 在听说举子们饱受羞辱, 甚至有人愤而弃考之后, 在红武二十年下旨宽待举子, 从那之后入场搜减就成了走过场, 通常是举子们在涌道列队, 兵丁简单一搜身了事, 至于那些义茶厅则闲置下来, 只有极个别不长眼的考生, 才会享受到入内搜身的待遇, 举子们本以为今次也如同以往, 应该只是走个过场, 此刻却有些不安的发现, 那些本应该无人问津的义茶厅内, 如今都亮如白昼, 不像是要闲置的样子, 带举子们在涌道中列队, 王贤出现在龙门前, 他立在高高的台阶上, 清冷的目光扫过众举子道, 本官王贤, 此次会士的搜减官, 诸位可能都知道, 往届会士的搜减十分松懈, 未免有不少机名狗道之徒, 心怀侥幸携带文字入场, 这是对太祖皇帝的善意的最大不敬, 是对朝廷轮胎大典的最大羞辱, 也是对诚实正直的考生的最大伤害, 王贤一上来, 三顶大帽子震得那帮举子全都一愣一愣, 不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 还是要动真格的, 朝廷开课取势, 是为了选拔替天子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官员, 连考进士都要作弊者, 实乃心术不正之徒, 岂能肩负起教化之责, 岂能守法清廉尽忠, 所以这次会士要严加搜减, 本官绝不容许只字骗子带入考场, 王贤是上过战场杀过人, 能将一省官员玩弄于鼓掌的狠角色, 此时气场全开, 众举子哪能顶得住啊, 一个个静若寒蝉, 谁还以为他不过是随便说说的, 不过念在之前搜减松懈, 本官不忍不叫而住, 故而容许而等若有怀喜, 此刻可将身上夹带的东西, 扔进你们面前的大筐子里, 本官便一概不救, 王贤虽然年轻, 却也是保诚焕海凶贤的老力了, 他虽然昨天说的斩钉截铁不容置疑, 但真到办事的时候还是要变通一下的, 不然真把天下读书人得罪惨了, 自己将来哪个好日子过, 何况也犯不着, 所以, 王贤牢牢站住一个维护诚实考生的立场, 更给那些已经怀邪文字在身者机会, 让他们可以扔掉小钞, 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这样别人只能说他冷酷严苛, 却不能说他故意刁难读书人, 毕竟王贤给了机会, 他们还执迷不悟, 就是对他这个搜捡官最大的蔑视, 王贤再出手整治他们, 也就没人能多讲什么了, 言罢, 王贤便和搜捡的官兵退到一茶厅中, 不看外面的情形, 众举子知道, 这是给他们留面子, 让他们自己交出小钞来呢, 人在屋檐下哪有不低头啊, 许多人便将藏在靴底衣缝, 笔馆, 宴台, 烤箱, 点心中的纸条, 纸团, 小册子, 丢到筐子里头, 但也有不少人, 仗着自己的小钞藏得严实, 不想这次会是白走一趟, 怀着侥幸心理, 不肯将小钞拿出来, 还有些人则是羞于拿出来, 比如说藏在内裤里, 甚至干脆写在内衣上的, 冬天穿的衣裳多, 哪好意思当众宽衣解带啊, 时间很短, 只听一声啰响, 众举子一阵凛然, 便见王贤和众兵丁从议茶厅转出, 王贤冰冷的目光再次扫过众考生, 最后落在那几个大筐里, 看里头都已经堆了不少东西, 他不禁暗暗松了口气, 真要是这帮举子明弯不灵, 就是想以身试法, 他也真没办法, 就如那梁主考担心的, 总不能缺考千人, 甚至连开考人数都达不到吧, 真要整出那样的大丑闻, 皇帝肯定饶不了他, 天下的读书人更会一人一口吐沫淹死他, 王贤敢说, 原先不说十生十举子都携带文字了, 八九成人是没问题的, 这不是说大家都学艺不经, 不作弊做不了文, 事实上对于经过了寒窗苦读层层层闻战, 才考中举子的重考生来说啊, 早就把那些四叔张俊啊, 成文窗客背的是滚瓜烂熟了, 其实根本用不着带小钞, 无非啊, 是觉着别人带了小钞也没人抓, 自己不带小钞进去总觉得是吃亏了, 出于这种心理才会假带的, 好在举子们大多还算实时务, 也算自己没摆摆出一副磨刀祸祸的架势, 这下大多数人应该可以过关了, 王贤这才点点头, 事意可以开始搜紧了, 那些兵士箭框子里已经堆满了小钞, 心里都在滴血呀, 这可都是钱呐, 要是王大人不来这一手, 俺们岂不发大财了, 不过呀, 这下更得好好搜查了, 不能让任何一个带着小钞的家伙漏网, 尽量弥补一下大家的损失, 在搜紧官兵眼中, 举子们已经成了摇钱术, 将一棵棵摇钱术, 一个棵举子请到一茶厅中, 官兵们便开始细致的搜紧起来, 加上一名在旁边监视的军官, 便是三名官兵搜查一名举子, 而且查的极细致, 唯恐出现遗漏, 那可都是钱呐, 他们按照王贤制定的流程来搜查, 非常的严格, 基本上一遍搜查下来, 那些橘子便成了鞋而破, 帽而破, 被褥全都被撕破的乞丐样, 更别说他们携带的点心, 灯台, 燕台, 毛笔之类的能隐藏纸条的物品, 然而最让橘子们接受不了的, 是官兵们居然要求他们脱下衣服, 连内衣裤也不例外, 这怎么可以, 橘子们当时炸了锅, 竟然要脱光光接受检查, 这不是斯文扫地的问题了, 而是赤裸裸的亵渎啊, 不拖也得拖, 这是王八的屁股, 规定, 兵士们没好气的训斥起来, 抗议, 王大人, 我们严重抗议, 橘子们激动的冲出一茶厅, 朝立在龙门前的王贤大声抗议起来, 你这是在亵渎读出人的尊严, 本官是在维护伦才大典的尊严, 王贤冷声道, 何况正是因为要脱衣搜查, 才见了这些义茶厅, 否则何须多此一举, 橘子们当然知道, 蒙元乃至国出, 橘子确实要脱光衣服接受检查的, 但那毕竟是老皇历了, 自从太祖皇帝下旨宽带举人之后, 他们早就淡忘了这种耻辱, 现在王贤又要回到几十年前的老路上去, 让他们如何能接受, 何况很多人的内衣库里, 还藏着东西呢, 不行, 橘子们坚决不同意道, 我们是举人, 唐鱼闭门三代共事, 未成有此侵辱者, 搜检是定规, 王贤真风相对道, 就算搜检了九成九, 有半成没有搜检, 也不能说明你们未曾夹带, 王大人, 你把我们举人看成什么人了, 举子们针锋相对, 闹僵起来, 若他们现在还是生员, 也就任其百步了, 但他们已经是举人了, 自打中举以来, 到哪里不是被捧着镜着, 就连大宗师, 布正使, 昭剑使也都是客客气气, 以礼相待, 何曾被这样侮辱过, 本官并非有意折辱诸位, 实在是携带之风太过猖狂, 若不加以众手整治, 堵住侥幸之门, 诚实政治之人, 何以上进? 王贤冷声相激道, 有道是, 身正不怕影子邪, 如果你们都是清白的, 为何不能忍一时侮辱, 证明给本官看, 顿一下道, 如果所有人的身上都没藏骗子之刺, 本官自然当面向你们请罪, 事后任凭弹劾。 王贤这番话, 分量还是很重的, 至少对上算年轻皮薄的橘子们来说, 是有很大触动的, 对那些没在身上藏字的橘子来说, 他们之所以抵触搜身, 是觉着那些秋八在趁机折辱自己, 但王贤此刻如此的郑重其事, 表示绝非是故意折辱, 只是为了打击不法分子, 为守法的橘子扫清障碍, 说起来王大人也是为了他们好啊, 毕竟对那些不懈作弊的, 还有已经把作弊的东西交出来的橘子来说, 其实最恨的还是那些作弊的, 何况王贤还说出, 当面请罪, 事后任凭弹劾之类的话, 让橘子们感觉好受了不少, 至少面子上过得去了, 不过那些身上才藏着小抄的橘子, 一见风头不对, 赶忙拼命的大声鼓噪, 叫嚷着要去主考大人那里告状, 不用他们去告状, 已经引来了纪刚, 这时候, 第二批一百名橘子已经在石房外候着了, 涌道中的前一百名橘子, 却迟迟没出来, 还传出那么大的呱噪争吵声, 早就让别处的官员侧目, 议论纷纷, 不知道里头发生了什么, 王贤要严加搜紧一事, 只迫于无奈禀报了梁主考, 然而主考大人此刻在制公堂, 负责入场的纪刚纪总监却魂不知情, 见搜紧处迟迟不肯放人, 他眉头一皱, 决定亲自过去看看, 紧闭的龙门缓缓打开, 纪刚在几名徒子徒孙的陪同之下, 出现在王贤和众举子面前, 众举子虽然不知道, 纪刚乃何人, 但见连搜紧官王大人也向他行礼, 口称总监大人, 便知道来了能管住王贤的了, 那些身上藏了东西的举子, 就像见到救星一样, 忙七嘴八舌道, 总监大人, 我们要告状, 王搜紧无端肆意凌入考上, 纪刚本就是为了寻王贤的错处来的, 文言心下暗喜, 面上不动声色道, 修得刮躁, 本官自会问个明白, 说着冷冷望向王贤道, 王大人, 为何迟迟不肯放人入考场, 搜紧尚未完成, 王贤淡淡道, 为何如此拖拉, 纪刚训斥道, 照你这个速度, 天黑也没法入场, 举子不肯配合, 王贤还是不嫌不淡道, 为何不肯配合, 纪刚逼试着他道, 因为他要我们脱衣接受搜紧, 不带王贤开口便有举子刮躁起来道, 是可杀不可辱, 我们绝不答应, 这话引起不少响应的, 就连一些没有夹带, 但脑壳里满是书生义气的家伙, 也跟着大声附和起来, 就是就是, 是可杀不可辱, 见本来已经要掌控住的局面, 因为纪刚的到来重新失控, 王贤的面色变得铁青, 紧抿着嘴, 一言不发, 纪刚则任由举子们呱躁, 他第一次觉着, 原来嘈杂怒骂声也有如此悦耳的时候, 而那些举子见总监官一来, 就毫不留情的训斥王搜紧, 对他们却颇有纵容之意, 哪有不愈演愈烈的道理, 一时间讨伐声大起, 传遍贡院前后, 也惊动了制宫堂上的主考大人, 并各位考官, 纷纷过来查看, 待人越聚越多, 直到连主考大人都来了, 纪刚才冷笑着开口, 一字一顿道, 王大人, 众怒不可犯, 祖训不可伪, 你还是好自为之吧, 这话说得又重又狠, 任谁也不得不低下头颅, 纪刚等这一刻好久好久了, 十几年来, 还从没有人敢像王贤一样羞辱于他, 每次一想到自己在大唐之上, 被王贤用火虫指着, 他就如万以士骨, 五内聚焚, 不把王贤踩个稀巴烂, 再搓骨扬灰, 他寝食难安, 纪都督却不会去想, 到底是谁先把谁逼到墙角的, 王贤不过是无奈反击而已, 当然在纪都督这种权势滔天的人物眼中, 他折辱别人是天经地义, 别人反击他, 就该千刀万剐了, 说完质地有声的一句话, 他冷冷看着王贤, 就像在打量自己的猎物, 这才只是个开始, 这之后梁主考也过来了, 见状就知道王贤昨天并未向纪刚请示, 心下也颇为不满, 认为这小子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 变得太狂妄了, 但他毕竟把王贤当成读书人, 心理上要比跟纪刚进多了, 所以在了解了情况之后, 没有跟着一起训斥王贤, 而是劝说道, 王大人认真搜捡是对的, 但是太祖皇帝的胜讯也不能伪, 读书人的体面还是要留的, 至于搜身就免了吧, 王贤却丝毫不为所动, 指着筐子里堆满的各色小抄道, 主考大人, 总监大人, 你们看到了吗, 还没搜查便主动交出了这么多, 这就是对太祖皇帝信任的回报, 这就是读书人的体面, 这, 梁主考看着那筐子里的各色小抄, 不禁咽了口吐沫, 他万万没想到夹带作弊已经到了如此猖獗的地步, 昨天王贤说的时候他还不以为然呢, 现在看来人家王贤还是口下留情了呢, 怎么说, 这些举子先犯错在先, 王贤要严加搜捡也说得过去, 这让梁主考替举子们说话的底气弱了不少, 以商量的口气对王贤道, 我看这样吧, 棉袍外衣可以严加搜捡, 至于内衣还是算了吧, 总得给读书人留点体面, 王贤却执拗道, 若是恰好把小抄藏在内衣里怎么办, 这, 梁主考登师无语, 这种到底是于情还是于理的问题, 本来就分不出个对错, 碰上王贤这个一根筋就更加说不清了, 梁大人, 你还跟他废话什么, 那乡间见梁主考和王贤客客气气讲道理, 季刚终于不耐烦道, 直接下令不就完了, 他这个总监官虽然本身的品级权势都比梁钱高多了, 但在贡院内还是要以主考为尊的, 这样啊, 梁主考沉吟起来, 拿不准主意道, 季大人一下如何, 当然是命他尊令了, 季刚不耐烦道, 主考大人的命令他岂敢不尊, 梁主考本质上是个书生, 并非胡广那种幻海搏杀的老奏势, 文言竟没了主意, 依着季刚的意思道, 王大人还是照办吧, 除非主考大人把下官解职逐出考场, 王贤却不为所动道, 否则, 这搜紧之事就只能这么办, 如果能被逐出考场, 也算是个可以接受的下场, 顶多被皇帝训斥罚俸, 却能保住镇府司的差事, 梁主考没想到王贤竟敢抗命, 不禁拉下脸道, 王大人,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考官吗, 莫非以为我治不了你, 大人有权将下官解职并逐出考场, 王贤淡淡道, 大笔结束后, 还可以弹劾下官, 见王贤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 梁主考也动了真火, 怒道, 好, 好好好, 我就把你捉出去, 诶, 主考息怒啊, 旁边的官员赶忙劝起来, 尽管他们和王贤的交情不深, 但知道他是太子殿下的心腹, 就这么看着他被赶出去, 也不说点什么将来不好相见, 纪刚在一旁冷眼看着, 见梁贤真要把王贤撵出去, 才开口道, 梁主考息怒, 不妨给下官一个面子, 且放他一马吧, 此言一出, 满场皆惊, 心说这嫉妒的脑子坏掉了吗, 怎么又变成王贤这边的人了, 梁主考也气炸了肺, 好不你个季刚啊, 把老子推出来, 你却装好人, 让我里外不是人, 但是最震惊的还是王贤, 他本以为纪刚是要在搜减之事上做文章的, 这才无论如何都要严加搜减, 不让纪刚有把柄抓, 按说在自己坚持严搜的前提之下, 纪刚应该知道他已经没有可乘之机了, 这时候把自己逐出考场, 事后再狠狠的参上一本, 绝对是个不错的结果了, 和纪刚竟突然枪头一转, 保住了自己, 实在不知这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反正绝对不会为自己好, 那是一定的, 那么就是不满足于把自己逐出贡愿, 还有更高的追求, 难道还想把自己一棒子打死, 如果有机会他相信那纪都督肯定一百个愿意, 王贤在那里思绪偏迁, 那边梁主考也已经就坡下驴, 哼一声道, 既然纪大人开口, 本官不能不给你这个面子, 还不快谢过竹考大人, 纪刚瞪一眼王贤道, 多谢竹考, 王贤头一次感觉脑子不够实的, 不过他知道这下还是自己继续搜减, 而且不用妥协, 只好见好就收, 先敷衍道谢道, 多谢总监大人, 哎, 还有你这样的顽固之辈, 梁前冷眼看看王贤, 拂袖道, 事后本官会如实禀报皇上的, 下官息听遵便, 王贤恢复了淡定的表情, 尽管最后在王贤的固执己见下, 依然采取了全身搜减, 不过为了照顾竹考大人的面子, 搜减的要求还是退了一步, 允许举子自行更衣, 也就是再给他们一次销毁罪证的机会, 举子们见竹考总监都同意搜身了, 也彻底没了执念, 除非他们想要罢考, 否则只能乖乖的宽衣解带接受检查, 但要是罢考的话, 那事情就彻底闹大了, 虽然最后肯定会法不择重, 但杀鸡尽猴也是难免的, 不然, 考生遇到点不快就罢考, 朝廷肯定不会任由这股风气, 蔓延开的, 谁也不想当那个被宰的猴子, 再说又不是当众光定, 而是在一茶厅中宽衣, 总还有个遮掩, 难看一下呀就过去了, 事宜最终啊也没有闹僵起来, 又眼看着天色不早, 只好暂且压下怒气, 先进贡院再说, 当然这事不能就这么算完, 会事之后他们肯定要大闹一场, 不让那姓王的搜检官吃不了兜着走, 绝不罢休, 搜检终于按王贤的意思进行下去, 所有举子都被请进一茶厅脱光光的检查, 而那些负责搜检的官兵, 因为两次法外开恩, 已经少了很多捞油水的机会, 这下要不是再擦亮眼睛, 就彻底失去发财的可能了, 是以他们搜查的极其细致, 甚至超出了王贤制定的规章要求, 别说, 还真让他们时不时就查出几个夹带作弊的橘子, 所谓再一再二不再三, 王贤已经两次给他们机会了, 他们却还执迷不悟, 自然也不会再通融, 直接查出贡院了事, 看着搜检终于步入正轨, 众橘子纵然满心不甘, 也只好依次入一茶厅宽衣结代, 王贤终于松了口气, 但他的心神很快就被那个担忧所占据, 季刚非要把自己留在贡院中, 留在搜检处干什么, 这个问题得不到解答, 就远不到警报解除的时刻, 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间, 搜检暂停, 举子们纷纷从烤箱中取出茶水, 点心, 肉补之类的吃食来裹腹, 贡院的官差和冰丁自然有火防送饭食, 而像王贤这样的高官, 自然可以到制宫堂吃宴席, 但他没有去凑热闹, 而是在龙门内和冰丁们吃一样的饭食, 王贤正坐在台阶上沉思间, 便见冒着腾腾热气的一口大海碗送到了面前, 王贤一边伸手去接, 一边抬头, 发现是自己的副手熊盖, 不禁有些意外道, 袁杰没去制宫堂吃饭? 搜检官大人在这里和士兵同甘共苦, 下官这个副手只好奉陪了, 熊盖苦笑道, 嗨, 我也不是要跟他们同甘共苦, 我是在想事儿呢, 王贤坦诚笑道, 你不用陪着, 萝卜粉丝炖肉, 百米饭管购, 撤饭时其实很好很好的, 熊盖有些感慨的笑道, 其实啊, 下官出身贫寒, 中举之前, 一年吃不上两回肉, 衣裳是补丁落补丁, 那时就想着, 能种个举人, 能天天吃上肉, 王贤知道他所言非虚, 读书是个花大钱的营生, 三代才出一个读书人, 那一点不假, 许多原本家资殷实的人家, 往往就是因为一公读书十几年, 变得赤贫的, 所以啊, 我很感谢科举, 熊玉使动情道, 没有科举啊, 我这样的穷娃子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说着他定定看向王贤道, 但就像大人所言, 这些年来, 我大明的科举已经被权贵把持, 奸邪当道, 若是再不整治啊, 恐怕像我这样贫寒出身的世子啊, 恐怕再无出头之日了, 顿一下, 他生出一种意图新生的痛快道, 所以大人今天的举动啊, 下官是打心眼里支持的, 他算是江西邦的人, 在主考大人和王贤发生冲突的前提下, 能说出这种话来, 已经是极大的不易了, 王贤有些意外的看一眼熊盖, 没想到他竟然是自己的支持者, 自嘲的笑笑道, 嗨, 我这是身头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索性光棍点, 为普天下诚实的读书人做点好事吧, 诶, 大人何出此言, 熊盖奇怪道, 怎么听起来, 好像有人要害你似的, 哈哈哈哈, 我随口一说, 王贤摇摇头, 岔开话题道, 诶, 上午搜紧的结果怎么样, 上午搜了一千五百名举子, 搜出夹带者一百一十名, 熊盖苦笑道, 这还是大人宽容他们两次的结果, 可见环鞋其风之列啊, 已经到了何等俗人听闻的地步, 说着详细汇报道, 这些考生的夹带都十分隐蔽, 他们有的藏在衣服之中, 有的藏在考试用品中, 还有的藏在内裤里, 所藏文字啊, 也是让人叹为观止, 有用博纸威胁的纸球, 有袖真本的章具, 都是小纸戏书, 抄截圣贝, 价值不菲啊, 还有写在捐纸内衣上的, 字啊, 全部用米粒一样大小的小楷书写成, 一键内衣便有数万字, 王贤也听得叹为观止, 既然想不出头绪, 便让熊盖将那些作弊的玩意儿拿过来开开眼, 熊盖便让人将一口木箱搬来, 打开给王贤看, 王贤一看, 箱子里果然琳琅满目, 若非亲眼所见, 真想象不到, 国人在作弊上所下的功夫, 所花费的智慧, 竟然高到这种程度, 他一样样拿起来看, 先嘖嘖称奇的看那些绣真书, 然后再看那些作弊砍尖, 写字裤衩之类的, 发现用后世的眼光看, 绣真书就是考试的参考书, 而那些纸球, 作弊砍尖上的文字, 则是一些文章, 王贤知道这是考生在读今年的考题, 他们应该是有明示指点, 帮他们猜测今年的考题, 然后将可能性比较大的题目, 请高手作文, 抄写在纸球或者砍尖上, 只要能猜对了题, 被取众的可能性便极大, 因为要在天黑前完成搜减, 午饭的时间很短暂, 王贤还在端着饭碗, 看那些证物的时候, 继续搜减的哨声吹响了, 本来稍微还算安静的搜减处, 再次喧闹起来, 王贤也将那些证物装回箱子里, 坐在太师椅上, 注视着开始搜减的人群, 那些负责搜减的官兵, 见王贤对他们搜出来的证物很感兴趣, 自然呢, 讨好似的将下午搜出的证物, 全送到王贤面前, 看着眼前的箱子越堆越多, 王贤有些哭笑不得, 不忍服了手下的好意, 便信手拿起刚搜出来的一条内裤看起来, 神情不禁一致, 倒不是那内裤气味太浓他不敢闻, 而是这上面的三篇文章, 他感觉有些眼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 在哪里呢? 王贤不动声色地将之前熊盖拿来的箱子打开, 在里头找了一会儿, 翻出一个纸球, 缓缓展开后打眼一看,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他的记性果然没出问题, 这三篇和那三篇的题目完全一样, 只是顺序稍有不同, 王贤的眉头越拧越紧, 赶紧收起心神, 将搜到的文字逐一检查, 又从中找到了整整二十份题目一样的小抄, 虽然所作文章各不相同, 但三道题目却只字不差, 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 顶多说明, 这些考生都是在一个高手那里猜的题, 而且那高手十分笃定, 就给了他们三道题, 一道都不多给, 但王贤却隐隐感觉不妙, 好像有什么天大的麻烦隐藏其间似的, 实在作卧不宁, 他又去那些考生主动丢弃的小抄堆中寻找起来, 见他举动反常, 熊盖忍不住凑过来道, 大人找什么, 我随便翻翻看看, 王贤壮弱无所谓的笑笑, 又压低声音道, 帮我找相同题目的小抄, 说着递给熊盖一份他找出的小抄, 熊盖扫了一眼, 面色一变道, 怎么, 出什么事了吗, 还不好说, 先把该找的找到再说, 王贤吩咐一句, 便继续埋头寻找, 熊盖也坚口不语, 开始帮他在一大堆小抄中寻找起来, 待到天快黑的时候, 他们悚然发现, 竟然有五十多份三道题目, 一模一样的小抄,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将那厚厚一裸小抄装在一口木箱里, 王贤目光有些换三道, 说明不了什么, 熊盖的笑容有些勉强道, 这种事情常见得很, 应该是哪位名师在某次文会上公开孤体, 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的结果吧, 哼哼, 什么样的名师如此自信, 王贤悠悠道, 就敢读定这场必考这三道四书题, 王贤是考过相识的, 知道会试的考试内容和相识别无二致, 都是考三场, 第一场考七篇八古文, 其中三道四书题, 四道经一题, 第二场考五经一道, 并是照判表告各一道, 第三场则是策论题, 但因为阅卷时间和判卷难度的缘故, 事实上考官只注重第一场的三道四书题, 至于另外四道经一题, 以及第二第三场的考题, 只要不犯大谬误就好了, 读书人的功夫八成以上下在四书上, 就只因为其余的都是走过场, 只有那三道四书题才是关键, 不过按照常理说, 考题千变万化能出的题目何止上万道, 就算有名师估题, 最少也得估出几十上百篇, 也不一定能蒙对一篇, 然而这位高手却只给三篇, 那简直不是拖大而是儿戏了, 可篇生还那么多人相信他, 还就真只找枪手写了这三篇入场, 让人不得不佩服那位高手, 能把学生忽悠成二傻子, 这个啊, 熊该也觉着太不可思议, 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头绪, 打个哈哈笑道, 莫非有半仙能掐会算, 才到考题了, 哼, 也有可能, 王贤笑笑道, 不过那些算卦的不都是说, 科举是国家神器, 自有神光庇护, 推算不出题目吗, 哈哈哈哈, 想不到大人也信这个啊, 熊盖忍俊不尽道, 这年代的人都挺迷信算卦的, 每逢科举之年, 妄想算出考题的人大有人在, 但再厉害的半仙也没这个本事啊, 只好用这个说法搪塞, 久而久之竟传遍大江南北, 成了众所周知的说法, 我是不信的, 王贤却突然冷下脸道, 事出反常, 必有妖孽, 等着出考题再看吧, 是, 熊盖剑王贤突然变脸, 也不禁打了个寒劲, 小声问道, 莫非大人认为, 有人泄题, 说后头几个字的时候, 他后头剧烈的抖动着, 十分艰难才完成, 等出考题再说吧, 王贤显然不会在这时候下结论, 只是淡淡回了一句, 便不再说这件事, 会试和乡试一样, 都是九天三场, 三天一场, 一般第一天用来进场, 第三天出贡院, 真正用来应试的主要还是第二天, 不过往年因为搜减都是走过场, 所以举子们通常第一天下午就全都入场就坐, 然后便能发考题了, 至于会试的考题, 自然是由主考大人出题, 这也是梁主考, 为何提前半个月就被关进贡院的原因? 就是让他安静的开动脑筋出题, 当然也为了隔绝和外界的联系, 以免泄露考题, 此刻本次春委的考题, 便安静的躺在智公堂一口木箱子里, 箱子上贴满了封条, 四周围又有锦衣卫看守, 应该是万无一失的, 这次会试, 因为碰到王贤这个变态的搜检官, 以至于到了黄昏时分, 所有举子才都入了贡院, 领了考卷, 进到那一个个好似蜂巢式的考号内坐下, 此刻虽然恐恐露头身足都在向外张望, 整个贡院内却一片鸦雀无声, 单等智公堂上的主考大人颁发考题, 不过等待的过程中, 举子们自然将王贤这个耽误他们宝贵答题时间的恶人, 问候了一百遍啊一百遍, 这时候, 已经完成搜检任务的王贤和雄盖, 却没有回住处歇息, 而是与举子们一样, 望着智公堂方向, 静等主考大人颁发考题, 此时天色已经危暗, 智公堂上的梁主考也不敢再耽误, 先在铜盆里洗净了手, 又向锦衣卫拱卫中的考题深深一躬, 才在季刚的监督下上前, 小心翼翼撕开封条, 又从怀中摸出钥匙, 打开了南木匣子, 将静静躺在里头的会式考题取出, 在堂下负责刻印考题的人员也凝神提笔, 单等主考大人颁布考题, 第一题, 紫月, 管仲之气小灾, 其实题目就是梁田出的, 此刻的做作不过是走个形式, 展开黄陵, 他装模作样的宣读了第一题, 主考大人一宣布, 负责抄写的人员马上将考题写出, 然后由工匠现场刻板, 虚移课程, 火速印刷考题, 本来很从容的事情, 却让王贤缴合的不得不加紧赶工, 紧赶慢赶, 终于在天黑前印刷出来, 将带着油墨香味的考题, 分发给工院中的考生, 王贤和雄盖虽然不是橘子, 但想要份考题看看还是没问题的, 而且肯定比橘子们拿到的还要早, 当新鲜出炉的考卷送到王贤手里时, 他只扫了一眼, 就递到雄盖手里, 雄盖不看还好, 一看之下彻底惊呆了, 原来那考卷上的三道题, 与白日里搜出来的那百余份, 只有三道题的小抄的题目, 只字不差, 只是顺序发生了变化, 从一二三变成了一三二, 仅此而已, 雄盖待了好一会儿啊, 待回过神来, 已经是汗如江下浑身颤抖, 结结巴巴道, 怎么会这样, 还能怎样, 考题被提前泄露了, 王贤咬牙道, 他此刻脑海中划过一道闪电, 将之前想不通的地方照得透亮, 不,不可能吧, 雄盖仿佛置身于诗山雪海, 惊恐道, 怎么会这样呢, 他也想替主考大人开脱, 但事实在这摆着, 铁证如山叫人无从分辨, 他分明看到一场科场大案就要案发, 王贤摇摇头, 尽管他已经猜了个七七八八, 但显然还不到发表高见的时候, 大人,我们该怎么办, 雄盖茫然看向王贤, 立即上报主考大人, 由他老人家定夺, 王贤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情道, 那就闹大了, 这场科举肯定要延后, 雄盖大摇起头道, 到时候不知多少人乌杀落地, 不知多少人人头落地呀, 说着说着, 他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 嘴巴也不结巴了, 死死盯着王贤道, 大人, 我们只负责搜索, 至于搜索出什么内容, 就不是我们的职责了, 很显然, 他希望王贤不要声张, 让考试继续下去, 没记错的话, 元杰兄是御史啊, 竟说出这种话, 王贤的语气中不乏讥讽道, 大人, 雄盖被说得老脸通红道, 我们把这件事张扬出去, 立即就将引起朝野震动, 一历史就会牵扯大局呀, 这, 这是雪海般的干系, 不可不慎啊, 那依你的意思, 咱们就装聋作哑, 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王贤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道, 语气中的凛然之意, 已经很明显了, 那, 那大人的意思是, 雄盖一个机灵, 这才想起王贤本来的身份, 那可是北镇府司的镇府使, 锦衣卫特务头子, 自己跟他说这个, 不是老兽性吃皮霜, 闲命长了吗, 该怎么办怎么办, 王贤倒没有跟他算账的意思, 只是冷冷道, 既然有人泄露考题, 自然要立即禀报主考大人, 请主考大人定夺了, 是是, 雄盖听出王贤语气中的缓转之意, 忙不迭点头道, 方才下官示威吓住了, 确实应该立即禀报主考大人, 还愣着干什么, 王贤迈步向志工堂走去, 雄盖只好紧紧跟上, 志工堂上, 王贤和雄盖请主考大人平退左右, 然后呈上了搜到的物证, 梁钱先是不明所以, 但看到那砍尖上写的字以后, 一下就呆若木鸡,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脑海中只有四个漆黑的大字, 东窗事发, 按规矩, 官员自从被点为主考起, 并必须立即入贡院禁闭, 再不能踏出贡院一步, 其余人等一事只进不出, 别说人呢, 就是一片纸, 一个字都不许留住贡院, 为的就是防止考题泄露, 毁掉朝廷的轮财大典, 干党虽然势力强大, 但在歪门斜道上并不在行, 所以哪怕梁钱担任本次会市主考官, 也没法子向外传递消息, 但如果他在入考场之前, 就把自己要出的题目告诉外人, 那就另当别论了, 事实上, 干党啊也正是采用的这种方法, 因为会市是一国轮财大典, 虽然规格上比不了电市, 但电市并不触落考生, 所以真正的轮财大典, 其实还是会市, 电市不过是确定取重者的最终名次而已, 所以担任会市主考官的条件很苛刻, 首先要是汉林出身的文学名臣, 其次品级要高, 再就是从未受过朝廷处分, 别小看这第三条啊, 焕海浮沉十几年的官员, 哪个没遭受过处分, 在扣除调已经担任过主考官的官员, 那么真正具备担任会市主考资格的官员, 其实两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 而且十有八九是江西人, 过年时, 大学士胡广便趁着同乡相聚啊, 将这些有希望担任春委主考的人物请到家里, 让他们每人想了三到四书题, 虽然没有明说什么, 但大伙都心知肚明, 要是其中哪位有幸被点为主考, 这就是他所出的三到四书题, 良前便幸运或者说不幸的, 被点为了本次会市的主考, 他自然也遵守承诺, 将自己过年时所出的三到四书题, 直接当成考题, 只是调整了一下顺序而已, 主考大人, 主考大人, 王贤和雄盖的联声互换, 依然没法将良前从呆滞状态换回来, 良主考只觉着天都要塌下来了, 满脑子嗡嗡直响, 根本听不见两人在说什么, 那考题应该是他之前交给胡广的屋, 但当时胡广拍着胸膛保证, 只会给最多不超过十个干党的核心子弟, 他这才放心的, 然而现在看来, 胡广似乎没有遵守他的承诺, 扩大的泄露的范围, 更悲剧的是又碰上王贤发了疯一样, 非要严加搜紧, 一下子把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全都搜了出来, 这要是捅开了, 自己死路一条不说, 还会牵连到家人, 想到这儿, 良前好容易才从惊恐万分的状态中回过神来, 先把这两个人糊弄住, 待会事过后再找胡广想办法, 他忙干笑起来道, 哎呀, 竟然还有此等高人, 能把三道考题都猜中, 哎呀, 实在是非一所思, 不过, 事实摆在眼前啊, 已由不得我们不信啊, 熊盖看看良前, 又看看王贤, 心说主考大人, 您这说法我已经用过了, 根本不顶事啊, 王贤却没有马上发作, 只是静静看着良主考道, 大人的意思是, 哎, 会事是国家大典, 好在这些夹带都搜出来了, 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啊, 就不要声张了吧, 良主考想要做出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 两人看到的却是一脸可怜巴巴的祈求像, 主考大人想让我们封口, 王贤冷然道, 种的, 冤切, 良前像抓救命稻草一样, 紧紧攥住了王贤和熊盖的手臂, 双目满是祈求之色道, 还求你们不要生长, 哎, 都已经架到脖子上了, 主考大人, 您却还怀着侥幸之心, 王贤失望地叹口气道, 难道你还没发现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啊, 别人挖好坑, 就等我们往里跳了吗, 怎么讲啊, 良前呆呆看着王贤, 大人应该知道, 我和纪刚已经是不死不休, 他就钦点我为搜紧官, 这分明不是什么好心, 而是在给我挖坑啊, 王贤冷声道, 若是我按照以往的惯例, 搜紧只走过场, 那么这些东西都会被夹带入场, 若是纪刚在开考之后突击搜紧考场, 必然会搜出这些罪证, 到时候, 不仅大人跑不了, 我这个搜紧官也要一起倒霉啊, 你, 你是说, 纪刚早就知道考题泄露了, 良前惶恐地看着王贤道, 他当然知道了, 不然他为何放弃将我逐出贡猿的机会, 不就是想让我留在这里, 等案发后殃及吃鱼吗, 王贤沉声道, 我想, 纪刚这次的主要目标并不是我, 而是大人和你身后的江西同乡, 他处心积虑设这个局, 就是想用这场科场弊案, 置你们于死地, 啊, 良前灯食汗如江夏, 他被王贤的推断吓住了, 好半天才结结巴巴道, 那我, 我该怎么办, 大人必须当机立断, 宣布考题作废, 然后, 向皇上请罪, 王贤一字一顿道, 那, 那我岂不死定了, 良前惊恐道, 大人休要迟疑, 王贤喝道, 纪刚随时都可能发动, 你只有抢在他的前头, 才有可能活命, 若是让他抢了先, 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是啊, 大人, 熊盖也完全明白, 王贤是出于一片好心了, 忙从旁劝道, 让机刚抢先的话, 你就是泄露考题的最大嫌疑人, 到时候百口莫辩, 谁也救不了你, 不错, 良前也不傻呀, 知道这种时候, 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自己争取主动, 才有一线生机, 他朝王贤深深意意道, 多谢众德大救, 在下若能过去这一场, 必有后报, 说着站起身, 咬牙切齿道, 来人, 话音未落, 便听外头一鸣长随, 急匆匆跑进来道, 朱考大人, 总监官带兵封了贡院, 要重新搜紧, 哈哈, 良前当时变得脸色, 从前他对王贤的推论, 还有些怀疑, 这回是确信无疑了, 王求救般的望向王贤道, 这下怎么办, 不去管他, 赶紧宣布这颗考试终止, 然后进宫向皇上请旨, 按皇上的旨一办, 火上眉毛的时候, 王贤只好替他拿主意道, 到时候, 我们替你作证, 大人一看到证据, 便宣布终止考试, 好, 良前应一声, 忙慌慌张张奔出考场, 大声喊道, 考试终止, 考试终止, 停止考试的钟声, 响彻伯木中的贡院, 考生们是彻底无奈了, 今天还真是诸事不一样, 考个试遇到这么多状况, 这下好了, 彻底停考了, 那乡间, 季刚站在贡院东南角的瞭望塔上, 目光阴沉地望着伯木中骚乱的一排排号舍, 王贤猜测的没错, 这是他筹谋良久的一盘棋, 当时谋划时, 王贤还不在他的视线中呢, 其实啊, 季刚盯上干党啊, 已经许久了, 干党原先是太子党的主力, 朱高赤的太子之位, 就是谢进一手推上去的, 所以朱高赤对谢进那是感激不尽, 对江西的官员格外关照, 同样道理, 朱高旭对谢进就恨之入骨了, 将江西邦啊, 视为是太子的最大必住, 时时欲除之而后快, 当汉王将他的想法讲给季刚, 后者也是格外动心啊, 他深知, 自己是皇帝的爪牙, 只有皇帝的敌人一直存在, 他的存在才有意义, 但这些年来, 敢跟朱棣作对的势力都被剪除干净, 朱高已经许久不做大买卖了, 这让他陷入深深的危机感中, 总是担心皇帝会鸟进工藏, 吐死狗喷, 所以他一直在寻找新的猎物, 独领风骚若干年的江西文官集团, 尤其是他弄死谢进之后, 已经和这群江西老势不两立, 自然要尽快将其一网打尽, 在季刚眼中, 别看这群文官整天耀武扬威, 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 其实不过是一群土鸡娃狗, 干掉他们不过是举手之劳, 关键是要让皇帝对这群家伙恨之入骨, 认识到他们的危害, 才意识到他这个特务头子的作用, 所以, 季刚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罪名, 很显然, 江西邦最为人非议之处, 便是把持科举堵塞贤路, 如果从这里做文章, 定可事半功倍, 季刚这个大特务头子, 已经在京城经营十几年, 对发生在眼皮子底下的那些营丝勾档, 自然是了弱之长, 他知道, 谢进当年就爱搞那种小动作, 现在干党的当家人胡广, 也不是个有节操的家伙, 就更加不会收敛了, 于是, 季刚发动无处不在的耳目, 开始调查跟胡广过同甚密的人群, 尤其是有子弟要参加会试的人家, 哎, 果然就让他查出了勾当, 其实这种事啊, 胡哥老做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是呢都十分谨慎, 从来没出过纰漏, 首先他不留下任何证据, 其次, 得到考题的都是他信得过的人选, 再说, 一旦东窗事发, 那些得到考题的也全都遭殃, 所以, 他们从安全角度出发, 也不会向外界吐露一个字, 再说, 谁愿意自家子弟辛苦考取的进士, 被人知道是作弊得来的, 所以那些得到考题的人, 也从不向亲朋好友透露, 哪怕亲朋家中啊, 正好也有参加会试的举子, 所以这些年来, 都没惹过什么麻烦, 然而今次有个不靠谱的家伙, 也得到了考题, 那便是胡学士的儿子, 胡总, 这小子在江西那是数一数二的顽固, 有他爹罩着, 自然在省里是横行无际, 就连不正使, 暗查使, 也得客客气气的叫一声, 二公子, 这胡总, 虽然称不上不学无数, 但肚里的墨水还不如王贤多呢, 却能从公认文教天下第一的江西, 一路连奏凯歌, 最后高中戒远, 不就全脱了他老子的福吗, 胡广和儿子分开多年, 本就满心愧疚, 此番胡总进京赶考, 当地的自然要为儿子保驾护航了, 胡广想的是啊, 当年他中的是状元, 此番若儿子也得中状元, 便是一番父子双状元的佳话, 就算这样太招摇, 只要也要让儿子名列三顶甲, 被直接点汉林, 才对得起自己今时今日之地位, 不过等儿子一来, 胡广让他作文一看, 才发现, 那叫一个麻绳拴豆腐, 根本提不起来, 要想凭真本事中进士, 那是不可能的, 只好亲自做了三篇文章, 要儿子背得滚瓜烂熟, 并叮嘱他绝对不许外传, 胡总胡公子也不是傻子, 知道父亲如此郑重其事, 这三篇文章肯定有门道在里头, 本来他打算听从父亲的吩咐来着, 不过他身为胡学士的儿子, 不知有多少人围着他捧着他, 想从他身上打探会事的消息, 胡总在江西养成了无法无天的顽固性子, 禁不住各种诱惑吹捧, 终究还是把考题泄露了出去, 一旦开了口子他也无所顾忌了, 后来竟在一般损友的教唆之下, 暗中向举子兜售考题, 两千两银子一份, 竟也卖出了上百份, 这下还如何瞒得过锦衣密探, 很快季刚便得到了消息, 甚至拿到了一份考题, 这下终于逮到了机会, 季刚自然要好生算计一下这帮江西佬, 本来他的计划目标里没有王贤, 可谁让过了年以后姓王的对他百般挑战啊, 季都督已经到了不出此聊寝食难安的地步, 这才把王贤临时加进去, 季刚打得如意算盘时, 先按兵不动, 待贡院落索考题公布会事开始, 再突然派兵包围考场搜查, 只要搜出那些夹带, 就可将梁前这个主考官, 连同那些干党的子弟一网打尽, 而王贤身为此次会事的搜检官, 事后也是难辞其咎, 就算皇帝有心偏袒, 也保不住他, 把王贤加进来的决定啊, 是季刚在被王贤彻底激怒以后做出的, 但他很快就对这个, 看似一箭双雕的决定感到隐隐不安, 因为比起那些书呆子来, 王贤这个生冷不计的家伙实在是危险的多, 把他拉进来, 很可能会偷击不成十把米, 果然, 王贤这次啊出乎意料的警觉, 竟冒大不会严加搜检, 甚至不惜让举子们宽衣解贷, 也要防止夹带入场, 这一下打乱了季都督的如意算盘, 但季刚并不打算放弃, 因为他还有第二套方案, 栽赃, 这也是锦衣卫多年来管用的伎俩, 自然是轻车熟路, 不过再完美的阴谋也比不过之前的杨某, 季刚实在是太忌惮王贤这家伙了, 唯恐他再折腾出什么幺蛾子来, 所以一直派人盯着他, 见考题一出来, 王贤就奔去找梁主考, 便知道这次发现了什么, 季都督只好当机立断, 提前发动, 决定立即封锁考舍, 展开搜紧, 一时间啊, 锦衣卫官兵的喝骂声, 考生愤懑的抱怨声响彻一排排号射上宫, 季刚的脸上却没有一丝表情, 直到他听见志工堂前的大钟急促敲响, 停止考试的号令传遍公院, 季刚那张阴沉沉的脸上, 才终于露出一丝宁笑, 闹吧闹吧, 这贡院已经落索, 大门已经紧闭, 按照规制, 直到第三天才能开门, 贡院内的千余名兵士, 全都是自己的手下, 倒要看看你梁前和王贤能折腾出什么浪花, 既然已经走出这一步, 季都督就不怕闹大, 王贤要是再敢像上次那样咆哮公堂, 他非将其仗毙了不可, 总监官大人, 主考大人有请, 伴着蹬蹬蹬的上楼声, 一名官差跪地禀报, 你对主考大人说一声, 不要着急, 带我这边忙完了, 自然会去, 季刚淡淡说一句, 便转过头去不再理会, 过不一会儿急促的脚步声再次响起, 季刚没有回头, 就没道, 怎么又来了, 季大人为何说又, 一个带着怒气的声音响起, 季刚这才偏过头去, 便见满头大汗一脸狼狈的梁钱, 出现在他的眼前, 主考大人, 怎么亲自来了, 季刚皮笑肉不笑道, 季他人不去见我, 本官只好来找你了, 梁钱用袖子胡乱擦擦汗, 镇定下来道, 刚才根据搜检官提供的证据, 本官认为, 此次会试的考题被提前泄露, 是以下令停止考试, 封锁公院, 一切待向皇上请旨之后, 再做计较, 哈哈哈哈, 巧了, 本座也接到了下面人的举报, 也认为, 本次会试的考题被提前泄露, 这才派兵封锁了考场, 季刚说着, 毕梁钱一言道, 因为主考大人要避嫌, 本官也没提前知会你一声, 梁钱一张脸灯石杖的通红, 季刚这话分明是说, 他这个主考已经成了嫌疑人, 虽然这话说的是事实, 但他不能坐以待毙啊, 当即拉下连道, 季大人, 这就是倒打一耙了, 本官和本官身边的人, 从进入贡院那天起, 就没踏出去一步, 也没有只字片纸外泄, 这一点, 季大人负责公院的安保, 应该比谁都清楚吧, 季刚阴下脸, 一时没法回答, 他不能说开考前, 自己就知道考题泄露了, 不然皇帝肯定要怪罪了, 为何不提前阻止这场弊案的发生啊, 这种偷鸡不成十把米的蠢事, 那季都督可是不会做的, 梁钱欠王贤教的法子奏效, 灯使心下大定, 愈发把王贤的话当成了救命稻草, 按照他的说法倒打一耙道, 再说考题出来以后, 这段时间一直是总监官大人来保管, 如果说本官有嫌疑, 那总监官大人一样有嫌疑, 你, 你敢血口喷人, 季刚神情一领, 双目寒光泵射, 向来只有他诬陷别人, 何曾有人诬陷过他, 你敢诬陷本座, 是活腻了吗, 但梁钱已经是刀架在脖子上了, 哪里顾得上许多, 再接再厉斗, 本官和总监官大人有没有罪, 自有皇上派钦差彻查, 在此之前, 我们只需封锁公院, 不让一个人出去就好, 至于其他的事情, 因后旨意而行, 说着踏钱一步道, 请总监官大人立即下令停止搜捡,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是不是怕搜捡出什么东西啊, 季刚冷笑也踏钱一步道, 有目共睹的是, 王贤的搜捡已经到了一丝不挂片枝不留的地步, 季大人为何还要再行搜捡, 梁钱寸步不让道, 哼, 谁知道他是不是做做样子, 季刚哼一声道, 姿势体大, 本官要亲自再搜一遍有何不可, 为何不能等皇上的旨意再说, 梁钱怒道, 现在宫门已经落索, 夜长梦多, 有人销毁证据怎么办, 季刚反问道, 季大人完全可以人盯人把他们盯紧了便是, 梁钱的调门陡然拔高道, 你若不立即停止搜捡, 本官不得不怀疑你有栽赃陷害之嫌, 你, 季刚气急返笑道, 哼, 你怀疑有个屁用, 我是皇上任命的总监官, 在主考不适合旅行职责的时候, 有权采取必要措施, 我这个大主考适不适合旅行职权, 不是你说了算的, 梁钱沉声道, 我现在也认为, 你不适合旅行总监官的职责, 命令你立即停止搜捡, 改为监视, 等候皇上的旨意, 季刚刚要反唇相机, 只见梁钱一白手道, 我已经派人连夜叩昏, 这下你满意了吧, 公务院大门后日才能打开, 这是规矩, 季刚文言神情一阵道, 就算你是大主考, 也不能坏了规矩, 错, 还有一种例外可以开门, 那就是主主考场, 梁钱却大声道, 本官已经停了王贤的官职, 将他主主考场了, 什么, 刚才还一直稳如泰山的纪刚, 灯使满脸要杀人的表情道, 姓王的已经离开考场了, 说着转头便看见他派去钉梢的人, 正一脸焦急的跑过来, 不是让你们盯紧他吗, 怎么让他跑了, 正要来禀报老祖宗, 钉梢的人一脸恍然道, 姓王的是被主考大人驱逐出去的, 有主考大人的首令, 看门的官兵也不敢阻挡, 我们戴要阻拦, 却没那熊盖带人给挡住了, 一群废物, 季刚恨声骂一句, 回头死死盯着梁钱道, 梁竹考, 你想跟本座斗法, 那就来吧, 都这会儿了他岂能不知, 梁钱是来拖住自己, 保护王贤顺利离开贡院的, 气大人, 言重了, 本官不过是依法行事而已, 梁钱见王贤已经出去, 心下大定, 胆一胆身上的灰尘道, 如果你执意要搜紧, 下官只能将你这一反常举动, 如实禀报皇上了, 哼, 你, 还是自求多福吧, 季刚愤愤的拂袖, 丢下梁竹烤便下了瞭望塔, 那王贤肯定很快就趋而复返, 他必须要抓紧时间, 把罪证给坐实了, 季刚是不能拖延的, 因为到了天亮, 这个案子必然要转给刑部和督察院, 那些文官官官相护, 肯定会大事化小的, 拿相间, 王贤离开了贡院, 按说啊, 这时候应该立即扣婚, 向皇帝请旨, 然而此刻宫门已经落索, 就是天大的事情也得天亮再说, 那么去应天府调兵? 本来这是个好办法, 可惜应天府引薛居正正因为上元节火灾一案, 被皇上免了职, 正在家里听餐呢, 现在带职的同知是赵王的门人, 王贤去找他那纯属浪费时间, 那么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了, 一条是鸡登文古, 逼着皇帝在备业起身召见他, 且不说这样处理会让皇帝十分被动, 而且也有小题大做不知轻重之嫌, 就算不管皇帝对自己的看法, 这样花费的时间也太长了, 恐怕纪刚那边已经把该干的都干了, 再就是调动自己手下的北镇俯斯出马了, 按说王贤应该首先想到这法子, 没有舍尽求远的道理, 但是北镇俯斯毕竟是皇帝的爪牙, 未经旨意擅自调动, 尤其是在这种大事上, 非常容易引起皇帝的忌讳, 当然王贤可以不管不顾的调动手下兵马, 来个先斩后奏, 但他一路上思来想去, 却怎么也不敢下这个决心, 因为事情还没到山穷水尽, 必须要拼命的那一步, 因为这次自己不是纪刚的主要目标, 最多被殃及吃鱼, 实在犯不着替干党冲锋陷阵, 把自己赔进去, 让那帮江西佬坐享其成, 王贤骑在马上左思右响, 正有些无计可施之时, 突然听到有人沉声喝道, 侯府门前, 五官下马, 王贤有些茫然的抬头一看, 只见不知不觉来到一座气势恢弘的宅底前, 那宅底门前挂着一对大东笼, 上面写着杨武侯靴的字样, 门前灯下还站着六名全副武装的守卫, 威风凌凌, 守在那里, 哎, 说你呢, 听到没有啊, 简单毫无反应, 兵士不耐烦的训斥, 听到那些守卫的训斥, 王贤却不怒烦喜, 哈哈大笑起来, 这真是天意啊, 王贤不知不觉走到这座王府, 自然是杨武侯削露的府邸, 他之所以觉着此人便是对付季刚的不二人选, 是因为三个原因, 首先, 薛露有本钱和纪刚对着干, 在朱能病逝以后, 薛露便是在世的头号静难功臣, 而现在的军中第一人, 英国公张府, 也得恭恭敬敬叫他一声誓书, 薛露也是皇帝最信任的武将, 现任中军都督府, 大都督, 这些年一直替皇帝镇守京师, 自然有资格跟纪刚叫板, 其次, 薛露和纪刚有深仇大恨啊, 几年前两人因为争夺一个女道士而闹得不可开交, 后来纪刚趁薛露进宫建架身边没有护卫, 以宫门侍卫手中锁持金瓜, 给杨武侯开了瓢, 脑浆子都流出来了, 也就是薛露命大, 竟捡回一条命, 但阴天下雨头痛欲裂是免不了的, 因此等杀身大仇, 齐齿大辱, 薛露对纪刚的恨意, 自然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最后, 王贤和这位侯爷啊, 也算是一条战线的人, 说起来, 王贤和薛侯爷其实也没见过几次面, 但双方绝对不算陌生, 因为当初右军组建, 薛露便将两个儿子薛薛和薛桓送到了太孙麾下, 之后薛薛战死, 薛桓成了王贤的生死兄弟, 所以王贤跟这位侯爷也算是渊源泼深了, 示意王贤见自己不知不觉境来到薛府门前, 自然是喜不自胜, 翻身下马, 大不留心的便往里闯, 站住, 干什么呢? 侯府侍卫见他穿着四十年, 四品武将官服啊, 倒也不敢造次, 只是拦住王贤的去路道, 本官王贤, 找你家侯爷有要事相求, 快快开门, 王贤也不驻足, 大声道, 天黑了, 有什么事, 明天再来吧, 侯府侍卫见他眼生, 心说你谁呀, 装着跟侯爷挺熟似的, 快点通病, 耽误了大事, 你们承担不起, 王贤朝那侍卫头目喝道, 只管通病就是, 本官不是外人, 你家小侯爷还是我带出来的兵呢, 那侍卫头目这才反应过来道, 哟, 您是右军的王军师? 正是本官, 王贤点头道, 快点开门, 作为侯府的家将, 那侍卫头目自然知道, 自家小侯爷是跟太孙混的, 而这王贤是太孙的头号心腹, 也是小侯爷的顶头上司, 有了这层关系, 侯府侍卫不敢怠慢, 赶紧将府门打开, 把王贤迎进去, 又快步跑着进去通病, 这时候, 天哪, 才黑透了, 杨务侯刚吃把晚饭, 正摆开牌局, 准备和妻妾打几圈马吊呢, 便听外面一阵嘈杂, 薛露眉头一皱, 便发作道, 他奶奶的, 夜猫子进宅了吗? 不一时, 边界管家快步进来, 凑在他耳边小声的禀报几声, 薛露听了, 面色竖变, 脆道, 他奶奶的, 老子真是乌鸦嘴, 话虽如此, 薛露还是麻利的起身, 快步迎了出去, 哈哈哈哈, 还没见到人, 王贤便听到了杨务侯那粗壕的笑声, 两人一见, 薛露更是紧紧握住王贤的手, 使劲摇晃起来, 哎呀, 什么风把王老弟给吹来了啊, 来来来来, 快快, 里边请, 今天咱哥俩一定要好好喝一顿, 哈哈, 哎, 对了, 老弟, 你不是在贡院监考吗, 怎么这时候跑出来了, 一阵热情的寒暄之后, 薛露抛出了他的疑问, 哼, 那自然是摊上事, 来向侯爷求援了, 王贤这边是火烧眉毛, 没空跟薛露进屋寒暄, 开门见山把贡院发生的事情简单一说, 如今下官既不能扣婚, 也不能敲鼓, 还不能告到应天府, 更不能调动手下的兵马, 我呀, 真是束手无策了, 只能求侯爷出手, 看住济刚那个王八蛋, 薛露虽然粗豪, 却是精明过人, 王贤说着, 他便将此事的厉害想了一遍, 发现, 还真是像王贤所说, 自己要是不帮他, 至少这一晚上他是没办法了, 等到天亮, 济刚那边该栽的脏也栽了, 该弄的证据也弄到手了, 铁案一旦办成, 谁也翻不了盘, 想到这对刚刚缓过劲儿的太子, 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他便发现, 自己确实应该出手, 而且卖王贤一个人情, 趁机与他结好, 也是一本万利的投资, 见薛露沉吟不语, 王贤心下有些忐忑, 安道莫非这老小子怕事儿不敢出头, 那老子也只好回镇府司调兵了, 来个先斩后奏了, 然而薛露很快眉头一凝, 沉声道, 老弟, 你真是找对人了, 俺于济刚那丝啊, 又深仇大恨, 这次啊, 说什么也不能让咱得逞, 哎呀, 这么说, 侯爷肯帮忙了, 王贤大喜过望道, 哈哈哈哈, 当然要帮忙了, 薛露哈哈大笑道, 俺那臭小子提起老弟来, 那叫一个佩服的五体投弟, 整天说要跟老弟混一辈子的, 现在老弟开口, 别说这点举手之劳, 就算上刀山下火海, 也没问题, 虽然知道这老头的话里有水分, 王贤还是涌起浓浓的感激之情,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他反而替薛露担心起来, 没有旨意调兵, 皇上怪罪侯爷怎么办, 哈哈哈哈, 放心, 一来皇上当初偏袒过纪纲, 我这次做的出格些也理所应当, 不会怪罪, 薛露并不介意向王贤展示自己粗豪下的细腻, 二来老子不调官兵就是了, 那侯爷调什么兵啊, 王贤祈祷, 嘿嘿, 加兵加将, 薛露笑道, 老弟有所不知, 俺家里的护院家丁啊, 全都是从军中退伍的老兵, 一点不比精挑细选的锦衣未差, 说着对管家道, 赶紧的, 带着二郎奔公院去, 至于该干什么, 全听王政府的安排, 是, 那原先还一团和气的管家, 灯石变得杀气腾腾, 露出秋八的本色来, 他和府上的家庭都是跟着薛露南征北战的忠勇之士, 杨母侯就是让他们去死, 他们也不会皱眉的, 不过这个差事毕竟不同寻常, 管家还是小心问了句, 要是官兵不让进宫院怎么办? 拿着老子的名次, 薛露杀气腾腾道, 哪个敢拦着, 敢了就是, 诺, 管家领了命, 便高声呼吓起来, 轻刻间整个侯府喧腾起来, 家丁护院从四面八方向前院涌来, 王贤看得有些眼晕, 不禁暗暗苦笑道, 人家的管家都是只会操持家务, 仰务侯府的管家却还会带兵杀人, 不过他还是不敢相信, 薛露家里的兵丁 足以跟济刚的千余名锦衣卫抗衡, 侯爷, 府上捅过多少兵丁啊? 二百多一点, 薛露知道他担心什么, 笑道, 老弟你放心, 老子岂是那种不靠谱的人, 这只是我一家的家丁, 这京城之内的王侯之家岂止数百, 单从老子手下出来的就有十几个, 一家百八十人凑一凑就出了, 说着哈哈大笑道, 其实再多老子也能给你凑出来, 但那样就太过了, 不过济刚要是敢增兵, 我就可以给你直接调兵, 所以老弟你放手去干吧, 老子当你的后盾, 敏感无内, 王贤也不敢搭客套, 重重一抱全道, 时间紧迫, 改日在登门之线, 去吧, 薛露大手一挥道, 这年代的薛贵之家都以功臣自居, 自然不像土木堡之变以后那样畏畏缩缩, 还是很霸气的, 杨武侯一声招呼, 五六家与他相交莫逆的侯爵伯爵之家, 便在第一时间进遣家丁, 跟着王贤浩浩荡荡往贡院奔去, 这么多人手持棍棒兵刃上街, 自然引起应天府的高度警惕, 在他们快到贡院街的时候, 将这些家丁拦住了, 而等何人竟敢深夜持谢聚众上街, 想要造反吗? 因为是大笔期间, 贡院四下自然要严防死守, 如今代理应天府事务的应天府同志前盖, 就在贡院附近巡查, 杨武侯府办事, 赶紧让开, 薛露的管家叫薛强, 既然能当上侯府的管家, 自然不会不知轻重, 虽然侯爷说是谁敢拦路打杀就是, 他就不敢当真, 大笔期间贡院重地, 如同大内, 钱盖一听是杨武侯的家丁, 头就有两个大, 却也不敢让开驱路啊, 踏足不得, 还请绕道, 你, 那家丁刚要发作, 却被王贤拦住, 王贤走上前来, 朝那钱盖拱拱手道, 钱大人别来无恙, 上元节火灾一案, 王贤和应天府打了不少交道, 钱盖自然没法装着不认识他, 只好也拱拱手, 说道, 下官这箱有理了, 只是王政府不是应该在贡院监考吗, 为何在这里啊, 哦, 本官奉主考大人命, 出来搬救兵了, 王贤说着亮出一面, 蓝底绣着金字的令其道, 还请钱大人放行, 钱盖见王贤手里竟有王命棋牌, 不禁心声退意, 嘴上还硬挺着质问道, 公院已经落索, 就是大主考也无权开门, 更不能调兵入公院, 王大人还是等天亮, 向皇上请旨再说吧, 考题提前泄露了, 考试已经终止了, 王贤冷着脸道, 现在公院内的形势极其复杂, 请钱大人立即派兵入场, 听从大主考调遣, 见王贤直接把自己扯进来, 钱盖脸都绿了, 他还指望着能顺利坐上浮影之位呢, 自然不愿意掺和进来, 王使劲白手道, 哎, 下官不过是个同志, 没有旨意, 不敢擅作主张, 那就请让开, 王贤沉声道, 哎, 好说好说, 钱盖忙点头道, 只是皇上追究起来, 一切由主考大人, 杨武侯爷和本官负责, 王贤断然道, 绝对不会牵扯到钱大人, 钱盖这个应天府同志, 终究还是阻挡不住王命棋牌在手, 以蛮横家丁开路的王贤, 放开拒路, 任其长驱直入贡院, 贡院中已经是乱成一团, 梁贤带领十八房考官, 拼命阻止激刚的人进行搜减, 却被死死挡在考项之外, 根本不听他这个主考的命令, 然而兵族不买他这个大主考的账, 橘子们却奉为先鹰, 他们今天已经窝囊透了, 也憋火透了, 自打隋唐开科取士以来, 就没有哪一科的橘子, 遭受他们这种几次三番的折辱, 在龙门内一个个脱光了衣服, 被非礼搜减还不够, 在号舍坐下来又要重新搜减, 真以为我们举人是随便捏的软柿子吗? 举人们本来就已经超出忍耐的极限, 这下又有了大主考为他们撑腰, 哪里还会任人摆弄, 一个个冲出号舍, 挡在考项门口, 不许搜减的士兵入内,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读书人, 而是见官不贵, 行不加深的举人老爷, 哪怕凶横如激刚, 也不敢放任手下行凶, 不过这点小事还难不倒激刚, 短暂的错愕后, 他命手下选出二百精壮之士, 赤手空拳冲入考项, 一头头横冲直撞的蛮牛一样, 手无腹肌之力的举子们哪能阻挡啊, 转眼便七零八散被官差冲进了考项, 然后两名官差押一名举子, 将其控制住拉到一旁, 眼看着后续跟进的搜紧兵丁, 将考生的考具打翻在地, 被褥扯了一地, 满眼血泪的考生们这才知道, 原来和纪刚这丝一比啊, 王贤王大人是何等的斯文有理, 不过闹归闹, 举子们心里还是不怕的, 毕竟经过白日里的搜紧, 绝大多数人已经是清白的了, 坦然的看着那些士兵资诸必较的搜紧, 举子们此刻竟对之前恨之入骨的王贤, 涌起了思思感激之情, 原来王贤王大人是爱护咱们呐, 不然这下大伙非得吃不了兜着走不可, 有了先例, 后面举子的反抗啊便弱了很多, 反正他们现在是清白的, 要再查一遍那就再查一遍呗, 反正横竖少不了一块肉, 但让人奇怪的是, 搜紧并非按照考项顺序依次进行的, 倒像是在抽查, 查完一排考项, 便直奔相隔好几排的下一排考项, 而且在同一条考项内也不是每个考生都仔细搜查, 大部分都只是做做样子, 只有几个运气糟糕的举子才会遭到细查, 更不幸的是, 几乎每个被细查的举子都被查出了还有夹带, 那些被查出有夹带的举子自然大声含冤, 然而他们无不遭到粗暴的对待, 被强行拖出考项, 押往至公堂审问。 梁主考等人已是无计可施, 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个举子被押出考项, 正绝望之际, 呼听的龙门处一片喧腾嘈杂, 众人寻声望去, 只见一大帮手持刀枪棍棒, 身穿各色家丁服饰的壮汉, 冲了进来。 这是要干什么? 同考官们吓得腿都软了, 心说完了完了完了, 好好一场轮才大典成了你方唱霸我登场的戏台子, 皇上肯定饶不了俺们。 梁浅却心中腾起一阵希望, 但看见走在队伍前头的正是他派出去球员的王贤,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不禁大喜过望。 这时候, 宫院里的兵丁也发现了这群不俗之客, 呼拉一下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挡住了王贤和那群家丁的去路。 何人, 胆敢擅闯公愿, 不知道这是死罪吗? 锦衣卫兵丁大声喝道。 我们是浊考大人请来的, 率辉针锋相对道。 浊考大人调不动你们, 只好把我们叫来了。 退出去, 你们让开。 双方火药味十足, 场面是一出即发。 都让开, 他们是本官的人。 梁浅大喝一声, 连推带嗓子分开众人, 季刚的手下只好停下动手。 竹考大人, 下官回来迟了。 王贤快步上前, 朝梁浅报拳道。 援军已经带到, 全凭竹考吩咐。 好好好, 梁浅顾不上客套, 马上下令道, 先派人封锁考项, 阻止他们搜查下去, 还有季刚已经带走了几十名巨子, 快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是, 王贤应声道, 麻烦竹考大人, 封锁考项, 下官, 这就去救人。 好, 我们分头行动。 梁浅沉声应道。 至宫堂上, 几十名举子被关押在东乡房中, 其中竟有于谦, 王汉等十几个浙江举子, 还有胡冲等几十名江西举子。 平时两帮人互相看不服对方, 此刻却大有同病相连之意。 愣了好一会儿, 有人察觉出怪异之处道, 不对啊, 怎么被抓来的, 除了枪系的就是这枪的, 还有别处的吗? 相房中一阵沉默, 没有人应声, 举子们再迟钝, 也意识到他们是被针对了。 打破沉默的是于谦, 他虽然在这些人里最年少, 却是最沉稳有智慧的一个。 对方既然把我们弄到这里, 就是想从我们嘴里套出什么来, 不管你们知道什么, 最好都烂在肚子里, 当心祸从口出。 我们知道什么呀, 我是被冤枉的, 有举子大声道。 是啊, 我也是被冤枉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那张纸片是从哪来的, 反正不是我的。 是啊, 我分明看见他们把一本袖真书塞到我的考栏里, 就硬说我是在作弊。 就是就是, 这分明是在栽赃陷害。 举子们越说越委屈, 群情激愤起来, 吵什么吵, 都住嘴。 乡房门被猛的踢开, 几名锦衣卫打着灯笼, 护送一名锦衣军官进来, 不是那许应先又是哪个呀? 许应先这一声喝, 让乡房里的众举子一下消停不少, 但也有不惧他的, 胡种胡哨也打小就没遭过这种委屈, 他还觉着自己是在江西呢, 便大声叫嚷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们敢栽赃陷害我, 就不罢我爹收拾你们。 呦, 许应先虽然在王贤面前丑态摆出, 那是因为恶人自有恶人魔, 对付胡种这种草包大哨, 他还是毫无问题的。 呦, 师庆师庆啊, 不知公子贵姓, 你爹又是哪位呀? 哼哼, 胡种却分不出好赖话, 以为对方心虚了, 得意扬扬道, 你喜二公听好了, 我叫胡种, 家父乃当朝内阁首府胡公, 你们若是赔礼道歉发了我们, 本公子还可以考虑不注意救你们。 这家伙虽然草包, 但也还算仗义啊, 没忘了一屋子的难兄难弟, 当然, 可能啊, 也只是存心显摆而已。 原来是胡哥老的公子啊, 哈哈哈哈, 试镜试镜, 许应先, 先装模作样一番, 待胡种一句好说好说才说了一半, 他突然冷下脸道, 抓的就是你小的, 带走, 什么? 胡种当时呆愣在当场,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两个锦衣丽士拖了出去, 直到进了隔壁尖, 他才反应过来, 杀猪似的嚎叫起来,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 行了, 闭嘴吧你, 生了你这样坑爹的玩意儿, 你爹都自身难保了, 还顾得上你。 许应先抽他一个大嘴巴道, 还不如实交代, 你爹给你的口题, 你都给了哪些人? 胡种当时便被问懵了, 他这样从来都是被逢迎的公子哥, 哪儿禁得起锦衣卫的诈呼呀, 一下就说漏嘴了, 你怎么知道? 下一刻才醒悟过来, 忙改口道,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看来, 胡公子, 需要帮你回忆一下呀, 许应先宁笑起来道, 锦衣卫的七十二样酷刑, 听说过吧, 不知道你这样细皮嫩肉的公子哥, 能筋瘦住几样呢? 身后, 坦兄露着丛丛黑毛的锦衣丽士, 也跟着狂笑起来, 看他这熊样啊, 你一样都受不了, 你们不能对我用刑, 我是举人, 胡种吓得魂不复提道, 我是举人, 锦衣卫也不能用刑, 是啊, 你是举人, 身上若是带了伤, 我们确实不好交代, 可你也太小看我们锦衣卫了吧, 让你身上没伤的刑法, 也有个十几样啊, 许应仙宁笑道, 比如说倒挂金钟, 把你大头朝下吊起来, 全身血往脑门子上涌, 不一会儿, 你的脑袋就像要张破一样的, 那滋味, 怎叫一个销魂啊, 大人, 这罚子不妥, 不出斩查功夫, 这小子就晕过去了, 胡种被吓得汗如江下, 又听, 有锦衣丽是小声的提醒道, 不如啊, 换枪挑青龙吧, 哎, 好主意, 胡种眼前一亮怪笑起来道, 哎呀, 好叫胡公子知道啊, 这枪挑青龙啊, 是用这个, 他手里亮出一根又粗又硬的猪踪, 咋, 公子的满眼呢, 啊, 胡种啊的一声, 直接被吓晕过去了, 但很快啊, 又在彻骨的剧痛中醒过来, 不似人生的嚎叫, 响彻贡猿上空, 救命啊, 救命啊, 这才哪儿跟哪儿啊, 许英仙冷笑起来道, 待你那话失去知觉之后, 还有十几样更枯烈的刑法等着你呢, 别说你个草包公子, 就是神仙金刚至此, 也要乖乖开口, 说着下令道, 再来, 胡公子吓坏了, 盲尖叫道, 别用行, 别用行, 你们让我说什么, 我偷说, 哼, 那就说吧, 许英仙又做了一个, 要侦扎胡种下体的动作 竟吓了他当场失禁了 我说我说我说 胡公子这才从 大脑缺氧的状态中 缓过劲来 无比郁闷道 我 我这么说什么呀我 他发现自己真是流年不利 前几天 刚被送到应天府大牢 住了一宿 今天又受刺千古酷刑 怎一个悲剧了得呀 说你父亲 是如何把试题给你 要通过你的手转卖的 许应先阴声道 这 说不说 我说我说 胡种虽然明知道自己被栽赃 还是把之前干的事情交代了出来 当王贤率众冲进至公堂 胡公子已经把该说不该说的 都交代了 并在公状上按了手印 听到外头的嘈杂声 许应先带人出去 便见手下在和王贤的人对质 他挥一挥手中的公状 得意的冷笑道 政府大人 来晚一步了 胡哥老的儿子 已经什么都着了 哼 驱打成招而已 王贤见状也不着急了 嬉笑一声道 你们啊 也就这点本事 这点本事 就足够把你们送进赵狱了 许应先一脸幸灾乐祸道 政府大人 还是赶紧想想 如何向皇上交代 为何搜紧那般严格 还是有这么多浙江和江西的举子夹带入场了吧 哼 栽赃陷害而已 王贤依然一脸淡定道 这件事 你们做的一点不高明 王上神目如炬 定会一眼看穿你们这点小伎俩的 切 随你怎么说 许应先撇撇嘴道 看看皇上到时候会信谁的 哼 王贤哼一声 不再与他斗嘴 这一夜剩下的时间 便在双方的对峙中度过了 王贤虽然有心营救于谦等人 但也不能就这么跟纪刚的人火拼呢 同样的道理 纪刚的人也不敢再有什么动作 不然 真激怒的王贤这个二愣子 双方杀个血流成河 皇帝震怒下来 谁也逃不了 就这么对峙着 任斗转星移 终于挨过了漫漫长夜 天亮之后 宫门一开 应天府同知前盖 赶紧在第一时间 将应天公院中发生的情况 禀明了永乐皇帝 朱棣自然震怒无比 立即就下了诏狱 命英国公张府 率五千兵族 封锁了应天公院 将自主考良前之下的 十八方考官 并一应考务官员全部所拿 押进御神庙待堪 王贤和纪刚 则被拙令停止办差 立即进攻对峙 这让王贤心下烧松 看来皇帝对自己 还有几分信任 不至于只听 纪刚的一面之词 但梁钱身为大主考 皇上竟不给他个 当面解释的机会 这实在是个 不祥的信号 看来皇帝已经把 泄露考题的罪过 算在他头上了 在精明至极的 永乐皇帝面前 自己想要替梁钱 搬回来 实在是千难万难 一路上胡思乱想 来到了北院 在一天天外 等候召见的时候 王贤看到了 内阁首府胡广 左都御史刘官 和刑部尚书胡忠 不禁又松了口气 看来皇上又让 督察院和刑部 来审理这个案子了 虽然两位 不堂大人 肯定秉公审理 但不可能 跟纪刚沆瀣一气 是一定的 忠德 纪大人 昔日里风流倜傥的 胡格老 那张保养得宜的脸上 写满焦虑 朝王贤和纪刚 打了声招呼 两个不同的称呼 一下就分出了 远近亲书 显然胡格老 已经了解到 公院中都发生了什么 至少谁是敌 谁是友 已经分明了 纪刚哼一声 没有理会胡广 王贤朝胡广 拱拱手 欠疚道 下官晚了一步 让令公子遭罪了 诶 忠德严重了 老朽疏于管教 劝子这些年啊 着实骄纵了些 前日还在酒楼 冲撞了忠德 唉 胡广一脸欠疚道 忠德却不计前嫌 营救于他 这份胸怀和恩情啊 让老朽无地自容 敏感无内 唉 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说了 王贤摇摇头 并不避讳旁人道 令公子 这下有些麻烦了 但那份搜出来的小抄啊 确实不是他带进场的 他这不光是为胡种撇清 更是为自己这个搜检官撇清责任 啊 果然 胡广文言神情一松 才敢撂几句硬话道 劝子虽然不成器 但做监犯科的事情 那是不会做的 确认了儿子没有被抓住把柄 胡广终于拿出 当朝首府的气势来 虽然永乐朝的首府 就是皇帝的大秘书 完全没有后世首府的那种宰相风范 既然有人要栽赃陷害 驱打成招 本官也只好奉陪到底了 就不信这朗朗乾坤 朝朝日月 就能任人颠倒黑牌 这话是朝季刚下战书了 季都督却根本不理会 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心里却暗恨不已 这王贤昨夜来得实在太快 以至于他还没来得及审问其他举子 只得了胡种一份口供 实在是不保险 这时候季都督已然是后悔了 要是当初冷静一点 不把王贤牵扯进这个案子里 今日的局面必然一切尽在掌握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要脉 现如今也只能尽力而为了 几位大人在一天店外 厚了斩茶功夫 便见一个穿着侯爵服色的高大身影 从店内出来 不是杨母侯薛露又是哪个 只见薛侯爷从店中出来的时候 还是小心翼翼 但一看到季刚 就变得杀气腾腾 两人冷冷对视虚鱼 季刚才哼一声道 侯爷管得好闲事 老子就爱狗拿耗子 尤其拿你这只耗子 薛露咧嘴笑道 怎么被老子坏了好事 心里憋屈吧 你不用装 你敢深夜着家丁 冲击贡愿 我就不信皇上能揉了你 季刚冷声道 皇上是骂了我一顿 还罚我一年缝 说本来要给我晋升公爵的 这下也免了 薛露明明被罚惨了 却一脸得意道 但把你鼻子气歪一侧 直了 你 季刚真让薛露给气歪了鼻子 怒道 你这次 果然脑壳坏掉了 哼 那还不是拜你所测 薛露瞪起一双牛眼 要吃人一样盯着季刚 我看你得再次开瓢了 季刚毕竟是读书人出身 薛露斗嘴皮子可赢不了他 我先给你开了瓢 薛露气炸了肺 突然轮起拳头 照着季刚的面门便是一拳 这出其不意的一拳 竟带着烈烈风声 让人毫不怀疑 若是砸在季刚脑袋上 能直接将其变成个烂西瓜 而且这么近的距离 季刚甚至都没有反应时间 然而季都督当初 拉住朱棣的战马投军 底气就是一身 无人能敌的武艺 要不当初也不可能 给武艺高超的薛露开了瓢 虽然薛露的偷袭猝不及防 季刚还是硬生生一个铁板桥 毙了过去 不过薛侯爷这蓄谋已久的一击 也不是全然没有收效 铁拳堪堪擦着季刚的鼻尖划过 季都督只觉鼻头一痛 接着便鼻血长流 薛露由不解恨 还要继续动手 却被吴忠和刘冠几个死死拦住 哎呀呀呀 侯爷心怒 这是在哪里啊 你就动手 薛露也知道自己打鸡刚一拳还不要紧 再打的话 怕是要惹皇上生气了 都快住手 这时候 一天店的管事牌子黄眼快不出来 一脸怒气道 要打 到皇上面前打去 一句话吓得薛露一缩头 脚底抹油就跑掉了 看着他飞快消失的身影 王贤不禁咽口吐沫 这老吼 果然不是个简单角色 他一出大殿便主动挑衅季刚 就是想让季刚把自己骂得怒不可遏 好趁机揍他一顿 挽回面子家解恨 所谓言行粗豪 不过是他保护色和通行症罢了 黄眼赶紧让人给季都督止住鼻血 见季刚的官服前巾上都有血迹 黄眼道 季都督还是回去换身官服再来建价吧 不用了 季刚就是要让皇帝看看 薛露那死有多嚣张 怎么肯定薛露消灭罪证 嗡声嗡气的拒绝了黄眼的好意 便仰着头进了大殿 不仰头不行啊 比血会流出来的 一天殿内 朱棣端坐在龙椅上 听凭季刚胡广等人跪拜 但平身后 皇帝看到季刚鼻子上塞着棉球 胸前还有血迹 不禁惊奇道 哎季爱卿 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 皇上 是薛露那死 季刚一脸委屈道 太不知发了什么疯 昨夜派兵冲击贡院不说 今天见面二话不说 又打了微臣 说着朝皇帝使劲磕头道 求皇上给微臣做主 行了 你也别哭丧了 朱棣却不为所动道 当初 你把他脑袋打裂了 朕都没追究你 今天 他不过给你打出鼻血来 让朕怎么追究他 皇上 虽然说起来好像还是自己占便宜 季刚心下去 嘶嘶发寒 有一种圣倦见识的恐惧 好了好了 他下次再敢打你 朕 肯定替你做主 看着季刚那一脸忧怨 朱棣叹了口气 安抚他一声道 起来说正事吧 是 季刚心里这才好受点 起身在右手位立定 竹地看看几位臣下 面色渐渐阴沉下来道 朕 今天早上才知道 原来朕的轮台大典 已经变成了全武行 好嘛 大明开国以来最刺激的一次科举 便摆朕的好大臣所赐 我呀 真要好好谢谢你们 皇上息怒 臣等知罪 大臣们呢 只好再次跪下 柳冠屋中 你俩起来 让他们仨跪着回话 朱棣哼一声道 跟朕好声说道说道 这到底演的是哪一出 你先说 朱棣看看季刚 臣声道 是 臣昨日尖临的时候 发现梁竹靠开出来的考题 与之前化身为搜紧兵时的锦衣卫密探 得到的夹带文字一模一样 季刚不慌不忙道 这说明 考题被提前泄露 为了维护朝廷轮财大典的尊严 臣才不得不封锁考场 重新搜紧 然而在搜紧过程中 臣的手下遭到梁竹靠率众考官的横家阻拦 他们不知出于何种目的 不许臣进行搜紧 在遭到臣断然拒绝后 梁浅竟不顾考计森严 将王贤派出贡院 从杨务侯等人出 拉来救兵 冲击贡院 将个朝廷适财重地 搞得乌烟瘴气 冲突中受伤者不知几番 但是臣没有向他们屈服 臣的部下更是顶住压力 坚持完成了搜索 季刚义正言辞的 果然搜出了 深藏文字的考生五十四名 且小抄内容 都是三篇题目相同的枪文 娘钱这混账东西 朱棣气坏了 怒喝道 朕要把他千刀万刮了 发作了一阵才对季刚道 你继续说 是 季刚道 接着在随后的审讯中 陈又从一名叫胡种的考生口中 得到了这样一份贡状 说着从袖中掏出一份贡状 呈给皇帝道 请皇上预览 黄眼接过来 公邀城给皇帝 朱棣快速浏览一遍 面色比方才难堪数倍 将那份贡状 置在胡广的身上 怒骂道 真是虎父无犬子啊 胡广本来就吓得老脸苍白 赶紧拿起口供一看 灯时魂飞魄散 半上说不出话来 你个诸高不如的东西 就是这样回报朕的信任 朱棣愤然走下御街 逼试着胡广 朕是丧心病狂 百死莫属 皇上 胡哥老毕竟也是从建文朝 走过来的老斗士了 战斗经验何等丰富啊 刚才只是被儿子的口供震惊到了 他万万没想到 胡总竟然瞒着自己出卖考题 实在是翻遍史书 也没见过这等坑爹玩意儿啊 但生死关头 容不得他有半点软弱 胡哥老深知 坦白从宽 老底坐穿 抗拒从严 回家过年的道理 当然摊上朱棣这样的皇帝 自己拒不交代 也不一定能活命 但为了不牵连 更多的干党同乡 他也必须要顽抗到底 一咬牙 咬破舌尖 胡广终于恢复了神志 颤声道 皇上明鉴 朕教子不言是有的 可从来不许他作奸犯客呀 更不可能向他透露口题 何况 朕又不是主考 到现在还不知道 荆轲的口题是什么样子呢 朱棣一想也是啊 胡广又没有参与会试 怎么会提前知道考题呢 面色稍缓道 那 你儿子与你有深仇大恨吗 为何会无限于你 犬子应该是被逼的 胡广忙道 方才听王振福说 他在公园中遭到了残酷的刑讯逼供 犬子那种手无夫妻之力的 文弱书生 岂能经受得住啊 哦 是吗 朱棣眉头一皱 看向济刚道 胡中 怎么说也是举人身份 怎能对他用刑呢 以微臣所看到的情形 应该没有用刑 不信皇上可以命人验伤 济刚不慌不忙道 那 就是王贤一派胡言了 朱棣又望向王贤道 微臣岂敢 王贤芒直起身子道 当时胡公子的惨叫声传遍了整个公园 这是当时在上所有人都听得到的 顿一下道 至于纪都督说他身上无伤 并不能说明他就没有被用刑 至少微臣就知道十几种残酷的刑法 是不会给受刑者带来外伤的 哼 先不说胡中 先说你自己吧 朱棣哼一声道 你是发了哪门子疯 进去阳武侯家求援 怎么不回镇府司调你自己的兵去啊 王贤听皇帝这样说 就知道自己做对了 昨晚没调镇府司的兵 还是让皇帝很满意的 自然不客气的往自己脸上贴金道 臣请皇上收回这句话 被镇府司乃至锦衣卫是皇上的亲郡 绝非哪个大臣的私兵 臣既然蒙皇上不弃掌管北镇府司 就更加不能辜负皇上的信任 不管出现什么情形 不奉赵 绝不会调动一兵一族 这番话在纪刚听来自然刺耳无比 因为他早就把锦衣卫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所以才会对王贤夺去北镇府司那么深恶痛绝 但同样的话听在朱棣耳中 那就好比大夏天吃了冰西瓜 那叫一个透心爽啊 不过做皇帝的一条基本要求 就是喜怒不形于色 朱棣仍然冷着脸道 东山郎吃人 西山郎一样吃人 你去薛鲁家调兵 一样是死罪 皇上荣禀 王贤昨天和薛鲁早就商量好说辞了 此番的责任全由薛侯爷来承担 昨日陈一时激愤从公园出来 本来是想去敲灯纹鼓的 但又怕敲了鼓 让皇上被动 一时间无计可施 天不知不觉便走到了薛侯爷家门口 想到这位老前辈见多识广 便想向他问祭 那只薛侯爷 一听季嘟嘟在公园内弄全栽赃 灯是火冒三丈 立即集合树家的家丁 让他们跟我去公园救火 当时时间紧迫 陈也没想太多 就那么忙忙撞撞回了公园 为臣之罪恳请皇上责罚 这番说辞 皇帝并不陌生 之前薛露见驾的时候 便已经说过一次了 但调家丁去公园 虽然胡闹了些 可毕竟不像调动正规军那样 让皇帝忌讳 加之之前已经骂过薛露了 皇帝也就没再纠缠这件事 而是黑着脸道 如何责罚你 等不义过再说 你刚才说 自己之所以出贡院求救兵 是因为季刚弄权栽赃 刑讯逼供 你不会不知道 诬陷上官 最佳三等吧 臣绝不敢诬陷 臣这样说是有依据的 王贤王大声道 首先 臣这个搜检官的任命就很蹊跷 臣与季都督之间的冲突 已经是近人皆知 季都督也并非心怀宽广之辈 却力推陈来担任这美差 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动机 真是勾咬吕动兵 不是好人心 季刚怒道 我不过是想和你缓和一下关系 才让你担任这个搜检官 本想会市期间好生和你谈谈心的 说着举例道 难道你忘了 你在搜检的时候 梁主考要将你逐出贡院 是谁帮你解了围 当然是季大人 下官没有忘 王贤面无表情道 这也是疑点之二 当时下官是如何搜检的 季大人应该看得清清楚楚 所有考生都被勒令宽衣解带 连内衣内裤都不许留下 而且他们所携带的考居物品 也都被拆开检查 臣虽然不敢说所有夹带都被搜了出来 但只要看过搜检过程的人 便会相信搜检已经是过分充分 绝不会有大的遗漏了 说着提高生调道 然而季大人的手下 仅仅是两注相时间 便搜遍了五千考生 又从中找出了五十名夹带的考生 而且那些考生的夹带 并非多么隐藏 而是绣真书写满字的砍尖 藏在考栏中的纸团 这些东西如此鲜艳 臣绝不相信那些搜检师兵能看不到 因为臣私人悬赏他们 搜到一个夹带者 便赏赐他们五两银子 臣相信他们绝对会瞪起眼来 不可能路过这么显眼的东西 朱棣觉着王贤说的颇有道理 便转头看向了纪刚 纪嘟嘟冷笑道 那是因为你区别对待了 本座在搜检队伍中的线人说 对那些别省的考生 你命人严加搜检不假 但对浙江和江西的举子 你却网开一面了 说着给了王贤个 你奈我何的眼神 冷笑道 现在王政府知道 为何本座能快速 从五千举子中找出 五十名夹带者了吧 因为本座是按照考生 籍贯寻找的 七大人又在屋中生有了 敢整天在皇上面前 信口雌黄 七大人不说空前绝后 也是当事无良 王贤也冷笑连连道 不妨把你的仙人请出来 问问他 我在何时跟他说过这种话 本官敢当着皇上面发誓 我要是说过 便让我被千刀万剐 子子孙孙为娼为奴 季都督敢吗 这 这个年代的人 还是很重视誓言的 季刚见这小子 竟逼自己发这种毒誓 不禁变了脸色 但当着皇帝的面啊 他也不敢有迟疑 只好闷声道 万座问心无愧 有何不敢 哈哈 季大人好胆量 不过我提醒你 人在做 天在看 违背誓言 老天爷会收你 王贤宁笑一声 不再理脸色发白的季刚 对朱棣道 皇上 臣绝对没有说过 让手下对浙江江西举子 网开一面的话 何况臣在入公院的前一天 刚刚和江西举子发生冲突 在酒楼打了那胡种 还将其送进了应天府大牢 若非因为季都督的陷害 臣和胡歌老的梁子是决定了 试问 臣凭什么要对他们网开一面 臣不把他们撵出公院 已经是秉公执法了 你那样做 是做戏 为了掩盖你们双方不可告人的关系 季刚抗声道 那样纯属画蛇天足 王贤冷冷撇季刚一眼 不屑道 我还没有那么弱智 双方各执一词 最终啊 谁也没有让皇帝彻底相信 反倒把朱棣绕得稀里糊涂 终于不耐烦地将案子 踢给了刑部和督察院 命其一定要从众厌遇 不得姑息 本来啊是要三法司会审的 但因为大理司卿还牵扯着齐大柱的案子 没有审清之前 暂时不宜出任主审 便只好改为两大总县会审 按说以朱棣的性格 光派法司审理是不会放心的 他担心如今朝中的官吏们 彭比结党层层纠缠 谁和谁也难以分开 刘官和吴忠难免会庇护胡广和梁钱 但王贤已经把他和继刚的矛盾 摆到皇帝眼前去了 让朱棣不得不把锦衣卫政府司 派出在案件审理之外 最后指派自己信任的宦官黄衍 加入审讯 这才放心 这对王贤来说啊 已经是极大的胜利了 因为考题八尺是那梁钱泄露出去的 想给他洗白的话 只能把继刚也拖下水 而继刚的做法 也确实有很大的漏洞 被王贤紧紧抓住 栽赃陷害 刑讯逼供两点 再加上证据不足的致命缺陷 就让他的话在皇帝眼里 显得不那么可信了 只要能让皇帝无法马上决断 孰是孰非 便是给胡广和梁钱争取了时间 干党那么大的名气 要是这样都没法应付过去 那死路一条也是理所应当的 这正是效仿了季刚一伙 在齐大柱案上采取的策略 先将水搅浑了 再给所有人身上都涂上泥巴 让所有人的话显得都不可信 最后只能是个不了了之的结局 当然能不能是这样 还得看双方决利的结果 不过 这就不是王贤该操心的了 反正通过这件事 他发现皇帝对自己还是很信任的 对季刚说自己向浙江和江西考生网开一面的事情 根本不相信 其实季刚这是一招昏招 季大人忘记他王贤才年方若冠 在这个连自个都过不过来的年纪 那些建立势力之类的事情实在是太遥远了 而皇帝因为对这一点的怀疑 从而怀疑起了季刚所有的话 季大人这也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因为皇帝的信任 王贤虽然被要求随时接受刑部督察院的问话 却没有被限制人身自由 也没有被停职 本来他以为要在贡院里关上一个月 还担心北政府司被人乘虚而入 现在才离开三天就能返回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一离开北院 王贤便马不停蹄回崖 当他来到北政府司衙门口的时候 只见守门的兵士都在向里面张望 这种场景可不常见 显然里头正在发生什么热闹事 啊哼 率回使劲咳嗽一声 那些门卫才不耐烦的回头 但看见是率爷 还有立在他身后的政府大人 门卫们急忙转身行礼 却见王贤白手示意他们不要出声 只好改为站好 脸上难掩惊讶之色 显然没想到政府大人能这时候回来 怎么回事 率回低声问那为首的小齐道 昨天南政府司来人 要替礼副政府他们过去 那小齐看到王贤 便知道这风向又要转了 自然知道自己该如何表现 一脸愤怒道 九爷和吴大人坚决不同意 他们便回去了 今天却带着好几百锦衣历士过来 说封上封的命令 谁敢阻拦便以妨碍公务那下 说着看看里头道 这会儿两边已经针尖队卖忙了 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话音未落 便听里头响起一声惨叫 紧接着一声怒骂 哎呦 你敢打我 把他抓起来 然后便是一阵 乒乒乓乓 劈里啪啦 叫喊呼通声 响成一片 真打起来了 小齐有些恐惧的偷眼瞧着政府大人 唯恐王贤以为他是个乌鸦嘴 北镇斧司唐前大屏上 立着穿同样服饰 却精卫分明的两帮人 小爷 大都督的手令你也看过了 有没有问题 因为昨天手下来要人碰了一鼻子灰 今日 唐英这位南镇斧司镇斧 只好亲自出面要人 有问题 朱九爷捶着眼皮道 这道手令 是五天前签发的 为何现在才拿出来 文仪转仪 有个过程 这是需要时间的吗 庞英道 但现在 赞掌仅一位事宜的 是张勇章大人 朱九爷道 按照他的命令 大都督离开期间 一切照旧 有什么事 带大都督回来再说 你这既然已经晚了好几天 也不差再等几天了 九爷 这是铁的信 不给后辈一个面子了 唐英拉下脸道 本官这个南镇斧司镇斧 下的命令也不好使吗 还是说我管不着你 这个北镇斧司的理行签护 南镇斧司 掌本位的军纪法纪 庞镇斧 当然能管得着我 这个锦衣卫签护 朱九爷一脸肃杀道 只是 老子曾经向我家镇斧大人保证 除非有人蹚着我的尸体过去 否则 甭想动我北镇斧司的一草一木 草木有此 更不要说动这里面的人了 哼 那只好得罪了 唐英目光转冷道 南镇斧司拿人 哪个敢反抗 以违抗军法论 说着宁笑一声 咬着森白的牙齿道 杀无赦 唐英话音一落 他身后的副政府一挥手道 去把李副政府等人接管过来 南镇斧司的锦衣卫官兵 便要往唐后奔去 却突然见白影一闪 那些冲在前头的锦衣卫 便倒飞回来 惨叫着摔在地上 其余人忙站住脚 定睛一看 便见一个身穿白袍 面如官玉的年轻男子 荆棘独立在那道门前 不是贤云少爷又是哪位啊 只见他目光冷冽地 环视着一众南镇斧司的锦衣卫 那条笔直的大长腿 与支撑脚成一个大大的顿角 标枪一样直指天际 这时又涌出八名 各持兵器的轻袍道士 气势十足地 分立在他的左右 这霸气的出场 把庞英一伙人震得一塌糊涂 好一会儿 庞英才回过神来 扎扎嘴道 哎呀 原来是贤云少爷 以您的身份 掺和这种事不太合适吧 废话少说 你打不打 贤云少爷保持着 他气死人不偿命的本色 你这样会让孙真人很难做的 庞英显然还不太了解 自己跟贤云少爷 根本不是一国的 不打就滚 贤云缓缓收回他的长腿 虽然是高手 但金鸡独立久了也会累啊 你 庞英险些被憋出内伤 也生出火气道 今天我们是一定要带走李春几个的 这么说就是要打了 贤云少爷不禁大喜 从山西回来还没痛痛快快的打过架呢 你 庞英要被张二百五给气死了 他身旁的副政府终于按捺不住道 小子 要不是你是孙真人的孙子 老子早给你两个大耳光了 放心 你就是杀了我 也跟我爷爷没关系 我说到做到 贤云很认真道 来吧 来扇我耳光吧 如果你有本事的话 小子少瞧不起人 能在锦衣卫混到千户以上的 不可能只靠着溜须拍马 至少武功得高强才行 那副政府被咸云一击 又见庞英眼中也是凶光一闪 便知道政府大人 也有教训这小子的意思 便再也忍不下去 提着蒲扇般的手掌揉身上前 抡圆了就要给咸云一个大嘴巴 教教他该如何做人 眼看那巴掌要落在脸上 咸云少爷却一动不动 直到对方的手掌 和自己的脸相隔不足一尺 才输得向后一退 同时右手如灵蛇点出 那副政府的巴掌啊 便贴着他的鼻尖滑过 又被咸云的指尖一点 竟略略改了方向朝自己脸颊扇去 副政府忙想停住手 但那手在咸云一点之下呢 已经失去控制 啪的一声 切切实实扇在自己的脸上 副政府大人还情不自禁的惨叫了一声 这一切都是在虚余之间发生的 咸云的动作更是电光火石 在旁人看来 那分明就是那副政府一巴掌 打在了自己的脸上 但是谁都知道这不可能 不仅都被这诡异的一幕震住了 哎呦 你敢打人 把他抓起来 还是那副政府最先回过神来 愤怒的命令手下 朝咸云等人扑过去 手下锦衣卫 这才赶忙冲上去 虽然知道咸云和他身后的八个道士 都是武艺高强之辈 但他们仗着人多势众 北镇抚司的人又轻易不敢插手 还真不信拿不下这几个牛鼻子 但有时候啊 还真别不信邪 咸云和他那八个手下 可是从九龙口湿山雪海下来的 相互配合已经到了画境 将一套武当山的两仪四项阵法 运转得天衣无缝 虽然面对十数倍的敌人 却丝毫不露破绽 只有他们打人 没有别人打他们的份 只见围攻他们的锦衣卫 接连不断被打飞出来落在地上 虽然没有致命伤 但一个个鼻青脸肿 头破血流那是免不了的 看上去啊 是悲惨极了 咸云他们固然留守了 但庞英这边也同样留守了 不然以锦衣卫装备之精良 这么近的距离 只削一次进弩其射 就能将咸云他们射成刺猬 任你武功再高也白搭 现在庞政府就在紧咬着嘴唇 认真评估是否要用弩弓 预备 庞英此番是有备而来 为防控制不住局面 特意带了一个弩弓百人队 此刻见手下被打得屁滚尿流 颜面尽失 终于按捺不住 命手下亮出了弩弓 南政府司的锦衣卫 当时亮出了百余句 令人胆寒的强弩 齐刷刷指向咸云等人 立即住手 不然羞怪攻下无情 庞英冷喝起来 难道就只有南政府司有弩弓 赞长二处的二黑怪叫一声 他所辖的提计 便也从背后取下弓弩 瞄准了南政府司的人 一样的锦衣卫制式强弩 不一样的是北政府司的数目 比南政府司多一倍 你敢威胁本政府 只见本该困在贡院中的王贤 黑着脸出现在那里 政府大人回来了 北政府司的人 灯使喜出望外 王贤就是他们的主心骨顶梁柱 他一回来便意味着 这种被人欺负上门的日子 就结束了 庞英等人却感觉浑身冰凉 对王贤这个赶拿火虫指着大嘟嘟的疯子 他们是不敢惹的 这次赶来北政府司拿人 就是仗着王贤被困在尾中 起码十天半个月出不来 现在被这凶神堵在他家门口 还不知会被如何折辱呢 我 王老弟回来了 庞英想说点硬气的 但他跟王贤接触了不少日子 知道他吃软不吃硬的臭脾气 自己要是敢冲胖子 他一定会帮自己打肿脸的 想到这儿 庞英情不自禁的放低姿态道 误会误会 这纯属误会啊 所谓兵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 本来南政府司的官兵 还憋着一股劲 要好好跟北政府司摆摆手腕呢 但见人家王政府还没开口呢 自家政府大人就先尾了 官兵们也就一下泄了气 不带下令 就先把手中的弓弩放下了 王贤冰冷的目光扫过庞英等人 见对方放下武器 才挤出一丝笑 但怎么看都像是冷笑 庞兄 有事吗 没有 下官奉大嘟嘟命啊 来替李春等人过去 庞英已经知道 今日断无得逞的道理 现在只想赶紧离开这鬼地方 不过要是王老弟还要审问他们 我这边可以再等等 再等等 那就再等等吧 王贤冷着脸道 庞兄进来喝茶 改天改天 老弟刚回来 肯定还有很多事要处理 我就先回去了 庞英王陪笑道 改天再来叨扰老弟 也好 王贤点点头道 我送庞兄 留步留步留步 千万别客气 庞英王拦住他 带着手下灰溜溜的撤走了 转眼间 南镇府司的人便走了个干净 衙门里只剩下北镇府司的人 公营镇府大人回衙 锦衣卫在朱九和吴维的率领下 齐刷刷单膝跪下 向王贤行礼 主位请起 这几日委屈你们了 王贤这才露出真挚的表情道 不过你们放心 你们受过的委屈 改日我会为你们加倍讨回来 多谢大人 众属下这才站起身来 好了 这阵子辛苦大家了 现在可以该回家回家 该放假放假去了 王贤微笑着点点头 目光落在朱九和吴维 几个身上抖 九爷 你们几个来一下 北镇府司牵押房中 光线有些昏暗 王贤在大案后坐定 有些疲惫的揉着太阳穴 才想起自己 一宿没合眼 自从当上这个北镇府司的 镇府之后啊 他的官威是一日中过一日 倒不是刻意为之 而是在这个掌握生杀大权的位子上 自然而然的生成的 几位北镇府司的头脑人物 立在堂下 都不敢胡乱说话 公院出了舞弊案 揉了一会儿 王贤感觉舒服了不少 方定定神道 考试终止 所以我就早回来了 早上听说公园那边乱成一团 属下便和咸云几个过去看看 能不能帮上大人 后来听说大人向洋务后求援 无为这才开口道 我们合计着大人应该是 不想用北镇府司的人 便撤回来了 做得不错 王贤赞许的汉首道 我确实不希望你们插手 大人 无为迟疑一下问道 公院那边的案子 对大人有什么影响 没什么大碍 几刚的老东西啊 想阴我 好在我保持了警惕 非但没有让他阴城 反倒偷击不成十八米 王贤淡淡道 接下来是刑部督察院 会审科长舞弊案 目的是查清 考题是不是良钱泄露的 胡广是否提前得到了考题 说着正色道 如果让他们一直把注意力 放在这上面 对胡广良钱来说啊 就很危险了 有道是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们应该帮帮他们 把主审官的注意力 往季刚是否栽赃陷害 刑讯逼供上瘾 好主意 只要能抹黑季刚的事啊 我们就要大干特干 牵牙房的气氛 终于渐渐热烈起来 率辉热烈响应道 这叫什么来着 对 唯唯旧照 高 实在是高 马匹精 二黑白他一言道 大人 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啊 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暗中调查胡广和良钱这边 如果发现什么线索 要立即破坏掉 不能让季刚那边查到什么东西 王贤说着 看看周勇道 这件事交给五处来做 周治那边还是嫩的点 你和他一起行事吧 遵命 周勇想一想道 可是 大人的安全怎么办 按说贤云是最佳人选 但一段时期内 贤云少爷需要坐镇北镇俯斯 防备对方狗鸡跳墙 须于不能离开 这你甭操心 我找个高手保护就是了 王贤道 另一方面 就是搜集纪刚这边 栽赃陷害的证据了 这个交给二处 吴伟 你帮一下二黑 他干这行啊 没你有经验 是 吴伟干脆应下 又问道 大人既然回来了 那齐大柱的案子 不问 王贤毫不犹豫到 本官现在还未洗脱嫌疑呢 不适合开堂问案 等科长舞弊案 水落石出再说吧 是 吴伟就知道王贤会这么说 又问道 那别的案子呢 别的案子是我们衙门内部的事情 自然 该问就问 王贤见没一条道 不仅要审 而且要从快从重 持续不断 说着看看朱九和帅辉道 二位辛苦一下 和本官一起 把那些重审的案子结了 咱们好掀开 北镇辅司的新篇章 遵命 两人神情一速 功声领命 将任务分派下去 王贤和他的心腹们 便开始分头行动 去找罪证的找罪证 去消灭罪证的消灭罪证 王贤则和朱九率会 两个日夜提审那些 被关了快一个月的 锦衣卫官员 那些家伙原先之所以能硬挺着 是因为相信王贤一定斗不过季刚 但过了一个月 王贤依然屹立不倒 季大人的援兵却依然遥遥无期 这一个月来 他们一天三顿吃清水煮萝卜 没有一天例外的 吃的他们闻到萝卜味就想吐 可不吃就得饿着 一开始还糙米饭管够 后来直接是一顿一个窝头 这一个月下来 所有人都受脱了刑 平均减重二三十斤 实在是快饿疯了 饥饿和绝望像恶狼一样 撕咬吞噬着他们的意志 等到王贤提审时 这些之前富与顽抗的家伙 全都软得像面条一样 毫不抵抗的就招任了他们 栽赃陷害 套取口供 礼带头疆 杀人灭口等一系列罪状 这才像话嘛 王贤吩咐率挥道 晚上的萝卜放点盐 一人两个白面馒头 多谢政府大人开恩 多谢政府大人开恩 众锦衣卫军官 当时磕头如捣钻 他们从没想过 有一天自己竟会 因为两个馒头 感激替领道给人磕头 把那些锦衣卫军官带下去 王贤不禁松了口气 自己府一上任 便顶着莫大的压力 开始平决冤狱改革机构 被继刚一伙人骂成是借故 清理一己 培植亲信 许多朝臣也这样认为 就连他的魏老师 都觉得他有些操之过急 让人带话给他 希望他徐徐徒之 王贤当然知道 所谓的中庸之道 讲究的是润物戏无声 自己这样狂风咒语式的搞法 肯定让很多人看不惯 也给了敌人攻击自己的口实 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呀 因为他很清楚 皇帝让自己掌北镇腐斯 就是为了制衡计刚 以自己这样根基浅薄的小年轻 想跟权势滔天的嫉妒都抗衡 除了把北镇腐斯完全掌握在手里 根本别无他图 而想完全掌握北镇腐斯 则一早不宜迟 只有趁着新官上任三把火 来个快刀斩乱麻 因为一旦拖延久了 自己就会深陷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中 四面受敌无从发力 恐怕连个李春都不会把自己放在眼里 王贤玩的这一手叫先上船后补票 趁着自己新官上任 皇帝不会马上撤掉他 短时间内对他的容忍度也比较高 把该办的事一鼓作气都办好 然后再收敛爪牙慢慢消化成果 他亲自将审理结果整理出来写成奏章 一份上乘皇上 一份官白季刚 也算是回击了季刚对自己 无中生有清除异己的污蔑 不过王贤知道 这些陈年旧案 顶多能再恶化一下皇帝对季刚的感官 基本不会影响到季刚的地位 不过话说回来 机遇陈舟 机毁消谷 只要自己不间断的给季刚抹黑 相信总有一天能让季都督在皇帝心里的形象啊 比那猛张飞还要黑 其实季刚说的也没错 对王贤来说 这些案子的真正意义 还真就是排除异己 培植亲信 把那些季刚的徒子徒孙 扫到垃圾堆里去 自己的人 才好完全接受北镇俯司 这种事情 每个当官的上台都要做 只是程度不同 水平有高有低罢了 不过像王贤这样 一上来就彻底大清洗的 还真是不多见 也幸亏季刚那帮徒子徒孙的屁股都不干净 才给了王贤 请正义大旗行清洗之势的机会 无论如何 言而总之 完成大清洗的北镇俯司 彻底清静下来 一应内外事务 由王贤所设的内签押房 和五个处室分工负责 而各处室所用之人 皆是年复力强 忠心耿耿之辈 虽称不上多出策 但是无不兢兢业业 都是很称职的 尽管幕下要是开展什么大行动 可能就要露了歉 但仅是衙门日常事务 开展一点小打小闹的行动 还是绰绰有余的 王贤自然知道 一口吃不了个胖子的道理 他对自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虎口夺食 把北镇俯司控制在手中 已经十分知足了 再不能贪得无厌 搅风搅雨 他给各处室制定了严格的演练计划 命其加紧练内功 争取能早日派上大用 这边北镇俯司风平浪静 那边朝廷却因为 磕场舞弊 暗闹得不亦乐乎 连皇帝都因此推迟了 北上的行程 季都督自然更是焦头烂额 根本顾不上王贤这头 才让他顺顺利利的 把镇俯司握在手中 第一场会审 是在刑部大堂举行 刑部尚书无中主审 左都一使留官陪审 因为涉案的都是朝廷命官 而且还是高官 在尚未定罪之前 朝廷也没有剥夺他们的官身 所以无论受审的 还是举告的 都是坐着说话 主审官也是客客气气的 不愿意把被告当成犯人来看待 所以这场面呢 看上去不像是会审 倒像是在不意识的 先传上堂的是主考梁钱 梁钱一口咬定 自己没有泄露考题 至于考题是如何泄露的 他也是很想知道 又传唤了副主考和几名同考官 以及负责保护监视他们的官兵 都证明 主考大人这些日子和他们 行影不离 根本没机会向外传递考题 副主考还专门就供愿 对主考的监视 向主审官做了介绍 以此说明 梁钱从街道主考任命起 就一直处在严密的监视下 根本不可能瞒着首位 向外传递消息 主审官倒也认这个解释 有问作为举告方的 季都督有何意义 季刚啊 对江西老人那一套了弱之掌 当即就指出 考题是在梁钱 被任命为主考之前泄露的 这真是荒谬 梁钱冷笑道 我还没当主考的时候 哪里来的考题 书生的特点是心思细密 虽然缺少极致 在贡猿中的表现比较跌份 但距离案发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 足够梁主考 想清楚厉害 把能遇到的问题和该答的话 都通通考虑到 这看似荒谬 但对你们江西邦来说 却并非不可能 说话的是庄夫子 他今日也以锦衣卫参议的身份 陪同季刚过堂 其实干的还是送师的活 从洪武朝到现在 你们江西人基本垄断了三顶甲和树鸡市的人选 以至于现在朝中文学之臣 近说干语 高官显贵阶级江西 加之担任会市主考的条件十分苛刻 符合条件的人选不会太多 且十有八九是你们江西的官员 你们完全可以提前约定好考题 顿一下 庄静沉声道 这也并非异测 今年正月初二 你与杨世奇 胡衍 金又子等七人齐聚的胡歌老家中 大门紧闭 赤退奴仆 不知在密意何事啊 这 梁浅早知道锦衣卫的厉害 但真被查到自己身上 才感受到那种复古之躯般的可怕 过年期间同乡聚会 护道一声新年好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过年聚会 需要大门紧闭吗 需要把从旁伺候的下人都撵走吗 庄静冷笑道 大门紧闭是不想有人打扰 赤退下人是为了说话方便 谁知道里头 有没有你们锦衣卫的密探啊 好在梁浅早已经想好了说辞 面不改色道 当时我们还想商量着 如何营救同乡谢学士 当然不能让你们知道了 谢静被关在牢里五年 也不见你们营救啊 庄静不谢道 这种说辞实在站不住脚 我们是想等皇上消气 过年的时候 听说皇上有开示谢静的意思 我们这才激动的聚到 胡歌老家一起商议如何营救 梁浅双目含泪道 谁承想而等锦衣卫丧心病狂 欺决往上 居然把他害死了 咳咳 虽然谁都知道谢静之死 应该是祭冈下的手 但是谁也不知道 这是不是出自皇帝的授意 唐上的吴尚书 不得不打住这话题道 今天问的是科场案 不要偏提太远 双方应下 不再说这件事 季大人 你认为梁大人在入公院前 提前泄露考题 可有直接的证据啊 吴忠把问题扯回案子上 当然有 季刚冷笑一声道 本作在今年二月初三 便惊人介绍 从胡广胡歌老的公子胡总手中 花费两千两银子 买到了一份考题 说着从袖中掏出一张纸 让人递给吴忠道 这件事 是本作命一名叫陈州的举人 与一个跟胡总过从甚密的举子 叫季炎的进行交易 两人交割银两的日期 可以在万通钱庄查到 乃是开考前三天 后市啊 有城管钓鱼执法 今市有季都督钓鱼取证 当初季刚之所以 要找陈州出面买考题 而不是直接用锦衣卫的人去钓鱼 是因为 那季炎形势也很小心啊 手里的考题并不是有钱就卖 而是要甄选买家的 只有同样要参加 金科会士的举人才行 季炎这样做倒也很有道理 因为这些人买了考题 是用来考进士的 如果让旁人知道他们买了考题 就算考中进士也会被人瞧不起 而且还会有伴随终生的后患 就算是不会走漏风生的好友 那也是竞争对手啊 多一个人知道那就多一个人抢名额嘛 所以真正要参加会士的举人 在得到考题以后啊 是不会向任何人透露的 然而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啊 契刚啊 竟找了一个真正的举人去套题 而且陈州和季炎之前 也有过几面之缘 虽然说不上有多少交情 但至少是熟识的 加上胡总对季炎太过小心颇有为辞 嫌他有钱不赚 季炎只好放松审查 把考题卖给了不算太熟悉的陈州 结果就中了季 这些事情啊 梁钱原先一概不知 不过这几天啊 一直有人暗中为他传递消息 他这才总算是了解到 到底是谁坑了自己 梁主考啊 恨不得扒了胡总那小王八蛋的皮 不过这会儿 他自然还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只能眼看着季刚在那里 翻云覆雨 吴大人请看 这是那陈州的供词 庄静又拿出一份供状 让人转成给吴忠道 上面将交易的时间地点经过 交代得清清楚楚 至于那季炎 则是从贡院里直接被收监的 但因为当时王贤带人闹场 季刚的手下仅来得及审问胡总 并没有顾得上他 之后刑部和督察院 接手了这个案子 将其积押在刑部大牢 是以济刚呢 也没有他的口供 不过这无甚大碍 因为在这样全国最高的法腾上 任你胆大包天 也要先被吓破半个胆 到时候只要让陈州和他当堂一对峙 这小子必然乖乖的招供 闲言手续言归正传 下一刻 吴尚书将陈州和纪炎传唤到大堂上 虚余啊 两名举人被带上堂来 只见两人外形截然相反 一个身材高瘦 一个矮小敦屎 不过两人的神情倒是如出一辙 都是一样的魂不守舍 堂下何人 毕竟两人还是举人 吴尚书没拍经堂目 言语也算客气 学生陈州 拜见诸位大人 那高寿的举子叫陈州 案发以后他并未被抓到牢里 而是在家等候传唤 但气色看上去比那纪炎还差 似乎这几天也很难熬 学生纪炎 拜见诸位大人 矮壮的自然是纪炎 他操一口带着急水口音的官话 一听就知道是胡歌老的同乡 纪炎 你可知罪 吴尚书眯起双目 用他那多年炼成的 能降妖除魔的目光 冷冷注视着纪炎道 学生 纪炎咽口吐沫道 不知何罪之有 你可要想清楚 哪怕最后罪名一样 但主动交代和被迫承认 在量刑上是天差地别的 屋中冷笑道 本官再问你一遍 到底知不知道 纪炎啊 灯石那额头就见汗了 但沉默一会儿 仍是强自摇头道 确实不知道 那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吴尚书一指那沉舟道 纪炎转过头去 看着那沉舟 面色越来越苍白 脸上的汗水也越来越多 内心的惊距显然越积越重 他的反应 让在场助人都暗暗不屑 心说还以为 这小子要玩炕的 原来是嘴硬而已 但梁钱的心 却坠到谷底了 只要这纪炎一招 再加上胡种和陈舟的口供 就算自己不开口 也足够被定成死罪了 说 吴尚书终于拿起金塘墓 重重一拍按道 我说我说 纪炎被吓得一哆嗦 好一会儿才定下神道 原先见过几次 但他叫陈舟呢 还是头次听说 荒谬 你卖考题给他 难道不问他的名字吗 庄夫子插嘴骂道 他感觉有些不对劲 纪炎的考题都卖给了童年 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呢 我卖考题 纪炎却瞪大言道 大人何出此言 学生一个区区小举人 哪有那样的神通啊 况且就算我能弄到考题 也会尽力保密 保证自己能考个前几名 那不比赚多少钱都划算啊 你不说也没有用 庄静骂道 陈舟已经把你们之间的勾当全交代了 你不开口 只能死得更难看 说着转向那陈舟道 把你从他那里买试题的经过 原原本本说给他听 所有人的目光 都转到陈舟身上 纪炎更是汗如江夏 一看就是到了崩溃的边缘 片刻的死寂之后 那陈舟终于开口了 学生没有从他那里买过考题 听到了吗 他没有从你那里买过 嗯 庄静一脸得意的重复着陈举人的话 说到最后才戛然而止 难以置信的转过头去 死死盯着陈舟 纪刚等人 同样用难以置信的目光 盯着陈舟 嘴巴里能塞进去个蛋 至于什么蛋啊 却跟个人嘴巴的大小有关系 纪炎和凉钱的脸上啊 却浮现出难以抑制的狂喜 纪炎这种小年轻也就罢了 就连四老五十 修身养性到了 八风不动的程度的凉钱 都无法克制自己情绪了 可见这陈舟倒戈啊 有多么的令人意想不到 又有多么的令人喜出望外 其实梁钱和纪炎都是在硬扛着罢了 前者硬扛着 是因为他深知以永乐皇帝的暴力 自己的罪名一旦定下 想留个全尸都不可能 而且极可能祸及家人 所以他必须要撑到最后 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 他是撞了南墙也不能回头 至于后者可没有梁钱那么强的意志 他能撑着不松口 一是一直被关在刑部牢中 没享受过景一卫的大行伺候 二是审讯毕竟才刚开始 他的意志还没完全崩溃 还有最重要也是最隐秘的一点 就是在开审前一天 给他送饭的狱卒突然开口说 上头说了 明天你只要识口否认 就可以逢凶化吉 梁钱当时正是彭徨无助到极点的时候 陡然听到这种话 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但再想问的时候 那狱卒已经走远了 昨天一晚上啊 记举人就没合眼 满脑子都是那狱卒和他说过的话 他回忆起 那狱卒竟然从没来送过饭 那就是说 对方是专门冲自己来的 记举人一点也不笨啊 相反还很聪明 当然事关生死也由不得他不聪明 想来想去 记举人确定 那狱卒不是为了害自己的 因为这个案子自己招任了 那就是死路一条 别人根本没必要再化蛇添足 所以那狱卒一定不是在害自己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 记举人才决定嘴硬到底 不然 刚才就被吴尚书和庄父子连番诈呼给吓吐露了 但那陈州开口前 纪言还是险些被吓晕了 因为他很清楚 只要陈州招任了 吴尚书就有充分的理由 剥夺自己的举人出身 三目之下自己必招无疑 这就好比断头台上 刽子手已经举起刀来了 却突然有人大喊 刀下留人 虽然最后留不留还两说呢 但对脑袋已经搁在砧板上的人来说 却会激发出他们无穷的希望和力量 你再说一遍 庄静回过神来 独舍般盯着那陈州 一字一顿 冷得吊渣道 学生 没有从他那里买考题 陈州被盯得满头大汗 嘴上却越说越顺流道 当时 纪大人的手下 以高堂的安危 未逼学生 去找纪兄买考题 但纪兄只是很错愕地看着学生 把我骂了一顿 批评我 不想着刻苦用功 尽想着歪门邪道 把我灰雷罗地骂了回来 顿一下道 回来后 学生怕纪大人的手下会伤害我父母 便从历年沉没上 胡乱找个三题 糊弄交了差 你胡说 这下连纪刚也坐不住了 拍案道 你给本座的考题 明明就是荆轲的三题 我已经作为政务 呈给皇上了 就算本座眼瞎 若有出入 皇上会看不出吗 我写的那三题 一道是生财有大道 一道是百姓族熟语不足 还有一道是 责难于君位之功 与会事的题目完全不同啊 陈州一边说着 脸上却满脸发白 显然吓得不轻 但在主审和陪审眼中 却只是他设于 季刚淫威的正常反应而已 在吴尚书和刘总献心里 已然信了这季举人的说辞 这一方面是因为 季刚往日的名声太坏 让人对他的话 总是难以相信 另一方面 则是谁也无法相信 一个文弱书生 居然感冒激怒季刚的危险 在这刑部大堂之上撒谎 两位刑部宁肯认为 这季举人是读书人的良心发现 或是别的什么原因 让他决定说实话了 但季刚知道 这季严分明就是胡扯 季严弄到的考题 自己在考前就看到了 等试题开出来一对照 自然是一模一样的 季独独虽然是学校四页的 但也不至于不识字啊 连题目一不一样都能看错 满堂人万万没想到 本应当一锤定音的人证 竟然在此刻反水 而且掉转枪口指向了季刚 小子敢耳 最难以接受的自然是 季刚季都督 他当时抛去朝廷重臣的沉稳 重重拍案道 这世上还没有人敢欺辱本座 人的名树的影 这大明朝有几个人能承受得起 季刚季大人的淫威 那陈州被吓得面如土色 却仍是强撑着道 学生不敢 学生只是实话实说 我宰了你 季刚暴跳如雷 从捉案后欢然起身 看那眼里的凶光 竟真像要杀人一样 季大人息怒 季大人息怒 吴忠和刘官赶忙将其拦住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季刚也是气昏了头 这才醒悟到 这是在刑部大堂之上 不是在自己的锦衣卫衙闷 愤然闷哼一声 黑着一张脸坐下 安抚下季刚 审讯继续进行 吴尚书反复盘问 那陈州都一口咬定了 自己没有买到考题 吴忠又问 那你之前为何写那样的公状呢 陈州惭愧垂泪道 圣人云 积坐不欲勿施于人 学生愧对圣贤教诲 然而他们以我父母的安危威胁于我 学生一时糊涂 只顾自己的父母 却忘了别人也有父母 这话说得很有水平 让两位不疼 对他的印象大有改观 吴忠又问道 如你所说属实 你现在改口 岂不害死了父母 学生当时没想到会波及这么多人 陈州泪流满面道 这几支案发才知道 若是我不说实话 上至阁老主考 下至百余童年 就要家破人亡 死于非命了 昨天我父亲也从街坊口中知道了此事 回来后对我严加盘问 但知道学生在诬陷童年之后 他们羞愤难当 偷骂我一夜 说他们不要我这样的孝道 如果要用这么多人的性命 换他们苟活下去 他们宁肯现在就去死 也不要给祖宗抹黑 要我答应了他们 今天上堂说实话 他们才没有自尽 一番话说得 吴忠和刘官唏嘘不已 很是钦佩两位 深明大义的老人 季刚却气炸了废道 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 对这种酷恶不俊之辈 必须要动刑 三目之下 看他还敢不敢鬼话连天 季大人稍安勿躁 吴忠此刻心中的天平 已然悄然向陈州这边倾斜 其实他和李官在私下碰头的时候 已经商量过了 虽然这两位北方官员 平素十分看不惯江西邦 把师朝堂沆瀣一气的样子 但大家毕竟同朝为官多年 更不能给季刚助纣为虐 还是要尽可能的减少珠连的 当然两位大人也没必要 为江西邦顶纲 就算要施以援手 也是在不妨害到己身的大前提之下 之前两人也觉得希望渺茫 但现在看到季刚这边的重点证人 突然反水 案件有峰回路转的趋势 吴尚书自然要顺水推州了 这陈州毕竟是举人身份 还动不得行 那就立即剥夺他的出身 季刚瞪眼道 休要推脱什么需要智慧礼部 这件事你个刑部尚书就办得到 他也是气大了劲 见吴忠言语间颇有倾向 竟当堂咆哮起来 哎 季大人稍安勿躁 吴尚书虽然一直小心 不想得罪季刚 但他怎么说也是堂堂二品尚书啊 见季刚如此不给面子 吴尚书也动了真火 把脸一沉倒 奉旨问案的是下官 下官自有分寸 黄公公你看到了吧 啊 这些文官就是官官相互沆瀣一气 季刚怒归怒 却没失去心机 马上给吴忠扣上一顶大帽子 对黄眼道 若是让他们继续审下去 可想而知案子是什么结局 还请你将他们如何颠倒黑白 若是禀报皇上 请皇上胜断 季大人息怒 黄眼和赵王不清不楚 心里自然是偏向季刚的 可永乐皇帝是那么好糊弄的吗 他也不敢太过分了 我自然会如实禀报皇上 这黄眼和季刚站在一边 本不想得罪人的理官啊 也只好开口支持吴忠道 本官也会如实禀报皇上的 这话好像是在附和黄眼 但以他和吴忠的关系 谁都知道他这是在唱对台戏 诸位大人都请稍安 既然分歧太大 那不妨先把纪炎的案子放在一边 吴忠也被季刚气坏了 自从太祖皇帝废宰相尊尚书 六部尚书和督御史便是文官的领袖 虽然后来皇帝设内阁群臣对首府 以宰相视之 但永乐年间的内阁 毕竟无法跟几十年后相比啊 六部尚书和督御史这七卿 才是朝堂列班时站在文官前列 真正位高权重的文官领袖 纪刚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让吴尚书动了真火 再不给纪刚留情面道 咱们还是先说说 宫院里发生的事情吧 纪刚一听自然更加火大 死死盯着吴忠阴森森道 看来吴尚书是要和本座死磕到底了 纪大人何出此言 吴忠面无表情道 既然是磕场弊案 难道下官只能问磕场外 不能问磕场内 这话让纪刚哑口无言 险些憋到内伤了 此时此刻 纪都督心中烦闷要死 他万万没想到 本来是自己精心不下的必杀之局 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种拖泥带水 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局面了 按说这个案子 纪都督难得站在正义的一方 就算为取证掉了回鱼 那也是合情合理 没人能挑出不适来 怎么会从发动那天起 就像是一脚踩进个泥坑里 反而把自己弄了一裤子泥汤 不是屎也是屎吧 纪大人 您是总监官 请问龙门搜紧的时候 可算彻底 见纪刚没法反对 吴忠便发问道 不算彻底 纪刚闷声道 他当然不能说王贤搜紧彻底了 不然他再次搜紧的动机就要成疑了 不算彻底 吴忠眉头一皱道 为何据下官了解 这次搜紧极端严苛 甚至可以说是 史上最严的一次也不为过 我承认 对一部分考生来说 搜紧是挺严格的 纪刚道 但是他有区别对待 对浙江和江西的举子 网开一面 这样说 有何证据 吴忠道 本座有眼线在搜紧官兵中 纪刚道 是他禀报我的 此人何在 就在外面等候传唤 传 不一会儿 那名密探便被传上堂来 向吴忠交代自己如何听王贤说 要对浙江和江西的举子网开一面 在龙门搜紧的时候 又是如何放过浙江和江西举子的 待其说完之后 吴忠命请王贤上堂 王贤虽然被皇帝放了出来 但不是说他就是没事人 还得随时接受对治 所以今天开堂他就在了 只不过一开始问的和他无关 便被吴忠的请在耳房休息 带牙役来请 才施施然上堂 王贤的身份虽然不如在场人显赫 但也是天子尽尘 吴忠命人搬了椅子 客气的请他就坐 这才问起那密探告发之时 大人想知道真假很是简单啊 王贤淡淡道 这不是对一两个橘子放水 而是对浙江和江西的数百名橘子大放水 必须要所有参与搜紧的官员兵士一起合作 才能做到 说着笑笑道 大人不妨传唤下其他人 看看是不是也得过我的吩咐 若是他们都这样说 那我有口莫辩 若是只有个别人说 大人青天高悬 必然为下官做主 嗯 吴忠心说 王贤和济刚都是特务头子 可前者毕竟是读书人 这话听起来就让人舒服多了 便看看另外三人道 几位大人 依下如何 有道理 李官点头道 咱家只听不说 谎言也不想惹一身骚 哼 就连济刚也反驳不得 不过他还是有点信心的 因为那日案发之后 他便亲自召集搜紧的官兵训话 命他们统一口径 就说 因为搜紧官是浙江人 副搜紧官是江西人 所以被要求对浙江人和江西人 网开一面 只是经过那沉舟的突然反水 季都督的信心也不是那么强烈 果然 当那日担任搜紧任务的官兵 被一一传上堂来 竟都矢口否认 王贤曾说过那样的话 对此 吴忠和李官深信不疑 因为他们原先就不相信 王贤会那样丧心病狂 要求别的省的考生要脱光搜查 对浙江和江西的考生却包庇纵容 他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 根本没道理这样做呀 季刚的一张脸都要仗成猪腰子了 如果说之前那沉舟反水 他还理直气壮 只是生气而已 但这一回他确实是诬陷人家王贤 结果被当场啪啪的打脸 相信今日之后 他堂堂记都督定要成为京城朝野的笑柄了 到现在这会儿 季刚自然已经醒悟 这好好的必胜之局之所以变成这样 皆因为自己一时脑残 想把王贤扯进来一起解决的缘故 季刚同时还惊觉到一点 王贤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事 必然是已经将北镇府司彻底收服 此时此刻他终于意识到 王贤根本不是什么跳梁小丑 而是他命里的克星 案子审到这儿啊 没法继续下去了 再审下去的话 就要审到季都督的头上了 吴忠和理官并不想过分得罪季刚 便宣布暂时退堂 来日再审 王贤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毕竟季刚有没有罪 只有皇帝才能说了算 在皇帝没开口之前 哪怕是刑部尚书都御史 都没胆量说他有罪 能像现在这样 把自己完全宅出来 还狠狠坑了一把季都督 也算是帮了胡广和梁潜的大忙了 已经不能再奢望太多了 这天的问讯到此便戛然而止 梁潜和那纪炎陈州都被收监 季刚和王贤则各回各的衙门 王贤走出刑部衙门大门的时候 只见季刚面色阴沉的等在那儿 见过都督 王贤拱拱手 算是见你了 便要闪人 王大人 好手段 竟然连本官都敢坑 现他如此无礼 季刚眼中怒色更重了 恨声道 季大人正好说到了吧 王贤终于站住脚 目光冰冷地回望着季刚道 这次是你在坑下官吧 你 季刚惯常的逻辑是 我坑你可以 你坑我就不行 偏烧王贤不吃他这一套 险些把他憋出内伤 半天才憋出一句 咱们走着瞧 便带人纷纷地离去了 王贤立在台阶上 目光冰冷地望着季刚 骑在马上的背影 面上的冷笑 渐渐脸去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凝重 回到衙门以后 他在内迁押房中 招见了朱九 平退左右 王贤将今日在刑部大堂 发生的事情 向朱九爷讲了一遍 朱九爷文言 瑟瑟称奇道 想不到竟是这样的局面 那陈州临阵套哥 可把心记得坑得不轻啊 性记得也是鬼迷心窍 竟然在这场都造假 其实 王贤迟疑一下方缓缓道 季刚没造假 是陈州撒了谎 啊 朱九爷震惊道 那陈州莫非得了失心疯不成 感冒如此之大不矮 陈州的父母被激刚的人胁迫 这件事是真的 是我保证的他全家的安全 王贤声音低沉道 并让人告诉他 他说实话的后果 就是又一场大狱兴棋 而且他也会被天下读书人唾弃 生不如死 所以他就改口了 朱九爷难以置信道 不错 他在大堂上所说的 大抵都是肺腑之言 王贤淡淡道 这个案子朱连士林太广 他毕竟是个读书人 岂能让自己成为 激刚枪害读书人的工具 原来如此 朱九爷点点头 他知道王贤肯定 没完全说实话 比如那陈州的父母 就极有可能捏在王贤的人手里 再比如给陈州许诺了种种 不过有一点他就更糊涂了 大人 为何要对属下说这些啊 因为 你对皇上是忠本 王贤轻声道 大人 朱九爷不禁虎躯一阵 他还有一层秘密使命 就是暗中监视王贤 此事也不算什么秘密 王贤当初请他入伙 也有弑君已成的意思 不过之前谁都一直没说破 陈寅片刻 朱九爷低声道 这件事 我可以不禀报皇上 他觉着 这毕竟是既刚出阴招在前 王贤还回去也是以牙还牙 替他瞒一瞒也无不可 你想差了 我是让你禀报皇上的 王贤却断然摇头道 皇上让我当这个北镇府司镇府 我就不能欺瞒皇上 不然就是不忠 朱九爷瞪大眼看着王贤 想知道这是不是在正话反说 但见他一脸的坦诚 怎么也不像是说假话的样 大人 这又何必呢 为臣者 势君唯有尽忠 王贤却闭上眼道 这就是我的忠君之道 这就去禀报吧 朱九爷深深看了一眼王贤 这一刻 他发现自己真有些 看不懂这位年轻的大人了 好一会儿才低声道 大人何不亲自禀报 这些话 我不能直接向皇上说 会让皇上陷入被动的 王贤没睁开眼 脸上写满忠诚道 你不用担心本官 皇上圣命 不会看不到我这颗忠心的 是 王贤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朱九爷只好应一声下去 大人 朱九一走 无为闪身出来 眉头紧锁道 您这是何苦呢 百计千方 只能如此 王贤苦笑一声道 眼下这个案子 看起来是对季刚很不利 但你跳出去仔细一想啊 就会明白 不管季刚用了什么手段 肯定是之前发现了什么 他才会有地方使的 无为想一想点头道 确实 季刚和胡广和江西邦 又没有深仇大恨 不可能平排无辜的构险他们 但是 这个案子到了这一步 季刚却成了罪魁祸首 王贤苦笑道 这样固然解恨 可皇上也成了被愚弄的对象 如果你是皇帝 你会怎么想 我会认为 那些文官横谢一气 连大人也跟他们穿一条裤子 无为有些明白了 你都能想到 当今皇上是英明圣主 谁也别想糊弄了他 王贤沉声道 所以啊 我不能瞒着皇帝 否则就要大祸临头 相反 要让皇帝认为 我是忠心的 而且 我这种忠心 跟季刚是不一样的 季刚那种 是通过骇人表现忠诚 或是通过保护人表达忠诚 这两个忠心 数高数低 相信皇上心里会有杆秤的 可要是皇上 没想那么多 非要治大人的罪呢 无为问道 不会的 王贤摸一把下河 才长出来的短短胡须 这个案子牵连太广 牵扯太重 真要追究起来 自内阁首府以下 五分之一的公卿大臣 要受牵连 那样朝廷的颜面何在 所以啊 皇上会领轻的 说着苦笑一下道 当然 我也休想落到好处 只要能过去这关 大人就善莫大焉了 无为笑道 还有比这更大的好处吗 哎 你这是诸心之言啊 王贤摆他一眼道 本官明明是本着一颗忠心 北院 宜天殿后殿 大明永乐皇帝内寝宫中 朱棣冷冷看着 跪在地下的朱九 半赏才悠悠问道 王贤 真是这么说的 是 朱九重重点头道 他说 让那陈州改口供 虽然亵渎了朝廷的司法 却绝对不能瞒着皇上 皇上就是杀了他的头 他也会那样做 朱棣那阴沉沉的脸上 根本看不出半点表情 好一会儿才冷哼一声道 哼 他胆子既然这么大 为何不资格来请罪 还要你来传话 他说 那样会让皇上被动 有奴才禀报的话 皇上如何决断 都进退有余 朱九虽然对皇帝忠诚 但对给了自己 咸鱼翻身机会的王贤 也是感激不尽 是以原原本本的 重述了王贤的话不说 还用力给他洗白 说道 以奴才跟随他这些日子来看 王政府确实是秉着一颗忠心 从没有以权谋私的想法 只是奴才也不明白 他为何宁肯犯法 也要帮着胡广和梁钱他们 据独裁所知 朝中的浙江人和江西人 可是水火不容 就在开考前几天 王政府还把胡广的公子 打了一顿 送进了应天府大牢呢 他这样的疑问 比直接说王贤 忠诚不二还管用 果然 只见皇帝的表情 起了微妙的变化 便听朱棣冷哼一声道 哼 他不过是狗拿耗子罢了 说着看看一旁的黄衍道 你觉着 王贤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黄衍可是此案的厅审官 文言神情一领 不禁心下打鼓 有心给王贤捅上两道 又怕说错了话 露出自己的麻脚 只好道 臣说不好 有什么说什么就是 朱棣不耐烦道 是 黄衍只好称谅着道 回皇上 臣以为他这样做 至少有三个心思 拿三个心思 朱棣紧接着问道 第一 他是在跟纪刚变苗头 两人在锦衍卫闹得不可开交 他对纪大人安排他任共事的搜紧官 意见好像很大 此举坏了纪大人的好事 他可以看笑话 第二 他知道皇上英明 肯定瞒不过去 所以索性先交代了 黄衍看看皇帝的脸 见朱棣依然面无表情 才放下心接着道 第三嘛 他对太子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虽然和胡广等人的关系不好 这种时候还是要抱一抱他们 其实 黄衍把王贤的心思 猜了个七七八八 可惜他虽然聪明有余 但缺乏真正的智慧 在真正有智慧的人 譬如永乐皇帝朱棣的眼中 首先看到的是这个案子对朝局的影响 正如王贤所言 如果这个案子坐实了 对朝局的震动就太大了 今年年初刚死了个首府 这下再杀一个首府 大明朝的文官真有一蹶不振的危险 永乐皇帝虽然是马上得天下 但也知道治理天下要用读书人 但此时距离大明开国不过几十年 距离靖难更是只有十几年 他登集后又是平安南 又是争墨北 国家几乎一直在征战 这样的结果便是朝中地方上 满是勋贵功臣 这些家伙仗着功劳 手里又有兵有将 一个个飞扬跋扈 哪里把那些靠几篇文章发迹的文官放在眼里 朱棣对黄衍的话不以为然 他认为 王贤和继刚变苗头是有的 王贤和太子感情还很深也是有的 但这都够不成王贤保护胡广等人的理由 像王贤这样的聪明人 如果为太子舍身而出还在情理之中 但是不会为一群江西佬出头的 而且在帝王心中 文官不过是一群只知道盆里争食的家犬 把他们捧得再高 也威胁不到皇家的江山 五官就不同了 那可是一群虎狼啊 要是不对他们加以限制 他活着的时候自然没事 但等他百年之后 那是要把他的子孙吃的骨头都不剩的 所以天下人都觉着 朱棣是马上皇帝 和那群敬难功臣称兄道弟 对他们好的没话说 所以皇帝应该是重武清文的 这样想的人都太傻太天真了 就像朱棣打着维护藩王利益的旗号 起兵敬难 等他一坐上皇位 削起翻来比他侄子还猛 只不过手段更高了些而已 对于称之的君王来说 他的行为并不受感情的控制 而是由他屁股底下的龙椅决定的 朱棣头脑十分清醒 为了朱家的江山千秋万代 他是一定要推行众文义武的国策 只是之前朱棣因为天下未尽 虽然有心提高文官地位 却也得顾及五官的感受 但现在四海艳燃已经不会再有大战了 他就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所以 年前朱棣翻看锦衣卫城上的名册啊 说那句 尽犹在掖 继刚啊给理解成皇帝嫌谢靖还活着 其实错误的 皇帝其实觉着 谢靖这些年遭的罪也够了 作为天下文人的榜样啊 不应该再受折辱了 皇帝啊是想把谢靖给放了 结果继刚却把谢靖给杀了 这让朱棣啊很不满意 才促成皇帝想换个人来管诏狱的念头 而王贤这个举人 说起来也算是读书人 又是太孙的好兄弟 让他来管诏狱 必能保护好牢里那些文官 那些家伙虽然是铁杆太子党不假 却也是大明文臣的种子 皇帝把他们关在牢里 让他们避开二龙夺敌的凶险风浪 又何尝不是一种保护啊 这就是帝王心术 对你好不一定真就是想让你好 对你不好也不一定是真误了你 就像皇帝把王贤推到北镇府司的位子上去 看上去好像是莫大的信任和提携 可那是把他放到最凶猛的野兽面前 除了性命相搏 没有第二条路 但饶氏皇帝啊已经高看王贤一眼 却还是惊喜的发现 他的表现比自己料想的还要好 王贤竟在侍请天下的季刚面前 不落下风 甚至打得季刚手忙脚乱 更让皇帝感到欣慰的是 王贤这正经举人啊 就是比季刚那种四叶的诸生 要更能体会到圣意的变化 他上任之后主动交权行科 明确北镇府司不奉旨意 绝不出动 都符合皇帝收权的想法 这次王贤把科场案绞成了僵局 同样符合皇帝的想法 按照季刚安排的路子下去 皇帝只能大开杀戒 然而大明朝已经死了一个首府 不能再死一个了 不然文官彻底翻不过身来了 在皇帝看来 王贤显然比季刚更明白自己的心意 把案子搅合到这种程度 外人看不清楚 皇帝却明明白白 进退自如 想要言半的话 只需要夺取那陈州的举人资格 三目之下必然说实话 想要淡化此案的影响 则不剥夺陈州的举人资格 让此案的真相永远掩盖下去 然后自然是找几只替罪羊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了 凭本心讲 朱棣是真想把胡广这帮人 统统杀掉 但就像他不能因为感情好 就继续偏重武将一样 也不能因为这群文官王八蛋 就改变自己提高文官地位的初衷 而且毕竟胡广也只不过给了十个人考题 就算胡种也不过卖了二三十份考题 后来王贤搜出来的上百份考题 多半还是即刚暗中扩散开来的 朱棣深安人性 知道这种以权谋私的事情 换个人上来也不大可能避免 皇帝在那里沉吟不语 黄衍和朱九都在心里打鼓 不知道朱棣到底是个什么想法 好一会儿 才见皇帝站起身来 两人忙平息凝神 目光随着皇帝的步履缓缓移动 那些举子现在如何 没想到皇帝问起了这茬 回皇上 朱九马上到 那些举子从案发那天直到如今 还都在公园里头关着呢 他们既不能回家又都无事可干 虽然朝廷攻击他们吃食探火 倒也动不着饿不着 可这样下去 要不了几天就会闹出大乱子的 朱棣点点头 赞同道 要尽快重考 让杨世奇担任主考官 重新出题 重新考试 这次 一定不能再出乱子了 按说皇帝发话 黄衍就该派人去把杨世奇招过来 可他也不糊涂啊 知道案子还没审清呢 皇帝就说要重考的事 这不是暗示他们要尽快结案吗 草草结案的话 势必无法刨根究底 那岂不是说这一场季都督又败给王贤了 季刚的输赢 黄公公并不太放在心上 他担心的是自己刚才说王贤的坏话 显然没有摸准皇帝的想法 这会不会引起皇上的反感呢 没办法 他虽然也算是老臣了 但归根解体啊 还是个伺候皇帝的死太监 怎么 朱棣见他愣神 沉声问道 你不同想法 沉没有不同想法 黄眼盲定定神道 只是想到这样一来 那边的案子必须要加快结案了 谁有罪谁无罪 总得交代清楚才好开考 也不用那么快结案 朱棣的心思真的很难揣测 只见他摇摇头道 案子该怎么审怎么审 不要去干扰法司 是 黄眼心情一松 却更加迷糊了 不知道皇帝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他不明白 却有人能明白 毕竟十几年的书 不是白读的 刑部尚书吴大人 和左都御史刘大人 就从皇帝扑朔的旨意中 琢磨出许多道道来 永乐皇帝的胜意难测 但为臣者却偏偏要揣测胜意 不明白皇帝什么意思 把差事办得 伪了皇帝的心意 那可就轻则危急仕途 重则要狼当下狱的了 所以两人 接着商议案情的机会 凑在刘官的牵牙房中 平退左右商议起来 屋中苦着一张脸问道 刘大人 您说皇上一面下令 尽快重考 一面又命我们按部就班 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啊 司政兄啊 是一页账目不见泰山啊 刘官却淡定的笑道 皇上的意思还是挺明白的 你想想 重考的主考官是谁 杨士奇啊 吴忠心说 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集官啊 刘官又问道 江西 吴忠说着有些明白了 一个江西籍的主考翻了事 亲典的继任者 却还是江西人 这说明皇上不认为 朝中有干党 应该说皇上不想让天下人认为 朝中有个干党 刘官沉声道 所以 此案不亦扩大 那为何不早点结案呢 无中不结道 哈哈哈哈 刘官碾须笑起来道 虽然有人在暗中帮着胡学士等人 但皇上动竹高照 自然知道 考题泄露一事乃空穴来风 非是无音 虽然从全局考虑 不明着追究下去 但不能不略作惩罚 否则岂不让人以为天子可欺 你是说 吴忠恍然道 皇上故意拖着案子 让那些浙江和江西的举子 错过这次会试 不错 只是让那些官家子弟蹉跎三年 圣上已经很是仁慈了 刘官脸上献出浓浓的钦佩之色道 而且 这样也免了圣上干预司法的口实 吴皇实在是英明 是啊 皇上这样还真是最好办法 吴忠赞一声又有些惋惜道 只是这样一来 那些浙江举子就可怜了 本来没他们什么事的 雷霆雨露皆是军安 圣上以一身于天下人 不可能顾及到所有人的 刘官缓缓道 不过是晚一刻基地而已 再说荆轲也不一定能考中 明白了皇上的意思 接下来该怎么做 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两人又商议了片刻 便敲定了下次开堂的方略 刘总宪不愧是侍奉皇帝十几年的老臣 把皇帝的心意猜得十分透彻 唯有最后一点他猜错了 那些浙江举子错过科举并非是误伤 而是皇帝有意为之 而皇帝之所以这样做 作为当事人的王贤自然清清楚楚 那些浙江举子可都是他的乡党啊 他们被压上一颗对王贤是个不小的打击 毕竟耽误上三年 会影响到许多人未来仕途的高度 王贤想指望他们在朝中相助的美梦 也不得不拖后三年 这一颗的黄金榜上 我浙江举子要挂铃了 这让王贤生出浓重的愧疚之情 那种无言见江东父老的心情啊 真比将他的官还难受 也不至于啊 无为轻声安慰到 林荣兴和李玉他们几个 就听从大人的劝告躲过了这一劫 说着笑笑道 重考时要重新入场 他们正好可以参加 是吗 王贤这才露出一丝笑道 这倒是个好消息 2月19号是会市重考的日子 在此前两天 在贡院关了九天的举子们 终于被放了出去 这九天来啊 为了防止他们串联闹事 官兵不许他们离开考巷 且只有拉屎撒尿 才能离开号舍 他们就是在那广不容习的号舍中 待了整整九天 出来的时候 一个个旁头垢面 身形勾楼 两眼无神 那跟逃荒几千里的灾民差不多 比起身体上的磨难 更难挨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他们被关在贡院中 不知道外头的情形 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大难临头 毕竟好多举子都是买过考题的 就算没买考题的也大都带着小钞 虽然被王贤王大人网开一面了 但现在王大人好像都摊上事了 也不知他们会不会被反攻倒算 这九天真是举人们生命中最难挨的九天 当他们终于获释 并得知第二天重新考试的时候 举子们才放下心来 呼吸着贡院外自由的空气 举子们一个个泪流满面 颇有节后余生之感 只是想到后日还要再进贡院 又要在里面待九天 所有人的脸色都不好看了 但听说浙江和江西的五十名举子 还没有获释 铁定要缺席本科会试时 举子们的心情一下好了很多 不是因为看到有比他们更倒霉的 而是那些倒霉的举子 可是来自文教水平最强的两个省 五十名举子 起码能取中三十名 而且都是高名次 现在这些人捞不着参加会试 对其余的举子来说 那不至于是最大的利好 尽管这种想法十分之猥琐 带着满身疲惫和几分窃喜 举子们返回各自住处 也顾不上和家里人说几句话 便赶紧洗个澡 冲掉浑身的臭气 又狼吞虎咽的大吃一顿 然后强大精神 吩咐家人按照新的要求 准备烤具和备入吃食 他们则倒头就睡 昏睡了一天一夜 甚至两天一夜 年轻的举子们才恢复了元气 至于年长者啊 依然是头昏脑胀 腰酸背疼 但是时间不等人 都得强撑着爬起来 准备再赴考场了 去之前 他们都得仔细检查 家人准备的物品 是否符合紧急宣布的要求 那变态的要求 乃是出自重考的主考官 杨世奇 接到任命他为重考主考官的旨意之后啊 杨世奇面听胜讯 朱棣对他说啊 朕 这次就任命了你这一个主考 事成事败 是贪赃王法 还是公平取士 全在你一念之间 能不能洗刷江西人的名声 全看你了 要是再出了岔子 你也不用来见朕了 杨世奇深知自己责任重大 不仅肩负着朝廷的重担 还背负着江西同乡的生死存亡 皇上让自己接胡广的班 就是在给他们江西官员 一个自救的机会 把这次会事圆满完成 为未来的会事树立一个规矩 那考题的事情就一笔勾销 要是自己再出了岔子 那新账旧账一起算 干党的末日也就到了 杨世奇是公认的大才啊 他冷眼旁观了梁浅主持的会时 知道考生已经作弊惯了 不搜减那是不成的 但像王贤那样却又犹如斯文 最好的解决办法 无异于是震慑 何谓震慑 就是要让对方相信 你会严查 绝对能查出他的夹带 而且一旦查出的后果 十分严重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杨世奇制定了详细的入场物品规定 并下发给考生人手一侧 侧子上规定 考生所穿的衣物 不论是帽子还是山袍挂 都必须是单层的 皮衣去面子 粘衣去掉里子 裤子不论绸布皮粘 都只许是单层 袜子用单层的 鞋用薄底的 对考试用品的规定 也有详细的变态规定 比如说 坐垫用单层的粘片 烤袋也不能有里子 雁台不能太厚 毛笔的笔管必须空心 装水的容器用陶瓷 用于烤火的木炭 只准两寸长 竹台要求是用锡做的 并且只能是单毯的 竹台的柱子 必须是空心通底 糕点等食物都要切开 就连装这些用品的篮子 也要编成玲珑格眼 底面如衣 以便搜紧 这些变态的规定 足图写满了一本小册子 光看看就让人毛骨悚然 可经过了上一场的折磨 橘子们的脾气早就磨光了 哪个敢不遵守啊 这下可苦了他们的家人 两天不到的时间 都在捣鼓这些变态玩意儿 唯恐坏了自家老爷的大事啊 不过杨世奇这手也确实绝 直接让那些橘子 打消了作弊的念头 开玩笑了 对物品规定如此归毛之考官 搜紧时还不知会如何变态 估计连菊花都不会放过 一念至此哪个还敢往枪口上撞啊 到了十九号凌晨 橘子们重聚贡院前街 在杨主考的有力震慑下 加上橘子们也心有余悸 这次入场十分有秩序 待到天亮时 已经进去千余人 看这样子中午就能全部入场 天亮之后 橘子们才有些骚动 因为他们看到了王贤 其实王贤也不想露面 他担心橘子们会狠狠地鄙视自己 但不露面不行啊 因为皇帝把维护公园外秩序的任务 交给他了 之前天黑他又不站在火把前 橘子们都没看到他 现在天亮了 他也就无所遁形了 此刻 昭阳还未露出头来 东方天际却被染成一片夺目的金色 那金光正在王贤的身后 为他的身体轮廓 打上了一层绚丽的光晕 也掩盖了王贤心虚的表情 由不得他不心虚啊 因为他的对立面 是大屏上两千多名橘子 这些家伙可都在他的威逼下 宽衣解带 连内裤都没保不住啊 王贤仍记得那一张张羞愤难当的脸啊 还有那些言之凿凿的 日后必讨回公道 此刻在贡院外相见 自己又不再是考官 他们虽然不敢上来围殴自己 但一人一口吐沫 哪怕一人一个白眼 都足以让他成为朝野间的笑柄 大人 要不咱们先撤吧 吴伟也意识到王贤的麻烦 忙小声提议到 临阵退缩那不是王贤的风格 他咳嗽一声 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准备迎接两千橘子的唾骂 是上次搜索的王大人 消息在橘子们中间传递 连一般散开 听到这话的人都不由自主地转向了王贤 要来了 看到越来越多的橘子看向自己 王贤心中暗暗身影 杀人不过头点地 要来就来吧 不过拜托给个痛快成不 果然 虚余之间两千双眼睛全都落在王贤身上 让他无可遁形 这小子明知道自己得罪了橘子 还往他们眼前凑 简直是自取其辱 季刚这次还是总监官 他站在极为东南角的瞭望塔上 对贡院门外大屏上的场景一览无余 自然把王贤的窘境看得清清楚楚 是啊 庄敬也幸灾乐祸道 看他今日之后还怎么有脸见人 这真是 有心在话花不成 无心插柳柳成音啊 季刚得意洋洋道 想不到这帮橘子帮本座 话没说完却硬生生吞了下去 因为他眼睁睁看着大屏上的场景变了 他竟看到那两千举子向王贤捉衣 虽然参差不齐 但绝对是大多数人的行为 四十三过眼观 本座是不是开始老花眼了 季刚难以置信的问庄敬 我怎么看到那些举子在拜王贤啊 东东东王 您没眼话 他们确实在拜王贤 庄敬艰难的咽口吐沫道 大白天的活见鬼了 那个谁 快去问完事怎么回事 季刚快要抓狂了 这个王贤是玉皇大帝的私生子 还这怎么着 还王霸之气一放 小弟纷纷纳头变败了吗 不一会儿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了 禀报说是那些举子是在向王贤道歉 说才知道大人当初严格搜紧侍卫他们好 他们还不知好歹的跟大人对抗 甚至口出不敬 实在是以怨报德 不当人子云云 这样都行 季刚郁闷的都快要吐血了 抓狂道 这些举子也太善变了 庄夫子却黯黯叹口气 心说东翁啊 不是你不明白 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您光记着王贤的变态搜紧了 却忘了他那两次网开一面 让绝大多数举子逃过一劫 尤其是经历了季刚在贡院的变态搜紧 举子们就更明白 原来王贤严厉搜紧 是为了保护他们来着 听着那些举子 把自己比喻成严妇 王贤身上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不过见举子们并不记恨自己 反而对自己不胜感激起来 王贤还是很开心的 毕竟让读书人骂的滋味 就连当今皇上都承受不了 忍不住要杀人封口 大人 是不是该说点什么 吴伟小声提醒道 也好 王贤向众举子挥挥手 轻声应下 然后提高声调道 诸位专心考试 祝大家金榜提名 听王贤说的如此俗道 无为这个汉哪 大人 您那些华丽的辞到哪儿去了 成大人吉言 举子们再次行礼 大屏上才恢复了秩序 大人 这发言也太普通了吧 带举子们注意力转移 无为无奈道 多好的机会啊 是啊 作死的机会 王贤白他一眼道 安心做事吧 我自有分寸 是 无为神情一领 方才他也有些飘飘然了 好在王贤一盆冷水泼下 让他恢复了清明 重考倒是顺顺利利的结束了 九天时间也没发生任何事故 也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第二场举子们进场以后啊 刑部那边也结案了 最闹腾的举子们 都在贡院里关着呢 这案子也就没引起多大反响 结案那天 刑部尚书闭门宣判 然后派人将判词贴在 应天府衙外的八字墙上 便算是对朝野的交代了 这案子最终还是被轻拿轻放 黑锅油粮前一人背起 判状上说 考题泄漏 是因为他的疏忽 没有将草稿烧毁 只是撕毁扔在植楼里 结果被倒植楼的官差 偷偷拼了起来 溃得了会事的考题 又趁夜色绑在石头上 偷偷的扔出了贡院 为接应在外头的同伙所得 之后公然售卖 对此 那官差和他的同伙 公认不会认罪扶法 至于良钱 则被革之为民 现期离京 至于购买考题的举子 因为搜紧时有言在先 只要主动扔掉夹带 则盖不追究 是以当时通过搜紧的举子 便免于处罚 而仍执迷不误 被查出夹带的三十名举子 则处以取消举子出身 终身禁止踏入贡院的处罚 除此之外 判词中并未提及对其他人的处罚 也不知是都被放过了 还是密而不宣 老百姓那是不嫌热闹大的 本来以为这场科举弊案 会引发一场 不亚于刮曼超的大案 谁知道仅处罚的主考 和三十名作弊的举子 罪回祸首 也仅是几个胆大包天的毛贼 这些人的死活 老百姓可不感兴趣 他们想看的是处展大官 可惜这次官府 没给他们一次保眼福的机会 不过王贤却放下了 心中一块大石啊 他一直担心 于谦等人会被取消举人资格 虽然按理说应该不会 因为那样就会把自己 这个搜紧官牵扯进去 而且也有备于皇上 不动江西帮的主旨 但他还是一点不敢大意 因为于谦要是因此仕途无望 岂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扼杀了一位民族英雄 到时候谁来挽狂拦于祭祷 只能自己来了 那岂不郁闷到死啊 所以无论如何 他都不能让于谦栽在这一场 这些日子他使出浑身解数 拜托自己的老师魏元 兵部尚书方斌 以及其他浙江同乡 一道游说 希望能力保浙江举子脱饿 最终也不知是游说起了作用 还是皇上原本就没打算 难为浙江举子 总之 这三十名被处罚的举子中 并没有于谦等人的名字 那胡种胡公子倒是榜上有名 不过 以他买卖考题的罪名论 已经是网开一面 从轻发落了 二十八号 第三场会试考完 被两个九天磨成鬼的举子们 有一半是被兵丁抬出贡院的 其余人也摇摇欲坠 见到家人就再也支撑不住 两腿一软 躺倒算完 王贤却没在贡院 等待自己的大舅子和李玉等人 而是来到了刑部衙门外 说来也巧 今天也是于谦等人出狱的日子 正午时分 衙门口中走出了几十名棚头垢面 神情恍惚的男子 看其污秽不堪的衣着 真没法跟风流自赏的举人老爷联系起来 王贤身后停着一排轻慢马车 此时为首一辆的车帘掀开 露出银铃那张满是期盼的脸来 他的目光落在那群人身上 明显的顿了一下 那大门里是分明涌出一群乞丐啊 于谦等人也看到了圆门外的马车 和马车前立着的王贤 别人的目光都落在王贤身上 于谦却一眼就看到了那双善赖的明眸 他先是一阵惊喜 玄机笑容渐渐的凝固 走到王贤面前的时候 已经成了垂头丧气的样子 王贤没有马上理会他 而是跟众举人打起招呼来 不管浙江橘子还是江西橘子 自然都认识曾担当过搜检官的王贤 不过打完招呼以后 江西橘子便静止去了 浙江橘子却留了下来 众童年都抽不出身来 便由我做代表来接你们 王贤善解仁义道 会馆那边已经备好了酒席 不过咱们先去澡堂子好好泡泡 去去会去 神清气爽的回去 多谢大人 橘子们虽然只被关了半个多月 却有恍如隔世之感 此番见到王贤啊 真像是见了亲人一样 听到他体贴周到的安排 举子们更是感动的热泪盈眶 当然很多人的泪水 是因为想到别人这会儿 应该已经出了贡院 他们却是刚出了牢房 真不知如何见江东富牢 上车 此地不是说话之地 王贤一挥手 六辆大马车行驶过来 举子们也觉着这样没脸见人 二话不说 纷纷登上马车 于谦落在最后一个 走到王贤身边 低唤一声 二哥 其实你和银灵不用来的 废话少说 上车吧 王贤美好气的摆他一眼 把他拽上车去 他们所上的这辆马车 看起来与其他马车别无二致 但内里别有洞天 有铁板夹层 张目内壁 有宽大舒适的座椅 装着精致九十的橱柜 铺着柔软的波斯地毯 马车上的银灵和灵霄二位女子 一群装束虽然一如既往的简约明快 但用料裁剪一看就是出自京城有名的裁缝之手 比在杭州时啊 要上档次的多 再看自己浑身脏兮兮 还有狮子跳蚤 于前就有些局促 不好意思与银灵对视 甚至不好意思往那天青色丝绒座垫上坐 坐 你不是最推崇王猛的闷尸而谈 旁若无人吗 王贤一把将她摁在座位上 心里却突然觉着 自己把妹妹带来接她 还真不是在帮小千 哇 小千千 你改换丐帮了吗 这时候还真需要单细胞的姑娘 来活跃一下气氛 女扮男装充当起王贤护卫的灵霄 看着于谦脏兮兮的样子 不禁好奇提问道 于谦咽口吐沫 不知该如何做的 少说两句 没人把你当哑巴 银灵瞪一眼灵霄 转回头 关切地望着于谦道 你还好吧 还好 于谦把头埋得更深了 低头道 有二哥关照 刑部的人没有为难我们 连伙食都跟别的犯人不同 你又不是犯人 他们把你们关在牢里 本来就是冤枉的 银灵察觉出于谦的消沉 秀眉一挑道 你还感激他们不成 我是后悔 没听二哥的 于谦看看王贤 惭愧道 二哥都那么提醒我了 我却没向林哥和李玉他们 把二哥的话放在心上 说完他紧咬着下唇 未来的民族英雄 现在毕竟还是十八岁的少年 之前一帆风顺 没考必高中 那真是出生牛途不怕虎 小看了天下英雄 这次摔这么大跟头 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王贤摇摇头道 能保住举人身份啊 就是大姓 三年之后卷土重来 你也才年方若冠 几个屁啊 王贤的安慰啊 按说是很给力的 却只让于谦苦涩的笑笑 显然没安慰到点子上去 王贤微微皱眉 玄机明白了于谦 为何这般失魂落魄 记得在杭州的时候 于谦就说过 他跟自家老爷子达成约定 金科中了进士再论婚配 当时于谦的如意算盘是 挟自己金榜提名之事 让自家老爷子改变初衷 向王家下聘 另一方面 以他少年进士的身份 王老爹纵使心有芥蒂 也会接受他这个金规序的 想到这儿 王贤也就明白了 为何于谦这次表现的如此偏执 在王贤印象中 于谦虽然主意很正 但也不是个不听劝的 原来他把自己的婚事啊 记在了金科会事上 所以他才会不顾王贤的劝阻 也要冒险参加考试 于谦很清楚 自己是在和时间赛跑 这科中不了 三年之内休想提婚事 而太孙那边还虎视眈眈 三年之内肯定会向银铃下手 求婚这种事啊 就是手快有 手慢无的勾当 虽然王老爹王老娘 肯定是倾向太孙 但有银铃和自己里应外合 估计王贤也会帮忙说话 那这婚事啊 差不多还能成 可这科就这样错过 要让银铃再等三年 这话于谦是万万说不出口的 他连自己这关都过不了 想到自己离京之后 心爱的初恋姑娘就要变成他人妇 让情根深重的于谦 怎能不心如刀脚啊 马车上的气氛有些沉闷 就连灵霄见银铃仿佛在下什么决心 也难得的闭上嘴 只用脚尖啊 一下下踢着王贤 王贤知道灵霄这是纯姐妹呢 也不理会他 马车一到了地头 便把灵霄扯下去 让两人单独说几句话 你扯我干什么 灵霄气鼓鼓的抗议道 我还想听听他俩说什么呢 老实给我带着 王贤美好气的摆他一眼 都十五六的姑娘了 别人家就好说亲事了 这丫头怎么就跟长不大似的呀 灵霄却不吃他这套 捏着粉拳就要朝王贤夜下招呼 好在王贤对付他早有心得 辩戏法似的摸出几枚铜钱道 哎 那边有卖糖葫芦的 哎 我要那种山药豆的 灵霄果然眉开眼笑的 伸出两根白嫩的手指套 两串 车上只剩两个年轻人 这马车的隔音效果很好 王贤一把车门关上 便隔断了外头嘈杂的示警声 车厢里静得能听到 两人的呼吸声 好在两人都不是那种婆婆妈妈之辈 很快便调整好心情 于谦先开口了 银灵 我让你失望了 如果真对你失望了 银灵那张轻力的翘脸上 却没有丝毫责怪之色 我今天也不会背着爹娘来这里 于谦文言恶然抬头 便看到了银灵泪眼中化不开的情意 不禁有些迷糊道 你不怪我不听二哥的话 因为我知道 你为何非要冒险进贡院 银灵大大方方从袖中掏出罗帕 在水盆中浸湿拧干 然后抬手贴近于谦的脸上 于谦伸手想要接过来 却听银灵柔声道 别动 于谦整个人便僵在那里 任由银灵在自己的脸上 轻柔的擦拭着 耳边听着他柔情似水的声音 你真傻 真的 为了我这个小县城里出来的乡乡妹子 值得吗 当然值得 于谦一阵心情激荡 他满以为自己磕场失忆 必然紧接着情场失忆 这次是鸡飞蛋打一败涂地了 谁承想一直在他和太孙间左右为难的银灵 竟在这时选择了自己 怎能不让于谦大喜过望啊 他激动地举手抓住银灵冰凉的小手 银灵只下意识地挣扎了一下 就任由他按住了 牵住了梦里才能牵着的小手 于谦愈加激动地与无伦刺刀 但三年前的上员节第一次见到你 我心里就只有你一个人 这三年来 虽然家里一直阻挠 我就没有动摇过 我早就暗中发誓 这辈子去不到你 我就出家当和尚去 为了不去当和尚 我这次当然要冒险了 啥样 银灵虽然大方泼辣 但终究是知道羞丧的大姑娘 让于谦按一下小手 已经让她筋骨酥软 羞难自尽了 忙抽出手来 用青葱般的手指 戳于谦的脑门一下道 就你把我个乡下妞当成宝 嘿嘿 你可不要妄自菲薄啊 于谦彻底恢复了活力 甚至比进烤厂前还要活泼 脸左笑起来道 你可是太孙殿下都觊觎的美人啊 以后这种话别瞎说 太孙是因为我哥 才对我爱屋及屋的 银灵脸一红 又有些不放心的问道 你不会以为 我跟他有什么骂 怎么会呢 于谦把头摇成波浪鼓道 我家银灵是多自爱的姑娘 见情郎如此信任自己 银灵也放下一桩心事 却又提起另一桩心事 郁闷道 谁是你家的 你说了算吗 这 于谦当时泄气道 这还真不好办 他当初和老爹夸下海口 说什么重进士以后才娶妻 其实父子俩都心知肚明 这是他取银灵的条件 现在自己牛皮吹破 达成不了 老爹肯定不会由着自己心意的 怎么说 我哥现在既是举人 又是四禀高官 我家的门帝 还入不了你家的法眼吗 银灵对于老爷子 那是满夫的意见 要不是那老官 当初瞧不起王家 他和于谦哪有这么多波折 此一时鄙视了 于谦苦笑道 二哥现在是朝廷大员 论门帝比我家还高 可我爹要是答应 那不成的前居后宫屈炎复事 要被杭州人笑话死的 面子 面子就那么重要 银灵一阵气闷 现在关口不光是我爹那边 于谦可不想银灵 对未来公爹那么大的意见 忙把话题一转到 还有你爹娘这边 他们对我严防死守 已经给太孙殿下看家开了 那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银灵嘟囔道 你早怎么不操心 我原本的打算是 趁着自己近视极地 带着自己一班新科童年 直接到你家里提亲 那时候全京城都是新科近视最大 王老爹王老娘也不能把我撵出来 于谦这小子 已经设计好重近视后的每一步 只可惜出了这档子事 一切都成了泡影 可你现在没中近视 去我家里 我爹娘肯定把你撵出来 银灵伤神地支着头道 也别指望我哥 我哥能保持中立 按中为咱们创造机会 对你已经很够意思了 说着悠悠一探道 其实我最担心的 还是太孙会因为这件事 对我哥心生芥蒂 那我这做妹妹的 就太狼心狗肺了 是 二哥对我圣子亲兄弟 我们绝对不能害他 于谦也不知道 王贤为何对自己那么好 但他知道 以德报德 刚刚迸发出的火热气氛 一下被严峻的现实浇吸 马车里重归凝重 一对情人相对苦思 无言良久 银灵突然抬起头 一把抓住于谦的手腕道 我们私奔吧 这样就没二哥什么事了 噗 于谦不是没想过这种可能 可毕竟读了十几年圣贤书 还干不出这种 节操尽碎的事来 只是没想到 银灵竟也这样想 他一面心里比吃的蜜还高兴 一面又得赶紧打消 银灵这个念头道 那样绝对不行 且不说咱们两家 从此没法抬头见人 但说咱俩亡命江湖还好说 可咱们将来的孩子怎么办 你想的可够长远的 银灵一脑门子黑线 郁闷的白白手道 我也就随口一说 动脑筋我一向不在行的 还有个办法 就是解铃还去寄铃人 于谦开动脑筋道 有话直说 银灵白他一眼 是是是 于谦忙解释道 我们的婚事最大的障碍 其实不是两家的父母 而是那位太孙殿下 如果他能放手 我们的婚事就好办了 太孙殿下 银灵心中浮现出那个 总是讨好自己的小黑色 其实他对朱瞻基 一点恶感都没有 而且以朱瞻基 那么高贵无比的身份 却从来都是想方设法讨好他 换成哪个女子 那都要感激不尽 幸福的投入 太孙殿下的怀抱了 只可惜 人生若只如初见 银灵心里 已经有了一个于谦 虽然后来在老娘的 魔音灌脑下 他也尝试着 想把于谦 赶出自己的脑海 可于谦一来京城 他一颗芳心 便全都记在他的身上 为他喜意 为他忧 为他茶饭不思 这次于谦的表现 更是让他知道 在于谦心里 自己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也让他下定决心 遵从自己的内心 选择于谦 他自然对太孙是满心愧疚 更知道他的脾气 恐怕不会那么轻易放弃 这件事你就不要操心了 一切交给我就好 于谦很难忍道 放心 天大的难关 也挡不住我取你的决心 你就知道吹牛 银鸣白他一眼 心说实在不行 只能自己偷偷去求求 天香安的那位了 那毕竟是太孙的姨奶奶呀 拿定主意 他推于谦一把道 快下去吧 在车里待这么久 让人笑话 于谦也知道不妥 起身洒然一笑道 总之一切都交给我来搞定 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等着当我的新娘子就好 他的目光相当坚定 他的话也掷地有声 只是配上那副乞丐似的尊容 看起来颇为搞笑 啥样 引领千娇百妹的白他一眼 然后一脚把他踢下车去 哎呦 于谦猛地推开车门 结果把偷听的王贤和灵霄 撞了个正着 两人忙抱头闪到一边 王贤尴尬地笑两声道 哎呀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啊 小千你出来了 看来有好消息哦 于谦羞涨道 二哥你为老不尊 竟然偷听 第一 哎 我还很年轻 第二 我才没偷听到呢 王贤郁闷道 这辆车是北镇府司特制的 隔音效果太过分了 是啊是啊 怎么都听不到 灵霄可惜地看着地上的糖葫芦 末了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道 我们什么都没听到 那二哥怎么知道 于谦好奇道 只要不是瞎子 就能看见你这嘴巴呀 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王贤翻翻白眼道 不过银铃也真是的啊 给你擦脸就擦脸呗 只擦一半算怎么回事啊 是啊是啊 就跟个阴阳脸似的 灵霄很赞同道 我先去洗澡了 于谦灯时满脸通红地 掩面进了澡堂 嘿嘿嘿 望着他狼狈的背影 王贤和灵霄默契地 鸡掌庆贺 灵霄得意洋洋道 谁叫他害得我们撞了头 就知道你们在作弄他 这时候 银铃也下了车 称怪灵霄道 怎么说 他也是你哥 你别一口一个小千千的 哎呀 怎么了 我叫小千千 嫂子都不介意 叫生小千千 你就不乐意了 啊 灵霄促下笑道 还真是胳膊肘往外拐呢 瞎说 看我不撕来你的嘴 银铃羞得满脸通红 和灵霄闹成一团 不过他很快就安静下来 怯声声望着自己的二哥 只见他正一脸宠溺地望着自己 哥 对不起 银铃低垂着头道 我太任性了 嗨 你任性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怎么今天才想起道歉 王贤却爽朗地笑起来 太孙那边 你没法交代 银铃愈发愧疚道 这有什么 强扭的瓜不甜 婚姻大事嘛 就讲个你请我愿 既然你还是决定跟于谦混 二哥我自然要支持你了 王贤摇头笑道 还能让你白叫了十几年哥哥 哥 银铃终于忍不住泪水温涌 扑在王贤怀里抽气起来 哎 好了好了好了 别哭了 这么大姑娘了 让人看着多不好意思啊 王贤忙用眼神示意灵霄 把银铃拉开 笑道 赶紧上车吧 他们马上就要洗完澡出来了 银铃的马车离开不久 洗刷干净的橘子们 便穿戴一新的陆续从澡堂出来 为了给他们洗尘 王贤特意包下了整个澡堂 而且还十分贴心的 按每个人的尺码 准备崭新的衣衫鞋帽 都是京城最有名的福瑞祥出品 穿上去立马焕然一新 有道是佛靠金装 人靠衣装 洗完澡穿好衣衫的举人们 终于摆脱了刚出玉石的晦气 恢复了几分昔日的风流洒脱 不过他们对王贤的感激之情 却不减反增 对他也一发恭敬起来 这不难理解 一来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 如今他们算是落了难 别人虽不至于躲着他们 可像王贤这样 解依依我 推食食我就没有几个人愿意做了 更何况 以王贤今时今日之地位 完全用不着讨好他们 相反 他们这些落地举子 应该好生讨好他一番才是正办 众举人和王贤 在澡堂门前说了好一会儿话 待最后进去的于谦也出来 王贤笑道 上车 回会馆 举子们便登上来时的马车 于谦上车前还东张西望呢 被王贤取笑道 别看了 已经回去了 那我就放心了 于谦这才善善笑着上了马车 浙江会馆位于秦淮河畔 原先是元朝的一座兵营 大明建国后废弃 被浙江商人买下来 重建成了浙江会馆 供进京做生意的商人和赶考的举子使用 在京的浙商啊 特别多 这座会馆自然修的是又大又体面 平时浙江商人进京 抑或浙江籍官员在京中排班后缺之类 都住在这里头 只需要缴纳少量的房租便可 不过每逢大笔的时候啊 会馆里住的商人之类便自觉搬出去 腾出住处给进京赶考的举子居住 马车禁止驶入会馆 在院子中停下来 当车帘掀开 举子们发现院子里站满了人 这都是等在那里迎接他们的 除了林荣兴 李玉等刚从贡院回来的童年 还有会馆的人员 浙江的商人 还有浙江籍的官员 虽然尚书侍郎这一级的没有亲至 但五选侍郎中柴车等人的到来 已经给足了这些失忆举子们面子 不过呢 举子们也有自知之明 知道他们其实是看在王贤的面子上 才会来的 举子们一下马车 众人便包围上来 用亲热的语言慰问他们 用亲切的举动 簇拥着他们进了会馆的大厅 大厅中已经摆开一六十张大八仙桌 桌上摆满了瓜果食书 美酒佳肴 只是热菜还没上 王贤和柴车请一众举人在正厅就坐 在同乡前辈高官面前 举人们姿态摆得极低 自然训泄不已 却架不住王贤等人的热情 说今天他们才是主角 执意把他们按在座位上 举人们这才有些坠坠的就坐 待举人们都就坐 众同乡才分主次入席 王贤和柴车这样的高官 自然在主桌就坐 本来这里以王贤这个 从四品的北镇府司镇府为尊 但他执意不肯凌驾柴车这个 曾有恩于他的前辈之上 非把柴车按在了主位上 柴车不好再跟王贤磨叽 只好勉为其难做了主坐 但也只是端起酒杯 说了几句宽慰之语 便把话语权让给了王贤 王贤没有端起酒杯 而是离席走到堂中 朝众举人深深鞠躬 把众举人啊 惊得忙站起来 纷纷侧身不敢受他的大礼 口中连称 使不得使不得 我等生受不起大人的大礼 你们受得起 王贤却一脸愧疚道 因为诸位早此无望之灾啊 连会事都错过了 其实是受在下的牵连 说着深深作一道 虽然再道歉 也无法弥补诸位万一 但我还是要诚挚的 向诸位道歉 实在太对不起各位了 大厅中灯石安静下来 大家都不是笼子瞎子 之前王贤和纪刚 针锋相对 虽然矛盾没有公开过 但众人也还是有所耳闻 自然不难联想到 这次浙江橘子挨整 是被王贤殃及驰鱼了 不过 这话王贤不提 哪个也不会在他面前讲的 毕竟 谁也不想得罪这位贵同乡 一般来讲 这种事便不会再提起 毕竟人都是爱面子的 越大的官就越好面 最多是大人物的心里 记着这份人情 以后设法补偿一下就是 之前 王贤为他们积极奔走 在刑部门前接他们出狱 又体贴安排他们去洗澡 还在会馆 张罗这么盛大的宴席 为他们接风 在众举人看来 已经是很有人情味的了 大家纵使心里还有些怨念 却也对他好感大增 可王贤偏偏跟别人不一样 他不仅主动提了 而且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当着所有同乡的面 向他们道歉 这让众举人 仅存的那点怨念 也荡然无存 心情也激荡起来 赶忙七手八脚把王贤搀扶起来 纷纷垂泪道 大人何必如此 愿有头债有主 我们恨也是恨季刚啊 怎么也怪不到您的头上 唉 你们就不要宽慰我了 王贤也泪水满筐道 要不是因为跟我同乡 你们岂能被季刚惦记上 不管你们怪不怪罪 这次都是我亏欠你们的 好了好了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就不要做小儿女太了 这时候柴车的作用 就体现出来了 他拉起王贤 也让众举人坐下道 众德有担当 不愿意像有些人那样 推诿责任 小千他们重情义 不愿让众德 有心理负担 这种有爱之情 真是我们浙江同乡之福啊 众人也纷纷不喝道 是啊是啊是啊 这才是当初前辈建立这座会馆的初衷啊 就是让我们同乡 在这京师能相亲相爱 同心协力 大厅中的气氛 一下热闹了不少 众同乡间的感情 似乎都因此升温许多 好一番推杯换展之后 王贤才又开口道 众位不跟我计较 那是你们大人大量 但我若不尽力补偿诸位啊 就实在不当人子了 他一摆手 让众举子先听他说完 大厅中一下安静下来 只听王贤掷地有声道 无论如何 诸位耽误了这一刻 就得再等上三年了 如果有意留在京城用功的 我可以想办法让你们入国子舰读书 并定期为你们言请名师 举办文会 以增益学问 此言一出 众举子当时一阵惊呼 他们纵使原先是井底之蛙 但经过此番京城之行 也都知道 大明朝的文化中心是在金陵 那些诗词文士聚集在京城 各种文会诗会层出不穷 只有在这个圈子里待着 才能实时体会到朝廷最新的方针大政 士林最新的思朝文风 对之前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举子们来说 是开阔眼界 跟随潮流的不二宝地 若能在京城游学二年 必然会带来质的提高 是在地方上闭门造居 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 不过京都米贵久居不易啊 哪怕他们眼下是举人老爷了 要是常住数载的话 也会吃力得很 但若能入国子建读书 就算是增广生 没得领米 起码吃住不花钱 能大大节省他们的开支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坐鉴读书 能实时得到名师耳提面命 更有机会结交达官贵人的子弟 朝中勋贵和高官子弟 只要是想读书的 就能恩恩入鉴 譬如那胡总就是鉴生 若能趁机交好几个高官子弟 对他们未来的仕途 自然大有好处 不过国子建也只是对 勋贵高官的子弟 大开方便之门 这时候大明朝的节操还没丢光 没开捐监的日子 对他们这些平民出身的家伙来说 要想入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得各自省里的学政推荐才有资格 不过学政也不能胡乱推荐 这么多人入鉴啊 那些府县学里 还有多少老掉牙的家伙 在排队等候入鉴呢 哪能让他们这么多人插号 所以王贤这个提议实在太诱人了 以至于他一提出来 绝大多数人都动心了 但问题又来了 人家王大人可能本意只是安排 几个人入鉴 意思意思 他们几十号人一拥而上 岂不是让王大人好生为难 事宜举人们互相望着 都想开口应下 却又怕让人觉着太自私 好一会儿都没人启齿 怎么 都对入鉴读书没兴趣 柴车笑道 你们应该知道 入鉴读书有多大好处吧 对会是落地的橘子来说 那是最好的去处了 众举人善善地笑起来 还是有个心直口快地 说出了他们的顾虑 众师大伙都想去 才不好意思开口 哈哈哈哈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柴车放声大笑起来道 还是把心都放到肚子里 仲德既然敢说这种话 那就是有把握 把你们都弄进去 真的 众举人一下喜出望外 虽然他们都知道 以豺狼中的身份 肯定不会骗他们 但还是得听到王贤亲口确认 才能彻底放心 当然是要去一起去了 王贤终于露出笑容道 若是想去的 回头跟我说一声 然后只管入鉴就是 其余的事情都交给我 王贤这话说的简单 但任谁都知道 为了做到这一点 他还不知付出多大代价 欠了多大人情呢 而他原本并不需要这样做 多谢大任 众举人一起起身失礼 虽然有人还是想回杭州去 但不影响他们向王贤 表达自己的感佩之情 对于不愿意留在京城的举子 王贤也会奉上一笔丰厚的盘缠 并写信给省理学生 请求关照 如果他们回去以后 又改变主意 想要再来经理 也可以 虽然作建读书不太现实了 但王贤承诺 为他们支付在会馆居住的费用 他做东道举办的文会 他们自然也可以参加 这下不仅让众举人对他死心塌地 就连那些陪座的官员和商人 也都对他交口称赞 之前啊 他们对王贤奉承 是因为他和太子太孙的关系 更因为他北镇府司政府的身份 但是 现在更多的是因为 钦佩他的为人了 在这场宴席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乡党间的感情似乎更加牢固 之后的岁月里 这帮浙江官商人士 也果真欲加重视起 同乡间的同舟共济相互扶持 当然这是后话 不过王贤的名声 确实经由乡党之口 在同乡间传播 竟不降反升了好几个档次 几乎与方斌这样的 布唐大人不分宣治了 以他的年龄而言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啊 王贤和柴车是一起离开会馆的 坐上王贤那低调却不简单的马车 柴车便笑起来道 怪不得 众德能以弱贯之灵 便得皇上太子太孙的上师 实在是比七老八十的老江湖 还会做人啊 哎呦 你不如直说我是在刁卖人心 王贤打开橱柜道 你喝灵芝蜂蜜水还是八千汤 哈哈哈哈 车上还备着醒酒汤啊 柴车还是第一次坐王贤的车 好奇的四下打量一番 嘖嘖称赞起来道 臣服大人 还真是好享受啊 哎 我两样都尝尝 你个五选四郎中 你跟我说这个 王贤白抬一眼 你呀 是包子有肉不在纸上 哪像我呀 还得充门面 嘿嘿 柴车笑道 那完全不一样 我要是敢招咬 信不信回头就有御史弹劾 你却不一样 那是北镇府司该有的体面 说着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笑道 我呀 最佩服你的 还是你收买人心的本事 也不知你给灌了什么迷魂汤 你搞了这么多事 那帮见谁咬谁的磕道言官 竟然非但不弹劾你 还帮你一起对敌 这可不是收买人心 使他们知道 敌人的敌人是战友的道理 王贤把两样醒酒汤 都给柴车蒸了一杯 又给自己蒸上一杯八仙汤 苦笑道 现在是有季刚这座大山 在前头顶着 要是这座山倒了 你看他们不调理我 怎么 柴车喝一口味道 有些奇怪的八仙汤 微微皱眉道 你对干掉季刚有信心 当然有 不然我干嘛跟他斗啊 王贤一脸理所当然 但其实他心里唯一的胜算 不过是大概知道 季刚会不得好死 所以才敢跟他斗 不过 对于自己会不会死在季刚之前 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不过对柴车这种盟友 而非心腹 他自然要给吃定心丸了 是不是你有上方宝剑 柴车小声问道 没有没有 王贤故作神秘的一笑 虽然是否认了 柴车却觉着 他是不方便说 那么应该是有了 柴郎中不由心下大定 盘算起该怎么卖王贤一个好了 寻思一会儿啊 笑道 对了 有个好事啊 你要不要听 什么好事啊 王贤笑道 哈哈 你猜猜 柴郎中笑嘻嘻道 不会是右军 终于要转正了吧 王贤狭一口八千汤 柴郎中没想到 王贤一猜就中 玄机想到 他是干什么的 不禁苦笑道 嗨 得 我真不该跟你卖官子 我也只是封闻 王贤笑道 具体的 还得听老兄的消息 哎 看来 我得拿出点干货出来了 柴车将八千汤 一饮而尽 呲牙咧嘴盗 哎呀 王上前日 宣本兵大人见驾 命重置 辅军前卫 由太孙殿下的右军重任 这也是刚刚才决定下来的 估计啊 得过几天才能有章程 是吗 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 王贤还是惊喜不宜道 万万没想到 居然是上十二位 由不得他不惊喜 上十二位 又称亲军上十二位 乃是由皇帝直接掌握 负责护驾皇帝左右 护卫攻进的 侍卫晋军 其每一位都有严格的建制 其军士也是通过精选以后 经严格训练而入选的 身材健壮 武艺不凡的将士 待遇自然在各军之上 王贤所属的锦衣卫 便与辅军前卫一样 同属太祖皇帝所建的 亲军十二位之一 虽然永乐皇帝又加了十位亲军 但是朝野将红武朝 所建立的亲军称为上十二位 与后来的十位加以区别 所以上十二位 依然是大明朝 二百万大军中 地位最崇高的部队 这上十二位 包括锦衣卫 骑手卫 金吴前卫 金吴后卫 雨林左卫 雨林右卫 辅军卫 辅军左卫 辅军右卫 辅军前卫 辅军后卫 和虎奔左卫 其中辅军前卫是规模最大的一位 共有二十五千户所 而其他骑手卫 金吴卫 雨林卫之类的上职卫 只有五个千户所 辅军前卫 也是一支独特的 侍卫 禁军 除了守卫 皇城之外 还掌管禁军兵士的 选拔训练 休息 朱世仪 只有通过全部 严格的考核 才能正式称为 前卫 卫士 又叫戴刀官 轮番 侍卫 皇城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曾经是守卫 皇城的骨干 但在 洪武二十六年 蓝玉案之中 这支军队的军官 因为大都是蓝玉昔日的 新副部下 辅军前卫啊 也被定为是 谋反的主力 自指挥时 以下军官 被屠戮殆尽 连军队也被解散 士族通通 巴往辽东戍边 曾经 宣赫一时的 辅军前卫 便一度 销声灭继了 万万想不到 皇帝竟重设辅军前卫 来安置右军 一下子把 太孙殿下的直属部队 提高到了 至高无上的地位 王贤顾不上 为昔日袍泽们激动 先想到了皇帝这一举动 岂不是说明 他根本没有疏远太孙 心里还是 最宠爱朱瞻鸡的吗 王贤在那里 震惊于听到的消息 柴车继续爆料道 皇上啊 这次可大放着呢 本兵大人也极力赞成 最后竟敲定了 总带刀官四十人 官书包括 指挥师五人 指挥同志十人 指挥签师二十人 魏政府十人 经历五人 统辖二十五所 而且重奸的府军前卫 并不负责工业禁卫 仍直接听命 太孙殿下 哎呀 那还真是大丰收呢 王贤不禁 炸舌道 这算 什么 皇上对 太孙和右军的补偿 还是想让人 打消念头 应该 两者都有吧 柴车想一想 还是决定 提下那个敏感的话题 毕竟老实安全第一 是没法真正交心的 听说啊 有人提议将汉王的封地 从云南改迁到山东青州 这一手啊 真是高招 王贤文言不动声色的 点点头 虽然仅一位密探 都在季刚的手中 但他现在有北镇俯司 有朱六和朱九的支持 还有专门负责 情报的五处 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 自己的情报系统 柴车听说的消息 他前天就知道了 而且还知道 那上奏的户部主是 纪应龙 是奉了他的老师 胡广之命 这就看出 胡广不愧是 酒精沙场的 政坛老斗士了 他竟然在自己 风雨飘摇之际 一改往日里 八面玲珑的 好好阁老形象 向汉王殿下 悍然出招了 这倒是很好理解 江西邦这次 被纪刚折腾惨了 虽然皇上 法外开恩 没有诛脸 但是胡广乃至 江西官员 在皇帝心中的地位 必然一落千丈 加上上个月的 谢晋之死 干党和纪刚 汉王一党之间 那真是心仇旧恨 分外眼红啊 其实 之前谢晋的死讯 传出来 江西官员便 纷纷怒不可 想要反击纪刚 和在幕后指使的汉王 但是呢 被胡广给压下去了 胡广的说辞 自然是 不是不报 时机不成熟 云云 其实啊 还是他怕了 汉王和纪刚 横竖 没伤到自己的寒毛 何必要去 跟那两个疯子拼命呢 熟料 他不去惹人家 人家就主动 找上门来了 汉王和纪刚 既然干掉了谢晋 就势必要一股作气 铲除朝中的江西邦 让太子彻底的孤立无援 这场科场弊案 就是埋葬胡广的坟场 只是因为 纪刚一时气昏了头 想把王贤也牵连进去 却不料画蛇天族 被王贤给搅了局 胡广也得以脱身 这一下 胡广终于被彻底的激怒了 当然 眼下形势也到了 必须要反击的地步了 他要是再不反击 干党的人心就彻底散了 必须要出招 而且得立竿见影那种狠招 才能稳定住人心 好在胡广这样 轻易不出手的老狐狸 一旦出手 便是打蛇打七寸 让本来在一边 看热闹的汉王殿下 一下就陷入了绝地 按照皇明祖训 皇子就封藩王之后 要离开京师之国就藩的 但是朱高旭和朱高岁兄弟俩呢 都已经封亲王超过十年了 却还大摇大摆住在京城 让天下人难免生出 看来皇上真宠爱这兄弟俩 一点不把太子放在心上的念头 时间一长 那些不正常的事情 也就理所应当了 到现在朝野大多数人 都将汉王和赵王滞留京城 看作理所应当 没有一点意义 但是像胡广这样 历经两朝的大臣 却清楚记得十年前 也就是太子受册封的同时 皇上封诸高旭为汉王 封帝在云南 朱弟啊 因为对食言 不能立诸高旭为储君 而愧疚不已 不知该如何安置这个 在静难之意中立下 赫赫战功的儿子 按理说 立了太子之后啊 其余的皇子便要封亲王到各地就藩了 而彼时的朱弟便心知肚明 自己将会对各地的藩王进行比值而见闻更甚的削弱限制 到那时 所谓藩王 不过是天下最高贵的囚徒罢了 朱弟虽然能对自己的兄弟子职很下心 但对数次救驾于万军之中 自己曾以四位相许的次子 皇帝也实在不忍心如此安置 朱弟在一番深思之后 做出了把朱高旭封在云南的决定 这其实是一种补偿 因为云南虽然是大明的一个省 但事实上山高水远 朝廷边长莫及 只能遣亲信大将全权镇守 才能降服住那些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 所以 实际上出阵云南便是列土封疆 建立自己的国中之国了 在洪武朝 这个差事归朱元璋的义子穆英 虽然穆英致孝 但毕竟不姓朱啊 朱元璋还是不放心将云南交给他和他的子孙 所以穆英出阵云南十年 爵位只不过是侯爵 直到因病去世以后 才被追封为王爵 到了永乐朝 穆英已经去世多年 朱棣便想把云南封给朱高旭 事实上 就是把这片踩云之南的土地 永久的赐给了汉王和他的子孙 这分明封的是诸侯王 而不是藩王 当然以永无无双的赐子出阵云南 朝廷再也不用担心边陲不静 在皇帝看来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了 然而熟料 朱高旭竟不肯去云南 因为他眼里只有皇位 其他任何出路都是失败 而且云南也确实是天朝人眼中的蛮夷之地 在朱高旭看来 让自己去那儿简直就是发配 于是他不断对父皇诉苦 说自己难道犯了什么错误吗 凭什么要被发配云南 总之啊 就是赖着不走 朱棣本来就更喜爱这个儿子 加上对朱高旭总是心怀愧疚 被他缠的没办法 只好收回成命 让他先在京城住着 结果这一住就是十年 在寻常大臣看来 皇帝这是允许汉王在京城永久居住了 但是胡广这样的老狐狸却依稀气得 似乎真相并非如此 为了验证自己的记忆 他利用植物之变翻看了皇帝的起居住 果然发现皇帝当时只是允许汉王暂住京城 再让人查阅历年有关汉王的诏旨 也并未有汉王可以不就藩永居京城的名旨 这下胡广克找到了汉王的七寸 马上让自己的门声向皇上上奏 说凡王久居京城非社稷之福 既然之前汉王是因为云南太偏远而不愿就藩 不妨请皇上换个不偏远的封地给他 那这样汉王就可以满意了 也不会再有人说他治流京城 阴窥神系了 可让父子君臣都有个好收成 奏章的最后啊 还提议说青州为古代九州之一 土地肥沃人口稠密 且地处山东耀金 绝对算不上偏远 正好作为汉王殿下的封地 如果汉王殿下还推脱的话 皇上就不得不考虑下他的用意了 姜还是老的辣呀 胡广在幕后炮制出的这篇奏章 正打在汉王殿下的七寸上 同样让朱棣不能不认真考虑 因为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朱棣一直在低调的削弱藩王的权力 这在朝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永乐以前 藩王是列决致民 分番稀土的 藩王封地的部政使都指挥使及其下辽 每月的初一十五都必须到王府后见 此外亲王也可以随时召见他们 王府官署除长使及镇守指挥使 护卫指挥使之外 其余均由藩王自行任命 王府的官员也可以兼刑省参政 都指挥使等官 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那在封国内 藩王拥有绝对的军政权力 在朝廷这边 亲王可以前使直达欲前 敢有阻挡者 即以奸臣论处 封宪官以亲王小过 或者封闻亲王大过奏闻 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 纵使藩王真有大罪 也不得加刑 只能昭道经师由皇帝发落 重则将为庶人 轻则当面身赤 或遣官予以祸福 促使其改国自新 这样就保证了藩王的超然地位 使藩王拥有足以威胁皇权的强横实力 到了洪武后期啊 朱元璋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担心孙子的皇位受到威胁 对亲王做出了诸多的限制 但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他也没法对亲儿子下狠手 所以效果不大 结果呢 还是形成了伟大不调之势 以至于朱棣有实力 发动夺位之战 朱棣夺取了侄儿的皇位以后 自然要防止有藩王效仿自己啊 也来这么一出 所以说 对藩王的控制极其的重视 先以谋反等各种罪名 分别削取他们的封爵 蜀官和护卫亲军 取消他们统领驻军的权利 又废除了宗室可以为官的规定 命文武百官对于亲王 只具官称名而不称臣 规定亲王封国后到了一定的年龄 必须出到封国 以后非凤兆不得进京等等 其余的规定先放到一边 单亲王封国后到了一定年龄 必须出到封国 非凤兆不得进京一条 就足以把汉王吃得死死了 之前无人提起也就罢了 现在有人说了 那朱棣就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啊 必须要给个说法了 所以虽然奏章被刘忠不发 但是皇帝也没有因此责罚尚书的官员 这让胡广大受鼓励 这些天又有十余名官员尚书复合 促请皇帝表态 对此王贤自然有所考虑 他虽然不相信汉王会因此就离开京城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局十分难解 因为不管怎么说 汉王已经封国十年 还想赖在京里的话 那到哪儿也讲不通这个道理啊 而这个问题 朱棣总要解决 不然后世子孙效仿此例 会彻底毁掉他削弱藩王的努力 不过呢 这件事自己和太子那肯定不能掺和 不然势得其反 反而是帮了汉王 所以王贤也就抱着看好戏的心情 冷眼旁观此事的进展 据说啊 皇帝虽然没有召见汉王提起此事 但是已经和姚少师 英国公张福等心腹重臣啊 密议过了 虽然结果不得而知 不过肯定会让汉王头疼欲裂 那是一定的 两人又说了会儿话 马车到兵部衙门前 柴车便下车了 大人 咱们去哪儿 在豺狼中进了衙门 周勇轻声问道 王贤想到 又是好几天没回家了 不禁一阵愧疚便道 回家去吧 马车便往东宫方向驶去 谁知刚看到家门口 就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由远而近 王贤当时这个郁闷啊 这马上的骑士 八成是朝着自己来的 因为在这皇城之中 敢纵马及驰 除了几个皇孙 身负皇差的信使 就是自己身边的人了 大人 果然 一声低患 彻底浇灭了王贤的侥幸 不一会儿 周勇敲开车窗 低声对王贤禀报道 大人 汉王遇刺了 什么 王贤当时惊奇道 在哪里 说是昨儿个 孝陵那边传了密信 说孝陵殿前的银杏术 一夜间全死光了 皇上听闻十分生气 命汉王殿下 去孝陵向太祖请罪 并勘查实地情况 汉王殿下今早便出发 谁知在半路上 经遇到了埋伏 伤势严重 昏迷不醒 那名报信的五处军官忙道 这会儿汉王殿下 差不多已经被送回京城了 皇上命将他 直接送往北院 应该马上也会 召见大人见驾了 王贤点点头 正在消化着一惊人的消息 便又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紧接着 是个略间的声音道 前面可是北镇府司的 王镇府 正是我家大人 又听周勇沉声问道 公公是 咱家奉皇命 给王镇府传口句了 那太监勒住马枪沉声道 皇上命王镇府 火速进攻 不得有误 王贤也急忙从马车上下来 一看果然是皇帝身边 一名叫李忠的大太监 忙跪倒在地道 臣谨遵圣谕 具体情形路上再说 大人先跟我见驾吧 李忠朝王贤点点头 王贤也不废话 接过属下迁来的江省 利索的翻身上马 便跟着李忠 往北院急驰而去 李忠亮出一面金牌 一路上畅行无阻 两人一直到北院门外 才下马 往一天殿的路上 李忠简单向王贤 介绍了发生的事情 与他所了解的大岔不诈 唯一的新消息是 太子英国公等重要人物 也被皇上招到北院了 在一天殿外 厚了片刻 王贤便见到英国公张府 匆匆赶来 这位大明朝的第一军人 正是不惑之年 身的身材轻貌 相貌俊雅 胸前三缕长须 没下一对担缝 看上去竟像文士啊 多过午尘 可王贤万万不敢小看 这位国公爷 赶忙深深失礼 张府和王贤也打过照面 只是从没说过话 此刻点点头 温声道 王大人早来啊 下官也是刚到 王贤忙到 皇上命我直接减价 先失陪了 张府客客气气 跟王贤打声招呼 说完便静止入了一天殿 郭公爷请便 王贤微微欠身 目送着张府进殿 张府是王贤 在山西打过交道的 张尼的敌亲兄长 其父便是朱棣在静难时的 麾下第一大将 和剑王张玉 静难之一 朱棣起兵的时候 就是张玉率兵夺取北平九门 并在三天内控制北平全城 其后在极端敌强我弱的情况之下 三破李景龙耿炳文的百万大军 张玉都立下了头功 一跃成为当世名将 张府当时已经成年 一直跟随在父亲身边 这对父子兵参与了 静难前期的每次大战 直到东昌之战中 张玉为就身陷重为 危在旦夕的朱棣 率军闯入敌军阵中 历劫战死为止 东昌之战后 朱棣数度大哭 为张玉举行了隆重的丧礼 并亲自为张玉写道文 还当着众人的面 脱下自己的衣服 烧掉一时哀悼 登集后啊 眉眉与老部下厌隐 朱棣还数次说 自己最心痛的 就是在座的没有张玉 作为张玉的儿子 而且当日东昌之围 张府是跟着他的父亲 一起冲入万军之中救驾的 张府能在那种情况下 舍身救驾 其忠诚自然比口头说 一万句还要过硬 所以朱棣对张府的信任 可以说超过了 对世上任何一人 张玉战死之后 张府便继承了父亲的职位 随从朱棣转战南北 在靖难中立下赫赫战功 随从入南京之后呢 被封为信安博 石鹿千旦 给予世袭告劝 随后又进封为 新城侯 加鹿米三百旦 之后安南叹乱 张府为副帅 辅佐成国公朱能率大军讨伐 熟料朱能到了广西便病逝了 朱棣只能让年轻的张府挂帅出征 结果张府大胜而归 之后又两度出征交旨 皆战果辉煌 张府也由此成就了不世威名 被封为世袭网替英国公 去年冬天 张府经过三年的艰苦作战 终于将数降数盼的陈吉阔 及其妻子儿女抓住 绑宋京师 平息了安南贼乱 并依照国家制度 将贼人所夺取的 战成国的土地 分设 升华 司 义 四周 增设猥琐 授予投降者官职 便留下部队助手 凯旋还朝 拉月里张府抵京的时候 皇帝曾亲自出城迎接 又告拜太庙 以最高的礼节 迎接自己的心腹爱将 之后张府便得恩旨 在家休养 皇上并没派他什么差事 只是让他不时的半价 相赞国政 朱棣对张府的信任 那是超过所有人的 他从来不反驳张府说出的话 对张府可谓是言听计从 但是张府却愈发的沉稳 沉默 很有万言万当 不如一墨的意思 却让皇帝愈加器重 认为他是臣子中 第一宣丽可信之人 世人啊 无比羡慕张府 今日的荣宠风光 只有张府自己知道 这份风光背后的凶险 他已经站在仁臣的顶点 再不能更进一步 反而容易招来诽谤之言 虽然皇帝对他的信任 无以伦比 但谁知道 这位喜怒无常 深不可测的君王 下一刻会是什么心情啊 因此搬嫁以来 他每日里战战兢兢 唯恐有一句话说错 每每回到家里 便累得动都不想动 简直比在安南带兵打仗 还要辛苦 当然 这话也只能在心里想想 若让旁人听到了 只会觉着他矫情 不过 好在他只要秉着一颗功心 不偏不倚的为皇帝相赞军政 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然而听说汉王遇刺 他知道麻烦来了 乍听到这个消息 张府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 他十分了解汉王的武艺 那位人中吕布 有万夫不挡之勇 一身武艺当事无人能敌 等闲几十个壮汉无法进身 就算这些年天下太平 武艺松懈了 他身边也还是高手 护卫如云呢 汉王虽然平日拖大了点 但张府还是想象不出 谁能在重重护卫中 行刺到汉王 再联想到近日朝野 关于汉王就翻青州的议论 让张府不得不打几个问号 怎么会这么巧呢 莫非其中有什么蹊跷不成 难道汉王再演苦肉计不成 但这些疑问 张府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 因为他和朱高旭的感情 非比寻常 他比汉王大五岁 两人在洪武年间 便跟随朱棣远征辽东莫北 在境难中更是结下了 身后的袍泽之遗 朱高旭还曾经数次救过他的命 所谓过命的交情 也不过如此 永乐初年那场处位之争 张府和绝大多数武将一样 自然都站在昔日袍泽 朱高旭一方 只是他当时还年轻啊 有齐国公秋福 驸马都尉王宁这些前辈在 还轮不着他这个后辈来说话 而且以他沉默谨慎的性格 也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出风头 加之随后他便三征交止 把十年时间都耗在安南 却也避开了朝中的明争暗斗 时至今日 他这个大明第一军人 皇帝最信任的英国公 竟始终未曾表示过 对哪位皇子的明确支持 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可这次班师回朝 张府便再也躲不开这个漩涡了 朱高旭对他的归来是喜出望外 觉着自己添了一位强员 他能帮着在皇帝面前说两句话 比旁人说一万句都管用 所以汉王啊 三番五次的宴请张府 还将尊虚贵 亲自登门拜访 虽然只知叙叙旧 拉拉家常 但是张府知道 汉王是在争取自己的支持呢 然而今天的张府 已经不是十二年前的他 十二年前 他可以毫不犹豫的支持汉王 甚至为他冲锋陷阵 但是十二年后的今天 他却很难表现出对汉王的支持 因为朱高旭已经当了十年的太子 虽然如今楚位飘摇 但他张府作为永乐皇帝的领军人物 岂能罔顾储君 帮汉王一起觊觎神器 但哪怕他不公开支持汉王 只要和汉王像现在这样过从甚密 那落在朝野百官的眼中 那就是他和汉王交好 他英国公是汉王的人 但让他和汉王划清界限不相往来 他又实在无法忘恩负义 这位在战场上指挥若定 决断果敢的元帅 此刻再左右为难起来 他感觉在京城的日子难挨 多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此次汉王遇刺 张府乍一听自然愤怒不已 但很快就产生了满腹的疑问 但他很快就陷入矛盾中 待会面生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将自己的疑问讲给皇帝 但那样就太对不起汉王了 可要是自己一味罔顾事实 替汉王说话 岂不是辜负了皇上的信任 带着满腹心事 张府来到了一天殿前殿 大殿深深 围漫层层 殿中即使是白天 也需要点着数百盏无烟的油灯 空气中还弥漫着龙咸香的芬芳 那是从玉座前的一对 高两尺半的紫金香炉中 弥漫出来的 香炉之后便是玉座 玉座此刻却空空如也 身着明皇园领窄绣便袍 投胎乌纱一扇官的永乐皇帝 正在殿中烦躁的副手夺着布 那张本就有黑的面堂啊 此刻更是阴沉的能滴出水来 显然皇帝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 殿中势力的宦官宫女 唯恐被暴躁的皇帝迁怒 全都一点动静不敢出 整个大殿就只有朱棣的 来回独步的声音 气氛十分的慎人 直到张府的脚步声响起 朱棣才站住脚 头也不回道 文毕你来了 这大明朝特许不经通传 便可上殿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姚广孝 那个老和尚 另一个就是英国公张府 这件事还不至于惊动老和尚 自然就只有皇帝 让人去请的英国公了 是陛下 张府点点头 轻声应道 哎 见了张府啊 朱棣的心情才稍好一些 不过眉头依然紧锁到 快坐吧 只要不是朝餐 张府在狱前都是有座位的 虽然皇帝也会给一些七老八十的老臣设座 但是张府今年才四十岁 又不像太子那样腿有残疾 却依然被皇帝赐座 这也是朱棣给他的殊荣 小太监搬来一个绣墩 张府躬身谢过皇上 便端坐齐上 等皇帝开口 朱棣也坐回了宝座上 对张府道 汉王遇刺的消息 你知道了吧 陈来时听传旨的公公提过 张府沉声道 不过皇上放心 汉王殿下是从刀山火海走过来的 岂会被小小刺客坏的性命 朱棣的脸色更平静了些 他是皇帝不假 但也是一个父亲 听到儿子遇袭昏迷 生死不知 满怀的勾心斗角都抛到一边 心里只剩下对儿子安危的担心 然而当时半嫁的胡广等人 竟然不问汉王的伤势如何 却旁敲侧击的讲起什么所谓的疑点来 让心忧如焚的皇帝火冒三丈 强压着火气 把胡广几个都撵了出去 这会儿见张府一开口 是汉王的安危 皇帝的心情才好受点 说道 朕已经派的太医营出去 这会儿车架 应该已经回京城了吧 皇上 臣府中有位大夫 是臣从安南带回来的 忧善刀剑创伤 臣已经把他带到宫外了 张府道 你有心了 待会儿汉王到了 把他一并宣进来 说不定就能帮上忙 朱棣道 朕也把太子叫过来了 待会儿你帮朕看看 他到底是个什么表情 怎么 张府悚然道 难道皇上怀疑 你多心了 太子最会假仁假义 这种事情他不敢做 也做不来 朱棣有些轻蔑地哼一声道 真是让你看看 太子平素的温厚有爱 到底是不是装出来的 是 张府这才硬下 心下不禁有些黯然 原来天家父子相猜计若私 真的不是传言啊 哎呀 真想念在安南的日子啊 王贤在殿外又立了一会儿 就见 太子殿下在两个小太监的 搀扶之下 姗姗来迟 说起来 这还是大半年来 王贤第一次和太子见面 之前 朱高赤被父皇 勒令闭门读书 两人虽然一直通过 秘密途径联系 这才终于见了面 只是面对面的时候 两人更要装作不熟 王贤赶忙大力参拜太子殿下 王庆家请起 朱高赤温声道 如今你不在东宫 要好好为皇上办差 不可三心二意 臣谨遵太子教诲 王贤自然满口应下 那姑先进去了 朱高赤朝他点点头 便有两个太监扶着 盘山进了金殿 殿下请 太子来到大殿上 只见朱棣啊 面无表情 端坐在龙椅之上 玉阶下的绣墩上 坐着英国公张府 看见太子进来 张府忙站起身来 儿臣外见父皇 朱高赤一见到朱棣 激动的塞帮子直颤 正开小太监的颤扶 颤巍巍巍跪倒在地 万年没向父皇请安 父皇龙体可一向安好 朱棣一见到朱高赤那身肥肉 似乎比半年前啊 更肥了 心下就是一阵不快 但听了太子的话 皇帝又有些感慨 再不济 那是自己的儿子 半年不见 确实有些狠心了 便放缓语气道 朕能吃能睡 身子好得很 倒是你 又胖了 儿臣也没办法 提起这事啊 朱高赤就郁闷 他自然知道父皇这种强势的军人 最不喜欢就是自己吃肥的模样 可这事实在没出说理去 别人怎么吃都不胖 他却喝凉水都长肉 腿脚又不利索 便没法活动 只能任由身体横向发展 你说这怎么办 暗下伤心事 太子盲问道 不知父皇传儿臣前来 有何训事 是不是儿臣又有什么不端之处 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朱棣冷眼看着太子道 儿臣一直闭门读书 对外界无从所知 朱高赤忙道 朱棣当然知道 太子府上大门那一直是紧闭的 半年来确实没有访客出入 但不代表没有人出入啊 更不代表没有消息出入啊 他才不相信朱高师会真那么听话 会两耳不闻窗外事 那样的蠢货 也不配当大明的储君呢 不过呢 朱棣这会儿没心情敲打他 只哼了一声 没有当面戳穿太子 而是低声道 你二弟遇刺了 至今生死不明 什么 朱高赤那张胖脸 一下子煞白 竟从跪姿改为跌坐 半上说不出话来 朱棣面无表情地盯着朱高赤 想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张府既然领了圣誉 自然也要定定观察太子 以他那阅人无数的目光来看 太子应该是没有心理准备 整个人都在震惊中 只是不知道 在外头的王贤为何不提个醒 难道那小子 为达到这样毫无表演的效果 故意向太子保密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个小年轻就太可怕了 张府虽然奉旨观察太子 但他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太子的身上 他已经位及人臣 世袭罔替 连子孙后代都生无可生 所以张府没有一丁点掺和添加事物的兴趣 比起太子来 他更感兴趣的是那飞速窜升的王贤 这个新进窜红的小子 是他回京后才听说的 但似乎已经成了影响朝局的关键点 更重要的是 他那个不成器 但还算有些眼光的弟弟啊 对这小子推崇备至 在山西又已经卖好于王贤 回京以后更是极力想跟王贤交好 张府是不想让弟弟跟这种打着太子烙印的人 走得太近的 但是张妮却跟吃错了药一样 非说现在和王贤结好 那叫雪珠送炭 患难之交 一旦等太子坐稳了 位子再交好他 那交情就不值钱了 张府知道自己弟弟打的小九九 虽然皇上对他们兄弟很垂暗 但世袭罔替的公爵只有一个 他两个弟弟张妮和张月 没有爵位可惜 只封了指挥使的须职 加之父母去得早 他有常年带兵在外 两个弟弟在京中无人管教 都养成无法无天 不务正业的顽固性格 直到二三十岁 当初分家时候得的家产 快败光了 俩人这才招了急 不过 身为张玉的儿子张府的弟弟 想找个发家致富的肥差 那还是很轻松的 张玉年前谋得了天策位指挥使一职 有道是穷文富武 有了这个官职 张月家的日子自然不成问题 但张妮呢 却不屑于求那些人 他要自己找一条发达的道路 前不久 张府把他叫到府里 训斥他在山西花天酒地 荒淫无度 把父亲的脸啊 都丢光了 张妮却魂不在意的说 自己在山西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 后半辈子的荣华富贵 有保证了 张妮所谓的长期饭票 自然是指太孙 这小子一等一的会玩啊 自然跟太孙很是投缘 若非张府催得紧 他肯定要在山西陪朱瞻基到底的 通过和朱瞻基的接触 张妮彻底意识到了 王贤在太孙心里的分量 那是无可动摇的 再想想王贤的手段 张妮分明看到一位 侍请天下的权臣 将在未来崛起 张妮没兴趣也没本事 取代王贤在太孙心中的地位 他的法子是投资在王贤身上 将来的回报 肯定会是十倍百倍 平心而论啊 张府真不想让弟弟 在敌位之争中站队 但兄弟毕竟不是父子 弟弟们真想做什么 他这个当哥哥的也拦不住 张妮能先跟自己说一声啊 已经比一声不吭 就接受汉王馈赠的老三要好很多了 只是现在老三张月 已经成了汉王的人 再让老二和王贤的搅合到一起 这两个弟弟还不反目成仇 哎呀 真是让人伤脑筋啊 文毕 你怎么看 朱棣终于将视线从太子身上挪开 虽然之前说的轻松 但他最不愿看到的 还是兄弟手足相残 好在观察朱高赤的表情 那确实是一脸的意外 基本可以排除掉他的嫌疑 有见太子泪如泉涌 一脸担忧 这朱棣的心情啊 才好了一些 心说看来几个孽子 平时你争我多下半子 但真出了事 还是兄弟连心的 皇帝的一声患 也让张府回过神来 轻声道 太子殿下 不要过度悲伤 您是长兄 这时候啊 应该担负起长兄的责任来 让汉王殿下得到最好的救治 极早将凶手 绳之余法 应国公说的是 朱高赤擦擦眼角的泪 朝皇帝磕头道 儿臣恳请父皇恩准 让儿臣去迎一迎弟弟 去吧 有什么情况 第一时间汇报 朱棣灰灰衣袖 朱高赤便磕头谢恩 竟不带小太监上殿搀扶 便自己爬起来 一蹶一拐 往外走去 来太子的身影 消失在一天天外 朱棣的脸色 渐渐阴沉下来道 你说 是谁这么大胆子 敢行刺汉王 这可 臣真不敢妄言 张府苦笑道 臣在交纸时间太长 对经理的事情 已经很模糊了 哼 模糊点好 这会儿就需要你这样 跟他们都没瓜葛的人 朱棣沉声道 此案就交给你来查明了 无必要查个水落石出 不管真相如何 都要让朕明拜无误的知道 是 臣遵旨 张府心下无奈 但还是毫不迟疑的 接下差事 又有些迟疑道 只是 臣从未接住过行明 恐怕 误了皇上的大事 这你不必担心 朕给你准备了帮手 朱棣这才让人宣 王贤进殿 待王贤行礼之后 皇帝对张府道 这个是北镇府司的镇府使 王贤 你家张尼和他在山西共事过 可提起过他 哦 赞不绝口 张府心中苦笑道 我弟弟已经恨不能天天捧他的臭脚了 嗯 朱棣点点头道 别看这小子年轻 办案的本事还是有的 朝中大臣弹枝变色的山西弊案 套他手里 也不过三下五出二 说着又给王贤贴金道 他呀 是姚少师的高徒 哦 原来如此 张府恍然道 既然是姚少师的学生 自然不能以常理而论 虽然知道皇帝是怕张府瞧不上自己 但听堂堂永乐皇帝这样夸自己 王贤还是觉得一阵阵开心 不好意思 他现在是北镇府司镇府 专门奉朕的旨意办案 朱棣对张府道 就让他当你的副手吧 一定把这个案子查清楚 说着又冷声对王贤道 你要是敢把个人感情带到案子里 就提头来见朕吧 臣尽尊圣誉 定然秉公办案 王贤王沉声应道 还皇上一个真相 嗯 朱棣这才点箭头 挥挥手示意两人可以退下了 两人便一起向皇上行礼 然后王贤跟在英国公身后退下了 两人默不作声的离开了一天殿 走出一段距离 张府才开口道 虽说这案子以本宫为主 但我不懂行命 还得仰仗王政府出主意啊 公爷还是换下官仲德吧 王贤在张府面前可不敢拖大 王回话道 皇上既然任命下官为公爷的副手 大主意自然还是公爷来呢 下官从旁补充就是了 仲德不要客气 我跟你说的是认真的 张府虽然是国公爷 但面上没有一点胶筋之色 而是很温和道 我这些年不在京城 贵经里的事情啊 两眼一摸黑 必须啊 要仰仗仲德多提点 且不可藏着掖着 下官凑命就是了 王贤见张府说的真诚 也只好映下 我们先去探视下汉王吧 张府虽然说让王贤帮着拿主意 但真到了做决定的时候 这位冠于统帅千军万马的公爷 却干脆利索的下达了命令 是 王贤对张府还是很尊敬的 就算为了朱瞻基 也得好好哄着这位第一军人 两人便离开北院 骑马王位于京城正中的汉王府而去 汉王府规模十分宏大 不过朱高旭并非其第一任主人 国初的时候 太祖皇帝招府劲敌陈有亮的救部 在此为陈有亮的儿子陈礼建造了这座汉王府 等到了朱棣继位便把这处王府连带封号 一并封给了朱高旭 有大兴土木为他扩建造园 把这座王府修的是美轮美奂 比那太子的东宫啊 还要富丽堂皇 也是皇帝为不能立他为太子的一种补偿 当王贤跟着张府来到汉王府进前的时候 便见这里如临大敌 王府门前布满了全副武装 黑衣黑甲黑脸的卫士 虎视眈眈的注视着周围的风吹草动 但凡靠近王府的人马车辆都遭到了银密的盘查 那一丝不苟的驾驶 责人而逝的气势 甚至比锦衣卫还要强上一分 王贤不禁暗暗心惊啊 往日里看着汉王府上下一副鼻孔朝天 大大咧咧的松懈模样 一旦遇到情况 竟显出如此强横的一面 这么说平日里汉王府上下的差劲表现 都是假装出来麻痹人的 更让他心惊的是 府门前的车水马龙 汉王上午要务扬威出城 下午却被仓皇抬回来 这一幕啊 不知多少百姓看到了 自然也被那些王公大臣知晓 这会儿那些勋贵们 不管是不是汉王一戏的 都纷纷前来探望 却通通都被挡架 不过呢 他们并不离去 而是在王府前静等诸高绪消息 身为北镇辅司政府 自然能将京城的王公贵族 和他们的车架认个八九不离十 王贤发现满眼都是那些 侯爷伯爷都督都指挥使的身影 少说也有一二百位 这么多举足轻重的军方大佬 一起跺跺脚 那大明朝都要抖三抖啊 但此刻他们都在王府外安静的等候 没人敢摆臭架子 王贤暗暗震惊啊 想不到汉王在勋贵武将中如此得人心 他却不知道静难时的朱高绪和现代的汉王简直判若两人 那时候朱高绪骁勇善战一往无前 他统帅的朵延铁骑是朱棣手中最强大的骑兵 凡战百渔场 未尝一败 在那些上过静难战场的将军心中 那朱高绪就像天神一般 地位之高超乎想象 再说他们从洪武朝便跟着朱棣远征大漠辽东 那份深至的袍泽之情 又岂是王贤这个后辈外人能了解 不过英国公显然是个例外 他这些日子隔三差五便会来王府做客 所以那些王府护卫都认得他 原先仿佛老娘被强暴了的王府卫士 一见到来的是张府 眼神一下就变得赤裂起来 二话不说马上放行 张府在马上和仲勋贵点点头 便带着王贤直驱正门 在王府门前领队直守的 竟是天侧左护卫的指挥使王武 一见到张府便单膝下跪 带着哭腔道 公爷你可要替我们王爷做主啊 快起来说话 张府背着家伙的动作吓一跳 说道 汉王的伤势如何 很重这会还没醒呢 王武擦泪道 太医正在给诊治呢 太子和赵王也在里头 公爷里头请 说着起身牵过张府的马枪 快带我过去 张府翻身下马 也不用马蹬 两脚便稳稳落在地上 王贤也跟着下马 这会儿他很知趣的把自己定位为 英国公的跟班 一声不吭 跟着张府进了汉王府的 朱七金钉的大门 王贤是见过世面的 紫禁城 北院 太子东宫 还有山西的晋王府 他都曾进出过 但走入这座 灰红的汉王府 他还是忍不住 暗暗脆一口 所谓天下万民之主啊 果然是以万民高血 供养一家呀 这金碧辉煌的王府 不仅宽阔宏大 画动雕梁 殿与楼台 高低错落 曾言连编 壮观雄伟 甚至建筑也是最高规制 在王贤看来 与皇宫的唯一区别 就是皇宫的大殿 都是黄琉璃瓦 吴殿顶 九个乌己寿 而这王府的殿瓦 是绿琉璃瓦 西山顶 七个乌己寿 那一重重殿门 一道道回廊 能走的人两腿发酸 似乎不这样 不足以体现 亲王的威严 原先英国宫来做客的时候 汉王都让人用台语 把他送进来 但这次当着王贤的面 张府却不太好意思坐轿子 便和他一起 快步往寝宫走去 走到半路上 有两个身穿王府的青年 文讯出营 为首的是汉王的 狄三子朱瞻毯 跟在后头的是 树武子朱瞻玉 两人自然是来迎张府的 而不是来迎接王贤 人家直接就把他 个北镇府次镇府给无视了 两双目光全集中在张府身上 朱瞻毯朝张府深深一一 一开口就哽咽不能成声 张府使劲拍拍朱瞻毯的肩膀 沉声道 咱们先进去看看 是 不复乞 朱瞻毯躬身侧在一旁 指子指礼道 兄弟俩便伴着张府进去 王贤作为跟班 自然毫无存在感的跟在后头 他对此并无不快 只是为张府和汉王的关系 暗暗心惊 这是什么情况 通家之好 说穿一条裤子也不为过吧 亏自己还想通过张尼拉拢张府 简直是痴心妄想了吧 人家在前面走着 王贤正跟在后头 深感头痛呢 突然听前头一阵争吵立马声 他抬头望去 只见应该是到了汉王的寝宫外 在宫外的花园子里 一群穿着华贵王服的年轻人 正在吵架 眼看就有打起来的架势了 快出手 朱瞻毯忙快步上前出声阻止 却看见其中人多一方的领头的 正是自己的二哥 朱瞻齐 朱瞻齐生性暴力残忍 动不动就出手伤人 朱瞻毯虽跟他是义奶同胞 也不敢激怒自己的兄长 忙解释一句道 英国宫来了 听说张府到了 一群天之骄子才有所收敛 分成精卫分明的两帮人 一帮是汉王的儿子 另一帮是太子的儿子 太子虽然是长子 太孙也是长孙 但朱瞻基的二弟朱瞻骏 才不过十三岁 之下几个弟弟更是十岁不到 七八九岁 乳秀未干的小子 而朱瞻齐已经十七岁 几个弟弟也都大过十岁 一个个生的牛高马大 看上去就像在欺负小孩子 朱瞻骏和他几个弟弟 也就是小孩子 因为二叔受伤 他们被父亲从东宫叫过来探视 但太子进去汉王寝宫 就把他们丢在外头了 本来也没什么 几个小孩就在花园里自己玩呗 谁知朱瞻基不知吃了什么炸药 把他们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说他们狼心狗肺 心里没有一点心情 他爹还在里头生死未卜 他们就在这里玩的不亦乐乎 两家本来就面和心理 朱瞻骏听得有气 便解释说几个弟弟还小 说说让他们知道就行了 谁知道朱瞻基竟口吐脏话 说他们大房这一窝子呀 都是闹肿王八蛋 朱瞻骏一听不让了 就要跟朱瞻骏理论 可他个十二岁的孩子 哪是十六岁少年的对手啊 不光道理没讲过人家 还吃了两戒耳光 当时心里那个憋屈害怕呀 真如一锅沸腾的西周一般 这时候朱瞻骏看到了 立在张府身后的王贤 当时就像见到亲人救星一样 激动的冲上去 一把抱住王贤 一脸委屈的要掉泪道 二哥 他们欺负我们 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王贤和朱瞻基 跟亲兄弟一样 自然也把他的弟弟 当成自己的弟弟 看到他们被人欺负了 心里当时火冒三丈 不过他还不至于 因为这点事失去理智 直到在这汉王府中 又是这敏感的时候 自己绝技不能跟汉王世子 发生冲突 对方是龙子龙孙 老爹还躺在里头生死未知 就算这会儿让人把自己打死 皇帝也不会太跟他们计较的 所以啊 王贤只是轻声安慰朱瞻俊几个 告诉他们 现在他们二叔在里头生死未知 他们这些当子值得在外头闹 那就是不孝 王贤的声音很轻 却偏又能让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 本来朱瞻琪已经不爽 他很久了 见王贤竟跑到自己府上 给太子的儿子撑腰 怎能放过这种 长着他的天赐良机呀 非让他竖着进来 横着出去不可 哪成想王贤来了这么一句 做侄子的喧闹 那都是不孝了 他这个当儿子的再闹腾 岂不是大不孝 要是张府不在 当然可以不理会他这句话 可当着英国公的面 就算骄横如朱瞻琪 也不得不收敛下爪牙 他恨恨的瞪一眼王贤 沉声威胁道 小子 走着瞧 过了今日 乐意奉陪 王贤冷笑一声 不坠气势道 心里却想着 回头又得加强戒备了 住口 休得无礼 张府威严的扫一眼王贤 本宫进去探视汉王 你就候在这里 说着又看看朱瞻琪道 二公子 你领我进去吧 他不放心朱瞻琪在外头 生怕他仗势欺人 又怕王贤进去了 没人保护太子的儿子 便让朱瞻琪 跟他一起进殿 朱瞻琪本来想 等着张府进去了 好好收拾王贤 这下如意算盘被打破 只好泱泱的恨道 我领伯父进去 张府一进汉王寝宫 便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 那是血腥味和药味混合而来 他在战场上闻惯了的气味 当他穿过重重为慢 更是意外的看到了 之前据说昏迷不醒的汉王殿下 此刻居然赤着鸡肉球节的上身 大刀金马的端坐在椅子上 再看那朱高旭面如金纸 满头都是豆大的汉猪 左半边身子缠着厚厚的纱布 都已经阴红一片 更加触目惊心的是 他的尖头啊 还插着一根直头粗的短木棍 张府自然知道 那是剪短的的剑杆 看其粗细应该是硬弩所发射 吃这一件射中 就是野猪猛虎 那也要翻倒啊 怪不得说汉王当场就昏过去了 汉王身边是张府推荐的那名 叫陈金的外科大夫 还有太医院蒋院正和一名太医 三人正在小心的为汉王 解开之前的临时包扎 要为其处理伤口 染血的布条扔了一地 沉重的呼吸声啊 此起彼伏 再外围 便是太子 赵王 汉王妃和汉王世子朱瞻贺 正焦急的注视着汉王的情形 丝毫没察觉张府进来 倒是朱高旭看到了他 朝张府惨然一笑 就要开口 张府微微摇头 示意他不要说话 不然牵动窗口会十分痛苦 这是另外三人也发觉了张府 前三位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又是眼下这种情形 彼此间自然没那么多客套 朱瞻贺却恭恭敬敬 向张府行了个礼 与在人前的张狂判若两人 他轻声向英国公解释道 我父皇一回京就行了 然后执意要坐起来 太医不同意 但伯父家的陈大夫却答应了 伤在肩上 能坐起来处理 当然好 张府轻声说道 他和汉王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 自然知道这时候能坐起来 可以大大减少失血 而且也方便医生操作 不过话虽如此 受了这么重的伤 有几个能坐得住啊 换了我 客坐不住 朱高岁在一旁咋舌道 几人简单说了几句 怕分散医生的注意力便都住了嘴 众人目不转睛的盯着 太医把汉王身上的包扎解下来 只见汉王的伤处在左肩 因为之前用了最好的金疮药 伤口已经止血 但那猙獰的伤口已经高高隆起 种得有馒头大小 箭头还在里头无法拔出 这时候 陈金和那两个太医 却为箭头的种类起来争执 因为箭头深刻入骨 窗口已经种得像馒头 仅靠观察 无从轻易分辨出到底是哪一类 只能靠经验了 以在下之拙箭 此箭长二尺九寸左右 盖尔为羊木制 鱼以大雁羽制 漆成黑色 军中所致鱼叉剑正是这种形制 那名专精刀剑创伤的冯太医 拿着剪下来的剑尾道 而看汉王的伤口 此剑应该是有前驱尖钩的 所以应是鱼叉剑无疑 不对 鱼叉剑的窗口不是这样的 陈金却断然道 看汉王的窗口 应是六棱锐角形的箭头所创 请问郡中哪种六棱锐角剑上 又前驱倒钩 见自己被这么干脆的否认 冯太医脸上挂不住道 为什么非得是军中的剑 陈金淡淡道 江湖人所造的剑种多了 我还知道一种前缘的皇帝随士 吐叉剑就是这种样式 哈哈 元朝都亡得快一个甲子 哪里跑出什么皇帝随士吐叉剑 冯太医不屑道 一定是鱼叉剑 是吐叉剑 陈金寸步不让道 是鱼叉剑 见两人竟在汉王面前争起来了 几位贵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太医院蒋院证更是吓出一头汗 王拦住道 太放肆了 速静 两人这才住了口 这下倒是速静了 可弄不清楚是什么剑 就没法动手下刀 要是一般人 当然可以割开看看再说了 可这是汉王殿下的万金贵体 谁敢乱来啊 哥 这时候汉王说话了 虽然声音不大 但措辞彪悍至极 配上他猙獰的表情还是很震撼的 哥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王爷 二弟 二哥 汉王妃太子赵王都对汉王的彪悍很不适应 还是张府开口问道 陈金 你敢保证是兔插间 我敢以人头担保 陈金点点头 陈声道 你呢 张府又看向那个太医 这 冯太医可不想随便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那就闪一边去 张府当时面色一沉 被脚下万古哭的英国公一瞪眼 那冯太医下的浑身筛糠 赶忙灰溜溜闪到一边 去吧 张府再不理会他 对陈金道 记住你的话 显然要是出错 陈金就要以死恕罪了 陈金面色平静的点点头 打开随身的药箱 取出一个精致的药瓶 奉给朱瞻喝道 请世子为王爷用草屋伞 草屋伞是什么东西 汉王妃为事奇怪问道 是一种麻醉药 可让王爷感觉不到痛苦 陈金解释道 本王不用这个 朱高旭却傲然道 关云长可以刮骨疗伤 姑岂能让古人笑话 陈金当时这个汉哪 关云那时候不是没有这条件吗 现在有麻药干嘛死撑着 王解释道 王爷容炳 因这件有道刺 治疗时难免疼痛难忍 王爷的手臂一旦颤抖 我便无法下手 休咬瓜造 古王不动他便是 朱高旭咬牙道 来吧 王爷 人都是血肉之躯 岂能忍受得了 陈金苦劝道 是啊 二弟别逞强了 太子也从旁劝道 有草屋伞还是要用的 大哥有所不知 朱高旭冷声道 有人扶了这草屋伞后啊 会一直手脚麻痹 我可不想像你这样 太子好心赚了驴肝费 却也不生气 笑笑没有说话 二哥 你要担心草屋伞不用 不如把你绑起来吧 朱高旭出主意道 绑得结实点 你一样动不了 哼 我戎马一生 誓死如归 这点伤算得了什么 朱高旭对朱高旭呢 就客气多了 你实在不放心 给我倒完酒 趁着酒劲下刀就是了 也好 朱高旭没上过战场 不知道轻重 感觉喝了酒人晕乎乎 知觉确实会迟钝很多 便一言让人取来烈酒一碗 亲自送福 一碗酒猛然灌下肚 朱高旭一阵酒劲上涌 喝道 趁我酒劲未散 动手吧 沉浸看看张府 见自家公也无奈地点点头 便仔细洗了手 取过刚刚煮过的小刀 对汉王道 王爷 小人下刀了 朱高旭豪迈地点下头 左手便握住 太师椅的把手 任其动手 陈金举起寒光闪闪的小刀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寝宫中 灯石针落可闻 陈金便缓慢而稳定地下刀 那锋利的刀片切入伤处 鲜血便激射而出 喷了他一身 看见这个状况 汉王妃啊 灯石晕厥过去 好在朱瞻赫手急眼快 一把扶住了母妃 交给急忙上前的宫女 挥手示意他们 将王妃扶下去歇息 再看朱高旭 虽然满头窦大的汉朱 却紧咬牙关 果然一动不动 那陈金丝毫被受影响 出手如电 在汉王的伤口上又下了数刀 鲜血灯石染红了汉王的大半边身子 朱高旭痛得面色煞白 牙关紧咬 若非口中咬着一方棉筋 肯定要咬出血了 陈金在安南处理过的伤号 不下数千人 还从没见过像汉王这样强悍的人物 心下不禁钦佩不已啊 他两手在汉王血肉模糊的尖头上 灵巧的翻动 不一会儿 他捏住剑簇 对汉王等 剑已入骨 小人要将其拔出 王爷要忍住 朱高旭双目血红的点点头 陈金便猛一发力 促然将剑头拔出 朱高旭灯石双目圆针 口中的棉筋都浸出了红色 右手竟然将座椅的扶手 声声拧了下来 然后身子一软 终于晕厥过去 朱高岁和朱瞻赫赶紧扶住他 拔出剑头 陈金也松了口气 将那个六棱锐角形 后有四个前驱尖钩的剑头 扔到一旁的铜盘上 众人一看 果然不是军中所用的鱼叉剑 那冯太医灯是两眼一翻 晕了过去 陈金却没工夫理会冯太医 他将汉王尖头的淤血挤出 然后手脚麻利的清洗窗口 然后敷上厚厚的药膏 再打上甲板包扎起来 这会汉王晕着 怎么折腾都不会动他 他的动作自然快了不少 其实在军中要动手术的时候 哪有那么多草屋散用啊 都是直接打晕了事的 在汉王悠悠转醒 见自己的身上披着披风 伤口已经处理完成 他刚想习惯性的活动一下手臂 便听陈金急声道 王爷千万别乱动 扯到伤口就不好了 朱高旭这才停下动作 自嘲的惨笑道 看来 姑还是不如关云场啊 王爷已经是当世 第一大丈夫了 陈金赞道 关公那毕竟只是传说 谁知道是真是假 也是 朱高旭这才高兴起来道 先生遗数高明 看赏 谢王爷 陈金王连声称谢 又详细嘱咐了注意事项 便告退和世子下去开药方了 寝殿中 剩下皇家三兄弟和英国公 看到汉王术后虚弱 摇摇欲坠 既然忙让太监和宫女将他扶到床上躺好之后啊 便要告辞出来 却听朱高旭道 文毕 你先别走 张府只好站住脚 向太子和赵王歉意地笑笑 两人点点头 便先行离开了 朱高旭感到一阵阵虚弱无力 却依然硬撑着道 文毕 你坐 有什么事不能等伤好了再说啊 张府叹口气 一撂长袍下筋 在床边的紧蹲上坐下 有些话不说出来 睡不着觉 朱高旭道 我想 父皇应该是让你查我遇刺一案吧 是 张府有些不解道 王爷怎么知道的 若非如此 你老盯着我的伤口干什么 朱高旭显出与平时的粗豪 很不相称的精明道 张府 却并不意外 虽然 朱高旭现在整日以一副 鲁莽的面孔世人 但作为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 共同出生入死的袍泽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汉王是个什么样的人 朱高旭能在兄弟三人 就要沦为人质的时候 断然盗取旧家的神郡 带着哥哥弟弟 从京城狂奔迁里逃回北平 为燕王斩断了起兵枷锁 他能在白沟河之战 救父皇于危难之间 于东昌之战 救父皇于败军之际 甚至在静难之意 能否取得成功的最关键时刻 也是他挺山而出 面对圣雍军队的顽强抵抗 他毫不畏惧 敏锐地发现了敌军的薄弱之处 带领援军拼死向前 勇猛拼杀 最终拼出了一条胜利之路 帮助父皇扭转的战局 所以成功突破了 朱允文的最后一道屏障 汉王能数度力挽狂澜 总是败局之中杀出圣机 没有敏锐的洞察力 高超的行动力 是万万不可能的 所以张府知道 他平时不过是在扮猪吃老虎罢了 不错 见张府承认了 朱高旭愤然道 莫非父皇以为我用的是苦肉计 王爷何处此言 张府忙道 皇上知道王爷受伤 心痛还来不及呢 怎会怀疑王爷 又解释道 我看王爷的伤口 不过是奇怪 到底何方神圣 能用什么法子伤到王爷 你也看见了 是连狗熊都能射死的三弹硬弓 若非我身上穿着金甲 又反应及时 否则早就跟你阴阳相隔了 朱高旭恨然道 那两个太医回宫以后 皇上肯定要详细询问我的伤情 但他们说的话 皇上未必信 所以还得你跟皇上说明白 我这到底是不是苦肉计 当然不是苦肉计 王爷何等英雄 岂能做那种懦夫行径 张府断然道 王爷放心 我一定跟皇上说清楚的 你办事 我当然放心 朱高旭这台松口气 又换上一副 猙獰之色道 帮本王查出凶手是谁 我定要将其碎尸万段 是 张府轻声应下道 不知汉王对凶手有何看法 那凶手定然是早就埋伏在紫金山的 剑术出奇的高 轻功也很超绝 汉王露出回忆之色道 而且本王去孝陵这件事很隐秘 朝中大臣都不知道 那刺客却对我什么时候去 走哪条路都清清楚楚 早就在那守株待兔 不然本王的护卫虽然吃干饭的 却也不会让他偷袭得手 紧接着本王的护卫 便纵马追过去 却连人影都没看到 嗯 张府点点头 缓缓道 王爷觉着 谁的嫌疑最大 若王爷能有所指点 我一定尽力给王爷一个交代 不错 这才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朱高旭这才露出一丝笑 两眼紧紧盯着张府道 本王这几年名声不好 但除了老大之外还真没什么人 既是本王的仇家又有这么大本事 这个张府当时头大道 皇上已经说了 此案跟太子没关系 不然也不会让到王贤陪我一同查案 王贤 朱高旭嘴角抽动一下 黑然道 老大真是狗屎运 依然要完蛋的时候 竟杀出这么个救星来 要不是他 我早就把老大废掉了 张府听得暗暗心惊 他当然知道汉王和太子水火不容 但知道是一回事说出来那又是另一回事 不过他也吃惊于那王贤 竟在汉王这个敌人这边也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 你这次和大共事 要看看能把他拉到本王这边 说这么多话 朱高旭已经精疲力竭 有些迷糊了 难难道 老大能给他什么 本王都给他双倍 将来就是封他个国公又如何 见汉王眼皮沉重 实在撑不住了 张府便劝几句 看着朱高旭很快昏睡过去 这才悄然洗身 退出寝宫 待张府来到寝宫外 见园子里已经一片安静 争吵的王子们都不见了 连王贤那小子也不见了 张府眉头皱了皱 正想向安静等在那里的朱瞻毯 问问王贤的去向 却见他快步走了回来 张府是带兵打仗的人 很生气这个未曾寝室 便四处乱跑的家伙 他施意朱瞻毯不要送了 后者知道他有话要说 便行个礼目送他离去 待走远了 张府皱眉道 你跑去哪了 下官见公也还不知什么时候出来 待在那里也是浪费时间 索性走访了一下 汉王的卫士和内侍 王贤不仅不慢道 他们能打理你 张府皱眉道 他们不像公也想的那么不好打交道 王贤笑道 还是蛮好说话的 蛮好说话 张府有些无语 朱高絮 治君森严 别说手下的将士 就是府里的宫女太监 也没有敢乱嚼舌头的 估计那些护卫士得了吩咐 才会透露消息给他的 不过王府显然不是说话的地方 张府低声道 出去再说吧 说话间两人出了王府 此时王府外的人流明显减少 显然之前太子和赵王已经把众人安抚回去了 两人骑上马 王贤问道 公爷 咱们去哪儿 本宫没有衙门可坐 张府淡淡道 去你那儿吧 片刻之后 两人便坐在北镇府司后衙的正厅中 厅中的摆设很简单 却恰到好处 居中两张太师椅 中间摆着一张红木高机 下头是东西各四把胶椅 王贤请英国公上座 自己却在下手的胶椅上就坐 这让张府暗暗点头 说明他还没太膨胀 然而一开口 王贤却气得他半死 既然询问了王府的护卫 那你有何收获 吃了一盏茶 张府开口问道 收获不大 王贤嘴角挂起鼓笑道 汉王吃了凭空射出的一剑 连刺客的影子都没看着 天侧位将紫金山团团包围 却只逮到几只兔子 他摸着下巴寻思道 以下关于剑 咱们查了也是白查 何处自言 张府周眉道 刺客在城外行刺 一击命中 随即远顿 以天侧位之精锐 气急败坏之下 仍没找到人影 王贤道 我们现在 就算发下海埔文书 封锁水路交通 也已经于事无补了 你的意思是 我们什么都不做 张府黑着脸道 当然要做 王贤正色道 做什么 张府问 发下海埔文书 封锁水路交通 王贤道 张府的脸色更黑了 不过他自然知道 这是题中应有之意 就算明知道这些措施没用 但依然要认真去做 不然就要被视为独职 还有呢 还有就是大索权城 抓捕江湖王命 王贤如属家贞道 命各地衙门将其境内神剑手 借送京城 难道这样就能抓到刺客 张府安道 王贤就这水平 配不上那么多人推崇吧 虽然抓不到刺客 但可以让他们辨认剑支 王贤道 听说那剑是前缘的皇帝用剑 应该不会有太多人用吧 而见过的人 也一定会印象深刻 张府心说 这才有点意思 又问道 这法子太慢 皇上定然近期就要问个丁某 有没有快点的法子 快点的法子也有 王贤淡淡道 先不查这个案子 去查一查 是谁把孝陵殿前那些银杏树杀死的 你说银杏树突然死亡 是人为的 张府心下一沉 银杏树又叫公孙树或子孙树 繁衍时多生于附近 形成一个树群 就像一个人丁兴旺 多代同堂的家族 因此很多人会在自己的房前屋后 种植银杏树 以求子孙昌盛 而孝陵殿前的银杏树 自然象征着皇家子孙昌盛 开枝散叶 这次孝陵殿前的公孙树死光了 那寓意着什么 光想想都是欺君大罪 皇帝能不光火 紧接着汉王又遇刺了 这让朱棣很难不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当然是人为的 不然这个季节连耗子都没有 耗端端长了几年的银杏树 怎么可能一下全死了 王贤沉声道 你的意思是 破了杀树案 效果也一样 英国公不愧是英国公 历时就明白王贤的意思了 破了杀树案 对皇上就有交代了 那刺客的出现 也可以归咎于银杏树的死掉 总算是有个说法 王贤脸皮足够厚道 最重要的是 杀树案比刑刺案要好破 听了王贤这句无耻之言 久经沙场的英国公都险些顶不住了 商谈罢了 英国公见天色已暗 谢绝了王贤留饭 一句轻飘飘的 事情都交给你了 有什么责任我来担 便把具体的差事让王贤处理 自个儿则悠哉悠哉 回家吃饭去了 在见惯大风大浪的英国公眼中 虽然是汉王遇刺不是小事 但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当然有王贤这个 重口交赞的牛人当副手 让国公也可以完全放心的 当甩手掌柜 张福也相信 王贤这样少年得志的家伙 肯定不喜欢有外行上司 指手画脚 索性卖他个好 让他自己看着折腾去吧 英国公的决定十分英明 虽然和王贤才是初次接触 但从其过往经历看 就知道他是个权力欲 和掌控欲十分强的人 这样处理两人的关系 无疑比说一万句好话 都更能赢得王贤的好感 对英国公当甩手掌柜这件事 王贤也无可奈何 而且也感觉啊 这样做起事来还爽力 便让人准备海捕文书 命应天府所辖各州县 封锁水路交通 并召会各地官府 押解弓箭高手入京等等 又行文应天府 命他们协助镇府司 大搜经济 虽然知道这样没什么效果 但声势一定要做足 不然如何体现 皇上对汉王的关心 如何体现朝廷 对此案的高度重视啊 至于耗费这么大人力物力 是不是对国家财政不负责任 这素来不是特务机关 该考虑的问题 此时天完全漆黑下来 镇府司院内大屏上 熊熊的火把和通明的灯笼 把院中照得亮如白地 北镇府司 百户以上的官员 全都在院中肃燃列队 目视前方 空气中只有火把燃烧时 偶尔发出的琵琶声 其余便一点动静也没了 虽然才上任一个多月 但如今的北镇府司啊 早就不是从先的那个了 一切异己的军官 通通被清洗出去 一切权力 牢牢掌握在内外牵牙房手中 新提拔上的军官 都是昔日饱受排挤 不得晋升的一群人 这些人对王贤充满感激 甚至比他在牵牙房的亲信 表现的还要狂热 王贤一身非红色的团领 窄绣五官服 头戴短刺儿乌纱帽 肩上是宽大的黑绒披风 腰间跨着仅一位 标志性的绣春刀 火光招摇 趁着他一张脸呢 愈发的轮廓分明 五官如刀削一般 王贤整个人身形笔挺 肃立不动 只有搭在刀柄上的右手食指 在无声的轻磕着刀柄 战府使大人显然在等待着什么 好一会儿 才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众军官却没有一个回头的 那来人就像穿过一排木装 在阶下向王贤沉声道 有旨意 汉王遇刺 应天府将宁县一干雍原 择无旁贷 命北镇府司捉拿罪员下狱 查问有勾结匪类 因害亲王之事 臣谨遵圣誉 王贤忙双手接过上狱 在灯光下厌看无误 对那传指太监道 敢问公公是回去赴旨 还是留下座监军 监军不敢当 那太监道也还算客气道 不过这会儿宫门已经落索了 咱家横述回不去 就跟大人走一遭吧 好 您请这边来 王贤往边上挪一步 让那太监和自己并肩而立 才冷声对部下道 三处的任务变了 先把应天府和江宁府的 一干官员抓起来再说 是 周永和三处的人一起吼应 朝王贤行礼之后转身出去 带着手下的锦衣卫一阵风 刮出了院门 抓捕的人出发 王贤才问那太监道 本来是要大搜全城的 这下应天府的官员都下了诏遇 不知皇上让谁暂时负责 是薛福颖 那太监笑道 薛福颖之前因为上元节失火 在家闭门思过 倒是躲过这一劫 现在皇上雷霆震怒 把应天府地面的官员一撸到底 也只能让他老人家再回来了 那感情好 王贤也放心不少 有薛福颖出山 破案的希望大增啊 一夜之间 京城百姓便感受到了皇帝的雷霆震怒 一队队脚踏皮靴的锦衣卫官兵 还有身穿大红浩衣的应天府官差 粗鲁的敲开 一户户家门 稍有迟还者 大门便被踹开 然后如狼似虎的兵丁便冲进 控制住所有人 命其伸手检查 同时应天府官差和保甲一一点名 只要户籍册上没名的 保甲不认识的 手指有老简的 都被通通抓走 这一宿 镇斧斯和应天府不知道抓了多少人 把应天府的大牢都塞爆了 最后不得不找了个空仓库 冲坐临时牢房 才解决了监狱里人满为患的难题 这一夜 京城啊 人心惶惶 百姓无人入眠 待到天亮的时候 他们又发现 城门紧闭 一切水路通道都被封锁 京城外也好不到哪去 各州县的官差和卫所的兵厅 都被调动起来 封锁水路交通 所有人不带录影 不许通行 就算带录影的 也要经过严密检查才能放行 任何拇指有老茧的人 都被收押 送到北镇斧斯去 再远一些的周边府县 气氛虽然没有这么紧张 但官府开始轻巧江湖亡命 那些大小帮派都倒了没 所有会射箭的高手 中手 低手 更是统统被抓起来 借送京城 总之一句话 京城内外都因为汉王遇刺 进入高度紧张的戒严状态 官府只有一个形式准则 那就是高压扫荡 宁网勿纵 京城内外灯是风声鹤唳 街上的行人都少了一半 连逝次买卖都大受影响 重任府影的薛正言 虽然感觉心疼 南京城的繁华 尽着他多少心血呀 可他本就是因为 汉王遇刺的案子 才得以复职 哪能得了便宜 还卖乖呀 何况通过这次大扫荡 不知抓到多少穷凶极恶的罪犯 连带着一些独流般的帮派 都被连根拔起 也算是意外收获 所以他一直不作声 镇斧司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不过薛正言看得下去 御使们可实在看不下去了 若为和王贤 有心照不宣的盟友关系 他们早就上本坛和他 滥用职权 枪害百姓了 不过他们也不能装聋作哑呀 一番商量便派了 行科都己事中扬艳 跟王贤说和一下 说起来 行科监管刑部 大理寺和北镇斧司 也算是北镇斧司的监管部门了 不过之前北镇斧司 从来都以皇命自居 向来不鸟行科 是王贤上台以后 才开始买行科面子 至少所有驾铁 都请行科千千在先 所以杨科长对王贤 还是很有几分好感的 这天王贤在衙门正准备出门 便听外面说杨科长来了 他快步亲自迎出去 亲热拉着杨燕的手道 稀客稀客啊 欢迎领导立临指导 虽然听着王贤这话怪怪的 但是杨燕还能听出 他是在拍自己马屁 便笑道 哪里哪里 实在是贵司送去的价铁太多 行科人手又少 实在忙不过来 我只好跑一趟 诶 科长知会一声 让下面人去取就是了 王贤说着瞪一眼身边的吴维道 不是让人在行科全天候着吗 哎呀 也是价铁太多 吴维盲小声解释道 难免有前后脚接不上的时候 那就多派点人 还让杨科长亲自跑一趟 不像话 王贤训斥道 吴维啊 知道王贤是在做戏 忙配合着诚惶诚恐的点头 嘿嘿 王政府严重了 杨科长见状忙白白手道 下官跑跑腿也算不到什么 说着笑笑道 况且我还真有点事 要跟大人说和一下 里面请 王贤请杨科长在客厅就坐 又上了茶 才正色问道 不知科长有何赐教 赐教谈不上 几十钟啊 都是十足十的臭石头 杨科长因为要和各衙门的长官打交道 说话还算是中听点 不过也就中听一点 只是想问问大人 这两天价铁发的是不是多了点 哎 非常时期嘛 在所难免啊 王贤文言笑道 汉王殿下遇刺 皇上雷霆震怒 不多抓几个人 如何能平息圣院 话虽如此 可抓的人也实在太多了 杨雁耐着性子道 很多人根本不可能是此刻 却被官府抓去便音信全无 京城百姓不堪其扰啊 生恐什么时候 家里人就让官府带走了 长此以往 怕是要出乱子的 哎呀 我的杨科长 王贤无奈苦笑道 这时候啊 顾不上百姓 要先顾皇上呢 这种话一般的读书人 是说不出来的 但是王贤说着毫无障碍 他正色道 如果换成令公子 险些被人杀死 请问科长的心情会如何 那当然是很愤怒了 杨雁道 可我也知道 冤有头债有主 并不会波及无辜的 问题是冤家藏起来了 一时找不到 王贤两手一摊道 只能这样漫天撒网 找不到应该想办法找 而不是波及无辜啊 杨雁道 那是我们寻常人的反应 但皇上是天子 天子之怒 浮尸百万流血千里 王贤沉声道 现在皇上把这个案子 交给我们这些臣子来办 我们只能尽量让皇上消气 若是皇上不满意 要亲自过问此案 那就不是抓人 而是杀人了 呃 言过其实了吧 杨雁咒眉道 皇上要不是无道昏君 岂能胡乱杀人 说完这话呀 他自己都有些心虚 说起胡乱杀人的皇帝 今上肯定不甘仁厚的 不 一点不夸张 王贤却一脸郑重道 汉王遇此以后 皇上最关心的不是刺客是谁 而是如何杜绝 有人敢行刺龙子龙村 只有让天下人 感受到血流飘楚的天子之怒 才能让那些心怀不归者 有所忌惮 说着压低声音 一字一顿道 为此换了哪个皇帝 都不会心慈手软的 这 杨燕竟被王贤这套歪理 邪说说得哑口无言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却直到走出北镇府子衙门 也没想出该如何反驳 送走了杨燕 往回走的路上 一直沉默不语的无为开口道 大人 您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王贤大笑起来道 小八你执念了 要像我一样单纯 那就会轻松很多啊 无为登师无语道 大人若是单纯 这天下还有不单纯的吗 你看你这话说的 王贤白他一言道 我是单纯的在其位谋其政 其他就不放在心上了 在其位谋其政 无为道 是啊 王贤淡淡道 我现在是北镇府司政府 就要本分的行使朝廷英权的责任 至于折腾过后 会不会怨声再道 那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大人 无为听了很不好受到 我总觉得 您应该更有理想一点 理想 几文钱一斤 不贵的话 你称我两斤下九成不 王贤白他一言道 日子已经够艰难了 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赶紧去备马 是 无为暗叹一声 他也知道 以大人现在的处境 真没资格奢谈什么道德 能在京城这龙潭虎穴中 独善其身 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去哪儿去哪儿 一听说贝马 在屋檐下百无聊赖 看燕子气窝的灵霄 真是来了精神 这些日子他一直在衙门里 担当王贤的护卫 整日看他在文山会海中 忙忙碌碌 灵霄妹子感觉好无聊啊 这下有出门的机会 他当然要跟着了 这个嘛 王贤也有些心疼 这小丫头 笑呵呵道 出城踏青去 真的 灵霄登时激动了 我也可以骑马了 我还要射箭 王贤登时无语 难道女孩子一提到踏青 不都是马上想到 花红柳绿草场英妃吗 怎么这小女汉子 偏生想到骑马射箭呢 将来还怎么找婆家呀 不过她素来不是扫兴之人 见灵霄妹子兴致这么高 便笑道 当然可以了 还可以撵兔子呢 那还等什么呢 灵霄彻底按捺不住了 却又不失女汉子仗义本色道 我们去叫这阴灵吧 你当我真是踏青啊 王贤白眼一翻道 不行 不行就不行 灵霄吐吐小舌头 转头便欢天喜地的去准备了 如今这个关头 雏形自然要严加护卫 何况不光王贤自己 还有英国公也要去 两人约好了 今天去紫金山勘察现场 若是英国公有什么闪失 王贤把命赔给人家都不够 所以跟着王贤去迎接英国公的护卫啊 足足有两百人 这让只带了一名仆从 轻求缓代的英国公啊 微微皱眉 排场略大了点吧 嗨 非常时期嘛 王贤笑道 何况工业身份何等尊贵 这俩人算什么 另外还有八百人的卫队 下官怕太招有 让他们在玄武门外等着呢 听说还有八百人 英国公的眉头反而展开了 若有所思地看看王贤道 你是罪翁之意 不再久 嘿嘿 王贤也不否认道 有备无患 有备无患吧 英国公便不再说什么 被北镇府司的兵马 簇拥着出了京城 这一天啊 城门已经打开了 毕竟京城里头人口百万 要是城门紧闭 不让人进出 最多两天就得乱套 还是那句话 姿态要做足 但不能真出了乱子 玄武门前 出城的百姓排队等候检查 北镇府司二百计 轰轰烈烈掠过人群 向城门寺的官兵通报一声 便被放行出城 自然者的百姓一片骂声 不过这就对了 不挨骂那能叫锦衣卫吗 城外 果然有八百锦衣卫 先出城一步 等在关道旁的山坡上 见到镇府大人和英国公出来 领队的朱九打着呼哨 漫山遍野的锦衣卫 便骑刷刷上马 列队跟在镇府大人后面 那是朱九吗 张府和十三太保自然熟悉 不过距离稍远也不敢确定 而且也不大相信 以十三太保骄傲的性格 能干居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属下 是朱九爷 盲仙点点头大声招呼道 九爷 英国公问起你呢 朱九文定策马归来 先朝盲贤一抱拳道 大人 这才翻身下马 给英国公磕头 快起来快起来 张府忙下马扶住他 使劲吹他一拳道 你我之间还要来这套 你不可费 朱九也笑道 你如今是尊贵的国公爷了 不是昔日跟贝职一起 偷鸡摸狗的大头兵了 我还是我 这一句 勾起张府多少回忆 哈哈大笑道 至少在昔日炮则面前 我永远是那个张府 说着亲热的拉着朱九道 你别过去了 咱们路上好好聊聊 等贝职下的职再说吧 朱九却毫不犹豫道 这会儿我不能脱离队伍太久 不要紧 王贤笑道 国公爷开口了 我还能不卖他个面子 规矩虽然是大人定的 却是卑职这个掌刑千户在监督 朱九却不领情道 我若是今日破例 回头还有什么脸面去罚别人 得 张府苦笑道 我不让你为难 等你下了职再找你吃酒 这下总可以了吧 谢公爷体谅 朱九朝张府一抱拳 又向王贤肃然道 大人 卑职归对了 去吧 王贤点点头 笑容里很有些灿烂的意味 九爷真给老子长脸呢 你本事不小啊 待朱九转回 张府不禁赞道 能让十三太宝 甘愿任你驱策 哎 这里头一言难尽啊 王贤却不自傲道 不过 九爷能屈就北镇府司 还是出于对皇上的赤忠 嗯 张府却笑道 那你手腕也不简单 这朱老九 我是知道的 本事大 对皇上也忠心不二 就是脾气太丑 哪个上官也受不了他 你能让他安安生生跟你混 那就是大本事 唉 随着岁数增长的 人的火气啊 是越来越小的 王贤笑笑道 他发觉这些天 英国公对自己 一直是淡淡的 就连皇上的夸奖 他都没放在心上 可看到朱九在自己手下 却反应这么大 真不知是个什么心理 其实在英国公 这样戎马半生的 大帅眼中 没上过战场的武官 都是不值一提的 根本提不起他的兴趣 只有战场上 一同拼杀过的袍泽 才会引起他的重视 很不幸 王贤身上穿的是武将官服 自然被英国公 划入没上过战场的 武将行列 跟那些薰贵子弟一样了 但张府对朱九 又是另一番心情了 那是跟他一起 拼杀过的铜袍 张府十分关心他的状况 看到王贤能容得下朱九 朱九也乐意为王贤效劳 英国公这才对王贤 刮目相看 整日的忙忙碌碌 让王贤无暇体会环境的变化 直到出了京城来到郊外 他才猛然发现 原来已经是盛春时节了 蔚蓝的天空一闭如喜 温暖的阳光 暂时驱散了江南的烟雨 道边鲜花怒放 青青杨柳 轻浮着碧绿的水面 河上有水鸟在嬉戏 有渔夫在洒网 远山如带 春色如酒 让人如痴如醉 灵霄像一只逃脱繁荣龙的小雀 侧着枣红色的骏马 在山野上来回奔驰 不时传来一阵阵清脆的笑声 欢快的笑声十分有感染力 竟让面色死板的锦衣卫们 也露出一丝丝笑容来 那是孙真人的孙女吧 张辅收回目光道 是 王贤点点头道 也是下官的妹妹 听说孙真人的孙子也在你身边 张辅道 是 王贤点头道 这样地位超然的兄妹 竟然也甘心跟着你 看来你确实非同凡相 张辅道 哎呦 公爷就别给下官戴高帽子了 王贤苦笑道 有话您就直说吧 哈哈 好吧 张辅笑笑 不再和他废话 沉声道 我问你 这案子你怎么看 公爷前日好像问过这问题 王贤摸摸鼻子道 上次问你是打算怎么办 这次是问你 张辅顿一顿道 对姨兄有什么看法 说着一摆手 堵住王贤敷衍的话头道 本宫不妨抛砖引玉 先探探我的看法 下官席耳恭听 王贤道 本宫回去细思此案 张辅编道 切以为行刺者 或者幕后的主使者 必然是对汉王的一切 十分熟悉的人 直到汉王要去孝陵勘查 直到汉王速来不坐车 而是骑马 直到汉王卫士的 搜捡策略和习惯 这三条 缺一都没机会 威胁到汉王 不错 王贤点点头表示认同 其实还有一条 就是射数 张辅又补充道 根据他们的描述 我感觉天下能射中 这一件的实在不多 确实 虽然是居高临下 但二百丈的距离 实在是太远了 王贤道 下官年幼无知 反正没见过这种神社 不止要射数好 那臂力还得超凡 张辅说着陷入了沉思 好像在寻思 自己认识或听说过的人里 有几个能做到这点的 出玄武门往东十里 就是紫金山 不知不觉 张辅和王贤等人 就来到了汉王遇刺的地方 但见周围 山市跌宕起伏 景色秀丽无边 又离着京城这么近 真让人想不到 刺客竟会选择在这里下手 你确定 汉王是在这里遇刺的 王贤问同来的 天策右卫指挥使张龙道 是 张龙正是那天 负责汉王安保的将领 虽然刺客的本事匪夷所思 但也不是他免责的理由 事实上 一回到王府 他便吃了八十军棍 要不是汉王速来体虚下属 他连命都保不住 这次 英国公要来勘察现场 他虽然还在踏上养伤 却依然咬牙跟了来 至于那八十军棍 只要不是存心想把他们打死 对这些 同胶铁柱的汉子来说 便不过是些皮肉之苦罢了 唯一不雅的是 他此刻呢 是趴在马背上的 屁股被打烂了吗 坐不得马鞍 仔细辨认过之后 张龙很肯定的点头道 就是这个地方 地上还能看到王爷的血迹呢 王贤翻身下马 果然在被践踏成泥的草皮上 看到了零星的血迹 此刻射箭的地点呢 张龙一直北面一个山头道 在那个山头上 刺客躲在岩石下 避过了我们之前的搜查 我们有规矩 要在王爷到达前片刻 对沿途索经的区域进行搜查 对能威胁到王爷的方位 还要派人部首 当时我手下一个经验丰富的百人队 已经搜查过这座山了 并未发现刺客的痕迹 而且这座山的位置有些远 考虑在公路射程之外 搜查之后便没有再派人助手 说着他一脸懊恼道 谁称想那该死的刺客 竟真能从那里射中 我上去看看 一直不说话的英国公 突然开口 王贤刚要说 我陪公爷一同去 却见英国公那名隋同的马背上 挂着一张大弓一壶剑 便改口道 扎克把子立在这里 从王贤所立的地点 到刺客射箭的地点 直线距离大概是200张 已经远在弓箭的射程之外 一些军中重弩 倒有这个射程 但那种笨重的玩意儿 根本就藏不住痕迹 而且从汉王所中箭之看 也是弓箭 而不是弩箭 斩查功夫之后 英国公立在了山头那块 刺客所立的大石上 王贤等人也在汉王御赐的地方 立好了靶子 然后便慌忙找掩体躲藏起来 开玩笑呢 这么远的距离 哪有准头可言 谁知道这一箭会射到什么地方啊 躲在一块岩石后 王贤看着英国公接过那张大弓 试探拉了几下 待调整好状态 方接过一支长箭 把箭搭在弓上 箭尾扣在弓弦上 煞是一片安静 人们远远看着山上的英国公 叩咸开弓 将一张大弓稳稳的 拉得如满月一般 最后瞄准脱弦 叩咸的右手三指 迅速张开 射出了那霸道灵力的一箭 只将那长箭如一道黑色闪电 眨眼之间便从山头呼啸而至 在众目睽睽之下 正众目把 好 叫好声轰然而起 众人不禁佩服的五体投地 英国公的射术真是神乎奇迹 看那手持弓箭立在山上的英国公 就像天神下凡一样 当众人纷纷从掩蔽处起身 山顶上的英国公又射出第二箭 与酝酿良久的第一箭不同 这第二箭从张弓搭箭到拉弦射箭 一起合成 动作要快的许多 再看那箭如流星 飞射而下 从木把顶上一尺处越过 钉在道旁的山石上 距离一名刚站起来的锦衣卫 不过半尺 那锦衣卫登时下白的脸 叫好声戛然而止 众人没想到他们心目中的军神 这箭竟然脱靶了 不过在场都是练家子 直到若换成他们 在这个距离想要命中是绝无可能 事实上 哪怕是最精锐的锦衣卫 也不过要求开一弹弓 百步之内命中 像这样百丈的射程 已经不是普通人可以想象的了 公爷好见法呀 见张府从山上下来 王贤忙迎上去 赞道 之前真想不到 竟然能带百丈命中 这有什么想不到的 张府淡淡撇他一眼道 那此刻不就做到了 眼见为实 耳闻为虚嘛 王贤装着听不懂张府的言外之意 消道 不知道工业射了那两箭之后 又有什么心得 第一 我不如那此刻多意 张府坦率道 我虽然勉强也能射中 但需要准备太长时间 如果那次也要准备这么长时间 肯定在射出那一箭之前 就被无数双眼睛看到了 王贤点点头 对张府的话表示赞同 又听他接着道 第一箭射中后 我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达到巅峰状态 这才第二箭尝试速射 结果没有创造奇迹 果然还是射偏了 那此刻就可以速射命中 说明我们的差距是全方位的 从射数到力量 我都不如他 公业过千了 王贤笑道 不 我没跟你谦虚 张府淡淡道 天下比本宫射数强的 不会超过五个人 也就是说 刺客的范围 可以缩小到五人之中了 王贤惊喜道 准确说是三个人 张府看看王贤 他既然是北镇府司政府 对他来说 天下极无秘密可言 所以最后还是爆料道 因为五个人里 有一位是汉王 还有一个 是寸步不离皇上左右的影子 王贤点点头 果然没有追问 汉王的剑术高于张府 他一点不意外 正如张府所想 当上北镇府司政府之后 王贤了解到了 很多很多的机密 知道了很多 已经被扭曲的真相 比如 汉王当年 静难之意中 表现是何等的彪悍 简直如浑身是胆的赵子龙 这种猛将兄 射得一手好剑 实在不稀奇 至于后者 王贤也有所了解 永乐身为皇帝 又是个杀人太多的主 自然把自己的安全 看得重如泰山 身边除了有明面上的 带刀侍卫 还有密不识人的影子护卫 那些人连来历都很神秘 但各个武功高强 会毫不犹豫 为保护朱棣 献上自己的性命 那也在所不惜 说白了 这些所谓的影子护卫啊 就是永乐从民间啊 军中啊 暗中找到的高手 在得到他们的绝对中心之后 便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影子 绝大多数时候 影子都是隐藏在黑暗中的 只有皇帝的安全受到威胁时 他们才会义无反顾 挺身而出 以自己的牺牲 换取皇帝脱险 事实上 影子们可能一生都遇不到一次 需要他们表现的机会 但一旦遇到了 就是行刺皇帝的惊天大案 这就要求他们 非但要有勇气和决心 还得有超凡的武艺 所以听英国公说 王贤也不吃惊 反而笑问道 这么说 嫌疑人只剩三个人 可以这么说 张福点点头 三弹弓 历来是寻常武人 望尘莫及的 北宋观修的武经总要里面 给弓箭手画集 说 能玩一弹弓的 那是普通人 能玩两弹弓的是牛人 能玩三弹弓的 那就是变态牛人了 但实际上北宋后期 宋神宗颁指阅兵 以弓力分士兵为三等 晚宫七斗为下等 晚宫八斗为中等 晚宫九斗就是上等 北宋所谓九斗弓力 最多只有九十四斤 连一弹都不到 除却没一边的野史不论 翻遍比较靠谱的二十一史 可以发现 碧力排第一的是 天生神力的岳飞 开弓三百斤 宋朝的三百斤 等于这会儿的三百五十斤 比三弹还要强 所以岳飞是牛人中的牛人 超人 到了本朝立国 上城猛元一封 民封彪悍 精善骑射 所以对射箭高手的标准 有所提高 功力在一百二十斤左右 是高手 超过一百二十斤 堪称虎力 也就是说 能开一弹以上功的 那就是神射手了 开两弹的便是高手 高高手了 至于开三弹的 只是传说中的存在 所以王贤一开始 不相信有人能开三弹弓 当看到张府的神乎奇迹之后 才会惊呆了 接着听说 世界上还有五个人 能开三弹弓 那惊得他下巴都掉地上了 那么都是谁啊 王贤追问道 这三个人的身份 各个隐秘 但和你我远远不小 和下官还能扯上关系 我姑且说之 你姑妄停止 张府低声说道 一个是正在寻找张拉他的 礼部右侍郎 胡颖 啊 王贤没想到 第一个人就差点 把他的下巴给吓掉了 胡 胡是啊 他眼前一下浮现出那位 面容清爵 身材瘦削的胡大人 实在想不到 竟然还是武林高手 高高手 胡侍郎是武当的嫡传弟子 尽得武当绝学真传 加之太精彩绝艳 天分超人 三十六岁 便成为当世太极第一高手 不然你以为 皇上为何会派他寻找张真人 孙碧云孙真人 为何会让自己的孙子孙女 跟他在身边 张府淡淡道 只不过胡侍郎现在是朝臣了 与孙真人之间要避嫌 是以天下知道的人才不多 就算胡侍郎是太极高手 他能开三弹强弓 王贤还是难以知信道 太极拳身通阴阳之道 胡侍郎这样的绝顶高手 可以将全部的力气蓄于一点 然后以万军之势迸发 开三弹强弓 自然不在话下 张府看他一眼道 难道本宫就像能开三弹弓的人吗 您是人的名数的影儿 就算开五弹弓也没人奇怪啊 王贤这几马屁呀 高明的紧 就连紧慎如英国弓 也不慎着了他的道 张府催一口笑骂道 我的名声是带兵打仗得来的 跟个人的武力有何关系啊 本宫和胡侍郎之所以能做到这点 是因为我们都把内加拳 练到了少有人能及的地步 别人用的是筋肉发力 我们却用丹田弃海 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原来如此 可惜下官没拿造化 王贤真心羡慕道 其实也没什么用了 张府却淡淡道 该打的仗都打完了 你这辈人哪 是想太平的一代 护工还有什么用 不如多读两本书 什么也不如自己的本事可靠啊 王贤苦笑道 不过现在说啥都晚了 公爷 那您说的第二位是 你自然知道 胡营还有个秘密任务 是什么 张府轻声道 知道 下官当时在青浦县当点使 还被卷进去过 王贤点头道 也不知道郑宅镇的人 现在可安好 郑家的人 现在在南阳 张府神色平静的爆料道 本宫 曾在安南见到过他们的人 这样团结有序的家族 自然在哪里都能生存 那就好 那就好 王贤文言松了口气 心说小白菜听到这消息 肯定能高兴不少 怎么 你对郑家还有好感 张府眯起眼道 是有好感 王贤无所畏惧道 毕竟他们在那种情况下 还能保持对主则的忠诚 仅此一点便足以赢得下官的尊敬 嗯 张府点点头 回到正题道 皇上之所以派胡莹担此重任 是因为那人身边高手如云 其中最厉害的一个叫 吴明 一身功夫出神入化 也能开的三弹弓 吴明 王贤道 这种高手怎么会吴明呢 不错 张府今天是爆料大赠送了 语不惊人死不休道 说起来 吴明 我和汉王 都是一种功法 名唤龙相公 龙相公 那不是开平王的绝学吗 王贤不禁瞪大眼 他这一世啊 没少听评书画本 知道那龙相公乃是开平王 常玉春的绝学 正是凭着这功法 常玉春每每战必争先 所向披靡 这才从万军之中脱颖而出 成为大明朝排名第一的大将 与徐元帅交相辉应 并称帝国双帝 不错 那的确是开平王的绝学 我和汉王败在开平王家三公子的门下 得受这门功法 张府道 因为汉王习武的资质比我好 所以功夫也在我之上 那吴明呢 这门功法是哪里学来的 王贤说着想到一种可能道 还是说 他就是开平王家的三公子 不错 那吴明便是传我和汉王武功的 开平王三子 常森 张府点头道 开平王英年早逝 传位长子郑国公长茂 后长茂并促吴子 绝位由其二帝席城 其三子常森 则因武功高强 又是将门之后 为侍卫秦军指挥使 负责建文军的安全 建文末 金上入京 建文军仓皇出逃 常森便是护从 其离京的若干民文武之一 又顿一下道 正因为身知成森的厉害 皇上才动用了胡营这张牌 那还有一位呢 王贤心说师敬师敬 不过自己和老胡关系不错 也没啥好担心的 便又问道 还有一位 则可以算作你的师兄了 张府道 都说你家师父姚少师 是千古第一奇僧 其实几十年前 还有一位僧人 逼近你师父来 不惶多让 公爷说的 可是彭和尚 不错 正是彭盈裕 彭和尚 张府有些悠然神往道 他是白连教的彭祖师 是南派红精军的创始人 也是威震天南的 江南第一高手 我太祖皇帝 打天下的班底 倒有大半受过他的教化 不过 也正因为他的声望太大 威望太高 不仅元朝人视他为眼中钉 红精军内部 也有人视他为肉中刺 最终在外贼内敌的 里应外合之下 他落入了敌人的圈头 当时 他接到自己的徒弟 欧普祥的口信 说自己正在围困圆州城 攻城不下 请他率部前来支援 彭和尚不宜有他 便帅部将 邝普天 闽总管等前往会合 谁知行军路上便撞上了 蒙元大军 被围困在瑞州城 江西右城 活你吃 亲自督大军围攻瑞州 彭和尚率重 奋力欲守 忠寡不敌众 城县屠城 人无老幼 巨无活口 王贤听得倒吸一口冷气 想不到彭和尚这样的英雄人物 居然陨落得这样悲壮 不禁追问道 那彭和尚逃出来了吗 他既然是天下第一高手 以他的身手 想要逃生自然没问题 张府淡淡道 他那就不是一波云天的彭和尚了 守城市 他既然已经陨落不下 同生共死 自然不肯图活 因此拒绝了徒弟们 数次护送他徒围的提议 最终在首任数十名援军之后 历劫身亡 彭和尚 果然是英雄了得 王贤回过神问道 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彭和尚 是你家姚少师的师父 张府道 我家老和尚的师父 不是道士习应真吗 王贤大祈祷 哈哈 那你师父为什么是和尚啊 张府哈哈大笑道 除了彭和尚那样的奇僧 天下还有谁能教出 你师父这样的奇僧来 那倒是 王贤深以为然地点点头道 当时彭和尚的门徒变天下 很多人把彭和尚的死 归咎于陈有亮 因而愤然提兵归顺吴王 使我大吴军队力量陡增 这些人在与陈有亮决战过程中啊 都是出了死力的 张府道 不过并不包括当时并不起眼的姚少师 他不认为这件事是陈有亮所为 但也清楚吴王是驱逐达鲁的天命之主 知道自己无法与吴王为敌 这才败在习应真门下 学习兵法谋略 王贤听得目瞪口呆 这才明白老和尚当年为啥抽了风式的非要造反 原来是有这段杀尸之仇啊 你说这第三位高手 莫非是老和尚的徒弟 不是 姚少师的武功走阴柔路子 几个徒弟虽然厉害 却不是开硬弓的了 张府道 那人是小明王韩灵儿之子 韩灵儿是彭英玉的徒弟 那人自然是你的师兄了 韩灵儿之子 王贤嘴角抽动一下 好嘛 小明王都出来了 他叫什么 不知道 张府摇头道 我只知道 当时小明王溺水后 南北红金军各自救走了他一个儿子 在南方红金军的那个姓韩 在北方的那个 则姓了林 韩 林 王贤脑海中猛然浮现出两个身影 韩是韩天城 又名韦吴缺 当日广陵城破 白莲叛贼皆束手就擒 却独独少了韦吴缺 一审才知道 原来这丝见识不好 脚底抹油了 当时知道韦吴缺绅士的 只有那于贵而已 但任其言行逼供 于贵都不肯吐露内情 回到京城 长了北镇俯司以后 王贤命人查阅南方明教的情况 赫然发现明教的教主 韩德公 号称是小明王韩灵儿之子 而韩德公的独子 便叫韩吴缺 自天成 此聊与那韩天成 韦吴缺啊 很可能便是同一人 在江南时 为了隐藏身份 韩吴缺将姓氏的左半边抹去 自称姓韦 在山西的时候 他干脆以字为名 以名为字 其实都是万变不离其宗 难道那娘们似的韦吴缺 竟有这么一手硬功夫 王贤实在不敢相信 他觉得应该是另一个姓林的 比较靠谱 王贤又一下想逗了林三哥 那个一泊云天的昂藏汉子 在王贤眼里处处充满了神秘 比如他一身强横的武功从何而来 为什么老和尚肯买他的账 为什么那唐长老 非要把白莲圣女嫁给他 如果他也是韩灵儿的孙子的话 那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此人应该是姓林的 张辅道 南北红京军本来就不是议题 到了本朝更是分裂成明教和白莲 明教那边好像只得到 彭和尚的兵法和阴阳术 白莲教则只得到了 彭和尚的无上玄功 所以如果这个人真的存在 应该是姓林的 原来公爷也不知道 此人是否存在 王贤道 这些年我不在中原 对后辈的事情了解甚少 张辅道 不过我相信它应该是存在的 为何 王贤问道 因为明教和白莲教仍然是分裂的 张辅说 明教教主韩德公野心勃勃 十余年前便有吞并白莲之心 如果白莲教没有这样的顶尖人物 草就不复存在了 有道理 王贤点点头又问道 那这三位高手中哪个嫌疑最大 都有嫌疑 张辅说 胡赢的嫌疑最小 他身的皇上信任 武当山又身蒙皇上建古 按说不应该由此举动 不过此人浪荡江湖十余年 连老娘去世都被夺情喜父 不许奔丧 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谁也说不清 嗯 王贤点点头 听张辅接着道 所以啊 主要还是后两者 一个是建文义党 一个是白莲叛党 两者都有嫌疑 至于是哪一个 就看你的本事了 是 王贤点点头 没有再言语 其实若真如张辅所言 那常森的嫌疑也小得很 道理很简单 既然胡赢紧追不舍 那常森就不可能离开建文军半步 怎么会跑到京城来行刺呢 而且要行刺 也是行刺永乐皇帝啊 朝汉王下手做什么 反正王贤以己夺人 觉得自己要是建文军的话 巴不得太子和汉王兄弟于强呢 那样永乐皇帝百年之后啊 才有他的可乘之机 所以王贤觉着 如果按照张辅的思路 嫌疑还要落在林三的身上 也只有那位神龙剑手不剑尾的林三哥 才会有条件跑到京城来射一箭 而且林三是白莲教的 在山西处理攀乱的时候 他便隐约发现白莲教和赵王的关系 如果这一箭是赵王命令林三射的 似乎整个问题都说得通了 而且赵王啊 那动机是十足的 别忘了 汉王赖在京里不就藩 赵王也一样没有就藩 只是天塌下来个大的顶着 所以他一直没承受什么压力 但是一旦汉王就藩 他也得乖乖就藩 所以对朱高岁来说 帮汉王留下就是帮自己留下 再者 若是不小心把汉王射死 皇上必然归咎于太子 若是一怒之下废太子 他作为仅剩的皇子 变成了唯一的选择 就算射不死汉王 以赵王的口舌功夫 也必能挑拨的汉王对太子恨之入骨 到时候欲磅相争 渔翁得利 他还是最后的赢家 所以怎么算这一件对赵王都是大转特转的 而且赵王也有条件 有能力组织这场刺杀 一切种种 让王贤毫不犹豫将他定为头号嫌疑人 不过这案子做得如此干净 想要指控赵王几乎是不可能 只能另辟蹊径了 正寻思着 便听手下一声禀报道 大人 下马访到了 王贤这才回过神 便看到面前一座威武的两柱冲天式石雕牌坊 额上横刻着 诸司官员下马六个大字 提醒着臣子们 再往前就是大明太祖的孝陵了 不管官阶高低 都必须下马步行 以保持敬畏 孝陵是大明太祖皇帝的灵情所在 也是大明朝的龙脉所在 孝陵的平安 就意味着诸家子孙兴旺发达 国运长久 因此除了管理孝陵内部的神功坚外 大明又在下马坊东侧 设立了与上十二位同样精锐的孝陵位 严密把守此处 一群人还没靠近下马坊 就引起了孝陵位官兵的警觉 好在有锦衣卫及时上前通报 才没有引起误会 王贤赶忙翻身下马 整肃衣冠 一旁的英国公张府也做出同样的动作 两人步行向前来到牌坊下 想驻守在那里的孝陵位官兵 出示了钦差官房 又聆听吩咐若干禁忌之后 才得以放行 不过他们的护卫都被留在下马坊外 只带了几名随从进的孝陵 整个孝陵的建成历时三十余年 其规模之宏大建筑之雄伟 都是历朝所谨建的 建成时围墙内响殿巍额 楼阁壮丽 南朝七十所寺院 有一半被围入禁院之中 只见陵园内亭阁相接 响殿中烟雾缭绕 松涛临海 养长生鹿千头千岁鹤千枝 鹿鸣其间白鹤翱翔 令人如坠仙境一般 王贤也是见过大事面的 但进了朱元璋的陵园之后 还是惊得合不拢嘴 怪怪龙地动 怪不得人人都想当皇帝呢 这实在是太太太夸张了 这个 这时候神宫间的管事牌子迎上来 向英国公行礼之后 便引着二位钦差 沿神道蜿蜒向上 神道是由长五尺 宽三尺三的大青石板 整齐铺就 两侧则是花岗岩 以席文铺装 是文臣武将及太监等 随同人员走的 途中经过大金门 四方城 石巷路 翁仲路 走了足足四五里路 才最后到达 供奉太祖皇帝 和马皇后神位的 孝陵殿前 孝陵殿 红大威鹅 殿前有三层通高一丈的 须弥座台积 台积前的方石大坪上 每隔一段距离 有一个花池 池中种着两三丈高的银杏树 现在是三月 江南的银杏树 应该枝繁叶茂了 然而此刻 26棵银杏树的叶子 都已经脱落不少 有些树甚至掉光了叶子 已经可以宣告死亡了 王贤跟着英国公 在响殿外磕了头 两人便起身 仔细观察起那些银杏树来 准确地说 是王贤一人 英国公对树木没有研究 便与那神宫间的管事牌子 闲扯起来 赵公公 咱们几年没见了 英国公看着这白发苍苍的老太监 当年可是太祖皇帝身边的 内官间管事牌子 得要十四年了吧 老太监苍生笑道 咱家一直想找机会 谢谢公爷 当年要不是您对皇上提议 咱家岂能有机会 继续侍奉太祖皇帝这些年 公公可曾怨过我 英国公看向老太监道 公爷想多了 老太监摇摇头道 像咱家这样侍奉过太祖和建文君两代皇帝的太监 能有这样的归宿 我岂能还不知好歹 何况我这一把年纪了 还能跟那些跟着皇上经过难的功臣争 像现在这样住在青山秀水间 每日为太祖皇上和娘娘洒扫庭院 已经是大幸了 那样本宫还能心下烧安 说吧前尘就是 张府问起正事道 老公公说 每日洒扫庭院 可是每天都来这孝陵殿前 是 风雨无阻 老太监点头道 那是什么时候发现 这些银杏术不对劲呢 张府问道 十天前 发现这些树开始落叶 老太监正色道 咱家当即让经验丰富的老园丁来查看 也没看出个端倪来 之后又观察了两天 发现落叶现象愈发严重 便赶紧上报了 之后呢 之后 公部和公里都来人仔细检查过 结果都说 这些树没病没灾 不汗不落 勉强出了几个主意 照着做了也没用 老太监说着掉下泪来 然后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 这会儿已经死了几个 剩下的恐怕也不活了 这么大的银杏树会没有原因死掉 张府皱眉道 说是有些银杏树会在遗灾成活后几年 突然死掉 老太监一脸苦涩道 但这些树已经遗灾过来十几年了 神宫间一直悉心照料 怎么会突然死掉呢 让人实在想不通 你好好回想一下 这半年来 关于这些银杏树都发生过什么 张府问道 老太监想了好一会儿 还是摇头道 这些日子咱家想了好久 确实没想到什么异常 你再叫其他人一起想想 看看能不能回忆起什么 张府目光炯炯的盯着老太监 可惜从那张满是褶子的脸上啊 根本看不出任何端倪 孝陵殿前银杏树死亡的消息 一传到宫里边 皇帝便第一时间派了大内侍卫 将这些银杏树严密保护起来 这些皇帝身边的带刀侍卫 对朱棣绝对的忠诚 这还是第一次允许人靠近 所以现场仍保持着案发时的样子 张府在那边询问 王贤则和吴维在仔细观察那些银杏树 王贤在这方面没什么研究 但吴维是行家呀 他从小跟着吴大夫种植草药 对药用价值很高的银杏树 十分的了解 长了十几年的银杏树突然死掉 有可能是害虫所致 有可能是被肥料烧死 还有干汗和水烟也有可能 吴维一边动手 在一棵死掉的银杏树边 抠抠哇哇 一边小声的对王贤道 至于人为的方法就更多了 我就有十几种办法 能让这些树神不知鬼不觉的 全死掉 王贤蹲在一旁小声问道 难道别人不知道这些法子 朝廷里能人多了去了 吴维撇撇嘴道 大人当他们是吃干饭的 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 你是说他们都知而不言 王贤问道 的确没人敢管闲事 吴维道 不然总能说出个丁毛来的 说着拿起一段刚从土中取出的树根道 大人请看 树根黑色腐烂 这分明是被水泡坏了的 公布的大人们能看不出来 分明就是知而不言 最近一个月没下多少雨吧 王贤想一想道 下雨不多 吴维点点头道 银杏树怕落不假 但等贤还不至于烂根 这个土看着没那么潮啊 王贤啊 粘起地上的土壤道 是啊 挖到底下看看 吴维便拿起铁签 开始一签一签的挖土开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 快出手 那老太监见状急忙赶过来阻拦 这棵树已经死了 王贤道 现在看着是死了 可银杏树都有假死一说 你敢说它不会再活过来 老太监瞪眼道 再说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你们敢随便动土 惊扰到太祖皇帝怎么办 那你这树是怎么种下去的 王贤白他一眼道 那 老太监登石雨塞 好一会儿才顿足道 不成不成 就算要动土也得禀明皇上再说 不用禀明了 皇上已经受我便宜行事之拳 原本正在盘问小太监的张府 不知何时也走了过来 副手立在老太监身后道 至于太祖那里 国方在拜见的时候也祷告过了 若是他老人家不同意 便降下警示 这么一会儿了 还是那么安静 可见太祖皇帝也是很想弄清楚真相的 张府不愧是杀伐果断的大帅啊 快刀斩乱麻之下 便让老太监无话可说了 去 绑着一起挖 见老太监不吭声了 张府幽命手下和吴维一起挖那树坑 斩茶功夫便挖下去两尺多深 吴维突然停下了动作 下一刻 他把手里的铁线一抛 便跳进了坑里 等他站起来的时候 沾满泥土的双手竟捧着一捧泥浆 大声道 底下有水 这就是银杏树突然死掉的原因 怎么讲 张府忙问道 银杏树尤其怕烙 树根浸泡在水中十日一久 就会烂根 继而落叶 整棵树都会死掉 吴维道 底下 为什么会有水 张府皱眉道 过了这么多个夏天都没事 这个季节怎么会烂根呢 我想 应该是跟着地面有关 一直旁边冷眼看着的王贤 这时候开口了 我看这些树坑壁 应该都是石头的 水渗不出去 所以才会积在树洞里 全挖开 张府立即下令 又看一眼老太监道 别光看着 也派人帮忙 是 老太监只好点点头 几个身强力壮的小太监 拿着铁签加入进来 这下 挖掘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功夫 便挖到了坚硬的石壁 果然如王贤所言 这些树坑全是在石头上 凿出来的三尺深坑 然后填上土 种上树的 之前那么多年 怎么没事呢 张府沉声问道 是季节关系 江南雨季一来 天也炎热了 王贤献炒献脉道 夏天树木需要大量的水分 所以树坑里的积水 正好用来补充蒸发掉的水分 说着他沉声道 但是十几天前 还是炸暖海寒的初春时节 银杏树根本不需要多少水分 这时候若将树坑灌满水 水分吸收不掉 树坑当然要烂了 嗯 有道理 张府闻言赞一声 目光有些冰冷的望着那老太监道 神功间 对这些银杏树 哪个月该如何浇水 有没有什么规定 有的 老太监直擦汗道 相应月份都有相应的规定 比如五到九月份 如果七天下雨不超过三寸 则需要浇透一次 那二月份呢 二月份的话 十天下雨不超过一寸 才需要浇水 浇多少水 一半的量 之前有过烂根的现象没有 张府追问道 没有 老太监摇头道 这个量是多少年摸索出来的 从来没出过岔子 说着抹泪道 这树坑底下按说不该有积水的 正是这些积水害死了这些树啊 那这些水是哪里来的 天上掉下来的 还是地下渗上来的 张府黑着脸问道 石头坑渗不进水的 老太监的语气已经很虚弱了 那就是天上掉下来的 张府沉声道 这段时间几乎没下雨 如果不是你们浇水过量的话 树坑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积水 这 这砸家也不知道 老太监用袖子胡乱擦拭着额头滚滚的汗珠 再挖几个树坑 张府沉声下令 又吩咐跟在一旁的黄陵卫指挥使道 立即派兵包围神功间 将所有人都看管起来 这 那黄陵卫指挥使当时面线为难之色 他只听皇帝一人的指挥 虽然张府是钦差 但还是差了一层 你要是不愿动手 就把我的人放上来 张府把脸一沉 阴声道 要是走脱了一个 你就是同谋 到时候皇上面前 休怪本公不念袍责之情 那黄陵卫指挥使才想到 下马访外那上千锦衣卫 灯食一个韩金 合着人家就是来抓人的 横竖胳膊扰不过大腿 他也没必要为了神功尖得罪英国公 何况还是这种超九族的案子 于是 下一刻 那指挥使双手抱拳道 末将 遵功业命就是 说着一挥手 喝道 快去那人 把神功监围了 一个人也不许放走 不要大声喧哗 张府微微皱眉道 休要惊扰了太祖皇上 这一句 说得场中众人齐齐打了个寒劲 虽然头上是想情博日 众人却觉着周身阴森森的 好像太祖皇帝朱元璋真的睁开眼睛 悠悠的注视着他们一样 那神功间的老太监 吓得双膝一软 跪坐在地上踢泪横流 那黄陵卫指挥使也不禁牙齿打颤 冷不丁被人拍了肩膀一下 吓得他险些失声大叫 赶忙双手捂住嘴 满脸惊恐的慢慢回头 却见原来是王贤在拍自己 指挥使恼火的瞪着王贤 压低声音道 你想吓死人吗 我叫你两声你都没反应 王贤一脸无辜道 我说张兄你在害怕什么 我没害怕 张指挥嘴唇颤抖道 明明是怕了 王贤冷笑道 看来这件事情你也有份 不不不跟我没关系 张指挥忙矢口否认道 那跟谁有关系 王贤不容他喘气的逼问他 跟他 张指挥使话一出口 才意识到自己被炸了 忙改口道 我不知道 是吗 王贤露出阴瑟瑟的眼神 在北镇府思待久了 难免会沾染这种恐怖的气息 王大人 别欺人太善 张指挥再看看张府 只见这位同性的工业 也是一脸阴沉地望着自己 他不禁怒同心头起 恶向胆边声道 你虽然是北镇府司的 但本官是黄灵卫指挥使 没有黄命 休想动啊 你激动什么 张府向前踏出一步 冷冷扫视着对方 校灵殿前的气场 灯时改变了 张指挥感觉全身血液 就像凝固了一样 素来强健的身子 不住地摇晃 站稳了 张府又踏前一步 走到张指挥的身前 伸手擒住了他的手腕道 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 放开我们指挥大人 张指挥的亲兵 登时不干了 虽然对方是大明第一军人 他们也不能眼睁睁 看他把人带走啊 张府若无其事地望着天道 你们想造反吗 说着手上一加劲 那本想发力挣脱的张指挥 登时闷横一声 满头都大的汗珠 忙私生下令道 快退下 亲兵们不甘道 大人 我说让你们退下 聋了吗 你们想害死老子吗 张指挥咆哮起来 小声点 张府眉头紧皱 是 张指挥马上软下来 小声吩咐中手下道 你们要以国公爷之命行事 不要担心本官 本官是清白的 跟公爷讲清楚就好了 这才像话 张府哼一声松开了手 张指挥赶忙满头大汗的活动手腕 一张脸上阴晴变幻 他在想着自己要不要逃跑 但一想到张府那高深莫测的武功 再想想自己在京城的家人 就一点想法都没了 毕竟是在天子脚下 而且黄灵卫的兵士们都是京城子弟 谁也不敢造反连累的家人 再加上张府强大的气场镇压 最终两人波澜不惊地带走了 黄灵卫的指挥使和神功间 能靠近孝陵殿的所有人 离开孝陵 一千锦衣卫便派上了用场 浩浩荡荡压着三百多人 踏上了返京的路程 一路上一立而行 极其缓慢 紧赶慢赶才终于在城门关闭之前 返回了京城 这一景象也引得京城官民议论纷纷 不知道又要兴起什么大狱 把一干闲犯 关押进临时收拾出来的牢房 王贤请英国公后牙用饭 这次张府没有推辞 和他一起在桌边坐下 因为有皇差在身 席上没有酒 端着饭碗吃了几口 张府便忍不住问道 忠德 把这些人抓回来有用吗 主要还是做做样子 让天下人知道皇上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王贤割下筷子 拿起白金擦擦嘴道 至于说能不能从他们嘴里套出什么 还得审过再说 不用行的话 能审出什么呀 张府追问道 审不出什么 王贤摇头探道 时隔这么久 他们肯定已经串好供了 而且那银行术的树坑本就有缺陷 他们完全可以推脱 不小心浇多了水之类的 所以只能用行了 张府皱眉道 言行逼供不是什么好听的名声 只能如此了 王贤点点头 沉默片刻 张府又问道 忠德 加上这次的 你把这么多人抓回来 可想过要如何收场 这个不是下官能说了算的 公爷也说了不算 王贤正色道 得看皇上的意思 皇上的意思 张府微微皱眉道 弄死孝陵殿前的银杏术 是在皇上祖坟上动土 行刺汉王是在谋杀皇上的儿子 王贤淡淡道 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做臣子的只能尽其所能的 替皇上出气 不能反过来劝皇上收手 那样只会火上浇油 除非皇上自己削了气 恩出于上 自己下旨放人 否则我们只能多抓人 那总比杀人要好吧 张府知道王贤说的不错 以朱棣的脾气 如果要亲自动手的话 肯定要杀得血流成河的 王贤现在的举动 看似在波及无辜 其实是在保护无辜 只是常人只看到表象 很难理解死中真意 虽然对王贤已经高看一眼 但是张府此刻 还是要对他刮目相看 原先只以为 他只是个聪明过人 现在看来 他小小年纪 竟有些国事风范呢 不禁替他担心道 只是旁人体会不到你的苦心 恐怕会有伤误异吧 多谢公业关心 王贤感激的看张府一眼 脸上浮现苦笑道 只是北镇府司 不就是被人骂的吗 我要是爱心名声 就要有人骂皇上了 张府闻言一愣 半赏才缓缓点头道 哦 你这和信是终的 皇上果然慧言失诸 哎呀 我却是如坐针毡 王贤苦涩道 公业要是能替下官说句话 把我调离这本镇府司 哪怕是给公业 当个牵马的小兵 我也愿意 张府看着他的表情啊 不像是假的 想一想道 我帮你说说 当然没问题 可你上任才几个月啊 就想挪弯了 皇上会怎么想 会不会觉着 你不肯认劳人愿 说这句话 他觉着有些可笑 若是北镇府司 镇府史是苦差史 那天下人都要争着 吃这个苦吧 那倒也是 王贤叹气道 王爷不要觉着下官矫情 我本是个举人 当武官就显得不伦不类 又干上了最脏的北镇府司 实在是难以乐在其中 嗯 这个我理解 张府点点头 宽慰他道 你啊 先坚持个一年半载 若是真想换个环境 到时候再来找我 多谢公爷 公爷这话 下官记在心里了 王贤感激不尽的 起身道 日后 少不得麻烦公爷 好说好说 张府 碾须笑起来 晚饭后 王贤便和张府 到了刑训房 负责刑训的是三处的人 三处正是猪九负责 一回到衙门 猪九爷啊 饭都顾不上吃 就投入到审讯中了 是以王贤和英国公过来的时候 这边已经是早就热火朝天了 啪啪的皮鞭抽打声 支支的烙铁灼肉声 还有空气中弥漫的焦虎血腥气 便是这里给张府的第一印象 尽管在战场上 见过比这惨烈一百倍的场景 但那是充满悲壮色彩的两军厮杀 跟这种折磨毫无反抗能力之人 完全不是一码事 张府再看看王贤 变得很不好看的脸色 倒是更相信他之前的那番话了 公爷 大人 见这二位来了 正在刑训的猪九过来相见 问出什么了吗 王贤问道 他们承认半个月前浇水啊 超亮了 猪九答道 十天前那些银杏书落叶的时候 他们又交了一次 是谁下的命令 王贤沉声问道 是负责花木的神宫间副总管 猪九低声道 但那些银杏书一出事 他就畏罪自杀了 都说是太祖皇上 把他居下去试问了 是自杀吗 张府周眉道 尸首已经验过了 猪九点头道 是自杀无疑 哼 死了好啊 戏了白了 王贤闷哼一声道 这样他到底是畏罪自杀 还是怕牵出什么人 就谁也不知道了 是啊 大人 他们都把罪责推到那牛副总管头上 说他那些日子磨磨绵绵 八成是被掩着了 猪九道 原来是活见鬼了 王贤嬉笑一声道 黄灵卫把守森严 人员进出都有记录吧 有记录 猪九道 下午饭成前 属下已经拿到手了 好 王贤赞一声道 九爷不愧是老手啊 谢谢大人夸奖 猪九淡淡一笑道 刚才已经让人查过了 那牛副总管在十七天前 也就是二月十三 离开过黄陵 记录的去向是进京领取物资 顿一下道 不过当天下午 他没有随对回去 而是比别人晚了一个时辰返回 什么原因 王贤沉声问道 郑待问 猪九说着一纸乌角 瑟瑟发抖的两个小太监道 他们是那牛满山的跟班 说着狠狠一瞪眼道 快说 那天牛满山到底干了什么 那天是二十四 衙门邻居用肚的日子 俺爹不愿意和那些人打照面 因为他们好奚落人 小太监已经吓破胆了 连声打道 便找了家茶馆听戏吃茶 结果碰上了熟人 非要请他吃酒 我爹起先不太想去 但架不住人家非要请他 只好把我俩先打发回来 自己去吃酒了 他把你们打发回来 不怕万一醉了怎么办 猪九冷声问道 这小人就不知道了 一晚俺爹吃酒 都是带着俺们的 小太监忙道 俺爹这人好面子 有人在边上伺候着有面子 那什么人请他吃饭 你们认识吗 猪九又问道 不认识 认识 这次两个小太监的答案相左 猪九便把目光投向那个 说认识的小太监 那太监畏缩的缩缩脖子 小声道 那人好像是俺爹在寺院局时的同伴 又解释说道 寺院局是二十四衙门里 最不起眼的一个 掌管宫中各处蔬菜刮果 其中意之事 俺爹原先在里头当掌司 后来才去了神宫间 你认识那人 猪九问 不认识 不过去年有一次进城碰见过他 俺爹回头跟俺抱怨说 那人原先是他的手下 如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那小太监咽口吐沫道 还说神宫间就是个等死的地方 那人姓什么 猪九问 好像是姓陈 小太监想一想 回答道 明早传寺院局的管事牌子过来 一只旁听的王贤吩咐一声 翻翻白眼道 不过牛满山都死了 那姓陈的 估计也不会等着咱们去找他 莫非 这条线也要断掉 张府皱眉道 公爷还没感觉到吗 我们的对手分明强大到 可以一手遮天 我们纵使辛辛苦苦查到了线索 结果 也只能是这样 王贤伸手掐灭一只蜡烛 那烛火疏然熄掉 却又冷笑起来道 不过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那人的麻脚也露出来了 你是说 张府若有所误到 欲盖弥彰 不错 王贤点点头又继续发问道 牛满山13号回去之后 都有何异常啊 说得好 从情发落 是是是 那个刚才说不认识姓陈的小太监 忙抢着说道 干爹 不 牛满山打那天回去以后 就整天丢了魂似的 整天躲在屋里 饭都不出去吃 我们给他带回来饭菜 等他收拾碗筷的时候 饭菜却几乎没动 他还整天喝酒 神宫间内是不许喝酒的 就算管事了能喝酒 也都是偷着喝 另一个小太监也抢着达道 他觉大白天也喝得烂醉如泥 这个在之前是不会的 牛满山所留的遗物如何处理了 王贤撇一眼朱酒 验尸的时候已经收回来了 朱酒道 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不过东西有被动过的痕迹 询问过他们 说是在案发之后 黄灵卫指挥使张进就接手了 去见见他去 王贤说完便和张辅离开了刑训房 张进是高官 是以协助调查的名义 把他弄来的 所以只是将他软禁在单间里 并没有上刑 也没带刑具 不过呢 张进的状态也好不到哪去 王贤和张辅进来的时候 他正神情恍惚的坐在椅子上 望着竹台发呆 听到开门声 张进缓缓转过头来 下一刻 他的神色才恢复正常 起身道 公爷 王大人 想什么呢 张辅大刀金马 在他对面坐下 沉声道 是不是担心 自己办事荣华到此为止 还累得子孙也没了初审 英国公是天下头号士勋武将 自然知道这些士勋武将最担心的事情 那绝对不是死 而是丢了父辈用命换来的士勋 士勋是大明皇帝给予臣子的龙恩了 有了这份士勋 只要大明朝不亡 他们的后世子孙就世世代代是国家的武臣 荣华富贵无穷无尽 要是这可传之子孙的金饭碗砸在他们的手里 那非但无言见九泉下的父祖 还要被后世子孙立骂 那当真是生不如死 公 公爷 那若是别人对他说这话 张进自然不屑一顾 甚至暴跳如雷 可说这话的是张辅 当今圣上最信任的英国公 人家一句话 就可以让皇上夺取他的士勋 张进当时憨如江下道 您 您 您说笑了 本宫没有说笑 张辅冷声道 那牛满山死后 你为何要封锁消息 还有为何要动牛满山的遗物 莫非你堂堂皇陵位指挥使 也贪图他那点财货不成 公爷元王 听小人解释 张进盲连声道 孝陵殿前的银兴叔死亡后 皇上下旨 严密封锁消息 不得外泄 末将正式秉承圣意 认为那牛太监身为管花叔的副总管 在这个节骨眼上 畏罪自杀的消息 一旦传出去 肯定会众说纷纭 又想到横竖朝廷 马上就派汉王来调查了 所以决定先不上报 等汉王到了再说 至于移动牛满山的遗物 末将一时颇寒心切 想看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言 若说末将的处置有失当之处 末将甘受责罚 但若说末将存心不轨 就太冤枉了 哼 自相矛盾 张府嬉笑一声道 你若是想早日破案 岂会拖延上报牛满山的死讯 蔡者 你是法司官员吗 有皇命在身吗 如此重大的案子 你敢擅自乱动 是末将想诈了 张静连声道 末将只以为 他是鬼迷心窍 畏罪自杀 我看你才是鬼迷心窍 张府一拍桌案 沉声喝道 我问你 从牛满山那里 拿了什么东西 没拿什么 张静矢口否认道 别以为 本宫是在求着你说什么 本宫是在给你机会 你非要放过 也没办法 张府一下下拍着桌案道 动动你的猪脑子想一想 你若是还不肯说实话 汉王殿下能放过你吗 汉王 一想起那个活颜王 张静就忍不住直打哆嗦道 汉王怎么会怪我 莫非汉王还会感激你不成 王贤从旁阴侧侧道 汉王那里不会怪我的 不会怪我的 张静一边擦汗 一边忍不住碎碎念 但显然心里是怕极了 你不说实话 不用汉王 本宫就夺了你家的视讯去 张府冷冷道 张静可怜巴巴道 末将实在是不知该说什么呀 好 我给你提个醒 这下又轮到王贤开口道 二月二十 你放假回家 可有客人来访 张静文言如遭雷击呀 呆呆道 什么 什么客人 哼 你还真是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 王贤阴森森道 这里是北镇府司 你以为朝廷的十万锦衣密探 是吃干饭的吗 我和你父亲 在静难时也是袍泽 念在这份香火情的份上 才给你个主动交代的机会 张府一副哀莫大于心思的表情道 既然你不见棺材不掉泪 那本宫也只能公事公办了 忠德交给你了 说完 英国公缓缓转过身去 坐势要离开 就在这时 只见那张静双膝一软 跪地抱着他的大腿哭泣道 公也饶命 公也饶命 我说 我说就是 在王贤和张府的一番装腔作势下 张静终于崩溃了 这位看守皇陵的将军显然并不清楚 朝廷的锦衣密探确实无孔不入不假 但他们探听来的消息啊 却不会告诉王贤 虽然北镇府司也在建立自己的情报体系 但想要监控到他这种级别的官员 却远远没有那个能力 不过至少这会儿张静入购了 为了换取张府许诺的从宽处理 他只好实话实说道 末将当这个皇陵位指挥使 已经八年了 八年里就整日整夜的守着那片皇陵 一个月只能回城一次 虽然和京城近在咫尺 却好像被放住的人一样 我怕极了 怕一辈子都耗在皇陵里 便想方设法想要调离 张府重新坐下听张静招供 王贤立在英国公身后 朝角落里微不可查点点头 便听张静接着道 但想调离没那么容易 首先认皇陵位指挥使的 要求很苛刻 得身世清白 伸得皇上心来才行 可这样的红人 谁愿意来看皇陵啊 张静一脸苦涩道 就这么奔走了两年 银子花出去好些 可是一点阴信都没有 我都已经不抱希望了 谁知上月二十 末将兄姆在家 我请托帮着办这件事的兄弟上门 说有位贵人愿意帮我一把 不过我要先帮人家个小王 你那兄弟姓甚名谁 张府沉声问道 是 张静小声道 是成山侯家的老三 王谱 张府对这些弑君子弟 自然如数家珍 不禁皱眉道 他自己还没差事呢 你找他办事 我也是贵迷心窍 张静凹丧道 觉着他和赵王的关系好 就想搭上这条线 赵王 张府神情一领道 你可想好了再说 末将原先是想走赵王的关系不假 张静盲道 可是那天王谱也没说具体是谁 只是我觉得是 是赵王罢了 王谱对我说 也不用我做什么 只让我盯着点 万一神宫间那边出了什么事 我一定要第一时间赶到 若有什么碍眼的东西 便将其消灭掉 只要我做到这点 就会把我调去上十二位 你就答应了 末将当时觉着 又不是让我去杀人放火 不过是执行公务时顺手为之罢了 应该没什么危险 一时脑热就答应了 还真是 张府伸着指头点点张静 气节道 我看你不是鬼迷心窍 你是官迷心窍 公爷 张静却泪奔道 末将在皇陵位整整八年了 就像坐了八年牢一样啊 而且不出意外 还会再来一个八年 两个八年 三个八年 我不想一辈子都守牧啊 那你就尝一尝 真正坐牢的滋味 看看和你在皇陵位 是不是一样的 张府冷着脸起身道 公爷 你手要救我的 张静忙西行上前 涕泪横流道 公爷念在市交的份上 罚我一骂吧 你犯了罪 必须要遭到惩罚 张府面无表情地看看他 终是叹口气道 不过 你父亲传下来的薰味 我会设法保全 多谢公爷 多谢公爷 张静心下大定 磕头如捣算道 不过 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张府又给他泼冷水道 这薰味 就算保下来 也休想传给你儿子了 能给你弟弟 就是万幸 张静文言 颓然坐在地上 这时候 从角落走出一名书里 手里端着的托盘上 是张静刚才的供词 旁边还有印尼 张静机械地站了站印尼 在供词上按了下去 三更天 审讯终于告一段落 牵押房中依然灯火通明 王贤和张府喝着浓茶 在整理今日审问的卷宗 今天是向皇上 禀报案情的日子 再过两个时辰 英国公就要面胜了 两人只好开夜车了 弄这些东西 张府自然是外行 好在王贤乃是暗毒老手 不用张府帮忙 自个儿便把一切都处理了 他几次催促张府去睡觉 但明日分明是英国公面胜 张府不好意思都丢给王贤 非要陪他一起熬 忠德 为了防止犯困啊 英国公啊 找话说 你说 明天交上去 皇上会是个什么反应 皇上应该 既怒又松口气吧 这段时间 张府一直对王贤坦诚以待 王贤也不知不觉 坦诚回话道 怒的是 竟有人赶在太岁头上动土 不过 银行书的死亡 并非天意而是人为 也会让皇上松一口气 嗯 我也这样认为 张府又问道 你说 那个陈太监 八尘已经被灭口 但王普是侯爵之子 应该还活着吧 哎 但愿如此 王贤一边运笔如飞 一边淡淡道 明天公也可以向皇上请旨 问承山侯要人 说不定能要出来 其实啊 要出来不一定就好啊 张府却苦笑道 这案子 怎么我越办越心惊啊 虽然 这奏章上没具体说是谁 但是 迢迢指向赵王 张府苦笑道 据说 人有几件事 万万不能做 其一 就是向父亲 说他儿子的坏话 以目前掌握的线索看 只能如此 听闻英国公这样说 王贤却只笑笑道 但求问心无愧 给皇上留好余地就是了 你这是两层意思 张府笑道 其实是一层意思 王贤也笑道 尽人臣的本分罢了 嗯 有道理 张府点头笑道 我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明明是太孙一手提拔的人 皇上还要重用你了 其实 皇上太孙本是一体 王贤淡淡道 皇上如此宠爱太孙 怎么会对他有芥蒂呢 张府闻言心头一震 他听得出王贤这是话里有话 王贤的意思是 都只看到皇上对太子的不好 却忘了皇上对太孙的好 难不成皇上会把太子太孙分开来看不成 这个道理简单到无可辩驳 让张府不得不暗暗反思自己的立场 之后两人无话 不知不觉 雄鸡一唱天下白 王贤也终于紧赶慢赶 把成给皇上看的材料 整理出来了 交给张府 成了 你休息吧 我进宫去了 张府将奏章收好 朝王贤点点头 离开了镇府司衙门 我送公爷 王贤微笑着把张府送到门口 突然二黑凑上来 对他耳语几句 王贤点点头 带那手下走了 他对张府道 今天宫门没开啊 赵王殿下就在北渊外候着了 哦 张府一愣道 他这么着急面生干什么 昨天咱们抓了那么多人 赵王不会不知道 王贤淡淡道 估计是打马骡子惊了吧 说着笑笑道 要是赵王能向皇上坦白 公爷不就省得向父亲 说儿子坏话了 哈哈哈哈 好 但愿如此吧 张府大笑起来 这之后 家仆迁来马 他朝王贤一拱手 便打马 扬长而去 北院 一天殿 永乐皇帝一大早 见过赵王之后 就一直阴沉着脸 没来由 打了几个小太监的板子 吓得一众太监宫女 是魂不附体 直到有太监通禀说 张府来了 皇帝的神情才放松不少 让人赶紧准备早膳 那些太监宫女 也终于松了口气 竟然有序的忙活起来 在张府上殿 朱棣便招呼他道 文婢这个时间来 肯定还没吃早饭吧 来来来 陪朕一起用膳 张府其实在王贤那里 已经用过了 但是哪敢扫皇帝的兴致啊 便恭声笑道 啊 那微臣就享福了 也没有龙肝奉随给你吃 朱棣白白首盗 都是些家常的早点 如今啊 咱们想吃什么吃不到啊 啊 就是喜欢这熟悉的老味道 皇上说的太对了 张府谢了恩 在下手的紧墩上坐下 只见桌上摆了十几种早点 什么小窝头 驴打滚 豆汁 灌肠 炒干 麻豆腐 与精灵这边的吃食完全不同 但是张府却倍感亲切 因为都是他小时候 在北京常吃的 皇帝拿着筷子 指着一道道早点道 你评评 看看能不能尝出 是谁的手艺啊 张府只好夹了一块炒干 细细的品尝一番 然后割下筷子道 是不是皇上前底中 厨师吕大海的手艺啊 哈哈哈哈 人都说英国公精明过人 不过这次啊 你可猜错咯 朱棣文言碾须大笑道 吕老头啊 今年六十多了 颠不动勺子了 朕去年给他个 光露似少青的荣贤 让他退养了 现在啊 是他儿子接班了 这是他儿子的手艺 哦 倒可以 以假乱真了啊 怪不得 吕师傅放心让他接班呢 父子两代侍奉皇上 也是一段佳话了 张府看皇帝兴致不错 心里暗暗嘀咕 刚才临近来之前 黄眼还悄悄的对他说 皇上心情不好 让他小心点呢 虽说皇上喜怒无常 也不会变得这么快吧 哎 别放下筷子啊 大太孙去了山西啊 难得有人陪朕一起用膳 你呀 爱吃什么就吃什么 你拘束了 朕也吃不好 朱棣热情的说着 自个儿端起饭碗来 用起早膳 和皇帝一起进膳 张府也不是头一回 不过放开胆子吃 那是不可能的 他恭紧的欠着身子坐着 一边小心翼翼的动着筷子 一边啊 心里飞快的盘算 他知道皇帝的起居习惯 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是五更天用饭 之后便开始一天的忙碌 这会儿虽然早 但也有卯食了 皇上怎么可能才吃饭呢 或者说之前 有什么原因 让皇上吃不下饭 张府自然想到临走前 王贤所说的那件事 赵王进宫了 看来八成是赵王 已经向皇上坦白了什么 张府暗暗有数之后 便且安下心 陪皇上用起了早膳 哪知刚吃的两口 皇帝已经要诉口了 张府一见这情形 连忙站起身要谢恩 却被朱棣一笑拦住道 哎 朕这几天老毛病又犯了 吃不多 你不一样啊 身子骨可好着呢 练武之人哪 吃这么点可不行 说着便起身道 这桌饭是为你准备的 你呀可不能浪费 慢慢用 朕啊先去看奏章 吃饱了再来跟朕说话 张府只好谢恩 待皇帝离开后 又坐下吃了几口 其实他根本不饿 但这大明朝 谁敢服皇上的好意呀 吃不下也得硬塞一番 张府心知肚明 皇帝这是在向自己卖好呢 有倒是吃人的嘴短 用了皇帝专门准备的御膳 待会儿奏对的时候该怎么说 他也明白了 想到这儿 张府愈加佩服起王贤来 好一个但求问心无愧 给皇上留好余地就是了 正是拜他所赐 自己现在才能安心坐着 不然 怀里揣着个红炭式的奏章 哪还能坐得住啊 虽说朱棣让他慢慢吃 张府哪敢让皇帝久等啊 稍微又动了几筷子便也束了口 起身到里面谢恩 朱棣在那里翻看着奏章 明显有点心不在焉 见他进来了 马上让人赐坐 又问他吃好了吗 张府感动道 臣何德何等 蒙皇上借一一只推是十只 实在不知该如何报答皇上 嘿嘿嘿 文毕言重了 你是朕的骨功大臣 在朕眼里 那是比那几个不成妻的儿子 还要重要许多的 朱棣提到不成妻的儿子 明显有些压不住火气 重重一哼道 哼 你知道方才谁来过吗 臣不知道 张府自然不会在皇帝面前 显示自己的消息灵通 朱高岁那个逆子 朱棣装出来的笑容 终于消失殆尽 恨声道 他来向朕坦白 自己做了忤逆祖宗的罪行 张府这下更清楚了 也不好摆出一脸茫然 那样就明显在装了 只好轻声道 赵王向来人笑 就算做了什么错事 也是有原因的吧 你还替他说话 朱棣怒气冲冲 但却明显是顺着 张府的意思说话道 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吗 臣还不知道 张府轻声道 要不怎么说 说话是一门艺术呢 一个孩子 便向朱棣暗示了 案情的进展程度 有时候做臣子的就是这样 你既不能忤逆了皇帝的意 又不能显得太无能 这里头的分寸把握啊 就是所谓的弑君之道 想到王贤小小年纪 居然能把握的妙道豪颠 张府就忍不住付费 莫非这小家伙是什么老妖怪转世 别说 英国公猜的虽然不重 却亦不原意 唉 朕跟你说实话吧 朱棣一脸羞涩道 那小林殿前的银杏术啊 就是这逆子让人偷偷灌水泡死的 啊 张府马上流露出恰当的惊讶道 为什么 为什么 朱棣神情复杂道 这逆子的想法殊为可笑 你应该知道吧 前些日子 有些个阎官瞧不得我们父子团聚 非要逼汉王就藩这件事吧 知道 张府文言暗暗心惊 想不到皇上对汉王就藩这件事 居然是这种反感的态度 不过转念一想也正常 因为藩王就藩以后就不能再回京了 这是太祖皇帝定下的组制 所以父子兄弟一旦分开 就今生再不能相见 而大臣们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非要汉王就藩 只要汉王一旧藩 那就再也别指望见到皇帝了 那样太子的位子就稳当了 大明朝也没有什么储位之争了 但朱棣能对那些兄弟侄子很下心来 可轮到自己的儿子 却是万万不舍 皇帝今年55岁了 在这个年代是不折不扣的老人了 人老了都分外顾念亲情 何况是他最喜爱的两个儿子 一想到自己一狠心就再也见不到这俩儿子 他就十分的难舍 再想到那样一来太子便可高枕无忧 随着自己一天天老迈 很可能不把自己这个父皇放在眼里 想到过去这十多年自己对太子的凉薄 朱棣就难免心生疑虑 更加不想放两个儿子就藩 不过朱棣也没法反驳那些臣子 因为他们毕竟是为了大明的设计安危 为了让天下的藩王无话可说 老老实实蹲在他们的藩国里 所以皇上虽然有心训斥大臣 无人伦之理 却又实在说不出口 这时候孝陵殿前的公孙树枯死了 汉王又遇刺了 虽然都让皇帝火冒三丈 却又不得不承认 这让皇帝变得主动多了 金殿之上 朱棣又想起半个时辰前的场景 父皇 赵王跪在狱前重重磕头道 是儿臣一时头昏脑热 才想出这么个馊主意的 说着一把鼻涕一把泪道 可我没想到那些树那么怕烙 只是多浇了一次 竟哭死了一些 你这个孽障 朱棣听得勃然大怒 飞起一脚就把朱高岁踹翻在地 朱高岁闷哼一声 顾不上疼痛 又从地上爬起来气道 儿臣之前在府里先试过 浇的水比他多多了 可我府里那些银杏树 不过是掉了一些叶子 这会儿又全都缓醒过来了 说了这一通话 赵王才感到胸口一阵阵气闷 他咳嗽两声 脸色仗得通红道 儿臣本想借着银杏书落叶 跟父皇建言说 这是祖宗 不让我们父子分离 所以才示警的 只要父皇不肯听信 那些虔臣的挑唆 那些孤孙树就必然会复原的 听了儿子这样说 朱棣脸上的怒气 才没那么强烈了 朱高岁忙趁热打铁道 儿臣听到那些树 竟然枯死的消息 想死的信都有了 说着一把鼻涕一把泪道 儿臣只是欺负过那些大臣 凭什么他们可以父子子孝 一家人实事团聚 却让我们天家父子骨肉分离 儿臣没法想象 从此再也见不着父皇 该是何等的暗无天日啊 朱高岁如果晚生几百年 那就没有马景涛什么事了 只见他哭得是撕心裂肺 使劲捶打着自己的胸口道 父皇啊 你年纪大了 圣体又欠安 儿臣恨不得日日 侍奉御前尽孝 要是让儿臣这辈子 见不着父皇 还不如直接赐死 儿臣得了 朱高岁哭得肝肠寸断 如杜鹃啼血 把朱棣一颗铁石心肠 都哭软了 看着那张酷笑 徐皇后的脸上 满是伤心欲绝 朱棣的眼圈也红了 盲抬头看看垫顶道 不许哭了 说着皇帝低下头 红着眼 紧盯着朱高隧道 你不想离开京城 朕可以理解 你弄死孝陵殿前的银杏术 朕也可以原谅 你诚实告诉朕 你二哥中的那一剑 是不是你射的 说到后来 皇帝的语气不禁阴森起来 我二哥那一剑 朱高隧一愣 玄机哭得更伤心了 父皇竟然怀疑我行刺二哥 难道我儿臣在父皇眼中 竟是个心狠手辣六七不认之人吗 朕不是这个意思 朱棣摇头道 朕只是奇怪 你二哥去孝陵的消息 知道的人并不多 没有知情者通风报信 那刺客不可能得逞的 这 这儿臣就不知道了 朱高隧垂类道 儿臣自有与二哥感情最好 他遇刺就像我也中箭一样 儿臣听完二哥因我之故遇刺 儿臣想死的心都有了 恨不能把那刺客抓住 碎尸万段 朱棣审视地看了儿子片刻 见他不似作伪 而且皇帝从心底不愿相信自己的儿子进去行刺另一个儿子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是绝对不可饶恕的 朕全且信你一次 要是将来证明你对朕撒了谎 朱棣一字一顿道 休怪朕 不念夫子之情 儿臣若要是凶手 让我不得好死 朱高隧忙大声赌咒起来道 下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行了行了 住口吧 朱棣又心疼起儿子来 瞪他一言道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谢父皇开恩 儿臣再也不敢 朱高隧大喜连连忙磕头谢恩 熟料朱棣说话大喘气 又冷声道 但这件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也不能这么算了 总得给朝臣一个交代 还有 英国公忙活了这么多天 朕得给他个说法 以免功臣心生怨忧 儿臣知道 朱高隧哪还不知道 见好就说的道理 忙乖巧道 儿臣任凭父皇责罚 以身家丰厚 罚奉一年对你没什么影响 待会儿下去 再去领亭账四十 然后就禁足吧 朱棣语气渐渐严厉起来道 至于禁足多久 这要看你的表现了 回去好好读读圣贤书 体悟一下什么是正道 什么是邪道 你已经老大不小了 怎么还能这样随心所欲 要是再不改邪归正 早晚有一天 朕不得不挥泪斩马苏了 儿臣知道了 朱高隧心下一寒 垂头丧气道 又听皇帝吩咐左右道 命锦衣卫不许寻思 要让赵王得个 记忆终生的教训 锦衣卫停仗里的门道 跟王贤在宫门里 打板子的道道 那是同出一元 当然人家这种大内打法 水平更高 技术更好 更能满足客户细微的要求 不过他们只有唯一的客户 那就是皇帝 皇帝说让他们不许寻思 就是不准放水太过的意思 但又要赵王得个记忆终身的教训 所以他们要把赵王啊 打成痛不欲生的皮肉伤 不过完事以后呢 要很快痊愈 更不能留下后遗症 是 隋唐太监心下有数了 领命后来到赵王身前 用一根黄铃往他脖子上一套 轻声道 殿下 咱们走吧 谢父皇 朱高岁叩手捶泪道 儿臣一定用心烦情 正起早日再见到父皇 去吧 朱棣挥挥手 不再看他 朱棣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讲给张府知道 罢了恶狠狠道 逆子 胆大妄为 亵渎祖宗 朕恨不得杀了他 说着有儿女情长道 不过 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 是对兄长父亲的一片亲情 只是啊 平日里朕疏于管教 让他忒胆大妄为了 张府安静的听皇帝在那里 自说自话 心中也着实感慨 任凭永乐大帝 如何英明神武杀伐决断 遇上自己的儿子 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其实 如果永乐是个无道昏君 大可以不必跟他废这些口辙 甚至都不必惩罚赵王 但偏生 朱棣是个明君 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哪怕自身是皇帝 也不能随心所欲 所以 当父亲的身份和皇帝的角色 发生冲突的时候 朱棣才会对他这个臣子讨好起来 实在是偏袒儿子的想法 占了上风 有亏于法理 心虚其来 为人臣者 为君父分忧是本分 张府当然不会为这种事情 难为皇帝 便功声道 赵王也算一片成效 情有可原 何况他在案子还没查明前 又已经主动向皇上交代 可见赵王也并未打算瞒着皇帝 当然 他必须因为做出的事情 受到惩罚 不过 既然皇上已经重重罚过他了 那这案子 也就可以了结了 可是 祖宗那里如何交代 见张府如此给台阶下 朱棣心下一喜 面上依然忧虑到 啊 至于此事 王政府仔细查看过 浇水过多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则是树坑的设计有问题 没有排水孔 所以树坑容易积水 张府道 所以当下应该重修孝陵殿前的树坑 然后移栽上新的银杏术 再让赵王去跟太祖忏悔一下 相信太祖皇帝 也不会怪罪自己的孙儿的 啊 说得好 朱棣听得心下舒爽 知道张府给自己安排了台阶下 心说啊 还是英国公身体振心啊 面上忍不住露出一丝笑 哎 又觉着不妥 忙咳嗽两声道 哎 为君难 为父难 为君父者 更是难上加难 若是只顾着国法朝纲 就亏欠了父子亲情 若是只顾着父子亲情 就又难免冒犯朝纲 皇帝说着真伤神叹气道 天生 朕这几个儿子又不省心 老他身子孱弱 性格更懦弱 朕看到他那个样子啊 就来气 老二最想朕 当年在战场上 有数度救驾 老苦功高 当年朕那些话 确实发自肺腑 只是 哎 你也知道 人到了那个位子上 想问题的角度 就不一样了 是 张府点点头 深意为然 那些文官整天说 父子君臣 手中轮场 什么是轮场 敌场 朱棣咒眉道 这话朕不爱听 朕就不是敌掌 但朕又不能不听 总不能让我的儿孙 再学我起兵经难吧 说着黯然伤神道 所以 虽然心里极不情愿 我还是立了老大为太子 这样一来 朕对汉王是满心的负救 怎能再逼他九番 父子再不相见呢 皇帝今天是 披肝力胆 坦诚相对了 张府却听得冷汗淋淋 他宁肯不享受 皇帝这份坦诚 万一皇帝哪天自觉 食言 岂有自己的好果子吃 不过此刻 他也只能柔声安慰皇帝道 做父亲的爱护儿子 做儿子的也得体谅父亲 何况皇上不仅是父亲 也还是君上 有些事情 并不能一味遵循亲情 还得顾及朝纲 臣想 几位殿下都是纯笑的 心里啊 都明白这一点 虽然张府等于什么都没说 皇帝听得呢 还是很受用 点头道 但愿吧 但愿几个逆子啊 能像你一样明示的 朕哪 也就别无所求了 说着站起身来叹气道 朕命苦啊 人家都是一个儿子 几个儿子 可朕身为君父 大明朝所有人都是朕的儿子 朕这个父亲 实在是难以周全啊 皇上忍得 乃天下人之福 张府忙起身 功声道 你不要也学他们拍马屁 朱棣发表完了感慨 感觉心里这关能过去了 心情自然好多了 笑道 就按照你们商量的办吧 说完了孝陵杀树案 皇帝又问起 汉王遇刺的案子 皇上恕罪 此案案情扑朔还在其次 关键是凶手武功极高 臣专程实地重演过 结果根本无法达到凶手的水准 张府忙起身谢罪道 而且此人狡猾至极 一击命中 随即远顿 当时汉王的护尾 连他的人影都没看到 事后想要追击 实在是千难万难 你是说 那凶手比你的身手还厉害 朱棣闻言神情一领道 那岂不是凤毛麟角 显然有这样的高手存在 对皇帝安全也构成了威胁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张府谦讯道 锦臣所知的便有三五位 何况江湖之大藏龙卧虎 其人意识层出不穷 所以说 侠义武犯进 对这些武林人士 必须要严加打压 朱棣有些不爽的白白手道 既然此案不能速解 索性便趁机沉下心去 捣回两经各省的那些个教会帮派 神神鬼鬼的 还百姓一片安宁 皇上圣心远虑 是乃万民之福 张府知道 打前年明教在浙江叛乱 去遂白连教在山西叛乱 皇帝便有清剿天下邪教帮派之意 看来这下因为汉王遇刺 终于是下定的决心 这时候啊 当然是要表现忠心了 张府便请应道 臣不才 愿为皇上分忧 哈哈哈哈 杀鸡眼又牛倒 朱棣摇头笑笑 又眉头微皱倒 何况你还得再回交旨坐镇 怎么又有人不安生了 张府当时变了神情 那个韬光养晦的英国公不见了 变成了整装待发的大元帅 你看看吧 朱棣拿起一封贴着十万火急的奏报 郁闷道 这才是朕今早不快的真正原因 张府双手接过来快速一看 原来是伪崇光帝陈杰阔的足弟陈岳胡 又打着为他报仇的喜好 起兵造反了 因为张府撤军的时候 带走了一半以上的军队 郊指守军兵力有限 只敢驻守在城市 不敢出城作战 只能向朝廷求援 慌上息怒 张府快速组织下言辞道 郊指自五代末年脱离华夏自治 已经有四百余年了 四百余年里 郊指历经述朝 其与宋元都曾交战过 事已上下对华夏母国 已经多有敌意 尤其是那些原先的王公贵族 朝廷费藩国 至不正十四以后 他们历代相传的风爵尊位 也都荡然无存 自然对大明怀恨在心 事已要想让郊指永福王化 还需要时间去打磨 过上十几二十年 待年轻人在大明王化下成长起来 这种情况自然会好转吧 哼 朕何尝不知 朱棣苦笑道 可是交职数度降而复叛 缠住我几十万大军十余年 这个包袱啊 实在太重 说着压低声音道 文毕跟你说实话吧 朝廷马上就要迁都了 这是头等大事 朕已经没有钱 再往交职这个无敌洞里砸了 皇上 张府的震撼难以言表 一是他之前虽听了不少迁都的传闻 但从皇帝口中确切听到 还是头一遭 二是朝廷已经对交职有心无力 皇帝竟有收手的意思 他忙着急起身道 皇上 为山九阵 切不可功亏一篑啊 还有你说 朱棣美好气的瞪他一眼 长身而起道 朕已经在交职牺牲了数万将士 那是我大明男儿用血肉换来的国土 说着重重拍案道 大明金欧永固 绝对绝对不能绝损 皇上圣明 张府提到嗓子眼的心脏终于放回到肚子里 潸然跪地道 臣愿永为大明 朕树交职 是我大明金欧永固 好好好 快起来 朱棣也动了感情 上前亲手扶起张府道 唉 朕也是迫不得已啊 本来是想着你这次回来 就不让你再去南边吃苦了 留在京城给朕做做办 好好卸上纪念 可没想到你一走 教旨就谣传说张公再也不回来了 又拿陈基阔的死作文章 眼下虽然没有大乱 但若不及时镇压 只怕又有燎原之事 说着苦笑的看着张府道 交职人都说 张公能顶大军二十万 朕派不出二十万大军 只能把张公送回去坐镇了 实在是对不住你啊 文明 皇上何处此言 为君尽忠是为臣者的本分 张府正色道 何况这次陈月湖造反 臣也难辞其咎 原本张府抓住了伪帝 陈基阔的妻子儿女 连同其麾下大将 阮帅等人 一并借送京城 这样有了陈基阔等人 做人质 交指那些王公贵族 投鼠忌器 就会消停许多 可惜谁知 陈基阔竟是个性情刚烈之人 不愿意做礼遇那样的京城囚徒 竟在压界途中 投水死了 阮帅等人 也一并陪他投水自尽 此事皇帝并未怪罪张府 毕竟人要是真不想活 怎么都能死得了 但这一消息传回交指之后 却被那些交指王公大做文章 张府不得不再次请罪 你何罪之有 不过是那番球自寻死路罢了 朱棣摇摇头道 此番南下 朕不再给你任何指示 交指不诚史私的军政 皆由你总揽 一切便宜行事 待机平定之后 朕便招逆回来 谢皇上隆恩 张府道 不知臣何时动身 当然是越快越好 皇帝再客气 也是拿臣子当牛做马的 朱棣笑道 不过还得看你的 把府里都安顿好了 自己也休息好了再说 臣随时都可以出发 张府道 好 今天监看过日子 说三月十六是出征的吉日 你便那天动身吧 朱棣道 到时候朕给你践行以后 便也动身被寻了 说着叹口气道 唉 本来想让你跟朕一起去北京看看 选个好地方 赐给你做英国公府的 皇上无须为臣子的琐事关怀 张府轻声道 哎 别人的事情朕不管 以文毙的事情啊 朕是放在心上的 朱棣一脸真诚的大笑道 你就放心南下吧 朕啊 保准给你一座气派的国公府 微臣谢主龙恩 张府忙感激道 你还有什么事啊 只管提 朱棣笑道 朕通通给你办了 呃 臣倒也没什么事 张府想一想 有些犹豫道 倒是这些日子 与王贤王政府相处得宜 他念叨着 向上陈跟皇上说说 看看 能不能免了他政府司的差事 跟我去交职业程 张府是制成君子 既然答应王贤的事情 就不能不办 之前说过 一年半载再问皇上 但他这一去就是好几年 只好现在就帮王贤问了 什么 他想撂条子 朱棣吃了一惊道 可知道天下多少人想当这个政府 他倒宁肯跟你去敲旨 是 他反复提了几次 而且我看他在政府司也过得不太开心 张府道 真让你替朕观察观察他 朱棣露出一丝玩味的笑容道 莫非你被他发现了端倪 那小子奸华似鬼 他说的话 不能信的 臣并没有出言试探过他什么 张府道 不过他不想在政府司待也有道理 一者 世人皆把他看成太子的人 他担心军府不信任他 二者 因为他占了北政府司 等于是动了季都督的竞篮 后者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三者 他终究是个文人 对政府司的黑欲啊 有本能的抵触 很难乐在其中 哼 不能乐在其中就对了 朱棣脸珠笑容道 本来 朕确实有些疑虑 用他来管北政府司到底对不对 现在看来 朕是用对了人 他要是甘之若疑 朕还不能用他呢 顿一下道 至于世人觉得他是谁的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想做谁的人 一臣官知 他对皇上是忠的 张府说着笑笑道 说起来好笑 臣活了一大把年纪 却还让他给教训吗 哦 他还敢教训文帝 朱棣饶有兴趣道 张府便将昨夜王贤的那番话 复述给皇帝听 朱棣文言不禁点头道 好一个尽人臣本分啊 若是大臣都能像他这样想 各安其位为君父分忧 天下何愁不大之 说着又叹气道 有些人 就是忘了仁臣的本分 才到了君臣恩断义绝的地步 张府心下一领 不知皇帝所指是谁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自己就要远离京城这个是非圈了 现在他最希望的 就是自己回来的时候 一切已经尘埃落定了 君臣又说了一阵话 张府见皇帝还有国务要忙 便起身告退了 朱棣吩咐道 汉王遇刺的案子 你就移交给王贤吧 往后便由他全权负责了 是 张府轻声应下 又问道 那些被捕的百姓如何处置 查明没有作奸犯科 便放了吧 朱棣有些疲惫的闭上眼道 朕会下一道旨意 就说 萧陵殿前的公孙树枯死了 是祖宗要阵上体天心 天有好生之德 皇上仁慈 张府重重叩首 告退出大殿 回望一眼 巍峨森严到让人无比压抑的金殿 他知道 王贤的策略奏效了 因为在沙树岸上得到进展 又给了皇帝下台的余地 朱棣再也不穷秋不舍 非要绝地三尺 也得把凶手抓出来了 离开皇宫后 张府先亲自去了一趟北镇府司 向王贤传达了皇帝的指示 王贤对此并不意外 自然遵照执行 接下来几天 那些被抓进监狱的百姓便陆续得到释放 当然那些被查出作奸犯科的 就没得机会重见天日了 王贤用这种看似简单的法子 消弭皇帝的怒气 竟让一场看似要株连慎广 掀起大狱的汉王遇刺案 就这样大事化小了 最终没有官民无辜遇害 却仍彰显了皇帝的逆临不容侵犯 而且老百姓还一个劲称颂皇上仁德 实在是一箭三雕 也难怪皇帝那般的赞许他 当然王贤是不可能赚到好名声的 但是他一点不在乎 于谦的名声倒是好 还不一样不得善终 这官是皇帝给的 这名声是文官捧的 跟老百姓没有一文钱的关系 他就算为老百姓做点好事 那也不过是求个心安 也为自己没出生的子女积德 压根不是为了孤名钓鱼 只是张府总隐隐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后来南下到广西的时候 他才猛然醒悟 王贤这不是把皇帝玩弄于鼓掌之间吗 这真是个忠臣吗 不过无论如何 张府对王贤还是很佩服的 但凡大明的臣子 没有不把皇帝奉若神明的 巴结讨好的有之 战战兢兢的义有之 但像王贤这样敢算计皇帝的 绝对是绝无仅有 不 还有一个 就是王贤的师父姚广孝 果然是一脉相承啊 都不是人间凡物呢 所以张府对自己临走前 同意张尼和王贤往来 一点不后悔 他知道 王贤这样机敏有大智慧的人物 无论官场有多凶险 至少是可以全身而退的 他其实也不图张尼 能从王贤那儿得到什么好处 能学到点长进啊 因果功就兴满一足了 倒是在汉王麾下担任指挥使的三弟张月 让张府担心不已 因为在京城这段时间 他分明嗅到了一些危险的气息 张府十分担心 三弟会误入歧途 连累了整个张家 只好暗中做了一些准备 这才不太放心的南下了 有人走就有人来 送英国公南下的次日 王贤又出城到城外石里的接关亭 与他同行的还有一辆油壁车 但行到接关亭的时候 那车也没掀开帘子 不知道车里是什么人 王贤则和吴伟还有灵霄来到亭子里 一边看着风景 一边等待要迎接的人 大人 您何必如此隆重出营啊 吴伟有些不解道 那阎青虽然曾是行步郎中 但已经被发配充军了 就算大人请职把他召回 估计也难以官复原职了吧 他确实不能再当官了 王贤淡淡道 据说他因为受刑后伤还没好利索 就被驱赶着上路了 结果腿上落下残疾 已经不能出事了 顿一下道 也正因为如此 本官才要出城相迎 大人总不会是出于同情吧 吴伟嘟囔一句 还是在一旁百无聊赖的灵霄 一语道破道 吴小胖 你怎么犯糊涂了 小贤贤无力不早起 肯定是又看上人家什么了 王贤有些尴尬的咳嗽一声 听说看来自己还真不会掩饰 连灵霄都把自己看透了 大人能看上他什么 就算他能破了这个案子 也算不得什么吧 吴伟挠头想了好一会儿 才恍然道 大人不会是想让他 做入木之宾吧 错是不错 不过能换个词吗 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 王贤白胎一言道 我看过阎郎中的档案 这个人啊 十分的清正怜悯 你还喜欢这种人 灵霄惊奇道 不是平生最讨厌那些书呆子 死脑筋吗 哎 阎郎中可不是死脑筋 王贤淡淡道 他是知县出身 考满优秀被提拔入京 担任刑部主事 之后区区七年时间 便被着身为刑部郎中 若非被绊倒在这个案子上 他现在应该外放知府了 然后或是提拔为一省封疆 或是回京担任布唐高官 总之啊 是前途无量 说着看看吴伟道 知道他为什么提拔的这么快吗 不知道 吴伟摇摇头 据说那阎郎中是小户人家出身 并非什么官患子弟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断案如神 王贤道 凡是他经手的案子 没有破不了的 其实齐大柱这个案子 他也已经破了 无非是当时圣意如此 胳膊熬不过大腿罢了 说着笑笑道 你知道他的师父是谁吗 谁啊 吴伟问道 周涅台 王贤笑道 当时就是周涅台看中他 把他从支线提拔到部里 然后教导他行侦断案的本事的 竟然是这样 吴伟终于明白为何大人会波荣来迎接一个罪员了 原来对方是周涅的学生 以大人对周涅台的推崇 势必要将这位阎郎中变成他碗里的肉了 大约尘时左右 坐在接官亭里的王贤三个 便看见官道上的一行马队 扬起滚滚尘土 由远处驶来 官道上的行旅自然络绎不绝 但王贤他们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自己人 当然 锦衣卫身上的大红官袍也着实显眼 那游远极近驶来的是一队锦衣卫官兵 护送着一辆囚车 马蹄翻斩 车轮飞滚 一行很快迟到了接官亭前 领头的锦衣卫 乃是王贤的新副侍卫周易 他一眼就看到了停下立着的镇府大人 往翻身下马 单膝跪在尘土中 大声道 启州大人 罪员言轻待到 辛苦了 王贤亲手扶起周易 使劲拍他一下 拍起了腾腾的尘土 王贤笑起来道 嘿 可得好好洗刷洗刷 才能回家 不然啊 嫂子要怪我虐待你了 嘿嘿 大人说下了 周易不好意思的笑起来 他们这些年轻人 是周心一手招募训练的不假 但周心只把他们当成兵士 当成抓捕建文帝的利器 只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 却从没在生活上关心过他们 王贤则不然 他府一接受这些纯粮正直 本事高强的年轻人 就知道 若是自己收复得了 他们将是自己的无价之宝 所以从第一天起 王贤便带他们如手足 同甘共苦 患难与共自不消说 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 谁的老爹老娘需要赡养 他便将其接到京城来 雇人帮他们养老 谁要是家里有什么困难 他更是慷慨解囊 结成相助 这二年 弟兄们到了成亲的年龄 除去那些 在老家定了亲的 王贤都给他们在京城 娶了媳妇 一下从京城 娶那么多媳妇 要是放在从前 王贤就算有钱也办不到 但去岁开始 弟兄们都是锦衣卫的身份了 这一下好办多了 不过也依然挺费劲的 王贤不光请了十个媒人 还亲自登门去 连哄待下 才敲定了百多桩婚事 周易是成亲最早的一批了 正月里便迫不及待的成了亲 不过还没跟新娘子年户够 就被王贤派去云南 把严青接回来 虽然舍不得新婚的妻子 但周易和他的兄弟们 已经把王贤看成再生父母 他交代的差事 就算赴汤蹈火 也要及时完成 接到任务后 周易便带队 以四百里加急的速度 星夜迟往云南 一路上那是换马不换人呐 这些铁打的汉子 只用了十天时间 便抵达了四千里外的昆明 找到严青 办好了提人的手续 准备返程的时候 才发现严郎中竟然不会骑马 周易他们只好让严青乘马车返回 这样速度一下慢的许多 紧赶慢赶 还是用了将近二十天时间 才终于见到了王贤 几乎无休的奔波了一个月 周易等人却依然 如标枪一样立在那里 话说当初永乐皇帝重设锦衣卫 定下选人有三条规矩 一是擅走 一人一天能走一百六十里以上 二是擅跳 仗余高的墙 跃起来双手一攀 翻身便能过去 第三就是擅斗 拳脚兵刃都要娴熟 最重要是有狠劲 狭路相逢勇者胜 够狠才能活下来 而周新当初招募人手 就是参照的这三条规矩 还加了个更厉害的马功 就是能七天七夜不坐不躺 两条腿轮流踩在地上睡觉 七天后还能空手杀死一头狼 才能入选 所以连续一个月 小型夜宿急迟不休 虽然别人受不了 他们却跟没事人似的 也不知周新是从哪 凑齐了这么一批猛男 质量比起眼下的锦衣卫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这也是因为 季刚当权之后 尤其是这几年 为那些牛鬼蛇神 大开方便之门 锦衣卫的水准早就 金不如稀了 王贤跟手下打过招呼 目光便投向那辆球车 虽说是球车 但其实也分个三六九等 严青坐的这辆车 其实外观跟普通马车 没什么区别 只是没有窗帘 门帘等遮挡 因此从外面就能看清 车里人的动静 当然还有更醒目的 车门上拴着一条 偌大的铁链 以示坐在车里的是最远 王贤看那马车上 端坐着个三十五六 身穿白衫 面容普通 一脸愁苦的男子 想必就是那 严青无疑 严青才不过三十五六岁 据说从前 他是京城著名的美男子 却因为一起被奸臣操弄的冤案 短短一年时间 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残疾人 其遭忌之悲惨 让人不胜唏嘘 去请严夫人过来吧 王贤吩咐一声 顿一下又到 先把球车的锁链去了 虽然这有些不合规定 但谁敢质疑 镇府大人的命令 手下马上将锁链打开 王贤亲自伸出手 将雷弱的严青 搀扶下来 严青虽然并不认识王贤 但刚才隔着球车 哪有看不明白 知道这个穿着便装 年轻的不像话的大人 正是将他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的 北镇府司政府 王贤 蒙难这一年多来 严青根本就没想过 能这么快重回京城 在他看来 摊上朱棣这么个 刚毕自用 死不悔改的皇帝 自己在永乐朝 是休想重见天日了 最快 也得等新军登基 大赦天下 才有预设得反的机会 现在竟然不到一年 自己就得以重返京城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肯定与这位年轻的大人分不开 严青满腔的感激 无从表达 双膝跪地 就要给王贤磕头 使不得使不得 王贤忙使劲扶住他道 严郎中万万使不得呀 大人休提郎中二字 严青苦涩的说道 小人现在不过是罪鱼之人 比小民还不如 何况大人与小民 还有大恩的 哎 紫连兄切不可 网字非薄 王贤正色道 那个案子是怎么回事 你我心知肚明 我这次接你回来啊 就是要给你平反的 说着 使劲扶正了严青 沉声道 我遵你 敬你 不是因为你是严郎中 而是你秉承正义 宁舌不安 为何你当初 能不向济刚低头 今日却要向本官折腰呢 顿一下 他加重语气道 站直啊 除非你觉得自己的尊严 全在那些官职 出身外表之类的虚荣上 这话如同一道闪电 让严青那枯萎的心田 猛的生出了心芽 像他这种 饱经世世的聪明人 凡事都有自己的判断和准则 是很难被人说服的 所以也特容易钻牛角尖 但一旦有人能把话说到他们心里去 效果那是立竿见影的 严青本来因为自己从两膀近视 朝廷命官 变成了充军的残废 再回京城时 除了激动之情 更多的自残行贿 他觉着自己无言在面对昔日的同僚 甚至在普通老百姓面前 都抬不起头来 但王贤的话 让他猛然醒悟 自己当初为何宁肯粉身碎骨也不像奸臣逆挡低头 不就是相信自己是在主持正义 秉承正道吗 尽管自己沦为了囚徒 身体也残疾了 但不是始终没有放弃最宝贵的信念吗 既然如此 自己有什么好自卑的 应当骄傲的昂首挺胸才对 多谢大人 异于惊醒梦中人 严青深深向王贤行礼道 在下确实不该自怨自艾 自甘下见 哈哈哈哈 这才对嘛 王贤开心的大笑起来道 你看 谁来接你了 说着侧开身子 现出刘氏 微微颤抖的身影 相公 刘氏已经是情难自尽 泪眼婆娑 只是因为当着外人的面谈 强忍着没有放声大哭 娘子 严青的眼圈也通红了 哽咽道 哭了你了 王贤拉一把 看得正兴奋的凌霄 悄然退出接关亭 把空间留给这对 始至不渝的患难夫妻 你拉我干什么 被拉到外头 凌霄气鼓鼓道 我还想看他们玩亲亲呢 无为当时一脸黑线 王贤更是黑下脸道 你看过谁玩亲亲 多了 大哥大嫂 你和亲儿姐姐 迎铃和小千千 凌霄如鼠家珍 说完有心爱人道 你们都有人陪着我 就是没人陪我玩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王贤登时抓狂道 你要是敢乱找人玩亲亲 你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凭什么 凌霄不服气的半鬼脸道 你要是跟我玩 我就不跟别人玩 我什么都没听到 没听到 无为赶紧脚底抹油 王贤直接无奈了 也不知孙真人是怎么教育的 还是凌霄他娘 在怀他的时候 吃了什么十全大补汤 生出这么个在男女之志上 缺根咸的女汉子来 胡闹 不过孙真人既然把宝贝孙女 交到自己手上 王贤觉得自己就有 教导他的义务 你十五岁了都 积极之年 可以订婚了 等你嫁人之后 自然有人陪你玩 那个什么 不知怎么的 想到将来会有人和凌霄玩亲亲 王贤心里一阵酸涩 不禁暗骂自己那变态的战有欲 连妹子家女汉子都不放过 我不嫁不嫁 谁也不嫁 灵霄听他这样说 更加气恼了 飞起修长的大腿 恨恨的踢他屁股一脚道 臭小贤 你是不是嫌我烦了 要把我扫地出门 那不 王贤本想说 那不是明摆着的吗 单看灵霄那双亮晶晶的大眼睛里 分明杀气四溢 他忙改口道 那那那不 不可能的 咱们灵霄这么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爆胎 我们大伙喜欢还来不及呢 这还差不多 灵霄特好哄的转怒为喜 得意洋洋的摇晃着雪白的拳头道 你要是敢嫌弃我 我就把你打爆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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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贤王表态道 咱们比亲兄妹还近 你一天不嫁人 就一天跟我混就是了 哼 我才不嫁人呢 我要当倒孤 灵霄却悍然道 女人还要生小孩 像林姐姐那样 整天吐啊吐的 肚子还那么大 都不能快乐的玩耍了 王贤决定赶日再教育 这个拖线少女 以免自己助风而亡 滴溜着灵霄的领子 把她丢到一边 一边玩去 我要办正事了 那乡间 言情和刘氏 虽然有一肚子话要讲 但哪儿好意思 让人久等啊 何况她还是戴罪之身 简单说了几句要紧的 刘氏便出来 向王贤下拜告辞 言情其实是押回来 协助调查的侵犯 自然要跟王贤 回北镇府司去 嫂夫人少等数日 尊夫啊 很快会重获自由的 王贤温声道 外子能平安回京 民父便喜出望外了 刘氏感激不尽道 一切以大人为重 我夫妻早晚自能相见 嫂夫人声明大意 王贤赞一声 吩咐手下提起道 送嫂夫人回家去 刘氏向王贤 迎迎一拜 又深深望一眼 坐在亭子里的丈夫 才恋恋不舍的 上了邮逼车 先行离去了 子连兄 我们也回去吧 王贤又朝言情歉意道 城里人多嘴杂 咱们还是要做做样子的 大人请放心 听了您刚才的开导 言清魂不在意的笑道 菜下不会再把自己 当成犯人了 好好好 不仅要有铁骨 还要有傲骨 这才不愧圣贤教诲 王贤激赏道 等回到衙门 我再好声为子连兄洗尘 说完便亲自把言清 送上囚车 加上锁链 沉声道 回城 诺 一众锦衣卫齐声应诺 翻身上马 整齐的在囚车两侧列队 倒像是护送着言清 向玄武门而去 进了城 言街百姓难免侧目 不过回了镇府思衙门 就是王贤自己的天地了 主九爷已经完全被王贤买住了 只要王贤不谋反 不勾结 其余稍稍出阁的事情 他都睁一眼闭一眼 并不向皇帝禀报 所以言清也不用办什么手续 静止便被送到了后衙 王贤亲自扶他下了囚车 便见一名强壮的锦衣历士 推了一辆铺着青段软垫的 诸葛四轮车 恭候在那里 所谓诸葛四轮车 其实就是一种轮椅 因为是诸葛亮发明 且日常乘坐的儿则名 其后轮大 前轮小 推着形势平稳得很 言清虽然不是没法走道 但拄着拐杖 一拳一拐的样子 显然不如像孔明那样 端坐四轮车上 符合士大夫的审美情趣 也更能维护言清的尊严 这四轮车 是命人为你感知的 王贤对一脸错恶的言清笑道 快坐上去 看看稳不稳当 多谢大人好意 言清被王贤的细心体贴 感动得鼻头发酸 但他还是拒绝道 看我这个罪远 让人推着走来走去 成何体统 放心 在这北镇俯斯衙门里 没有人会乱嚼舌根 王贤笑道 你要是过意不去 你就把他当成随时随地监视你的 这样不就让人无话可说了 大人 言清这个汉啊 心说这王大人怎么百无禁忌啊 好了别争了 就这么定了 王贤不容分说 将言清塞到车座上道 紫连兄啊 先去目以更衣 回头给你接风洗尘 幽帝内推车的锦衣立士道 以后你和冯三 就轮流服侍严老爷了 不得怠慢啊 否则休怪本官不留情面 是 那锦衣立士赶忙硬下 又对言清道 言老爷 冯三已经准备好热水了 小的送您过去 说完便推着言清 忙给他收拾出来的小院去了 言清知道自己反对也无济于事 反而显得不实抬举 只好向王贤拱拱手 苦笑道 在下失礼了 请便请便 王贤笑眯眯的一身手道 不用着急 洗个痛快走 不知怎的 本来很感激的言清 竟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待言清洗刷干净 换上崭新的如生布巾 白衫长袖 坐着诸葛车 出来相见的时候 王贤感觉 他就差一把羽毛扇 便活脱脱的孔明在世了 哈哈 果然是剑眉星目 人中龙凤啊 王贤饶有兴趣的打量着言清道 怪不得有天之娇女 非嫁你不可呢 大人说笑了 言清不禁脸色微红 当年他中进士的时候 着实被一些王公贵族相中 要招他作序 不过他不是攀龙赋奉之人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逃回老家和未婚妻成婚 才免了被豪门绑去成亲的遭遇 时隔多年 想不到王贤连这种花边新闻都知道 好了 快请坐 王贤请言清上座 言清自然坚决不肯 双方推让一番 最后东西招募而坐 这时候士兵端上席面来 王贤笑道 听扫夫人说 紫莲兄是居士 因此备了这桌素席 紫莲兄尝尝可合口味 在下是孔孟门徒 不过家祖崇佛 在下便自有吃素礼佛 敬佛更是在尽祖宗 虽然对王贤的细心体贴 已经深有体会 但言清文言还是颇为感动 看着桌上 一道道造型精致 色泽鲜艳的菜肴 他笑道 光看这色型 就知道绝非凡品 哎 究竟好不好 尝过才知道 王贤举煮相让道 来尝尝这几道菜 看看是不是样子货 王贤的盛情之下 言清只好夹了一筷子 金针穿孙卷 送入口中一尝 顿觉清淡可口 香气四溢 再尝尝香菇面筋 翡翠素鸡片等几样菜肴 全都是色香味俱佳 别说这一年多 就是之前三十年 也没吃过这样的美味 不禁好奇道 是哪里的素斋师傅 竟有这么好的手艺 是我从清授寺请的 王贤微笑道 来 再尝尝这素酒 口感十分轻烈绵软 是老和尚啊 亲手酿的 所谓素酒 就是寺庙里 功神敬佛的酒 也是和尚尼姑居士 可以喝的酒 这种酒不同于 米酒 高亮酒等烈性荤酒 做法是没有经过 蒸馏工艺 只是简单的将 酒糟滤除 余下的酒水 放到锅里煮开 一时酒不会变质 这样的酒不容易醉人 但口感很成问题 必须要筛过再喝 但姚广孝所酿的素酒 竟清澈如烧酒 口感甚至更胜烧酒一筹 让人不得不服气 老和尚这种天生赢家 做什么都会出类拔萃 听说是姚广孝的厨子 言轻登实了然 再尝尝姚少师 亲手所酿的素酒 更让人三生有幸 不过虽然菜姚很可口 自己也鸡肠鹿鹿 但言轻还保持着君子之风 浅尝折止 便玄机对王贤举起酒杯道 所谓大恩不敢言谢 大人的恩德在下敏感无内 切苏酒一杯 敬大人 干 王贤与他吃酒一杯 又让人满上道 我也敬紫莲兄一杯 给你接风洗尘 祝你脾气泰来 多谢大人 言轻也是一饮而尽 双方推杯换盏喝了几中酒 言轻便忍不住道 大人 齐大柱的案子 重审又遇到了难题 哈哈哈哈 今天只喝酒 有正事啊 明天再说 王贤笑笑道 大人 咱们酒也喝了 还是说正事吧 言轻却迫不及待道 这个案子一天不翻回来 在下酒一天如梗在喉 吃不下也喝不下 哎 那就说道说道吧 王贤笑着 对再下手作陪的吴伟道 你把案情的发展 简单介绍一下 是 吴伟也早就放下筷子 擦手漱口了 闻言便对言轻道 在大人商认不久 贵夫人在原门外 为先生明冤 后来我们调查过 消息是姬刚的手下 故意散布给夫人的 哎 惭愧 内子为奸人诱导 给大人添乱子了 言轻忙道 哎 不打紧 王贤摇头笑道 我和姬刚老贼水火不容 他就是不用这个案子整我 也会挖别的坑让我跳的 说着真诚的笑笑道 况且 没有这个案子 我又如何把紫莲兄 拉出苦海啊 大人 原先听说过在下 言轻终于道出心中的疑问 他知道自己如今 一文不明满身麻烦 王贤根本不可能图自己什么 却对自己超乎寻常的看重和礼遇 实在让他满心忐忑 紫莲兄 你应该知道浙江周涅台是我的亲近师长吧 王贤微微一笑道 哦 原来如此 言轻恍然 他是周心悉心栽培起来的 说周心是他的授业恩师也不为过 而王贤则是周心亲提的江南第一例 可以说是周心一手提拔起来的 那两人也算是同门了 想必周心曾拜托过他拉自己一把 言轻对老上司生出无限的感激 对王贤也彻底放下戒备 把他当成亲近同门看待了 吴维又将上月审案的经过 简单准确的讲述了一遍 末了王贤感叹道 贵夫人实在是令人钦佩的妻女子 她一直默默收集证据 联系证人 成功让那张铁匠的妻子上堂作证 说着她一脸惭愧道 可惜那是本官头一次开堂过审 结果因为经验不足 让那李狗子和李春有了见面串供的机会 结果李狗子依然扛下了所有的罪责 本来毕胜的局面 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言轻默默的听完便沉思起来 他思考的样子着实有魅力 眉头微醋 目光凌峻 仿佛一切鬼欲伎俩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寻思片刻他方展颜笑道 大人 距离上次开堂已经一个月了吧 想必这段时间案情又有进展 王贤文言笑道 此连凶是如何知道的 在下听说 季独独被困几成将近一个月 之前 季独独担心此案有变数 便想将大人一并也关进去 结果还是被大人借机脱身了 言轻略显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道 如此珍贵的一段时间 我想大人不可能无所作为吧 也可能本官想方设法 却仍一筹莫展啊 王贤笑道 可大人见了在下 虽然说喜悦亲热 却没有一点急切 顿一下言轻笑道 而且大人安慰内子的话 显然是成竹在胸的 只是要把表现的机会让给在下罢了 哈哈哈哈 不愧是动若观火严子莲啊 王贤文言哈哈大笑道 不过这话也不全对 说着正色道 不错 本官确实找到了能让离狗子改口的法子 但我要对付的不是李春 不错 李春已经是肿中枯骨 不必在他身上多费力了 言轻点点头 清冷的眼中流露出刻骨的恨意道 大人想对付的应该是济刚了 哈哈哈哈 果然不枉我苦等一场啊 王贤畅快大笑道 紫莲说得对 从一开始我就只想对付济刚 不然根本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是 言轻点点头道 为臣者不说治君尧顺 也不能陷君父于不义 然而济刚老贼猖狂妄为 无法无天 竟然操弄圣意 愚弄君父 误道皇上铸成冤案 大孙皇上圣名 实乃大奸大恶 说着双目寒光湛然道 只有让圣上认识到 此聊的险恶用心 方能处此国之大害 哈哈哈哈 有道是知音难觅 我却能遇到紫莲兄 何其幸在 王贤府长大笑道 你所言 正是我所想 我就是想让皇上看清济刚 操陛下喜怒 一乘淫威的险恶用心 说着哈哈大笑道 有紫莲兄相助 何仇不能为国除害 大人 言清对纪刚自然恨之入骨 更是无时无刻不想着报仇 但他没有被仇恨冲昏头脑 反而郁家冷静权衡起来道 纪刚老贼根深夜貌 不是须于可以除掉他 要想除掉他 还得多管齐下 愿闻齐翔 王贤笑道 天下人皆知纪刚奸血 为何赌皇上不知 其因有二 已是君父左右 结尾其收买 故而其恶行 无法上达天厅 二者 皇上以为纪刚 虽有不法 却仍忠心耿耿 故而其人仍旧可用 言清沉声道 是已 一者 大人当设法铲除其宫中的耳目口舌 使皇上盛听无碍 二者 大人当设法揭露其其军网上之恶行 使军上圣心明鉴 不过 既刚过去十余年 为皇上杀人无数 他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 所以皇上也难免投诉机器 恐怕很难下定决心除掉他 言清又道 不错 王贤点点头道 他手下的爪牙密探何止巨腕 恐怕隐藏在暗中的实力还要更大 所以必须紧防他苟机跳墙 要做好完全的准备 才能对他动手 所以 只有一个罪名 能让皇上下定决心 言清目光轻幽道 你是说 王贤手指沾了点茶水 在桌上写下一个字 言清也同样手指沾水写了一个字 两人一看 是同一个字 好 王贤不禁哈哈大笑 一直以来 他都苦于身边没有智囊一样的人物 二黑帅回等人固然忠心耿耿 但只能听命行事 让他们想办法出主意 比杀了他们还痛苦 就连吴维这样最出挑的人物 也因为年龄阅历格局的原因 在商议大事时利有不歹 所以大多数时候 都是王贤一个人在拿主意 没有人帮着想办法 也没有人十一补缺 实在是费心劳神还容易出错 这也是他对言清如此重视的原因 像言子莲这样进史出身 在地方朝廷都长期任职 而且政绩出类拔萃 断案如神的大财 若非极特殊的原因 是一辈子也不能为他所用的 所以王贤必须要抓住这次机会 让言清为自己所用 绝对不能错过 回到此案 明确了王贤的心意 与自己不谋而合 言清便一心一意谋划道 要想把继刚拉下水啊 并不容易 因为就算证明此案是冤案 继刚也可以推说 自己是被蒙蔽了 只有让皇上相信 继刚确实早就知情 却一直在编造谎言 误导皇上才行 那么要如何做到呢 关口是要证明继刚早就知情 言清道 这个案子是在刑部重审之后 北镇副司状告我诬陷锦衣卫军官 才引起皇上注意的 之后皇上召见了继刚 向他询问案情 继刚是那时向皇上陈述的 在皇上召见继刚之前 继刚必然已经向李春了解过案情了 所以继刚最晚那时候已经知情了 如果能证明这一点 就足矣了 顿一下言清接着说道 据说当时 李春将一枚碧玉西瓜献给了继刚 然后继刚才同意帮他说话的 所以突破口 还是在李春身上 如果他能招供 则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是啊 王贤点点头不禁苦笑道 那问题在于 李狗子改口只会将李春拉下水 但李春更知道继刚的可怕 所以势必会死保继刚 除非刑讯逼供 那样口供就没有说服力了 言清沉声道 李春怕继刚 那就找个笔记刚还可怕的出来震住他 笔记刚还可怕的 那就只有阎王爷了 无为师生笑道 那就劳烦阎王爷来断此案 言清却语出惊人道 这世上有不怕死的恶人 没有不怕鬼的恶人 请出阎王爷来 李春定然什么都全招了 可上哪请阎王爷去啊 无为一脸好笑道 先生是孔孟门徒 还信怪力乱神吗 哈哈 正是不信 才敢请阎王出山的 言清却淡淡笑道 要是信的话 我还怕阎王爷怪罪呢 王贤已然明白了 言清的意思 不禁大笑道 有趣有趣 子连兄如此一本正经 却能想出这种有趣的法子 实在是有趣啊 大人以为如何 言清微微皱眉道 妙哉妙哉 王贤笑道 我看可行 唯一的问题是 大人能不能请动 够分量的观众 言清见王贤懂 而且同意了 露出薄牙剑子漆的神情道 耳闻不如木剑 若能请到皇上 最信任的人来旁观 效果自然最佳 皇上最信任的人啊 王贤想一想 这天下能让朱棣 信任的人 一只手也数得过来 而且其中三个 还是自己的对头 至于另外两个 一个已经难下 一个不问世事 完全指望不上 不禁叹气道 哎 要是你早来两天 我可以请英国公 帮这个忙 现在却难找了 要是找不到合适的见证人 那效果就大大折扣 言清眉头微皱道 而且恐怕李春啊 转天就会反应过来 这件事交给我 你专心安排阎王殿就好 王贤却断然拍板道 我手下的人力物力 任你掉钱 花多少都可以 我只有一个要求 这场戏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千万不能眼砸了 定不如使命 言清眉头一展 信心十足的 接下任务道 用过饭 言清便下去休息了 王贤对吴维笑道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挺大胆的 只是千万别搞砸了 吴维自然知道 王贤对言清有招募之心 见大人如此看重这个瘸子 心里啊 难免有些酸酸的 说道 万一搞砸了 可要害大人落笑话了 王贤听出 吴维的小情绪 不禁玩耳道 小胖 你这话怎么怪怪的 要想打败季刚 我们就得多找帮手 要虚怀若骨啊 以大人现在的身份 大可不必如此 吴维小声嘟囔道 哎 话不能这么说 王贤知道 言清一旦入伙 对别人倒没什么 但吴维就会感到威胁了 可这是没办法的 自己现在管的不是一个县了 而是大明朝的镇府司 必须要用更厉害的人物来辅佐 不过老部下的情绪也要安抚好啊 因为那才是自己的根本 想到这儿 他正色道 你我兄弟出自示警 也不用那么多繁文乳节 但人家严子莲是两榜进士 曾当过刑部郎中的高官 吃的就是这一套 我想要拉人家入伙 当然是看劫下菜了 说着苦笑一声道 就算这样啊 人家还不一定入伙呢 大人救他于水火 他凭什么不入伙 吴维撇撇嘴道 哎 就凭你们横竖看人家不顺眼 王贤哈哈一笑道 小胖 咱们是只要李子不要面子了 人家却是面子重于李子 再说 你也忒小瞧了严子莲 只要这个案子翻过来 他虽然不能官复原职 但必然在市林名声大噪 走到哪里都会有一群雍顿 说出来的话呀 分量比朝中官员还重 是封将大力 也要尊他三分 真的 吴维难以置信道 我还骗你不成 王贤黑然道 你没混过市林 不知道 想在这个圈子里出头 除了有大财学之外 只有三条路 一个是有大群人帮你吹 一个是标心立意 但这两个都不是王道 都不如严子莲这样 被皇帝停仗流放 来得硬气 大人 吴维听得目瞪口呆 了解得还真清楚呢 嗨 我当初也是打算混市林的人 当然要打听清楚了 王贤笑道 可惜 阴差阳错成了五官 白下了一番功夫 大人放心 吴维老脸一红 其实他并没有功名之心 甚至也不是争强好胜之人 不过是因为王贤重视言轻 感觉自己不受重视而已 现在听王贤耐心解释一阵 心里的小情绪 也就烟消云散了 忙郑重表态道 属下一定全力帮大人留下他 以后处处听他的就是 一世人 两兄弟 没什么能比得上咱们的感情 王贤重重一垂他道 至于他的话 当然是对的听 错的否 难道他要把我卖了 你还帮着数钱 当然不会 吴维挠头笑道 王贤也哈哈大笑起来 一点嫌隙 灯石烟消云散 因为已经是三月初 会释放榜就在眼前 这也意味着 季刚马上要重见天日了 所以王贤他们必须要 争分夺秒 当天刚刚擦黑 王贤便换了便服 乘坐一顶不起眼的小轿 去往春光以拟的秦淮河边 在轿子停下 外头周勇挑起轿帘道 大人 到了 王贤往外一看 只见眼前是一座雕蓝画剑 丝杖蚁窗 挂着绚烂宫灯 看上去宛如仙家居处的 临河小楼 灯石一脸黑线 骂道 这个张老二 怎么约在这么个地方 张老二自然是张尼 英国公同意张尼与王贤往来后 张二爷便迫不及 带给王贤下了帖子 王贤本来还挺犹豫 不想跟着不着调的顽固牵扯太多 但这会儿想到 要让人帮着找观众的话 再没有比这家伙更合适的人选了 所以便欣然赴约 却万万没想到这家伙竟然约在这种地方见面 不过转念一想 其实以张二爷的做派 选在别处那才叫奇怪呢 这小楼虽然看上去如梦似幻 不像是烟花场所 但确实是最顶尖的 秦怀铭记的居处 可以说这里是天下男人 都梦寐以求的地方 但这种地方 有三种人是禁不得的 一是穷人 二是女人 三是官员 前两者好理解 至于第三个 大名律再有名文 官员调记立即免官 永不得录用 当然如今永乐皇帝不是个苛责之主 早就对此事睁一眼闭一眼了 当初王贤在山西就没少逛了那小江南 可今时非比往日啊 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他呢 只要他敢迈进去这青楼一步 明天就会被人全方位密集攻击 绝对没有侥幸 大人 我去请张二爷 周勇明白自家大人的顾虑 听大人的语气也很不客气 他记者王贤在山西的时候 对那张泥奉承的紧 所以有些不确定道 嗯 王贤点点头 看看秦怀河边有个卖炉煮的小摊子 便走过去道 告诉他 今晚不吃花酒 该吃炉煮了 这差的可真不小 周勇小声嘟囔道 王贤便在河边炉煮摊子 找了个地方坐下 这种小摊子甚至连店面都没有 都是摊主推着大车到河边摆摊 设下几张小桌子小屋子 照顾生意的都是摊恋 秦怀风光的寻常百姓 连那些陪主人来喝花酒的家丁之流 都不肯光顾 唯恐失了自己的身份 所以啊 像王贤这样带着一群护卫随从来吃饭的 摊主和食客们都是头一回见 见那些标形大汉 一个个满脸横皱 一看就不像善泪 食客们吓得饭也不吃 纷纷丢下几个铜板 便落荒而逃 摊主却是逃不了的 站在那里两股发抖 都快吓哭了 无奈老汉 不要害怕 好在护卫们都知道大人行事低调 对老百姓更是客气 所以赶忙安慰摊主道 我们公子只是要借跪地会客 你且先行回避 说着丢过去一吊铜钱 那摊主抱着那一吊钱 忙连声道谢着走开了 这些钱顶他摆摊半个月了 何况对方就算不给钱 让他滚蛋他敢不滚 卫士们将桌椅擦净请王贤坐下 又要去临近的酒楼叫吃屎 却被王贤阻止到 别麻烦了 大锅里还炖着炉煮呢 不吃也浪费了 一人来一晚得了 大人什么身份 岂能吃这种街边摊上的东西啊 卫士们当时不安道 都是用来填饱肚子的 哪有那么多讲究 王贤说这话的时候 感觉啊 自己果然文明多了 要是放在以前 自个儿八成会说 吃到肚子里那都会变成屎 手下拗不过他 只好把那摊主叫回来 让他先做了一碗炉煮 尝过没有问题 才又盯着他给王贤准备吃屎 只见那摊主 咸熟地将火烧切锦子刀 豆腐切三角 小肠肺头剁小块 从锅里咬一手老汤 往碗里一浇 再来点蒜泥 猪鱼油 豆腐乳 韭菜花 转眼之间 一碗热腾腾的炉煮 便做好了 还碗一端上桌 王贤便闻到扑鼻的浓香 不禁食指大动 冻筷子尝一尝 火烧透而不粘 肉烂而不糟 尤其是其中的小肠 酥软胃厚而不腻 没有任何异味 偶尔吃到一片白肉 那更是满口之香 在这荡漾着脂粉香气的 金灵河畔 吃着热气腾腾的炉煮 王贤竟感觉 比吃什么佳肴还要过瘾 转眼之间 一海碗炉煮全都下了肚 王贤满足的呼口气 擦擦额头浸出的汗水 才看见张尼张二爷 已经张大嘴巴 站在那里好久了 哎 二爷好久不见 要不要也来一碗啊 王贤掏出手巾擦擦嘴 笑着对张尼道 哎 我的王傲弟 你放着二十两银子 一桌子花酒不吃 张尼彻底无语了 说道 却叫我来吃这个 这是 他不想说 这是人吃的吗 但见王贤都吃了一海碗了 只好改口道 这是咱们这种身份的人 吃的吗 嘿 在大漠 我喝过马尿 吃过皮带 当时要是有这样 一碗炉煮给我 让我干什么都成 王贤云淡风轻的笑道 至于像在太原那样喝花酒 我是心向往治 身不能治了 怕什么 你可专门抓人的特务头子 谁能抓到你头上不成啊 张尼笑嘻嘻的说一声 又皱着眉头 还是在黑乎乎的凳子上坐下 他像不认识一样 端详着王贤道 哎 别跟我说 你在山西的做派 全是装出来的啊 那我可真是太伤心了 就算是因为利益而纠葛 但人还是希望对方能跟自己 志同道合 或者说 臭气相投 哈哈哈哈 王贤笑笑 顿了好一会儿才到 其实现在才是装出来的 哎 那我就放心了 张尼刚生出的隔阂 当时烟消云散 他还真怕王贤点头承认 那这人也太不上道了 他虽然想跟王贤交好 但那份天皇贵宙的骄傲 可不容许他热脸贴人冷屁股 下一刻 他一脸慷慨就一道 好吧 今儿个 我就舍命陪君子了 说着一拍油腻腻的桌子 灯石脸色一变 心说 二爷我今天这牺牲可大了去了 又提高嗓门 对那摊主道 给我也来一碗 这个叫什么 卢主 王贤笑道 你没必要非得尝 有必要 谁让咱们是哥们呢 张尼呲牙咧嘴道 能一起想得了天大的福 就能一起吃得了地大的果 那我随便 王贤心说 怪不得以大明今日 威服四海之天威 短短几十年就被人 把皇帝给俘虏了去呢 这些个元勋之后 吃个卢主就觉得吃了大苦 将来等他们领兵打仗 不被野仙虐死才怪呢 虽然他利用先知的优势 做了个弊 把未来的蒙古太师野仙 从草原弄到京城剃渡了 现在呢 在庆寿寺里当小和尚呢 但与蒙古人密切接触以后 王贤也很清楚 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只要蒙古人的处境没有改善 只要大明衰落下去 没有野仙也会有野后 没有土木宝也会有木土宝的 事实上 土木宝是王贤内心深处 一直回避的三个字 以他的性格 实在不愿背负那么沉重的枷锁 但随着在大明的时间越来越长 自己所处的位置越来越高 他南匾越来越频繁地想到那一场 灭顶之灾 五十万大军毁于一旦 大明皇帝耻辱被俘 随驾文武尽数蒙难 大明帝经饥饥可为 虽然有自己准妹夫力挽狂澜 却无可逆转地改变了大明朝的气韵 从那以后 大明两代大帝建立起的 无敌大军土崩瓦解 对蒙古人一个甲子的绝对压制 荡然无存 帝国门户洞开 边境风火连绵 鲁迹长驱直入 百姓生灵涂炭 更深层的悲剧是 从那之后 大明朝的勋贵武将 彻底失去了话语权 文官则彻底绑架了皇帝 统治了整个国家 在带给大明朝一段 辉煌文质的同时 也让国家在 众文义武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开国时纵横驰骋 天下无敌的大国交民 终于变成了一群 雷若的羔羊 最后竟亡在自己 昔日卑微的奴仆手中 拉开了二百年的王国史 王贤此生最大的痛苦 便是这种 预知未来带来的 无可逃避 天他又不是那种 愿意粉身报国的圣人 便只能先掩耳盗铃 不去想未来会怎么样 可惜这法子 似乎越来越不好使 他也越来越容易被勾起 这些让人坚于呼吸的思绪了 奶奶奶 能从一碗卢主 想到民族被奴役 我也真是奇葩了 王贤使劲摇摇头 甩掉这些 让人纠结无比的心事 王贤在那里纠结无比 张尼对着一碗 热腾腾的卢主 同样是无比纠结 他拿起筷子 在这一碗 机灵狗算里边挑了又挑 终于夹起一块 刚要送到嘴里 却发现这软糊糊的 竟是一块猪大肠 灯食险些作呕 他心里狂吼道 人怎么能吃这个呢 洗干净了没有啊 不会还有屎吧 张二爷终究还是勇气不足 放下筷子 跟王贤打开话头道 你老弟可真不够意思啊 都回来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跟我联系 二爷这话心想啊 我现在就是一瘟神 哎谁谁倒霉 哪还敢给旁人招货啊 王贤回过神苦笑道 也就是二爷这样 神鬼披义的身份 才不在乎我那些仇家 敢大大方方约我 出来吃花酒 嘿嘿 这话张尼听着痛快 得意洋洋的笑道 怎么样 患难见真情吧 是啊 打接到二爷的帖子 我这心里就暖哄哄的 王贤一本正经道 这一刻不耽误 就来赴约了吗不是 嘿 我张二请客 哪回不是不求最好 至求最贵 张尼白他一眼 加一块的猪费道 结果这次倒好 咱俩就在江边吹着风吃这个 卢主 王贤道 其实还挺好吃的 再来一碗 你还真吃上瘾了 张尼美好气的白他一眼道 别给我丢人了 成不 你不去青楼 咱们去酒楼也成啊 二爷我在一品楼上 常备着包厢 我带你去吃点 人吃的东西 哎呀 不用换地方了 王贤摇摇头道 咱们来日方长 我现在是龙肝凤髓也吃不出味来 就是找个地方和二爷说说话 哎 这里倒是个说话的好地方 张尼看看四周 凉风袭袭 春光以你 说吧 有什么事啊 嘿嘿 王贤就喜欢张尼这点 虽然满身荒淫顽酷气 但为人痛快干脆 说一事一 是有个事 想拜托一下二爷 我这两天排了一出戏 可是啊 苦于无人欣赏 你也知道咱是个外来户 认识人没几个 只能请二爷帮着请请人 看看能不能找几位贵客 利临指导一下 嘿 你还有心情排戏啊 嘿嘿 有意思有意思 什么戏啊 张尼这样的风月扳头 对吃喝玩乐的事情 都充满了兴趣 闫罗殿 王贤淡淡道 还真有戏啊 张尼再一想觉着 王贤葫芦里肯定还有别的药 有些胡一道 哎 你府里养着戏子吗 用不用我给你 借几个明觉就场啊 不用 王贤摇头道 这出戏 全是由我衙门里的人来演 保证精彩就是 见王贤卖关子 张尼也不追问 保留学念 到揭开谜底的一刻 才有趣味 便笑道 好 我不问 不管你想找多少人来看戏啊 也不用太多 不过 得是皇上很信任的人 王贤想来想去 皇帝最信任的几个人是指望不上的 只能退而求其次 请那些也很得皇帝信任的公侯伯爷们捧场了 当然分量上肯定不足 实在不行 还是得以量取胜 啊 你这是要让他们当见证人 张尼听出点道道来 看来这件事很重要了 当然很重要 不然岂会轻易劳动二爷 王贤笑笑正色道 不过这件事会彻底得罪纪纲 二爷啊 千万不必勉强 只要替我保密就好 这话说的该答 我是怕事的人吗 张尼脆一口拍着胸脯道 既然认了你这个兄弟 那就没什么好 风里来火里去 陪你一起把他干挺的就是 说着黑黑笑道 要是咱们能把纪纲给干挺 那我以后可就疯光了 看我哥还说我整天不干正事 听了张尼的炎炎之言 王贤心里这个汉 不禁暗叹一声 这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啊 有英国宫这棵遮风挡雨的大树 别人怕纪纲 张尼却是一点都不怕 但王贤还得嘱咐一声 你考虑考虑 再答应也不迟 这时候又一海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炉煮端上来 王贤并不管他 埋头大吃起来 这阵子天天担惊节律 少食缺窖 这还是头一次吃这么痛快 见王贤吃得津津有味 张尼还真好奇了 难道这玩意儿还别有风味不成 想到刚才都说了 刀山活害也陪他下的大话 连一碗炉煮都不敢吃 也实在说不过去 张尼也终于鼓起勇气 圆瞪着眼 终于一筷子送到口中 一动不动片刻 张尼开始战战兢兢的咀嚼起来 然而预想的反胃没有出现 反而感觉唇齿流香 美味的紧 那张尼呀 那张扭曲的脸渐渐展开 眼睛也眯起来 末了使劲扎扎嘴唇道 嗯还真挺好吃呢 结果那天晚上高贵冷艳的张二爷吃了整整三海碗炉煮 撑着他抱着肚子哼哼道 哎呀真没想到这玩意儿真真真真真好吃 哈哈哈哈 所以说英雄不问出处 好吃不管卖相 王贤大笑起来道 只要这块二爷给我把人找好 我再请你吃更好吃的 成 张尼扶着桌子站起来道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就是想找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的人呗 这事你找别人还真不好办 找我可算找对人了 说着拍拍胸脯道 包在我身上了 注意保密啊 王贤嘱咐一声 放心 我有分寸 张尼笑道 吃饱喝足 你真不跟我去乐壳乐壳去了 二爷你这就不厚道了 王贤郁闷道 故意缠我还是怎么着 哎我没那意思 张尼神秘兮兮的笑道 其实不是非得去青楼 才能快乐的玩耍的 这京城暗藏的温柔香多了去了 我带你去监视监视 倒真想监视一下 王贤苦笑道 不过啊 季刚的耳目众多 暗中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咱们呢 对我来说 哪也不隐蔽 这倒也是 张尼同情的看看他道 那只能等你干掉季刚 大全独揽之后 兄弟我一定给你包下最红的青楼 请秦淮实验 一起捧场 秦淮实验 王贤一愣道 不是秦淮八雁吗 哎不过是个噱头而已 你说八雁就八雁吧 张尼笑嘻嘻道 老弟既然如此 那兄弟我只能独闯 桃花账咯 说着朝他急急眼道 兄弟我也是为了正事 得靠那几个玩的好的兄弟 才好说动他们家长辈 不是 哎 王贤点点头 一抬手 边上的忠有盲 递上一个信封 不能让二爷出离又花钱 这点经费你先用着 不够 只管跟我说 收起来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张尼却变了脸色道 老子是缺钱 但绝对不拿兄弟的钱 说着怪罪的看一眼 王贤道 你是不是没把我当兄弟啊 此言差矣 朋友有通才之意 你跟我客气 那才叫见外呢 王贤却摇头笑道 正是把二爷当兄弟 才想让你发点小财 嘿 张尼笑骂道 让你这么一说 我不要还不对的是吧 那当然 王贤认真的点点头道 哎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一世人两兄弟 咱们不说废话了啊 张尼这才有些扭腻的 把信封收起来 挥挥手笑道 我去给你找人了 拜托了 王贤笑着与他作别 带张尼走远了 一旁的周永才无语道 这些世家子弟真能装 明明见钱眼开 还得假匹青 谁知青则无鱼 人知茶则无土 王贤却不在意的笑道 何况张尼还是有分寸的 他要是打着他哥的旗号 胡作非为 早就发大财了 哪还会稀罕这点小钱 大人 您说他这次约您出来 经没经过英国公的同意啊 周永小声问道 应该是经过了 不过人家不承认 谁也没招 王贤道 其实像英国公这样的设计重臣 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选边站的 但他拦不住他兄弟啊 张家老三已经被汉王 拉去做指挥使了 我们要是再不拉住张家老二 英国公就彻底变向汉王了 像他这样的重臣 不用为汉王摇旗呐喊 只想稍稍流露一点倾向 就足以让天平倾斜了 好在张二爷主动联系大人 看来是想跟咱们这边结好 周永庆幸道 大家族才有两边下注的资格 这样不管谁赢了 他们都不会输 王贤嬉笑一声道 张你想通过我跟太孙联系上 太孙也想通过我跟他联系上 你请我愿干柴烈火 也就不足为奇了 接下来再看延青这边 不得不佩服延青的能耐 根本不用王贤操心 他带人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 一天之后便跟王贤汇报说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王贤让他们预演了一下 感觉效果还真是绝佳 不禁对延青大加赞赏 延青倒谦虚的表示 主要还是无为这些人啊 素质很高 自个儿有什么想法 他们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办到 自己不过是只动动嘴巴了 经过王贤开讨 无为也转变了态度 盲说啊 主要还是严先生筹谋得当 居中指挥的功劳 见他们相处的 比预想的融洽很多 王贤也是高兴极了 当即表示 待今晚过后 便给所有人放假三天 以资鼓励 众手下也是好久没有假期啊 文言全都兴高采烈 一个个干劲十足 再次演练起来 唯恐到时候出了岔子 坏了大人的大事 大人 现在就看您能请来什么人了 严青对营造的效果满意极了 所以分外渴望有够分量的观众 能把看到的一幕传给皇上 嗯 放心吧 王贤笑道 保准超乎你的想象 但其实他心里 对不靠谱的张尼 那一点谱都没有 但从严青那边出来 王贤便问负责和张尼联系的帅徽道 张老人那边怎么说 张二爷说大人放心吧 观众阵容保准超乎大人的想象 帅徽笑道 这些天 属下在张二爷那边啊 看他尽心尽力软磨硬泡 还真是把大人的事当自己的事呢 说着笑笑道 他说呀 就是自己的事也没这么上心过 一定不会出岔子的 但愿吧 王贤嘟囔一声 便进了牵牙房处理公务 他怎么也集中不起精神来 隔一会儿就看看墙角的沙漏 只觉着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好容易挨到夕阳夕下 王贤干脆啊 推下手头的公务 翘首以待起来 按说他是见过大市面的 不该这样 可今天玩的实在是太大 太荒诞 要是一旦眼砸了 自己就彻底弄巧成拙 不说 恐怕连仕途都要走到头了 说实在的 王贤那天头脑一热 同意了严青的方案 但睡一觉隔天起来 便又觉着无为说的有些道理了 自己干嘛要冒这个险 万一偷击不成十八米怎么办 不过王贤有个好处 定下的事情就不会改变了 他更不能让严青看清了自己 所以其实是在硬撑着 等啊等 等到天色擦黑 却没等到一个大人物 连张尼都不见踪影 王贤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这不靠谱的家伙 不会是牛皮吹破了吧 那只好取消计划让大家一番辛苦泡汤了 就在他准备下达命令时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王贤一看是满头大汉的率辉 和同样满头大汉的张尼府上管家 两人气喘吁吁跑过来 给王贤行礼后 便上气不接下气道 大人出状况了 先把气喘匀了再说 王贤心里咯噔一声 只能表面镇定的下令 张尼的管家乃武将出身 调云气息的速度比率辉快多了 那边率辉还在呼吱呼吱大喘气 他已经可以正常禀报了 当然 我家二爷原本已经约好了 成国公并几位侯爷来给大人捧场 二爷为方变故 今天中午还差小人挨家具血人了 都说没问题 一定二十到场 结果出了什么变故 王贤沉声问道 结果二爷都要出发了 却接二连三接到那些人的传信 说家里有事去不了了 张尼的管家脸色也很不好看 这种赤裸裸的打脸 连他这个当管家的都受不了了 愤恨道 有的说突然闹肚子 有的说突然脚扭了 有的说家里儿媳突然要生了 别瞎话也不用心点 就是存心在羞辱我家二爷 也许事出有因啊 王贤倒觉得无所谓 来不了就来不了吧 可能是那些工业侯爷 不像张尼这么二百五 还是很忌惮即刚的 哎 管他什么原因 要是不想来早点说呀 中午答应的好好的 世道临头在变卦 这不把人当猴耍吗 张管家不愤道 这下我家二爷找别人也来不及了 他让小人给大人带话说 他这就去成国公家 要是成国公还不肯来 他就一头撞死在他家门口 二爷这是何必 大不了这出戏不演就是了 让他跟那些好兄弟闹得不快 就太不值得了 王贤苦笑一声道 不行 我得去劝劝他 这不光是大人的事 还事关我家二爷的颜面 张管家苦笑道 您去也是白搭 由这儿也闹去吧 闹够了也就消停了 张管家这种张玉麾下的家将 被张福指定为张尼的管家 其实监督照看的意义 要大于给他管家的任务 这事闹的真是 王贤探口气 郁闷的背手转回 来到预备座阎罗殿的玉神庙前 看到忙忙碌碌在座 最后准备的一众手下 他感觉实在无法启齿 但也只能开口道 大伙停一下 从言轻以下 所有人都停下手头的活计 眼里满是兴奋的盯着王贤 虽然他们办过的案子不计其数 但像这次这样新奇的 还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这可是要扮演阎王小鬼 把阎罗殿搬到人间呢 出了点意外 说好的观众来不了了 看着这些眼睛熬得通红的忠心手下 王贤有些艰难说道 谁知话才说了一半 便听一个急吐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说好的观众来不了了 但来的更大盘的观众 伴着这一声叫唤 满头大汗的张尼出现在王贤面前 一脸怪异道 大伙啊 加紧准备啊 这次只能成功 不能掩砸 众人心说你谁呀 说话这么大口气 也不怕风大傻的舌头 自然没人鸟张尼都望向王贤 是这样的 临时来了贵客 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出岔子 王贤瞥一眼不靠谱的张尼 对众人一摆手道 搁救各位吧 诺 众人不知方才发生了什么 不过他们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先全身心的准备 接下来的表演再说 王贤则和张尼走出玉神庙 叹气道 你屋里卖的什么药啊 哎呀 一言难尽 我也不知道是帮了你还是害了你 向来大言不惭的张二爷 竟然出奇的言语闪烁起来 现在不是细说的时候啊 总之啊 你赶紧让手下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就当是皇上来试茶吧 千万别出娄子 你这比喻还真是 王贤说到一半 咕咚咽口吐沫道 难道真是皇上驾到 是啊 张尼哭丧着脸道 刚才我管家来跟你说了吧 我去成国公家质问 他到底为什么放我哥子 结果这家伙说 是皇上让他放的 还说是他在半价时 无意中对皇上提起这件事的 结果皇上来了兴趣 竟要微服来看戏 朱雄已经去接驾了 圣驾随时就到 话音未落 便听外面一阵嘈杂 帅回一脸见鬼的跑过来 大人 快快快快快接圣驾 不要慌 一切如常即可 王贤皱皱眉头 沉声吩咐道 是 帅回灯时满心惭愧 心说我和大人的境界是越差越远 张尼也直出大拇指道 有周雅夫的范 王贤只故作高深的一笑 其实他今天为了这出戏不出岔子 已经采取了最高等级的安保措施 既然已经没法再加强 那又何必再故作紧张啊 说话间 玉神庙已经涌进来几十名身穿紧衣的汉子 二话不说便以最快的速度 扑向各个显耀之地 这些人极其训练有素 动作迅捷无比 只是他们动作再快 也敌不过先来后到 他们所有人预备占据的位置 都已经有身穿黑衣的锦衣卫把守了 情况不明 锦衣卫纷纷抽出兵刃 那些锦衣汉子只好颇为尴尬地站住脚 为首的一个从怀中摸出腰牌 亮给王贤道 我们是大内侍卫 之前率回已经验过腰牌 王贤也没必要再做做了 便点点头 肃然道 可是胜价 不错 那锦衣首领点下头 下官全凭差遣 王贤忙拱手道 那锦衣首领环师一周 有些无语道 防备已经很完善了 只要把那些位置让出来就好 撤 王贤一声吩咐 锦衣卫便让出了少尉 那些御前带刀的大内侍卫 则取而代之 转眼便隐匿在黑暗中 在王贤和张尼来到御神庙门前空后 却没有见到御想中的黄黄仪仗 只见数十名锦衣骑士 从远处飞快而来 转眼便到眼前 待随护的骑士分开 便献出被护在核心的两记 只见为首的绿袍中年人 身形壮硕 求然茂密 正是大名永乐皇帝 也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王贤觉着朱棣虽然穿着便服 还是一身挡不住的王霸之气呀 皇帝虽然不常见 但王贤和张尼还是能时不时见到的 赶忙率众跪了一地 高呼起来 臣等恭迎圣驾 进去说话 朱棣轻车简从而来 自然不欲引人注目 淡淡瞥一眼王贤 便纵马进了御神庙 朱棣身旁跟着的那个年轻人 不过二十四五岁 胜得面如重枣 壮貌雄伟 脉相十足 便是成国公朱勇 朱勇是禁难大功臣朱能之子 永乐四年 朱能担任征仪将军征讨安南 不幸病死于军中 追封东平王 嗜好武裂 皇帝痛失心腹爱将 转过年来 便让朱勇席了他父亲的爵位 当时朱勇不过才十五岁 变成了大明朝的国公爷 而且皇帝爱乌吉乌 对酷笑其父的朱勇 很是疼爱 时常将他带在身边 亲自教导他兵法武艺 说世若己出也不为过 这次正是朱勇陪皇帝射箭的时候 讲些好玩的事给朱棣解闷 才不小心说漏嘴的 朱勇和张尼年龄相仿 那是光着屁股玩到大的铁哥们 见这次给兄弟惹了麻烦 他朝张尼急急眼 便不好意思的跟着皇帝进去了 带朱勇进去 王贤和张尼便起身相识苦笑 事到如今只能自求多福了 两人默默跟了进去 便见朱棣立在院中 饶有兴趣的打量着 彻底面目全非的御神庙 最醒目的一处变化 便是原先的牌匾被撤掉了 换成一块蓝底红字 刘金的牌匾 上书三个令人触目惊心的 传书 阎罗殿 王贤 你搞什么名堂 朱棣看向王贤时 面色却是不善的 镜像是在兴师问罪 王贤王跪地请罪道 皇上 臣奉旨意重审水车巷杀人一案 然而此案今日久远 大部分人证物证拒已湮灭 嫌犯又死不从口 臣也是实在没办法 只能出奇招了 哼 我看你是瞎胡闹 朱棣翻翻白眼道 其实皇帝不是弃王贤瞎胡闹 而是弃他邀请一众公猴来观看 虽知道他是想请人做见证 以免再出变数 但这难免有脅迫圣意之嫌 这才是皇帝不快的原因 不过王贤一说是齐大柱的案子 朱棣也就释然了 那案子让多少官员丢了乌纱 刑部和督察院的唐官都牵连进去 到现在还纠扯不清 王贤实在是太想斩断这个牛皮案了 一时用力过猛 没考虑那么周全 倒也是情有可原的 说起来啊 这真是王贤的疏忽了 他没想到这样会让皇帝不高兴 不过幸运的是 他之前在英国公身上下的功夫没白费 张辅几句美言 让皇帝对王贤的好感大增 有道是情人眼里出西吃 虽然皇帝和王贤不是情侣关系 但因为对他印象很好 这才会凡事往好处去想 可见做人还是要有贵人相助啊 当然本身的机民也必不可少 王贤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疏忽 王一脸惶恐的说 是臣思虑不周 此时应先请示皇上的 说着有些修难道 臣当时觉着此举太过荒谬 担心会被皇上训斥 哼 你这样不是更得哀训 朱棣哼一声 但这样说就意味着 王贤很幸运地过关了 果然朱棣白白手道 算了 你是主审官 请勋贵陪审也合情合理 顿一下便转了话题道 你不是要演戏吗 什么时候开演啊 朕特意从宫里出来看戏 你可别演砸了 王贤这才暗暗松口气 发现自己后背都湿透了 所谓半君如半虎啊 古人成不起我 皇上请一步偏电 那里是观众席 并定神他向朱棣请罪道 事先不知皇上驾临 因此把座席设在了东侧殿 实在是罪该万死 朕没那么多讲究 朱棣白白手 便龙行虎步地往侧殿走去 就算宫里的戏班子演戏 也没说让朕坐在正中的台上啊 他们跑到台下演 皇帝说了笑话 够资格笑的人马上被逗笑起来 张尼没有王贤的演技 又不像朱勇士在皇帝身边长大的 所以难免笑得不自然 就像被人挠痒一样 偏生朱棣眼尖无比 一眼就看到张尼的表情 但皇帝却想叉了 以为他还为之前的事情难释怀呢 便笑着替朱能解释道 张尼 你别生朱能的气 是朕让他阻止那些客人前来的 不是你面子不够 也不是朱能不够兄弟 要怪就怪朕吧 臣不敢 臣惶恐 张尼前两句还算正常 随后又舔着脸拍马屁道 不过臣没生朱勇的气 他虽然替我辞了好几个客人 可他帮我请的客人 却比我请的人贵一万倍 所以陈飞旦没生他的气 感谢他还来不及呢 那就好 那就好 朱棣被张尼的马屁拍得很受用 大笑着进了偏殿 耕骨沉沉 万籁俱寂 今夜星月无光 阴云密布 黑暗笼罩着 北镇抚思诏狱 使这座京城百姓 文之变色的恐怖监狱 愈发显得阴森可怖 在这座两丈高 顶部布满荆棘的青砖深墙内外 流传着许多恐怖的传说 都说一天黑啊 墙角下便有许多冤鬼在游荡 若是走近了 还时常听到鬼哭声 还说那条通往赵玉入口的忧神永道 是鬼门关的一条入口 因此天意黑啊 除了必须要巡逻的锦衣卫 就是北镇抚思内部的官兵 也不愿靠近赵玉一步 不管那条涌到是不是通往地狱的黄泉路 赵玉内部 确实是暗无天日的活地狱啊 潮湿幽暗的牢房中 不分昼夜都是一片黑暗 只有石墙上每隔一段距离 嵌着的风灯 放射出一点昏黄的光 弱弱的照射着那一间间 粗铁栅栏围起来的牢房 虽然外面已是阳春三月 但这赵玉帝牢中仍是阴风嗖嗖 彻骨深寒 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腐臭气息 寻常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要生病 牢中的犯人整天待在这种环境中 许多人支撑不住鱼死了 剩下的就算不死 也已经苟延残喘 人不人鬼不鬼了 他们已经彻底麻木了 恐惧疼痛羞耻 那些人类与生俱来的感觉 一样样的迟钝丧尸 就连老鼠啃视他们腐烂的肢体 都无动于衷 原北政府司副政府李春 就被关在这里头 王贤那日开堂审案 虽然李狗儿咬牙 揽下了所有责任 但李春一个寻私庇护 污害良民的罪名 是跑不掉的 因此退腾之后 他便被投入了赵狱 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 这一个月来 李春整日蒙受狱卒的 欺凌唾骂还在其次 更让他痛苦不堪的是 饥饿和绝望 按照规定 赵狱里每天开两次饭 卯食第一餐是清水一样的稀饭和一个鸡蛋 大的黑面窝头 有时呢 第二餐则是沙子比米多的糙米饭 配上清水煮的白菜 这样的伙食真是能活活饿死人的 为了减少消耗 囚犯们只能每天躺着一动不动 当然了 他们也没力气动弹 狱卒们没有因为李春曾是他们的头头 而给他特别的照顾 这三天来更是像忘了他一样 不是不给他早餐 就是不给他晚餐 甚至今天啊 一餐都不给 李春饿的是两眼昏花 一动不动的躺在稻草上 连喘气的力气都要没有了 比饥饿更难挨的是绝望 那日过堂之后 李春就彻底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知为何过了这么久 大都督还不来搭救自己 莫非是大都督已经放弃自己了 还是说大都督自己也遇到了什么麻烦 不管哪一种可能 李春都知道 随着被关押的时间越来越长 自己获救的希望就越渺茫 一想到为了不牵累继刚 却赔上了自己输职的性命 继刚却不肯拯救自己 李春就满肤怨气 他恨不能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让继刚也来陪自己一起坐牢 不过这也只是想象 他要是敢把继刚供出来 全家老小几十口都得死光 李春被饥饿和绝望啊 彻底打倒了 他全身无力的躺在稻草上 任由牢房中受骨灵循的老鼠 在身上窜来窜去 却一点也不想 那也没办法驱赶他们 他已经动不了了 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幻觉 让他明白自己这是在等死 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彻底解脱了 就这样 昏昏沉沉的挨到二鼓之后 李春啊 忽然听到一声恐怖的鬼叫 接着 一阵阴风 洒洒地吹到牢里面 一盏盏风灯接连熄灭 牢房中玉卒的堵钱声 囚犯的呻吟声 转眼也听不到了 就连刚才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的老鼠 也突然不见了 整个牢房突然死寂一片啊 李春能清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这诡异的安静让李春害怕极了 忙用尽力气挣扎着坐起来 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只见两盏放着惨绿色光的灯笼 从牢房通道尽头缓缓飘了过来 那灯笼左右根本没有人 就这么孤零零的飘过来了 悬停在他的牢房门口 李春被这一幕害得是浑身体毛之术啊 但是更恐怖的 还在后头呢 只见不知何时 又有两个人立在牢房门外 一个穿着黑色的长袍 戴着黑色长帽 另一个穿着白色长袍 戴着白色长帽 这俩人都是面色惨白 双目雪红 嘴里生着长长的舌头 悬空立在牢房外 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没错 这两位是悬空的 离地足足一尺 黑白无常 李春失声叫起来 一颗心彻底的冰凉啊 我果真大现已到了 你可是李春 黑白无常同时鬼气森森地问道 也不见他们嘴巴动 便发出令人牙齿打颤的声音 是 李春失声道 你的阳寿近了 跟我们见阎王去吧 黑白无常沉声说道 便见黑无常手中的枯丧棒一甩 那上锁的牢门自己就开了 枯丧棒又一点 牢房中火光一闪 舒然蹦出一个青面獠牙 通体有黑的恶鬼 他两步来到李春面前 提起李春的头发 便将他扛在肩上 李春早已经吓得屎尿横流啊 哪有一丝力气反抗啊 但被恶鬼扛在肩上 他只觉着那丈二恶鬼 全身极冰极冷 喷出的鼻息啊 恶臭无比 已然吓得是魂魄出窍了 再一看自己刚才躺的地方 竟赫然还躺着个人 定睛一看 不是自己又是哪个 当时就吓昏过去了 昏昏沉沉中 也不知经过多少黑暗之处 过了多少道尸山雪海 看到多少游荡的孤魂野鬼 他终于来到一处 宏伟的殿阁外 只见许多青面獠牙的鬼族 站在街下 这时那黑白无常已经不见了 唯有那背着他的鬼族 将李春一下丢在殿前 朝迎上来的鬼族唱个诺 便转身消失了 浑浑噩噩间 李春便被两个鬼族 用冰冷的铁链锁了 牵着他进了重重殿阁 李春早就昏不附体啊 身不由己的随着那鬼族 穿过一间间殿堂 半间那殿中毫无例外 阴气森森 只有暗淡的绿色的光 照射在那些鬼族身上 他分外可怖啊 更可怖的是 那些在鬼族手下受刑的人 有的被吓在沸腾的油锅中挣扎 半边身子都只剩骨头 却仍然惨叫不已 有的被大巨巨成两段 上半身还茫然的爬着 寻找自己的下半身 还有那女犯 被鬼族掰开嘴 用铁钳拔出舌头 那连根而出的舌头 带着血甩在李春的眼前 纵然他曾以酷刑为乐 也再次被吓昏过去了 到了这会儿 李春已经对自己来到 阴间深信不疑了 当他看到那些受刑的犯人 陡然想起了自己在阳间的罪行 真要是追究起来 可谓是庆祝难输啊 这要是叛起刑来 还不得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声 带到李春再次转醒 边见自己跪在大堂上 堂上设了一张大大的公案 中间也无高照等物 唯有一对竹台上 点着绿豆大的绿蜡烛 光芒悠悠 隐隐能看清 公案后端坐一个身穿龙袍 头戴帝王免的 黑面求然的帝王 显然是阎王爷无疑了 在阎王下手左侧 则立着个身穿大红蟒袍 头戴乌纱的官员 只见他左手持着一本案卷 右手指定一支铁笔 只见他面色电青 神目如电的朝自己望来 李春只感觉自己的肺腑 都被看透了 所有的秘密都尽收对方眼底 显然这是判官 那阎王和判官之下 又势力着许多 杖二高的牛头马面 各持鬼头刀 白骨棍 威风凛凛 立在堂下 被这群巨大的鬼神包围着 李春感觉自己 像是婴孩一样 忙双膝跪地磕头如捣蒜 他知道自己干的那些事 能在阳间瞒得过人 却瞒不过阴间的阎王 那一笔笔都在生死簿上寄着呢 抵赖不得呀 只能抢先坦白 争取宽大处理了 这时候 那黑无常不知从何处出来 又是悬空着飘到阎王驾前 唱个诺道 放阎王差遣 将大明应天府人士 李春带到 请判官 验明正身 嗯 所据不错 正是此人 那判官点点头 朝阎王爷拱手道 呜 你 退下吧 那阎王爷一开口 声音如红钟一般 震得整个阎王殿耳朵 嗡嗡作响 黑无常又行了礼 便飘然离去了 便听那阎王 红声问道 催判官 此人在人间 有无罪行 那催判官便翻开手中的生死簿 念念有词一番 抬头啊 厌恶地撇了李春一眼 然后对阎王禀报道 启禀大王 此人作恶多端 其罪行 朕可谓庆竹难输 酷恶不君啊 阎王闻言震怒 重重一拍荆堂木 便听殿外雷声滚滚 只听阎王抱贺道 既然如此 将他打入十八层地狱 受那龙征刨落刀山游锅 绝行刀具之行 永世不得超生 诺 阎王一声令下 那牛头马面便舞动刀枪朝李春刺来 李春一句 大王饶命还没出口呢 肩背上早已中了一枪 顷刻之间血流不止 李春却感觉不到多少疼痛 心说 我果然是死了 两旁正要一起动手 将李春插入地狱 那崔判官却喊一声道 且住 崔判官的地位看起来不低 这一声 让阎罗殿内的牛头马面停住手 阎王爷则有些不快道 崔判官 你什么意思 大王且请息怒 围臣突然发现 这阵子有几个冤鬼来阎王殿告状时 状告的正是辞了 崔判官方解释道 那几个冤鬼怨气冲天 又不肯去投胎 整日在殿外冥冤 煞事恼人 这李春 纵难逃阴遣 何不将那几个冤魂提来对质 以解他们的怨气 不错 阎王爷一寻思 转怒为喜道 把那几个冤鬼带来 两旁的牛头马面忙一声应答 便见大殿中阴风萨萨灯火昏暗 鬼哭声一阵紧似一阵 不一会儿 牛头马面带上一个无头鬼 那鬼身抬高大 穿着一身死囚服色 手里抱着一颗血淋淋 死不明目的脑袋 那脑袋 七孔流血 面目猙獰 但李春还是能模糊看出 似乎是那被处决的齐大柱 更让人惊悚的是 那脑袋竟然说话了 他愤恨地盯着李春咆哮起来 恶贼 还我命来 齐大柱 你且站到一边 若再敢咆哮阎落殿 非把你打入血池地狱 推判官陈生逊知道 那头颅才畏惧地闭上嘴 被身躯捧着退到一旁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啊 却仍在黑暗中愤恨地注视着李春 不一会儿 又有个伸着长长舌头的老夫被带上来 那齐大柱一见到他 就哭喊着叫娘 显然这老夫便是齐大柱的老娘 当日那齐大柱被处决后 他娘也跟着上吊死了 所以成了吊死鬼 娘俩见面抱头痛哭啊 见阎王爷又流露出不耐之色 催判官忙示意 牛头马面将他们俩分开 下一个被带上来的 是个蹊跷流血的壮硕中年人 这人李春不认识 但凭猜测也知道 他是被自己侄子堵死的张铁匠 不过李春倒是认识 第四个带上来的冤鬼 竟然是那父神此案的缘 刑不郎中 言清 言清不像别的鬼那么没规矩 向阎王爷恭敬的行了大礼 便在指定的位置上立好了 银曹地府就有这个好处啊 不愁没有人正 就连那做了王死鬼的张狗子的娘 张马氏也被从王死地狱 带到了殿中 待这些冤死鬼 一个个立在李春面前 若非是觉着自己已经死了 李春啊一定要被活活吓死 听着那些死鬼 不停地向李春索命 阎王爷一阵烦躁 拍案道 儿等烧安勿躁 那李春既已在此 这阎罗殿上 害怕他不肯招供吗 那几个死鬼 这才乖乖地闭嘴 阎王爷又转而对李春 吏声喝道 李春 你在世间干了欺君恶事 可知罪吗 李春啊浑身筛康似的发抖 一个劲的喊冤 一旁的崔半官又道 喘祸 到了阴间还想抵赖 这生死簿上写得明白 你在阳间收受贿赂 陷害忠良 杀人灭口 欺君网上 罪灭深重 阳间被你瞒过了 在我地府中却断难遮满 所谓善恶有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现在就是你遭报应的时候了 除非另有隐情 某则不管你招还是不招 都是在劫难逃了 崔判官将除非另有隐情 这六个字念得极重 让李春心中打了个机灵 还与他罗造什么 阎王爷拍案骂道 大明当今永乐皇帝 乃荡药除魔的真武大帝转世 最是英明不过 岂能指使这四为恶 一定是他自己 坦途贿赂 欺君弄权的 这种大奸大恶之徒 从来明顽不灵 现在 既然苦主人正都在 量他也无从分辨 休要浪费姑的时间 左右 余辜应由国伺候 大王 规矩不可费 崔判官小声劝谏道 转轮王 可早想找由头 告大王的刁状了 哼 那次只管放马过来 阎王爷眉头一挑 却还是从善如流道 那就让他招吧 若是此聊有半句迟疑 必是心想脚赖 即将他插入游国 令他永世不转轮回 两旁答应一声 便有牛头马面在一旁 加油的加油 天火的天火 专等李春说了口供 即将他插入 李春见这样的情形 情知自己再劫难逃了 心下便起了计较 听阎王和判官的意思 如果我是元凶 则要下十八层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若我只是从犯 则虽然也要下地狱 但总还有个超生的盼头 再说自己已经死了 在阴间说出真相 有什么打紧啊 难道还能传到阳间去不成 想到这儿啊 他彻底放开心房 大声招供道 小人自知罪孽深重 不敢求大王饶命 然而请大王明鉴 小人在阳间 不过是个无品小官 一切不过一命行事啊 上逢有令 小人要是不照做 就会利遭横祸呀 混账 你还敢污蔑永乐皇帝 阎王怒不可恶道 左右 给我插进油锅里 大王且慢 小人说的不是永乐皇帝 而是锦衣卫都督季刚啊 李春芒大声道 季刚此人 飞扬跋扈 意狠狭诈 对他的敌人 最是残忍不过 这些年来 小人做的恶事 皆是出自他的命令 并非我的本意啊 他都让你做了什么恶事啊 崔判官沉声追问道 多了 什么残害忠良 杀人灭口 刑讯逼供 恶人家财 李春道 若是一样样说起来 一天一夜也说不完 就说今年开年以来 他要我谋害谢金一事吧 当时小人听说 谢金是天上的文曲星转世 这样的人杀不得 何况皇上只是问了句 禁犹在焉 并没有明智要杀他 但吉刚不听劝 非要杀他 吉刚说 此人是个祸害 专门和自己作对 要是皇上哪天心血来潮 把他放出去 那就麻烦了 所以一定要抓住 圣意模棱两可的机会 将他杀死 说着李春一把鼻涕一把泪道 小人为救谢学士 也是出过力的 只是胳膊扰不过大腿 只能认吉刚 把谢学士杀死 吉刚就是这样 将赵玉视为自驾的私人监狱 想让哪个死 哪个就不能活 小人不过是个狱卒 为他背了太多黑锅 邱大王明见 那齐大柱杀人一案 又是怎么回事 崔判官趁热打铁道 你快快从事召来 或可从轻发落 若有半句虚言 勇士不得超声 是是是 罪人一定坦白从宽 李春已经彻底投降了 自然竹筒倒豆子道 此案 其实原本与北镇府司 并无关系 只是牵扯到本司一名密探 那日 那叫张狗子的密探 急匆匆的来求我相救 原本小人是不管的 但他有一对家传的碧玉西瓜 是前缘皇室至宝 可惜被他娘藏着 不肯给他 他想把那对碧玉西瓜 献给小人 作为尽身之姿 便想趁着他娘睡觉 去偷他娘的宝贝 谁知道老太太睡觉急轻 还是发现了他 死拽着他 让他放下宝物 张狗子好容易得手 那自食不肯啊 便夺路而逃 谁知他娘也不是吃素的 竟坠在他身上不下来 还大喊抓贼 他一时冲动 就拔出刀来 给了他老娘几刀 这才得以脱身 听到这儿 阎王爷妄想的 王死鬼张马氏道 他说的可熟识 那张马氏归气道 他说的不错 杀我者正是我儿 可怜我含心如苦 把儿子养他 最后竟丧命在儿子手中 说着哭得更是伤心欲绝 好了 不要伤心了 你儿子的杨兽 也马上就进了 带他被拘到地府来 鼓替你严惩他就是 阎王爷一挥袖子 张马氏便消失在黑暗中 阎王爷又对李春道 你继续 张狗子脱身以后 说他把刀子丢在湖边 藏好那对碧玉习惯 又折回家中 带着他婆娘 回丈母娘家去了 他婆娘虽然没亲眼 看到他杀人 但知道前因后果 总能猜出个究竟 他本想把他老婆 也杀了灭口 但他老婆是个幽物 他有些舍不得 加上他老婆也很机灵 保证什么都不会说出去 张狗子才打消了 灭口的念头 让他在娘家躲一阵子 自己则回京打探消息 李春接着招供道 谁知张狗子一回京 就听说县里 已经抓到凶手了 便是那卖冷饮的奇大柱 那个倒霉鬼凌晨起来 到湖中踩和仙 结果和仙没踩到 却踩到了张马氏的尸首 吓得他魂飞魄散 丢下自己的筐子和镰刀 便跑回家里躲着去了 天一亮 官府便循着他留下的线索 很快就找到了奇大柱家 又搜出了血衣和血鞋 竟是证据齐全 那杨知县便据此 把奇大柱当成凶手 张狗子则成了苦主 什么事都没有 那他找你坦白个什么 活得不耐烦了吗 推判官陈生问道 若是此案就这样判决 他自然不会生长 可这种死刑的案子 是要刑部复合的 结果此案落到刑部郎中 严亲手中 此人是个精明的角色 从卷宗中看出许多疑点 在暗中访查一番 便排除了奇大柱的嫌疑 将真凶锁定在张狗子身上 但那时候张狗子 已经把一枚碧玉西瓜 献给小仁了 小仁则将他提拔 为正式的锦衣卫 他利用植物之变 探听到严亲 已经查出他才是真凶 这才吓坏了 赶紧去跟我求援 李春道 为了活命 他又献出了一枚必必西瓜 将上小仁也觉着 自己才提拔起来的锦衣卫 就被刑部判为杀人犯 面上实在是挂不住 这才一时糊涂 决定替他出头 你是如何替他出头的 那崔判官追问道 一方面 我请纪纲帮忙 顶住刑部的压力 保住张狗子的锦衣卫身份 另一方面 北镇府子也立案调查 但即使是在威胁证人 湮灭证据 把案子搅合成悉泥 李春招供道 这还是你主导的 怎能算纪纲指使呢 崔判官沉声道 起先确实是小人在主导 可后来刑部的刘尚书 不同意释放张狗子 激怒的纪纲 他认为 刑部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就此接管了主导权 小人和之儿 后来的重重行径 都是出自他的授意 李春把纪纲出卖的 十分彻底 说道 而且纪纲也不是 纯义气之争 他当时正因为 周心的案子而灰头土脸 其实周心的案子 也是如出一辙 都是纪纲为了 维护自己的权威 污蔑陷害大臣 他向皇上强调 文官一直在针对锦衣卫 其实是 相装武剑 意在佩功 目的是挑战皇上的权威 当时周心的案子 皇上一时受他蒙蔽 但最后以周心获释 官赴原职收场 让皇上很没面子 对纪纲也多有不满 纪纲迫切需要向皇上证明 确实有官员在针对锦衣卫 就算没有这个案子 他也会利用别的机会 所以此案后来 完全被他利用了 确实是他在主导啊 阎王爷和崔判官对视一眼 听李春说下去道 后来的事情 都是庄静在给纪纲出主意 他让纪纲故意和刘尚书 在五门前争吵 让这个案子惊动了皇上 皇上把他们交到狱前 询问他们到底为何争吵 两人便各执一词 一个坚持说 其他住是凶手 另个则坚持 张狗的才是凶手 两人争执不下 皇上只好让 又多一时王璋再申此案 那王璋和纪纲是山东老乡 平素关系不错 他能当上总县 纪纲也是出了力的 所以纪纲满以为 王璋再申时会偏向自己 谁知道王璋竟然不讲情面 三审的时候 还是为时刑部原判 李春继续招供道 但是他犹豫的时间太久 纪纲那边已经猜到 这个书呆子会坏事 纪纲早先一步到皇上面前哭诉 说这些年刑部督察院 早就对锦衣卫 侵夺法司的权力心怀不满了 这次他们肯定联合起来 想要借此案压倒北镇府司 继而收回司法大权 所以督察院最后的判决 一定会偏向刑部的 结果判决结果一出来 果然如即稿所言 皇上认为他说的没错 刑部督察院都是在打压锦衣卫 打狗欺主 皇上勃然大怒 立即将刘尚书和王总县停职 又命刑科两名几十中 私审此案 若有差池 严惩不待 皇上的意思很明显了 就是让他们推翻刑部的结论 但刑科都是接公民钓鱼的臭石头 见二位老前辈都舍身护法了 他们岂能落后 依然维持原判不说 还更进一步 痛斥锦衣卫干涉司法 包庇反官 要求皇上限制北镇府司的权力 维护法司权威等等 这两个猪一样的战友 本来是像声援二位老大人 说要却正中了纪刚的算计 他们越是这样喊 皇上就越生气 认为纪刚说的是对的 确实存在一个想对付锦衣卫 继而跟皇帝夺权的文官集团 盛怒之下 皇上将审理此案的法司官员 全都下了大狱 再命大理寺无审此案 庄警说 那大理寺亲胡盖 并不像那些被抓进去的人一样死硬 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荣华富贵 果然 胡盖被吓坏了 他知道自己要是坚持原判 立马就会下诏狱 跟那些法司官员作伴 结果 他推翻了刑部和督察院的结论 认定齐大助士杀人凶手 张狗子则无罪释放 那张铁匠的死是怎么回事 他为何也要你偿命啊 崔判官追问道 那是因为纪都督命我等伪造政务 帮大理寺断案 大理寺从其大助家附近 挖出来的包袱 其实是我们买下去的 李春继续说道 而凶器则是我让侄儿 在张铁匠的铺子里打的 本来并没打算杀他灭口 是发现阎郎中的娘子 在暗中调查此案 为防万一才动得手 狗贼你好狠毒 那蹊跷流血的张铁匠叫喊道 我根本不敢泄露你们的秘密 肃经 阎王爷一拍案 喝住张铁匠的冤魂 崔判官又问李春桃 你说此案主谋乃纪纲 倒也有几分道理 不过你这个说法要成立 还得确定关键一点 你到底有没有将案件真情告诉纪纲 如果没告诉 他仍算是被蒙蔽的 当然告诉他了 纪纲罪是精明狠毒 若是他事后知道我蒙骗于他 必然饶不了我 李春桃叫道 我自然是把案情合盘多出 又献出了一枚碧玉西瓜 这才让纪纲同意帮我 就算他知情 那么是何时知情 崔判官追问道 如果他在面圣后才知情 那也算是骑虎难下 不得已而为之 还是被你胁迫 和刘尚书争吵之前 他就什么都知道了 李春已经完全被牵着鼻子走 把纪纲卖得干干净净道 我一早就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他了 他还是和庄敬商量出这么一出 他明知道自己是在蒙蔽盛兮 假借微服 却一点也不担心 因为他伺候皇上十几年 已经把皇上的脾气摸透了 知道皇上最忌惮 沉下挑战他权柄 只要说有人要夺皇上的权 皇上就会宁网勿纵 这一手他屡试不爽 不知道用来借皇上的手 杀了多少人 李春说的正起劲呢 忽然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吓 从大殿左侧幽暗的帷幕后传来 够了 继而围漫先动 一个高大的身影 气冲冲的走出来 再看那阎王爷和崔判官 竟然全都匍匐在地 瑟瑟发抖起来 李春心说我的天 还有能把阎王爷 吓成这样的阻 莫非是御帝来了 他正茫然的 就见那人两侧 又涌出许多人来 大殿里的灯 也一盏接一盏的亮了 转眼便如白地一般 李春眯着眼 适应的片刻 终于看清 那个怒气冲冲的身影是谁 灯时震惊无比道 皇上 您来印鉴做什么 莫非是驾崩了 都到这会儿了 他还以为自己是在阴曹地府呢 可见言清这场戏之逼真啊 让李春已经是深信不疑 掌嘴 他在这里云山雾罩 旁人却清醒的喊 听他说出这种大逆不道之言 灯时惊怒不已 便有两个大内侍卫闪身上前 狠狠两击耳光抽在李春脸上 灯时打的他鼻血长流 满嘴的牙齿掉了一半 李春看着满地的影子 这才有些回过神来 这哪是什么阴间呢 阴间哪有影子 哎呀 原来我被他们做局坑了 还被皇上看了个正着 李春灯时肝胆剧烈 烂泥一样浮在地上 朱棣铁青这一张脸啊 表情比那方才的阎王爷还可怕 他虽然极力在压制自己的怒气 但胸口还是忍不住 一起一伏 拳头钻得咯咯作响 其实他今天来就有心理准备 可能自己的面子要挂不住了 却万万没想到 这连打得如此响亮 李春竟然说 季刚已经把自己摸透了 可以以自己的弱点 操弄自己的情绪 把自己这个自诩英明神武的皇帝 当成他铲除一己 微服自专的工具 这让向来自负的永乐皇帝 怎能不羞愤难当 怎能不蹊跷生烟 他实在不能再听下去了 再听下去 还不是那李春会说出 什么恶心人的话来 把自己这个皇帝的骄傲和自尊 彻底践踏得一点不剩 所以朱棣忍不住从幕后出来 粗暴地打断了这场精彩的表演 此刻皇帝怒不可地立在大殿上 多过了好一会儿 还是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始终咽不下这口气 天子一怒 浮尸百万 所有人都静若寒蝉地跪在地上 就连始作勇者王贤 也吓得心中打鼓啊 暗暗叫道 这下坏了 用力过猛了 万一老皇帝要是面子上挂不住 要把在场人都杀人灭口了 我该怎么办 那肯定不能伸着脖子让他杀呀 可是又怎能逃得掉呢 王贤正胡思乱想间 终于听皇帝开口了 这案子 就审到这儿吧 杀了这个丧心病狂的狗东西 说吧 朱棣凶狠地瞪一眼 穿着奇装衣服 跪在地上的一干人等 从牙缝中蹦出几个字道 今日之事 哪个敢泄露一句 统统杀无赦 臣等遵命 众人王使劲扣手 保证道 臣等一句话也不敢泄露 哼 朱棣闷哼一声 铁青着脸 拂袖离去了 成国公朱勇也跟着出去 临走前朝张妮和王贤探口气道 哎呀 你们这出戏呀 可真是唱出花来了 那当然 张妮善善笑道 我都说了 肯定让你终生难忘 我倒想全都忘了 朱勇郁闷道 你俩呀 可把我坑苦了 你堂堂成国公 还怕这点事 张妮却不在意道 快跟上去吧 待久了 让皇上以为你是同谋 那我赶紧走了 朱勇脸色一变 朝王贤点点头 便赶紧转身出去了 自然 这场阎罗王审阳坚案 便是出自阎青的杰作 其实哪里有什么阴曹地府 哪里有什么黑白无常 牛头马面 崔判官阎罗王啊 都是人造人办出来的 因为那李春 抵死不肯招供 严青才想出这条计策来 当然那李春也不是傻子 而是经验十分丰富的 前特务头子 想糊弄住这种人啊 那绝对不是容易的事 非得有缜密的计划 天衣无缝的表演不可 发动前三天 严青便让人几乎是断绝了李春的饮食 让他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 严青是老行明 甚至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 会出现思维缓慢 感觉迟钝等状况 甚至会出现幻觉 这时候最容易被牵着鼻子走 为了万无一失 无为还贡献出一种 以曼陀罗花为主要的药粉 下在银水里给李春喝下去 会让他产生飘飘欲仙的幻觉 使他的观察力和意志力大大衰弱 对疼痛的忍耐力却大幅增加 双管齐下之下 李春才会躺在草堆上一动不想动 感觉自己好像看到天国一样 带到了二更石份 藏在暗处的二黑拉洞机关 打开通风口 地牢中啊 灯时风声呼啸 而墙壁上那些风灯 其实被吹得一盏盏熄灭 这样除了为营造恐怖气氛 更是为了接下来的表演不漏破绽 那一对从远处飘来的灯笼 那其实是挂在细绳上的 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很难看出是有绳子的 细绳连接着滑轮 有人在暗处轻轻的拉动绳子 嘿 看上去灯笼就像飘过来一样 而黑白无常并不是人办的 而是出自制作人偶的高手名将之手 名家的手艺本来就是一家乱真 加上黑白无常都是面色惨白 两眼血红 还伸着持续长的舌头 那本来就不像个人样 也没人敢仔细端详他们 所以也不怕被看穿 自然黑白无常其实也是吊在绳子上的 至于黑无常那只拿着枯葬棒的手啊 则是被牵线操作的 就像人偶戏一样 至于那突然打开的牢门 不过是个小机关而已 锦衣卫里边高人无数 搞定这个不费摧毁之力 不过那青面獠牙的鬼族 那只能用人扮演了 扮演者就是咸云身边的黑云子 那倒是本就身材魁梧 又穿了特制的增高鞋 身高达到了七尺 为了演出鬼样子啊 黑云道长啊 那是做了巨大的牺牲 他脸上涂着电缆颜料 头发也染成红色 再装上一对野猪獠牙 那看上去活脱脱是见鬼了 但这还不够 因为他要负责将李春 从牢房带到阎王殿去 两人要亲密接触 稍有不慎还是会露馅 严青便让黑云子 穿上刚从冰窖中取出来 还挂着冰霜的皮甲 又在他身上藏了一条臭鱼 一块臭肉 这样一个通体冰冷刺骨 还浑身散发恶臭的恐怖鬼族 便诞生了 只是扮演鬼族的黑云子本人 也受不了这股恶臭 不过严青有办法 他把黑云子的两个鼻孔 用毛笔头塞住 既能防臭 又能有恐怖的鼻毛 让鬼族的形象更加逼真了 之后黑云子把浑身无力的李春 扛起来 与李春身材相仿的乌云子 便第一时间躺在了李春原来的位置 等把李春的视线调整过来 便看到 自己仍躺在原地 这下彻底接受了自己已死的命运 那一旦真认为自己已经死了 那李春就认命了 所以被带到阎罗殿的时候 看到那些油锅火海 巨人拔舌的时候 便只剩下满心的恐惧了 心说 按照我做过的坏事 怕是所有的刑罚都要尝一遍吧 你说吓得哪还敢仔细端详啊 不过他仔细端详也没用 因为到处一片漆黑 只能看到个鬼影的轮廓 根本分辨不出是人假扮的 待到了店上 依然只点了一点绿豆式的蜡烛 阴风七七 鬼孤神好 那种凄惨的样子 岂不像个阴曹地府 其实弄成这种效果啊 主要还是怕穿帮 那阎网和判官还好说 那些牛头马面 可都是戴着头套 踩着高桥的武士假扮 要是光线好的话 还是可以看出端倪的 无论如何 总之是成功的骗过了李春 获得了想要的口供 只是这口供似乎太猛烈了些 竟让皇帝啊 雷霆震怒了 转眼间 皇帝和成国公便离去了 御神庙里只剩下王贤 和张尼一干人等 因为皇帝离去前的雷霆之怒 大殿中的气氛还有些低沉 怎么样 以二爷的眼光看 还是王贤开口打破了沉默道 这场阎王审案还算过得去吧 太过得去了 张尼笑道 没看到李春都身心不疑了 看见皇上还不信自己在养检呢 说完却终于暴露出心中的担忧道 不过这效果似乎太好了点啊 皇上气成那样 只怕伤人伤己呀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因为皇帝这次丢了大脸 恐怕不会只恨吉刚 还会把王贤这个始作俑者一并恨上 唉 这个 以后再说吧 王贤摆摆手 显然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他转身对满脸追追的众手下笑道 大家都辛苦了 衙门里已经摆好了酒席 回去啊 饱餐一顿 然后便回家好生歇两天 这个月啊 发双响 众手下 登时欢呼起来 天塌下来 个大的顶着 他们并不担心皇上的反应 赶紧去大吃一顿 才是正办 于是众人高兴的返回北镇府司 张尼自然不会同行 虽然夜已经深了 但他有的是温柔相可去 知道王贤不会一起去 张尼也没再刺激他 而是笑道 不管怎么说 这出阎王殿 沈里春 大获成功 季刚那丝啊 这下肯定吃不了兜着走了 你王仲德的大名 怕是要超过冷面铁寒 成为我大明朝的包拯了 人怕出名猪怕状 王贤把他送到门口 苦笑道 我呀最怕出名了 谁都不知道我才好 想的美 张尼笑骂一声 压低声音宽慰他道 至于皇上会不会怪罪 你也别太担心 不是还有兄弟吗 我让程国公给瞧着点 大不了到时候再想办法 补救补救救世了 二爷有这句话 我就比什么都高兴 王贤感激的笑笑 正色道 这次啊 是我给二爷添麻烦了 二爷却一句不埋怨 还这么替我着想 这份兄弟之情 王贤敏感无内 嗨 一世人两兄弟 说多了就见外了 张尼大笑着拍拍王贤的肩膀 上车扬长而去 你当张尼心里不怨王贤啊 但他这样的世家子弟 总有几分过人之处 他知道自己已经和王贤 拴到一起了 而且该干不该干的 都已经干了 这时候再发埋怨 没有一点用 和王贤有了隔阂 反而让自己的一番努力白费 所以他非但不说王贤什么 反而一个劲替王贤着想 让王贤对自己欠情欠义 这才是减小损失 保住收益的正确做法 送走了张尼 王贤回头看看 等在那里的延青 摆摆手 让推车的卫士走开 自个儿亲自推着延青 沿着长长的回廊 往后崖走去 这时是四更天 天空依然 星月无光 不过每根廊柱上 都悬着一盏白色的灯笼 把回廊照得很是亮堂 两人沉默的 走了一半的距离 延青终于忍不住开口道 大人心里可是怪罪在下 嗨 我是那么幼稚的人吗 王贤摇头笑道 答应你之前 我就知道会是这种结果 只是没想到皇上会突然驾到 有些措手不及罢了 哈哈 说实在的 皇上今天来啊 是好事 若是李春这番话 竟由别人之口传到皇上耳中 对大人才会不利 延青道 那你还坑我 王贤苦笑道 不 我知道皇上一定会来 延青却语出惊人道 哦 你从何而知 王贤吃惊问道 大人是后面接受的 不知道这个案子 当时闹得多大 延青淡淡道 当时已经成了锦衣卫 立抗三法司家行科的驾驶 虽然季刚全是滔天 但没有皇上的支持 他也没这么大本事 你是说 皇上其实是被季刚绑上战车的 王贤轻声问道 绑上战车 啊 这个比喻很形象 延青点点头道 虽然李春今天才招供 但以皇上的聪明 早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但当时皇上已经是骑虎南下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 只能罔顾真相国法 硬是把齐大柱给定了死罪 在下和刘尚书和王总宪他们 也被贬官充军 顿一下他语带嘲讽道 看起来这一场 是皇上又一次维护了自己的权威 但其实真正的胜利者 只有季刚而已 正如李春所言 他借助皇上的弱点 将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行客 刑部 督察院 均遭重创 大理寺的胡改虽然独善其身 名声却一落千丈 在士林再也抬不起头来 而皇上的弱点也被暴露出来 非但没有达到维护权威的目的 反而让野心家有了可乘之机 野心家 王贤眉头微微一皱 你是说那两位王爷 不错 言清点头道 他们去遂的行径 于季刚如出一辙 难道是巧合 汉王和赵王 去年对太子的一系列暗算 都是借鉴了季刚前年的经验 正是在季都督的示范下 他们意识到可以利用皇帝担心权威被挑战的情绪 来整夸太子 要不是钟大臣拼死相护 还有大人在山西一锤定音 太子可能真就在了 王贤默默听着心里吃了蜜一样 他原本只把言清看成一个破案高手 想不到此人竟能够指点江山 实在是捡到宝了 皇上事后冷静下来 也会明白自己根本不是赢家 为了所谓的颜面 而将朝廷的法度一手摧毁 算什么明君所为 言清缓缓道 皇上一心想当千古一帝 什么是千古一帝 可以残暴 可以篡位 但绝对不能被愚弄 所以事后皇上回过味来 肯定越想越不舒服 而且刘尚书王总宪 都是人品高贵的国之重臣 却因此被贬出朝廷 皇上不可能不后悔 因此之所以见内一告状 皇上就同意重审 根本原因还是皇上想重审此案了 嗯 王先点点头 承认言清说的很有道理 但皇上肯定会担心 案件审理不受控制 万一审出什么 有损生育的东西怎么办 言清语带淡淡嘲讽道 所以啊 皇上对这个案子的关心 要远远超出他表现出来的 这次 我们要开阎王殿夜审礼春 大人说 皇上能忍得住不来看看 确实忍不住 王贤不禁点头道 看来不让那些薰贵一起来 就是皇上已经预知到 有可能会丢脸了 所以啊 大人根本不用担心 我们其实是顺地心而为 言清缓缓道 就算皇上一时间面子上过不去 待这阵气消了 也只会认为 大人忠诚能干 不会认为你是故意让他出仇 哈哈哈哈 让你这么一说 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王贤开怀笑道 无论如何 还是要恭喜言凶 喜庆冤屈 重获自由 哈哈哈哈 言清笑笑 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大腿 显然没多少兴奋 就算皇帝给他平反 他的腿也好不了了 也没法再出事为官了 仍是个不折不扣的废人 王贤知道言清在郁闷什么 但这种事也没法劝 他只好转移言清的注意力道 哎你说 这次对姬刚的打击有多大呀 姬刚嘛 言清想一想 轻声道 对他的打击肯定很大 但并不致命 是啊 就像我们那次说的 只要不给他扣上那个罪名 皇上很难下决心除掉他 王贤点头道 大人所言极是 言清眉头紧皱道 而且皇上很快要去北京了 这一去就是一年半载 这种时候 就更不会动姬刚了 不错 皇上还需要这条看门狗 给他看家呢 王贤点点头道 所以对大人来说 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 言清肃荣道 而且姬刚肯定已经意识到 自己成了明日黄花 那将是他最后的机会 要尽防他 勾急跳墙啊 是啊 王贤深意为然道 接下来将是决战时刻了 说着握住言清的肩膀道 子连兄 务必助我一臂之力 大人放心 言清目光一凝道 姬刚才是我真正的仇人 王贤文言寂喜悠悠 因为言清这句话的潜台词是 没干掉季刚之前 他是不会离去的 但干掉季刚之后呢 他也没有理由再待在这了 王贤当然不会让主熟的鸭子飞掉 好在干掉季刚也不是一年半载的事 自己还有时间一点点感化这家伙 三月初九是会市放榜的日子 及时一到三声炮响 关闭了十余日的贡院 终于大门洞开 两队穿着大红官袍的锦衣卫 护着捧榜的考官 来到贡院东侧的那面猪墙前 那面猪墙前早就架好了梯子 而梯子前则里外石藤的 围满了前来看榜的举子及家人 只待官员将那黄榜张贴上去 便一拥而上 争先恐后看自己是否金榜提名 诶 中了 不时有狂喜声传来 那考生便在众人的恭维声中 挤出人群狂欢庆贺去了 取重者当然有理由庆贺 因为会市之后虽然还有殿士 但殿士是不落地只排名次的 即是说只要今日榜上有名 只要殿士不出大谬误 都会中进士 十年二十年寒窗之苦 终于在此刻有了个结果 若是不失态不张狂不落泪 那才叫不合人情 反倒是那些榜上无名的举人 大都只是黯然叹气 但平静的恭喜起先达的童年 没有几个过于失落的 这也不难理解 他们毕竟已经是举人了 就算一辈子不进一步 身份地位都远超那些未发达的童年 也能享受优渥的生活 何况三年之后还能再考啊 难度反而比相识小很多 所谓优雅从来都是以从容不迫为前提的 所以贡院外的气氛总体是欢乐和谐的 而此时在贡院里被关了二十多天的考官们 也终于可以重获自由了 待贡院的门打开 考官们便见几十名穿着红色官服的锦衣卫 拱位着一顶八台大轿 这自然是在等候纪刚的 待纪刚的身影出现在贡院门口 领队的元将和王谦忙飞奔上去 扑通跪在他面前 扣手道 公营老祖宗出关 公营老祖宗出关 一众锦衣卫也齐刷刷地跪下 那气势十足啊 嗯 纪刚点点头 深吸一口贡院外的空气 虽然只是一墙之隔 却让他的心一针韵贴 这次重考的考纪格外的严格 谁也不敢再出一点漏子 结果便是在贡院里管着 就像坐牢一样 外头的事情全然不知 虽然急切想知道 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但纪刚还是保持了一品大员的沉稳 他朝徒子徒孙们点点头 便稳稳当当坐进轿子里 起轿 伴着圆江一声叫唤 八抬大轿稳稳抬起 缓缓向锦衣卫衙门去了 待轿子在锦衣卫衙门内落下时 纪刚看到的就是另一番情形了 那轿帘一掀开 他就看到一众徒子徒孙哭丧着脸 说道 老祖宗你可算回来了 怎么 发生什么事了 纪刚心一紧 迈步进了牵牙房 下人便赶紧给他接下披风 脱去关袍 除下靴子 纪刚自个儿则接过 浸湿拧干的白金镜面 那王贤趁着嘟嘟不在这段时间 着实兴风作浪了 庄静则在一旁轻声禀报道 他先把庞英收拾了一顿 又把李春的嘴巴给撬开了 纪刚对前者不感兴趣 但听到后者 招了 手上的动作 当时停滞下来 阴声问道 李春招了 招了 庄静点点头 满嘴苦涩道 怎么可能 就算他活腻了 难道不顾他一家 百事口的性命了 纪刚的脸上 阴沉的滴水道 你也是 本官不是授权你 这段时间阻止他开堂吗 哎 东方有所不知 庄静叹气道 王贤把那个刑布郎中 阎青给请回来了 那阎青给他出了个主意 学那包拯 夜审郭怀 让李春误以为自己到了阴间 在阎王面前 可不什么都料了吗 荒谬 纪刚怒道 李春吃了猪油蒙了心了吧 连这种下三懒的把戏都挠戏 无论如何 他都已经招了 庄静有些胆怯的看看纪刚 小声道 而且当时皇上也在场 啊 皇上也在场 纪刚原本只是恼火 文言经的毛都竖起来了 那张古井不拨的面堂 一下就煞白煞白道 李春都说了什么 都说了 庄静颓然道 虽然皇帝言定所有人不得外泄 但当日知情者不在少数啊 又岂能瞒得过神通广大的锦衣卫 都说什么了 纪刚一把抓住庄静的手腕 阴声问道 哎 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庄静怯生生的道 老子宰了他 纪刚脸上闪过一抹不正常的红韵 恨声说道 他那手似铁钳一样 钳得庄静剧痛 满头汗水却不敢挣扎 好在庄静鼓励之前 纪刚松开了手 因为他终于想到了那个可怕的问题 灯石全身无力道 皇上那边 怎么说 魏镇俯斯已经结案三天了 庄静嘶嘶嘶道吸着冷气道 除了命当场杀掉李春以外 皇上没有任何旨意 当场杀掉李春 纪刚摸着刚硬的胡须道 看来皇上也不想此案外泄 是啊 案情大白天下 皇上脸面也不好看 所以此案很可能还是不了了之 庄静暗暗活动着手腕道 不过东翁丝毫不能大意啊 因为皇帝现在怎么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是 纪刚刚有点血色的面孔 一下又煞白煞白 额头进珠汗珠道 这下皇帝怕是要下决心吐死狗棚了 东翁不必会信 庄静忙给纪刚打气道 皇上就算现在不喜东翁了 却也必须要倚仗东翁啊 因为有个人必然更让他放心不下 啊 哈哈哈哈 纪刚一拍额头怪声笑道 我怎么忘了皇帝一北巡 太子就要监国了 不错 而且有人比我们还着急 庄静音声笑道 露死水手 还未可知呢 未经许段 父琳 有许位 我